有历史作为指引 刘鹏很清楚 何竟是宦官为心腹大患 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但宦官在汉地去后 又找到了何后作为靠山 一时还难以除之 而袁绍此人恨不得天下大乱 他好浑水摸鱼 必会建议和敬请外兵入京 外兵之中 属四方兵力强盛 兵州刺史丁元 前将军董卓 又将军黄辅松 票即将军刘鹏 丁元虽与何竞相交甚好 然气为人迂腐 对汉室忠心耿耿 此人不足与之为谋 又将军黄辅松 乃关西世家出身 在朝中颇有威望 又对何竞颇有威严 必不会听从他的调遣 因此也排除在外 票即将军刘鹏 雄聚幽州 为人傲气 根本不会听从他的调令 又与他素有见性 何竞也不会傻得给其发照 那就剩下前将军董卓 此人素来与外戚一党交好 麾下西凉战旗所向披靡 是唯一可用之人 七月 董卓接到河靖的调令之后 立即与谋士兼女婿 李如商议 李如以天下大乱之际 可浑水沫浴为由 力劝董卓率领兵马 进京救驾 董卓也知道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立刻调遣兵马 准备进京 幽州目留棚 早在董卓大军调动时 就已得知消息 知道时机以来 以臣道为大将 领兵马三万 镇守继承 清帅马步军八万 日夜兼程赶往洛阳 此次随大军一起出发的 还有谋士贾许 寻忧二人 这二人一人主军情 参赞军机 一人分管粮草后勤 参赞军机 八万大军分 四万铁机 一万战车兵 三万步军 由黄中 赵云 太史词 高览分别统领 幽州大军从渤海郡 经安平 清河而下 直往洛阳而去 董卓的西凉军 从河东等地直上 路途比幽州大军近 行程也快 于七月中旬 便行至红农附近 董卓大军 是从西凉各处争调而来 单个时间太多 且形成缓慢 就在流鹏大军日夜兼程 赶往洛阳之时 大将军何静 与袁绍等人 密谋除掉宦官 然行事不密 最终被宦官知道 张让等人知 何静要杀他们 立即找和后庇护 和后只是个女人 哪能想到那么多弯弯道道 所以看在张让等人 先前帮他坐上皇后宝座的份 出言庇护 何静之妹子庇护了宦官后 遂掩其息骨 但袁绍等人誓不罢休 言不杀宦官 天下不宁 请何静率领大军进攻 绞杀宦官 一举清除毒瘤 宦官得知何静等人的密谋媒 又知道董卓大军要来洛阳 立即向和后进言 请他代为请大将军进攻 他们愿与大将军化干戈为玉帛 和后这个傻女人信以为真 所以派人去请家兄何静入宫 何静在得到自家妹子的传召后 最准备进攻 旁边的袁绍等人 忙劝其不得入内 就是要进攻 也该带侍卫前去 何静想到是和后请他前去 应该不会有事 便笑着不应 独身前往 袁绍等人见何静如此拖大 无奈之下 只好集合兵马 一起前往皇宫外面 等待何静的消息 何静入宫之后 未见得皇后 就被宦官麾下的一众假式杀死 将人投割了下来 扔出宫门外 宫门外的袁绍 曹操 等人见何静被杀 立即决定攻破宫门 杀进宦官 此时 私立之兵大多长在袁绍手中 其一声令下 数万架式攻进皇宫 宫中凡是未尝胡子的全部刀杀 二百年帝宫厮杀声一片 军士冲进皇宫中 到处杀人 宫中的宝物 全被轰抢一空 长相漂亮的宫女 被促瞒军士拉到边上 就地凌辱 宫中鲜血遍地 到处呈惊乱之相 皇宫中道路复杂 殿防密集 军事混乱不堪 都处听闻喊杀声 惊叫声 袁绍等人为杀进宦官 带兵马到处乱杀 四处放火 杀声很快弥漫整座皇宫 因是天黑之状 宫中军事的火把到处都是 房屋尽是被大火燃烧 火光如日 应照整座皇宫 张让等人见识不妙 裹挟天子与陈流亡逃出皇宫 却被率兵前来相助的卢职看见 二等快快放下天子 卢职经声道 已是混乱 张让哪敢 放下手中的天子 忙带上天子等人就跑 卢职见宦官裹挟天子而去 忙派人将袁绍等人找来 众人和军一处 向宦官索逃方向追去 洛阳城外三百里处 幽州军大营 主公 洛阳大火 看来是 发生了战端 此时当速速进兵 寻忧焦急地说道 刘鹏大军半月行军 于日前终于到达洛阳附近 一路上 幸亏有贾续出的妙计 以天子假照 欺骗沿途关卡 才能迅速到达此地 未料到他如此速度 竟未赶到之时 洛阳就已发生了变故 刘鹏心中是一片焦虑 传令 令皇忠 赵云帅四万铁骑 与本江先行 其余不足后续赶来 知晓历史进展 刘鹏焦虑过后 岁下令道 诺 历史中 张让等人 裹挟天子北芒山附近 见黄河挡在前方 一时着急 未找的渡船 便被后面的卢职等人追上 幽州铁骑竟是上等战马 速度如风 四万大军在得到令后 立即往北芒山而去 此地距离北芒山 不过一百多里 急速行军 不用三个时辰就能到达 刘鹏领警一位先行 他的赤兔马奔跑如风 一路率先而行 铁骑如潮 大地震动 百里之路烟尘不绝 未到黎明时分 刘鹏率领四万大军 已到北芒山 猜测宦官挟持天下 还未到此地 便令皇忠 赵云二人 摆下铁骑战阵 打出他的票计将军大骑 静等天子到来 黑夜中 四万铁骑黑鸭鸭一片 布满通往北芒山的道路上 未到天明时分 前方四骑急奔而来 当先一人在黑夜中 看得不甚清楚 另外三骑上有两个大人 中间一骑是两个孩子 不用猜测 他便知道 那是张让裹鞋的天子 与陈流亡流鞋 四骑 奔到前方百米处 当先一骑上的张让 见前方全是铁骑 黑鸭鸭的一片 毫无声息 不由的心中一惊 忙拦住身后三骑 张让 不知前方是何人 这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他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立于阵中的刘鹏 冷笑着 看向那黑夜下的四骑 打马出阵 出声喝道 前方何人 正暗自惊慌的张让 听闻这句话 只觉有些耳熟 再仔细一回味 有好似哪里听到过 再看对方 那黑夜下的影子特别熟悉 却看不清是谁 请问阁下何人 张让安慰了一下 受到惊吓的天子 终其不足地喊道 知道张让今天必须死 刘鹏未答话 冲阵前大喝一声 情杀燕人 救出陛下 呼喝之声一停 前方铁骑闻令 策马直接奔了上去 惊慌的张让 见军士冲了上来 忙掉转马头 意图率先逃跑 黑夜之中 黄中张公搭剑 对准正奔跑的 张让就是一剑 破空之声被淹没在铁骑之中 却隐约可见那 马背上的人摔了下来 百米的距离 数万铁骑眨眼道 除天子的坐骑之外 其余两骑被虎狼军士乱刀砍死 只欲吓逃跑 为国的张让与天子 陈流亡三人 张让被黄中射中了手臂 正腾地痛喊大叫 刘鹏率领锦衣卫 奔到离天子十米之处 向周围的军士吩咐道 全部退下 军士门闻言 立即打马退开 却将天子行来的路途给堵上 看着马背上的两个小孩 刘鹏懒得下马 立于马上懒洋洋地拱手道 陈流鹏见过二位皇子 天子金色未定 口中颤抖着说不出话 身子不由地蜷缩着 不敢出声 陈流亡刘鹹年纪虽小 却很聪明 听闻前方之人称 他们为皇子 又自称流鹏 便知那是票计将军 是曾经保他做皇位之人 便不说话 近看下面之事 地上的张让一听是流鹏 忙喜道 刘将军 在下是张让啊 后面有叛贼要劫持陛下 还请将军搭救 本将看那叛贼就是你 来人 将这四叠本将拉下去 五马分尸 刘鹏看着躺在地上的张让 一脸不屑地吩咐道 饶命啊 刘将军 在下是张让 曾经还帮过将军呢 将军可不能过河差 张让还未说完 便被附近的军士拉了出去 看着虎狼军士拖走张让 又听到那大喊大叫 黑夜下 看到那些军士拿出绳子 将张让绑上 又将绳子分拽在五位军士手中 五人一起上了战马 分往五个方向而去 战马奔腾起来 被拴着绳子的张让 被五直接拉了起来 身子平衡到空中 啊啊 的痛嚎声 从张让口中发出 那痛喊的声音 传至四周 让骑在马背上的天子 与陈流亡 巨是胆寒 身子瑟瑟发抖 眼神中欲视惊恐 咔嚓一声 张让整个身子 被分为六节 头颅 四肢 身子全被拽裂 血水洒了一地 黑夜中都能闻到那 令人呕吐的味道 张让侍奉林帝二十多年 其间恶事作绝 残害的忠良不知反己 今日死于刘鹏手中 算是天意 也是他命数已尽 怪不得他人 分了张让的尸体 刘鹏便让侍卫 将其身子挖坑埋掉 只留头颅即可 平心而论 张让与他第一次见面之时 拿捏了点架子 其余会面对他还算理尽 他能在幽州发展顺利 也有其一份功劳 但张让坏事做得太多 他若今天不杀张让 世人皆以为他与宦官私下有谋 于名声不利 再者如职 他人也未必能放过 等侍卫埋葬了张让尸体 刘鹏便令大军启程 护送着天子兄弟两人前往洛阳 走了不多时间 天色已然慢慢放亮 幽州铁骑前方的道路上 突然献出了一批汉军 有几千人的样子 全是不足 中间夹杂着寥寥数匹战马 历史中 张让等人裹挟天子北芒山附近 见黄河挡在前方 一时着急 未找到渡船 便让后面的卢职等人追上 幽州铁骑近士上等战马 来去如风 四万大军在得到令后 立即往北芒山而去 此地距北芒山不过一百多里 急速行军 不用三个时辰就能到达 刘鹏领警一位先行 他的赤兔马奔跑如风 一路当先奔腾 铁骑如潮 大地震动 百里之路烟尘不绝 未到黎明时分 刘鹏率领四万大军 已到北芒山 猜测到宦官挟持天子 还未到此地 便令黄中 赵云二人摆下铁骑战阵 打出他的票计将军大骑 静等天子到来 黑夜中 四万铁骑黑鸭鸭一片 不满通往北芒山的道路上 未到天明时分 前方四骑急奔而来 当先一人在黑夜中 看得不甚清楚 另外三骑上有两个大人 中间一骑是两个孩子 不用猜测 刘鹏便知道 那是张让裹鞋的天子 与陈流亡刘鞋 四骑 奔到前方百米处 当先一骑上的张让 看见前方全是铁骑 黑鸭鸭的一片 毫无声息 不由的心中一惊 忙拦住身后三骑 张让 不知前方是何人 这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他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立于阵中的流棚 冷笑着 看向那黑夜下的四骑 打马出阵 出声喝道 前方何人 正暗自惊慌的张让 听闻这句话 只觉有些耳熟 再仔细一回味 有好似哪里听到过 再看对方 那黑夜下的影子特别熟悉 却看不清是谁 受到惊吓的天子 终其不足地喊道 知道张让今天必须死 刘鹏未答话 冲阵前大喝一声 情杀燕人 救出陛下 呼喝令一下 前方铁骑文令 策马直接奔了上去 惊慌的张让 剑军士冲了上来 忙掉转马头 意图率先逃跑黑夜之中 黄中张公搭剑 对准正奔跑的张让 就是一剑 破空之声被淹没在铁骑之中 却隐约可见那 马背上的人摔了下来 百米的距离 数万铁骑眨眼道 除天子的坐骑之外 其余两骑 被虎狼军士乱刀砍死 只欲吓逃跑 未果得与天子 陈流亡二人 张让被黄中射中了手臂 摔在马下正腾的痛喊大叫 刘鹏率领锦衣卫 奔到离天子十米之处 向周围的军士吩咐道 全部退下 军士门温言 立即打马退开 却将天子行来的路途给堵上 看着马背上的两个小孩 刘鹏懒得下马 立于马上懒洋洋地拱手道 陈流鹏见过二位皇子 天子金色未定 头中颤抖着说不出话 身子不由地蜷缩着 不敢出声 陈流亡刘鹹年纪虽小 却很聪明 听闻前方之人称 他们为皇子 又自称流鹏 便知那是票记将军 是曾经保他做皇位之人 便不说话 近看下面之势 地上的张让 一听是流鹏 忙喜道 刘将军 在下是张让啊 后面有叛贼要劫持陛下 还请将军搭叫 本将看那叛贼就是你 来人 将这四给本将拉下去 五马分尸 刘鹏看着躺在地上的张让 一脸不屑地吩咐道 饶命啊 刘将军 在下是张让 曾经还帮过将军呢 将军可不能过河差 张让还未说完 便被附近的军士拉了出去 看着虎狼军士拖走张让 又听到那大喊大叫 黑夜下 看到那些军士拿出绳子 将张让绑上 又将绳子分拽在五位军士手中 五人一起上了战马 分往五个方向而去 战马奔腾起来 被拴着绳子的张让 被五直接拉了起来 身子平衡到空中 啊啊 的痛嚎声 从张让口中发出 那痛喊的声音 传至四周 让骑在马背上的天子 与陈流亡 拒势胆寒 身子不由瑟瑟发抖 眼神中欲视惊恐 咔嚓一声 张让整个身子 被分为六节 头颅 四肢 身子全被拽裂 血水洒了一地 黑夜中都能闻到那 令人呕吐的味道 张让是凤灵帝二十多年 今日死于刘鹏手中 算是天意 也是他命数已尽 怪不得他人 分了张让的尸体 刘鹏便让侍卫 将其身子挖坑埋掉 只留头颅即可 平心而论 张让与他第一次见面之时 拿捏了点架子 其余会面对他还算礼尽 他能在幽州发展顺利 也有其一份功劳 但张让坏事做得太多 他若今天不杀张让 世人皆以为他与宦官私下有谋 于名声不利 再者卢职 袁绍等人就在后面 他就是放了张让 其他人也未必能放过 等侍卫埋葬了张让尸体 刘鹏便令大军启程 护送着天子兄弟两人 前往洛阳 走了不多时间 天色已然慢慢放亮 幽州铁骑前方的道路上 突然献出了一批汉军 有几千人的样子 全是部族 中间夹杂着寥寥数匹战马 卢职 袁绍 曹操等人率领三千兵马 星夜前来追寻天子 至黎明之时 方剑几军前方出现一批批战骑 全是北地高大战马 甲氏皆虎辈熊妖 战骑高扬 一眼望不到尽头 三人中述 卢职阅历最是丰富 王夏令让士族停止前进 又见旁边众人的疑惑 开口道 前方军是索旗乃北地战马 战骑又是刘字 老夫所猜不错的话 恐怕是票计将军的大军 卢职此话一出 袁绍等人聚精 不明白刘鹏的大军 为何到此处 中间骑着大马 一身绒装的袁绍率先问道 卢公 这票计将军的大军 为何会在此地 袁绍的话问出了众人的疑惑 紧盯着幽州军 观看的卢职文言直摇头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刘鹏的大军会在此地 煽风呼啸 战骑奔腾 而等逆贼 竟敢谋害天子 看本将如何将你等一干杀之 离着卢职等人百米之遥 骑在赤兔马身上的刘鹏恐吓道 谋害天子 卢职等人一听此话 拒不明白 稍丝片刻 身材矮小的曹操惊道 卢公 本出 那票计将军 将我等当成谋害天子的贼人了 快快出言成亲 这么大一顶帽子扣下来 袁绍脸上荡仙一变 忙下了战马 卢职也是一脸的金色 跟着下了战棋 等众人下了战棋后 袁绍当先站出来喊道 刘将军 我等是为救天子而来 谋害天子的 乃是时常事 幽州铁骑早就停了下来 静等前方之人的回话 袁绍将话道出之后 刘鹏脸上一脸的讽刺 狗屁救天子 这些人除儒之外 全都是想着 如何将天子弄回去 保他们自家利益 天子已被本将救下 而等可自领军前行 懒得 让这些人觐见天子 刘鹏直接出言回道 袁绍文言转过身子 看了看众人 一问该如何做 众人居互忘 说不住如何做 曹操看这些人毫不见解 随道 票计将军乃先帝清风 又是宗亲 此来肯定是授先帝密诏 我等若不遵从其令 恐前方数万铁骑眨眼 便来取我等性命 众人经曹操一说 皆想起这票计将军 刘鹏的脾气可不怎么好 连何静都敢当朝侮辱 更别说现在杀他们 看着众人的表情 曹操当先上马 笑着调转马头离去 众人见曹操都走了 也就不逗留了 忙上马带着士族走在前方 为刘鹏开路 只有卢侄站在原地 等待天子经过 前面那些人的想法 刘鹏一清二楚 这些人都想将救天子的 功劳弄到他们手中 唯独那个卢侄 是真心来迎天子的 可有他在 这些人会如愿以偿吗 袁绍等人 率军走在前面 行出两里之路 刘鹏才让大军出发 紧跟其后 汉帝刘鹏 与陈刘鹏留邪同骑一匹马 跟在刘鹏的边上 左右皆有大军保护 老臣拜见陛下 军前 卢侄单膝跪地 大礼参拜道 骑在马上的刘鹏 不知该怎么回答 口唇说不出话 只好求助于身后的陈刘鹏 这一幕俱被刘鹏看在眼中 心到这刘鹏太过于宽厚 无帝王前置 不足以担负大汉万里江山的重任 反观刘鹏在得到哥哥的示意 看了一眼旁边的刘鹏 转过身子 朝着跪在前方的老臣 出言 卢大人请起 卢侄乃三朝老臣 在朝中威望颇高 又对汉室忠心耿耿 此时能来迎接汉帝 足可见其一番苦心 刘鹏也不好拿捏架子 只好让卢侄位于天子侧身 以侧万全 天色大亮 刘鹏帅大军护送着天子指挥洛阳 一路相安无事 据京城只剩一段路程之时 剑前方铁骑奔腾 惊其涌动 那中间大骑上的董字 相隔几百米 也能鲜明看到 袁绍等人见 又有一支军队前来 那铁骑奔腾 剑起漫天尘土 正往他方胸涌扑 那鲜明的董字 已经昭示出来人是谁 被刘鹏枪了一脸灰的袁绍等人 此刻心中异常兴奋 他提出请外兵入京 但这个外兵迟迟未到 却来了一群不速之兵 此刻那外兵已来 他也不用再惧怕这不速之兵 眨眼间 那奔腾的战骑 已经奔到了前方 自领中军的董卓骑在高头大马上 遥望前方 见是袁绍一干人等 大笑着道 我乃前将军董卓 天子何在 天子在后边 袁绍见董卓不问候他 直问天子 脸色上带着微微恼怒 与其平淡地回道 董卓却不管那么多 听闻天子在后 盲向袁绍军后方望去 见后面铺天盖地的权势铁骑 竖着的刘子大骑 成遍布之状 他一时有点猛了 不明这是何人的大军 为何在此地 董卓身边的谋士李如 将幽州铁骑关在眼里 最近自己的老丈人 董卓满脸疑惑 出声解释道 主公 那惊奇遮天 其上刘子鲜明 又全是战旗 可见是外兵 而外兵中能有如此铁骑的 看来只能是幽州刘飞宇 刘飞宇 董卓一惊 他不远千里 率领大军进洛阳 为的 就是掌控朝政 可现在竟遇到了幽州大军 一时气的董卓满脸铁青 肥胖的身体不住颤抖 李如是个细心之人 见老丈人如此气愤 连忙出言道 主公 我军只有五千 而那幽州军阵行严密 且望不到尽头 少说也有数万之众 心里 气氛过后 董卓恢复了往常的神色 淡淡吩咐道 传令下去 令大军先行 本将先去拜见陛下 诺 此时的董卓 还未是几年后 那个醉生梦死之辈 身躯高大 一身武艺堪比二流鼎街武将 眼中的凶光 却是不易 眼驱董卓骑在马上 冷笑了一声 带领数名清兵打马离去 道致袁绍身边 也未停下 直奔后方 陈董卓拜见陛下 一边奔驰着 董卓一边大声拜道 言语间多有不敬之意 天子有刘鹏与卢职保护 并未说话 陈刘王则是因为 身边有他名义上的皇叔刘鹏在 也没开口说话 只有卢职是一脸的不愤 出声高鹤道 董卓 天子在此 而奇感无礼 还不速速下马 汉世四百年的威望深入人心 卢职出声一鹤 刘鹏的铁集 立刻四散开来 战旗上的甲氏 挥舞着长枪 将董卓等人围在中间 空中寒气立声 即使狂妄的董卓见此 也不得不忙下马跪半跪道 陈听闻陛下欲奸人劫持 立即带兵前来救驾 失礼之处 还请陛下恕罪 董卓的请罪之言 让卢职的部分 渐渐淡了下去 静看天子如何处理此事 刘鹏这个天子 早被惊艳之事 吓得魂不附体 见董卓被卢职贺令跪下 正恭敬地拜着他 便小声道 董卿请起 董卓 陛下有本将与卢尚书保护 逆切隐兵先行 回程在意 刘鹏的话刚说完 旁边的刘鹏见天子软弱 忙冷声出言道 本来还想同刘鹏 套几句近乎的董卓 一听此话 心中生出一股恼怒 可现在的形势不如人 他也不敢同刘鹏翻脸 只好暗自压着口气 装作一脸的笑意 连声应道 等董卓走后 刘鹏再次率领着大军前行 一路上 天子都不说话 只一味地看着四周风景 刘鹏一行人终于进了洛阳城 因洛阳有数万西元军 城外还有董卓的军士 他也不好将大军全部开进去 便令皇中领三万铁骑 驻扎在洛阳城外 他则率赵云及一万铁骑进城 皇宫一夜大火 幸好天亮之时 数千宫女与军士用水浇灭 免去了大火之灾 但皇宫依然被焚毁颇多 多处宫殿被大火烧毁 宫内宝物在混乱中 也被抢在许多 刘鹏自送天子回到皇宫后 便立刻命令一万铁骑 分出五千驻守在皇宫外围 令五千铁骑则驻扎在北宫周围 美约齐鸣是为守护皇宫 防止乱军进攻 对于刘鹏的行为 一众朝臣皆是敢怒不敢言 谁让人家有救天子之功 又是先帝的心腹大臣 此时手中兵马在握 他们又能如何 现在大将军何敬已死 车骑将军何苗也被乱兵所杀 和世外戚的辉煌成为过去 和后昨晚也被宦官劫释过 幸好的是被赶来的卢职救下 受了一点惊吓 别无大碍 此刻正坐在宫中 出神思索着 以后应该怎么办 现在他何家已经没有何人可助他 何静 何苗两人居已身死 他一个妇道人家应该怎么办 票即将军求见 宫中突然一声宫女的传话音 正暗自伤神的和后 盲擦了下眼角尖的泪水 整理了下凤衣 强自淡定下来 才传令宫女将刘鹏请进来 长秋宫前 刘鹏带着锦衣卫 怀中揣着刘洪生前给他的秘纸 一脸的凝重 他不知道该怎么给做 是杀 还是不杀 这个问题让他难以做下选择 杀 他与和后曾一度春宵 这个魅眼的女人 让他能有销魂般的享受 更甚的是 从情感来讲 他喜欢这个女人 不想杀了 宋洪年入幕 不杀 这个女人妒忌心强 曾毒杀王美人 逼死董太后 罪则滔天 是汉帝秘纸中必须要杀的人 几个思虑 极端惆怅 他还是决定 刘将军 皇后请将军进去 一掌向清纯的宫女上前说道 刘鹏深叹了口气 吩咐点为待人守在外面 不得命令不许入内 甩动披风 大不而进 一双魅惑迷人的封面 两弯柳叶掉烧梅 身量风韵 体格 粉面含春微不露 单纯为起笑线纹 身着淡粉衣裙 长吉夜的 细腰以云带约束 发见一只七宝珊瑚簪 映得面若芙蓉 面容艳丽无比 一人绝美的脸庞 带着淡淡的忧伤 似是方才哭泣而过 陈刘鹏见过太后 宫殿四下占有女士 为了不让和后尴尬 刘鹏便拱手失礼 和后平复好心情 知道刘鹏今天救了他儿子 感激地说道 皇帝今日救了天子 本宫带天子谢过 抬头见和后一脸的真情 一时他也不知该如何说 只好向和后使了个眼色 让其将宫女赶出去 他有事情要说 若是放在先前 和后定能也刘鹏的到来 而心情激动 毕竟空旷了好多年 一招得到雨露滋润 说不想那是假的 现在他则没有心情 但见刘鹏一脸的正经 便淡淡地将宫女们打发了出去 两人相识片刻 和后率先问道 家兄已去 只留下了我们孤儿寡母 你手握大军 是想扶持陈刘王 还是住陛下 这个女人还不算奔奔 能猜到现在的状况 皇嫂 请看这个 盯着和后 那风韵华贵的躯体 刘鹏从怀中拿出一屋地上说道 看那那黄色的布片 和后狐疑地接了过来 他虽出身于屠户家 但从小就读四书五经 一些字还是能看懂的 看完黄色布上的东西 和后一声惊叫 他不明白汉帝为何会如此狠心 难道仅仅因为 他毒杀了王美人 黄嫂 何静已死 天子在朝中已无亲信 要想掌控朝政 实乃万难之事 看着美后一脸的惊慌 刘鹏颇带暗示的口吻说道 和后没想到 刘鹏竟然留下秘纸 若刘便登基为帝 则要将他赐死 俗话说得好 一日夫妻百日恩 他与刘鹏十多年的夫妻 未想到仅仅因为一个贱人 他就被赐死 还是因为他儿子是天子 他就不能活于世间 那你是来送本宫的 经受双重打击的和后 自笑着问道 黄嫂 先帝留下诏命 陈帝不能不听令行事 但黄嫂与陈帝曾一夜春情 陈帝又如何下得去如此狠手 可陛下不仅给了陈帝一道秘纸 还给了其他宗亲大臣一样的旨意 一脸可惜的刘鹏说到这里 故意停顿了下 不再说下去 他要看这个女人如何应对 听到刘鹏念着那一日春情 和后的脸上闪过一丝怀念 虽又听其之话 一脸的暗淡 不曾想汉德为了杀他 留了这么多后手 他一个父道人家 手无权势 无兵无足 又能怎么办 皇帝 本宫不想死在别人手中 你将要酒取来吧 见刘鹏说出了汉帝必杀之心 和后想到 只要刘鹏能坐稳皇位 他死了又能如何 最平淡地说道 陈帝若有办法就皇嫂 不知皇嫂可怨 听陈帝之言 于而上钩了 刘鹏一脸正色地说道 天下没有人愿意去死 更何况是一国之母 若能流于世间 继续享受着锦衣富贵 他又如何不愿意 只是不知刘鹏有何办法 皇帝有何办法说来 本宫定当听从 一脸劫后余生 喜色的和后 盲问道 刘鹏装模作样的叹口气 道 皇嫂 为今之计 只有礼带桃江 选一宫女代替皇嫂受刑 只是这样一来 皇嫂永远不能再 出现在世人眼前 否则陈帝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可本宫出了宫门 又能去那里 和后听闻刘鹏计策 心中着实洗了一阵 但又想起他该去何处 又能去何处 这个问题 有人早就想好了 刘鹏轻笑道 陈帝在幽州手握十多万铁骑 又附有一周之地 皇嫂随陈帝一起前往 又有何担心的 刘鹏说完之后 看着和后脸露羞涩 便知其想当那方面去了 他也不藏着掖着 大步上前 一把将身着凤衣的美后拉进怀里 口中轻笑道 皇嫂天色国香 乃是难得的大美人 陈帝可是求之不得呢 和后羞涩的 伏在刘鹏怀中 听着甜言蜜语 心中像吃了蜂蜜似的 两人依偎了一会儿 便忍不住寂寞 在空荡荡的大殿中 开始了粗喘 春色到来 大殿中响起了雨露之声 一场翻云覆雨之后 两人累得汗水直流 在和后的侍奉下 刘鹏穿好衣裳 将一些主要事情叮嘱好 又吩咐了一些应该注意之事 才带着锦衣卫出了宫门 现在已是夜幕降临 他则不能继续留在宫中 否则定会被他人抓住把柄 自和靖死后 大将军府一片混乱 妇女皆不知如何应对 到处可闻哭泣之声 和靖活着的时候 与他有些不快 但人都死了 他也没那么小气 便亲自领着侍卫前去祭奠 皇宫有赵云率领兵马守卫 他也不担心出什么事 他这次进京 一是为了弄到汉林帝 这些年搜刮的钱财 二是 想给自己捞到足够的名声 虽然他现在的名声 已在世间传至 但世人却不知道他的实力 正好借这个机会 向世人展示 第三个目标 他是想 那些名满天下的女人 收到账中 现在已经收了一个和后 但却还拆海几个呢 如何靖的儿媳妇隐世 貌美如花 就在他的收美大计之中 一路策马直奔 来到已故大将军何靖府邸 见门前挂着笑步 整个府邸哀声一片 刘鹏叹了口气 在这乱世之中 何靖一死 身为家小的他们除了哭 也就没有其他所能了 派侍卫送上明帖 刘鹏才带着人进了和府 听闻票计将军刘鹏前来吊咽 何靖的家小们安排招待 毕竟刘鹏与何靖生前不睦 若他借何靖以死向家小们发难 他们该如何是好 应是盲招待侍奉 在何府下人的带领下 刘鹏直接向何靖灵堂而去 何靖虽死 但灵堂依然布置得十分宽大 里面跪着四五十手铃的孝子 刘鹏的眼睛何其毒辣 进到灵堂左右看了几眼 就知道影视是谁了 吊咽过后 刘鹏没有多逗留 带着侍卫们匆忙离去 毕竟他只是来作戏的 顺便瞧瞧何靖的儿媳妇 并非真心前来吊咽 天色已经黑下 洛阳街道上 刘鹏骑着赤兔马狂奔 身后跟着点尾等一杆侍卫 一行人到了一座偏僻的院子前 下马进府 府中有上百大汉 身穿黑衣 站在四下守卫 王成见刘鹏前来 忙笑着迎进到里边 派人端上茶水 将他这段时间探的消息与办的事情 全部说了出来 刘鹏则坐下静静地听着 时而有不明白的事情 还会出言相问 王成则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将挖掘地道之事 也一并道了出来 据王成所说 汉陵帝死后 和静等朝陈选的陵墓 将其隆重埋葬之后 便派兵封住洛阳城 让刘鹏立刻登基为帝 改元光西元年 又假照先帝一命 封刘鹏为陈刘王 一众大臣具有赏赐 刘鹏无先帝一照 登基为帝时 又不曾知会在外大臣 只在登基之后 给各地诸侯发了道诏书 依照刘鹏的谋划 刘鹏必须要死 而且是死在董卓手中 那样天下才会开始动乱 他才有机会窃具神位 和静大风群臣 围的就是拉拢众位朝臣 彼时 朝中的宦官们 已经毫无权势 只在宫中握有一些兵力 在朝堂上无任何发言之权 可以说 在汉帝死后 和静代替天子 做了几个月的皇帝 奈何他这个皇帝 做了没几个月 便被宦官们杀死 在刘鹏想来 外戚与宦官在此次争斗中 算是同归于尽 剩下的日子 该是宗亲们出头了 大汉的天下 不能老让宦官与外戚做主 挖掘地道 是为了寻找汉林帝 在位时藏匿的钱财 但王成在洛阳多年 却未打探出 如何关于这笔钱财的消息 刘鹏不是傻子 他虽不知汉林帝 将这笔钱财藏在哪里 但他却知道 这笔钱财绝对藏在皇宫中 他当初挖地道 是为了大乱之时 进宫偷一些钱财 宝物 美人之类的东西 但人算不如天算 他率兵还未到洛阳 皇宫就已经大乱了 王成在未得到他的命令前 不敢私自出兵进皇宫抢掠 因此也就错过了这次难得的夹击 成天 派人前进皇宫 四处查看宫殿 每一座宫殿都要仔细勘查 刘鹏思虑多时 决定还是派人进去查看 毕竟知道 这笔钱财的人 还不知道在哪 他总不能一直等下去吧 主公 在下这就去安排 王成站起身拱手道 就在王成往处走的时候 刘鹏脸色秃得一喜 喊道 回来 派人去陈流王的宫殿查看 记住 不要惊动任何人 包括本将在宫中的军事 王成折返回来 将此话记在心中 忙拱手秤势 下去安排了 他刚才忽然想起 汉陵帝在事前最喜欢的就是流邪 以那个昏君的手段 定会将搜挂来的钱 财藏在流邪的宫殿 那样就可支持他儿子坐稳皇位 毕竟只要有钱财 就控制住了朝廷命脉 包括大军 只怕他未想到的是 在他还没有将流邪府上皇位 就黯然去世了 汉陵帝死后 留下上百亭妃 贵人 却只留下了三条血脉 长子流变 年方十六 乃和后所出 次子流邪 乃王美人所出 另有一女封万年公主 乃先皇后宋氏所出 年方十四 有时候刘鹏都怀疑 汉陵帝是不是生育有问题 那么多女人 却只有三条血脉 不过 他只是心中想了那么一想 就给扔到了脑后 刘鹏有多少儿女 与他毫无干系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在王城走了之后 刘鹏便带着侍卫离开了 深夜 宫中一片寂静 除了偶尔巡逻的军士路过之声 再也听不到丝毫声响 只有秋风瑟瑟 就在越过中叶之时 和后的宫中 突然火光冲天 大火照明整座皇宫 巨高的火焰犹如火海 燃烧着那贵气磅礴的宫殿 失火了 失火了 当直侍卫们 见宫中大火冲天 盲大叫着找人灭火 一场大火将已在睡眠的宫中贵人 全部惊了起来 四处八方的呼喊声 吵杂的声音 直通那被燃烧的宫殿 正直不时季节 秋风起 万物亦然 那宫殿在众人的抢救下 依然被燃烧着 皇宫中凡是被惊醒的人们 都已来进前 看到被燃烧着的宫殿之时 在场之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那着火的宫殿 竟然是河后的居住之所 汉帝刘便 看着那熊熊大火 一颗星扑通扑通跳跃着 经了几个瞬间 刘便忙 拉过身边的一个小太监 声音嘶哑着问道 太后在哪 太后怎么样 小太监看着近乎发狂的刘便 忙是跪下 今生回道 陛下 奴婢不知太后在哪 小太监的话 让刘便近乎晕过去 太后宫殿起了大火 一里太后要是无事 定会在这附近 但小太监说 没有见过太后 可见太后定是在那已经燃烧 大半的宫中 快 快派人全力灭火 将太后救出来 脸色一片苍白的流变 看着四周的太监和侍卫 急下令 太监和侍卫们 当然不敢忤逆天子 忙一令下去救火 就在一众宫人忙着救火之时 刘鹏带着一众侍卫 正往宫外而出 只不过 身后跟着一名女子 装扮的士族 那女的即使穿上盔甲 饱满的身躯 也很令人遐想 侍卫们距离两人都在十米之外 后面那穿着士族衣裳的女子问道 贝尔要是知道了本宫的死讯 会不会 边走着 稍待看了眼那火光冲天的宫殿 刘鹏头也不回 淡淡回道 不会 他是大汉天子 是整座江山的主人 有无数的钱财与美人 会陪在他身边 只需过段时间 他就能将所有的忘却 这么一番看似安慰之言 却让和侯心中有点淡淡的失落 他生养流变之时 受过何等的痛苦 如今却要离开 再也看不到 那让他心肉间掉下的骨肉 骨肉分离 本就是天下最痛之事 刘鹏也能理解 他故意将流变说得那么好 即是为了不让和侯担心 也是为了日后和侯不会怀疑他 今天晚上 他主导了整个失火事件 心中却没有丝毫不安 美人到手 下一步等的 就是钱财与威望了 刘鹏在城内外都有大军 却在城中没有釜底 可以藏匿和侯 幸好他早就安排人 在城中购买了一套小宅院 也安排了百名侍卫看守 倒不担心 在这个君父礼仪的年代 他所作之事 可用大逆不道来形容 若被天下臣民所知 不仅是他名声扫地 那天下大业的宏伟蓝图 一样会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此事太过棘手 由不得他不谨慎行事 若非和侯 能在床地之间 将他侍奉得如影甘露 他才不会冒这么大危险 将这个女人偷渡出来 行那毁坏名声之事 随行保护的 都是他的亲卫 这些人都不知道 和侯是何人 事后只需随便捏个理由传下去 没人知道 一代艳后 被他收入房中 行那床地之间的修饰 回到买来的小院子中 天色已是不早 刘鹏芒 拉着这个刚丧父师兄的女人 进入房间 行那白天 在宫殿中的修人之事清晨 天色刚亮 王成便派人前来禀报 说是在陈流王的宫殿中 找到了一间密室 下面是一条通道 里面放着很多的钱财 但与汉帝所搜刮的钱财相比 还是太少 既然能在陈流王的宫殿中 搜出钱财 那万年宫主的房间 也肯定是有了 只不过找到钱财容易 要想运送出去 却是千难万难 宫中耳目太多 要想将那么多钱财 光明正大的运出去 势必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他才不会行如此愚蠢之事 一番深思熟虑 刘鹏传令下去 让王成只负责寻找其余钱财 不要管那些钱财如何运送出来 他自有办法 钱财有了下落 他余下的大军 也在贾许等人的带领下 来到了洛阳城外 以安营扎寨 派人进来向刘鹏禀报 这个时间中 四万战车兵与部族到来 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因此只是吩咐 由高兰与太史词掌控大军 巡忧负责城内外大军的粮草攻击等闲事 而老狐狸贾许 却被他调进城中 负责一些隐秘之事 老狐狸对汉氏毫无忠心可言 对他也算是忠心耿耿 办起事情 不会出现差错 不像巡忧此人 身在刘鹏麾下 心中却对汉氏抱着希望 若得知刘鹏睡河后 强掠先帝的钱财 恐怕会立刻离开 因此 他才将巡忧支在城外 看似是负责大军的一起要事 实则是被他给分离了 在忙完这些事情后 刘鹏才在河后的金星服饰下穿上金甲 带上侍卫们往宫中而去 昨夜一场大火 洛阳城中的士绅 肯定得到了消息 他身为票继将军 挥一下士族又在守卫皇宫 此时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若他不露面 会被他人身后联想到不好的事情 进了皇宫中 早有大臣走在通道上 三五成群的结队而行 讨论着昨夜宫中失火之事 见刘鹏带着侍卫进攻 这些人纷纷让道 背地之中 却暗自骂着刘鹏数字跋扈嚣张 对于这些人 他懒得搭理 自顾自地走着 与其同一群武胆之辈交谈 他还不如多考虑会 将要在朝堂上发生的事情 现在何静已死 武将之中 属他地位最是崇高 早朝 刘鹏站在武将主位上 搭拉着脑袋 心不在焉 想着别的事 众臣大理参拜过刘鹏后 才归于两侧 静等龙椅上的天子说话 刘鹏昨晚上派宫女与侍卫 将大火扑灭后 已是天色放亮之时 焚毁的宫殿中 冒着冲天的烟雾 他派人进去再三搜寻 找到了被大火烧的面色全无的和后 那身上的风簪 风珠皆能作证 躺在地上的那个看不清面目的失守 就是他的母后 诸位爱卿 太后宫殿昨夜失火 长秋宫毁于一旦 太后也 也 坐在龙椅上 刘鹏面色悲伤 声音哽咽到群臣乍听此事 街面露金色 唯有站在武将第二位的前将军董卓 是一脸的沉思 看不出脸上有什么神情 既像悲伤又像喜庆 让人琢磨不透 刘鹏则装作一脸的悲伤 与群臣一起大呼 陛下节哀 龙椅上的流变 并没有因为群臣的安慰而节哀 相反还轻轻哭出了声音 一个帝王弱 不能伪装自己 那他不仅没有做帝王的前置 更可虑的是 自己性命之安危 太后已经病天 陛下应节哀顺便 以天下大业为重 臣受先帝重托 如今陛下已顺利登基 臣也该回幽州 防备北方胡人 还请陛下恩准 站在大殿中 刘鹏拱手一礼 口中早已将想好的对策道出 他的话刚说完 群臣都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毕竟那名晃晃的幽州大军围在洛阳 刘鹏若想掌控朝政 乃亦如反掌之事 这也是他们谁也不想看到的事情 刘鹏在微微气声中听到此话 眼睛中多了思安心 他虽愚笨 但却不傻 刘鹏的军士守卫着皇宫四处要道 连他去那里 都在其的眼皮下 这让他一度地抱怨 皇叔要回幽州防备胡人 乃国之大事 这与皇叔搭救 才幸免于难 就在刘鹏准备说下一句之时 太父马蜜狄站出来打断 口中道 陛下 刘鹏既乃宗卿 又为朝廷镇守边疆 臣请陛下封刘鹏旗为大将军 以示龙恩浩荡 马日狄说出此话 并不是无始放的 他本以为刘鹏会借机掌控朝政 未料到此人竟要返回幽州 可见这人心还是忠于汉事的 既然人家要走 他们也该有所表示才是 请陛下封刘彪旗为大将军 以示龙恩浩荡 就在马蜜狄之后 满唐朝臣皆站出来 为刘鹏请封 刘遍见群臣都为皇叔请封 他也不好违逆 急开口道 皇叔功劳甚大 朕就拜皇叔为大将军 掌天子之兵马 以讨伐不成 以讨伐不成 这五个字可是有大用 日后天下大乱 他可就有了随意攻伐他人的权利 想打谁就打谁 不愁因为师出无名无担忧 臣拜谢陛下 刘鹏知道这是个天大的恩赐 盲跪下说道 皇叔请起 在刘遍的龙口之下 刘鹏站了起来 回归班位 接下来 众人就太后一世 经过商议 由魏魏连同宗正 一起办理天界后事 为太后绝临墓 选及日下葬之事 对于和后的死 众臣都没有怀疑 昨夜那么大的火 洛阳城多数人都瞧见了 更何况 天子乃是和后所出 岂会说谎 再者 和后已死 天子就成了孤家寡人 更适合他们的利益 一个无权无视的天子 正是群臣最乐意见到的 毕竟他们家族的利益 才是最为官要的 其次才是汉家天下 可怜一代艳后 就这样在众人的口中 消失了商议完这些事情后 刘遍界身体不适 在群臣的三护五送下 离开龙椅回后宫歇息 天子都走了 群臣也就没有 再留下的必要了 接三五成群的出宫而去 刘鹏也在其中 只不过 他没有与任何大臣说话 也未与其他人同行 只是带着侍卫 独自出了宫门 城外得到命令的贾许 早已侍卫的护送下 进了洛阳城 正在宫门前等候着刘鹏 两人相见后 贾许忙笑着迎上去 道 主公吩咐 在下进城 可是有要事 对于老狐狸这么知他的心思 刘鹏没有奇怪 毕竟他与这个老狐狸 已经认识好几年 对其人的秉性 再是了解不过 本将找你进城 是有要事 但现在还不便明年 你先随欧本将前往一个地方 到了之后 再与你细说 脸上一片轻松的刘鹏 边走边说道 莫 穿过洛阳街道 到了一片屁之地 刘鹏在侍卫的簇拥下 进了一家院子 进了房间后 王城与贾许 一起进了里边 留点为首在门外 主公 在下 已派人打探到 滨州刺史丁元 率兵五万 一到洛阳四百里外 不日就可进京 王城站在下边 神情带着点焦虑 盲示 将刚送来的情报 说了出来 兵源自建阳 出身贫寒卑微 应会写文章 年少时被任用为官吏 后卫难献立 当有贼寇来饭时 都会身先士卒 冲出追寇 之后任兵州刺史 吴蒙都尉 吴蒙未有武艺而勇猛者 娶其家民 应以民官也 屯兵在河内 此人会带兵进京 亦在刘鹏的意料之中 接下来的事情 与历史走向 并未多大出入 唯一多了的变数就是他 威立刻不让历史走偏 他也应该快速撤出京城了 文和 本将找你进京 是因先帝 曾留下一大批钱财 本将以令成天 找到其所藏之处 也在此处早已挖下 通往宫中的地道 至于哪批钱财如何运出 此事就交于你了 但这件事情 不能让世人知道 可能做到 看着老狐狸那平淡如水的脸庞 刘鹏直接道出了此事 对于贾许来说 此事不是多难之事 刘鹏将此事交于他 足见对他的重视 先帝留下钱财之事 此刻文自家主公已得到藏匿钱财之地 贾许是一脸的笑意 在这个已经成为乱世的年代 有了钱财 就有了粮食没 有了粮食就有了大军 有了大军就有了权势 有了权势 还怕自家主公登不上九五 主公 许定会做到万无一失 换了下脸上的神情 贾许一脸凝重地说道 看着老狐狸应承了下来 刘鹏便吩咐了下王城 一切事情均听贾许的调遣 吩咐好此事之后 刘鹏便带着侍卫直接出城 城外 黄中率三万铁骑与太史词 高兰的大军护卫已久 以防周边变故 进了黄中军中 刘鹏先是在营中视察了一下 见军心稳固 士气高涨 营中操练之声震破天际 暗自心道 黄中不愧是名将 这带兵之能不下于高顺 视察完军务 刘鹏在黄中的邀请下 进入中军大帐 高座主位之上 引起了美酒 汉生 本将今受天子册封 领大将军 掌天下兵马 麾下的士族 当时朝廷大军 岂能再住在此荒郊野外 你可于武时 率领铁骑进城 于城西安营扎寨 进城之时 要将战鼓 旌旗全部打起来 让洛阳城的百姓看看 为幽州军事 何等精锐 喝了几口美酒的刘鹏 一脸高兴地说道 刘鹏被天子封为大将军 领天下兵马 可谓是 他们这些家将最为高兴之事 谁都知道 恭喜主公寿领大将军 莫将敬主公一杯 黄中满脸喜色 高兴之余 还不忘尽杯水酒 同坐的 还有营中一干将领 意义同敬刘鹏美酒一杯 对于麾下众人的美酒 刘鹏那时来者不绝 咕咕 只是想起 美酒接入腹中 在交代一番要事之后 刘鹏又带着人往高揽 太史辞的兵营而去 与之相反的是 刘鹏此次并没有视察军务 直接进了中军大帐 将自己 授封大将军一事到初 大笑着接受了 麾下众人的恭贺 再高兴之余 他也未忘正式 先是命令太史辞与高揽于明日午时 在城外排好战阵 不得放如何军事进城 再将董卓的驻地了解了一下 便回到了城中 董卓现有五千大军 接住城外 此次救驾无功的董卓 回到洛阳之后 自知道自己的军事 远不如幽州军墙 不敢入洛阳城 只能将大军驻扎在城外 刘鹏知道自己的加快速度了 董卓如豺狼一样 此时畏惧他的威势 不敢有动作 若等其的大军全部一道 必会与自己开战 那时丁元说不定会与董卓联手 毕竟是他现在占据着洛阳 掌握着朝廷 他虽没有明知掌握天子 但那明晃晃在宫中巡逻的幽州军事 却是骗不了人的 丁元为人迂腐 见他如此作作 定会与他开战 将他视他为国贼 城中大臣也会与其联合在一起 共同讨伐自己 拾去狼吞虎之际 刘鹏令皇中帅大军进城 就是为显示他的幽州铁骑 用来震慑朝中宫卿 同时也是为彰显他的实力 借以更好的招揽人才 至于丁元 他派太史词 高揽率领兵马屯居城外 不准放异兵异族进城 就是为了堵住丁元大军 为他在城中多争取点时间 一日无话 入夜 刘鹏从和后那风韵的柜体上爬起来 和后虽以三十一二 但其保养得如同二八女子一般 皮肤光滑有弹性 让他意识享受不够 在享受之余 他也并未忘记正事 今夜是他进洛阳的第二天 中午十分 皇中的幽州铁骑进城 在洛阳城惊起了滔天大浪 那整齐威武的铁骑 通天阵地的战鼓之声 还有那遮天蔽日的惊奇 无一不显出 那是百战之师 洛阳城的百姓 什么时候见过如此强大的大军 那羌毛伶俐 铁骑斯明 时刻震慑着百姓的视觉 朝中的宫卿们也在同时 得到了大将军 刘鹏的大军进城之消息 个个静若寒暄 不出声反对 亦不赞同 也有个别大臣 在幽州军进城之后 就急忙进攻求见流变 商量如何应对去了 对于这些 刚从和后身上爬起来的刘鹏 还不知道 不过他也没兴趣知道 他现在一心想的就是 那批钱财该何时才能找到 主公 文和先生派人来有事禀报 安派人拦了下来 为刘鹏守护着房门的点围 在自家主公潇洒出来之后 一脸正经的禀报道 贾许肯定是为钱财之事 才派人来的 出了房门的刘鹏 是一阵暗恼 心中还在骂着自己好色物识 将人带来 另找了一间离河后 比较远的院子 刘鹏忙令人 将那传话之人带来 诺 不大会儿 的时间 那传话之人就被带了进来 主公 贾先生让小人前来禀报 说是天下大势为重 请主公不要忧心 天下大势为重 贾文和这是什么意思 刘鹏暗自私所道 难道贾许是想 快 背马 本将要进皇宫 反应过来的刘鹏 急忙冲一边站着的点位吩咐道 诺 急忙跑出府 刘鹏骑上赤兔马 为等侍卫们跟上 便以侧马狂奔去 看那神情似是在担忧着什么 又似在期待着什么 在赤兔马如风般的奔驰下 一阵的时间 他就到了皇宫门口 此时他也顾不了 反正守卫宫门各处要道 皆是他的人 直接骑着赤兔马进了皇宫 往后攻奔去 正在加速急奔间 见前方的赵云正率领着甲氏 往他这边而来 看其焦急的脚步 就知出事了 刘鹏忙乐坐骑停下 等其到了境前 问道 子龙为何惊慌 赵云也是一阵的无奈 忙回道 主公 末将失职 今夜宫中多处进了刺客 陈刘王被刺重伤 堂皇后被刺客劫走 末将正派人追查 请主公降罪 说完之后 赵云直接跪了下去 这可能是贾许的手段 只是不知 其为何解走堂皇后 堂后应该不知钱财之事 贾许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是 堂后身上有用着的地方 想不同此事 他也就不再猜 该想其他之事 至于刺伤流邪之事 刘鹏不用猜想 也知道贾许定不会 将其杀死 只是为了方便刑事 将其弄成重伤 再将陈刘王宫中的 其他人杀死 造成一种假象 让人以为是 宫中尽了刺客所为 只是刑事为何这般不密 让赵云给发现了 片刻间 思虑清楚此事 刘鹏跨坐在战旗身上 装作阴沉的表情 开口道 宫中来了刺客 这等大事如今不察 治堂后被劫 陈刘王重伤 本该治你重罪 念及你追随 本将多年的份上 暂不追究 你且先去保护陛下 不可让天子受到伤害 至于刺客之事 就先放下吧 赵云本以为他保护不力 刘鹏至少要治他一个重罪 也好堵住天下人的口 未料道只是口头责罚了几句 并未重罪于他 盲开口保证道 莫 末将这就去保护陛下 必不会让陛下受到伤害 等赵云率领假师们离开后 刘鹏才继续驾马而行 此刻他不知假许 是否将那批钱财给运了出去 以那地道之隐秘 将一大批钱财运送出去 也不是建议是 作为汉室宗亲 又是留邪皇位的支持者 此刻留邪重伤 于情与理 他都应该前去探望 问过一个宫女之后 刘鹏才往留邪疗伤之地而去 到了一座小院子前 将赤兔马交给宫中的小太监 忙进去看望 睡在床榻之上的留邪 已经有医者为其治住了血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人上在昏迷之中 还未脱离险情 吩咐医者尽力施救 刘鹏便离开了 他只是前来做个样子而已 并未是真心探望 再者 那留邪生来 就是白眼狼 他可没兴趣 祝福一个白眼狼 病情安好 只盼望那白眼狼不死就好 反正已经来迟了 他也阻止不了贾许的计谋 便骑着赤兔马扬长而去 在宫外会合了点位等人后 刘鹏又只往那小院中而去 进了院子后 贾许就出来迎接 一脸的平淡 仿佛宫中所发生之事 与他无关似的 将侍卫全部打发下去 只留下贾许一人 刘鹏才问道 文和 宫中发生之事 你能告诉本江 这是为何吗 看着脸色不善 眉目间阴沉着的自家主公 贾许甘笑了一声 答道 主公 在下为了使那批钱财 尽快运出来 便使了一点小计 将陈流王宫中之人 全部杀了 那陈流王 只是被伤了一件 并未伤到要害 没有性命之威 宫中的那批钱财 也被士族们运了出来 在下正在清点 还未知详细数目 听到那批钱财被运出来 刘鹏那阴沉着的脸色 好了许多 出声道 那你为何解走唐皇后 你不知她是天子兴风的皇后 是母仪天下之人 此言可谓是让贾许苦笑不已 她派人进去 杀尘流王宫中之人时 不巧的是 唐皇后正在流血的宫中 带领行动的是王成 见那身着凤装的唐后 知道杀不得 恐惹下大祸 又知自家主公喜欢美人 那唐后虽是年方十五 却长得是天香国色 容貌乃是上等角色 便自作主张 将其劫掠了回来 想要献给刘鹏做暖床之用 当贾许得知此事后 唐皇后已被带了回来 她也不知该如何解决此事 此刻听自家主公问起 一脸的苦涩 与先前那平淡的脸色丝毫不符 主公 唐皇后乃天下少有的角色女子 有倾城之貌 在下将其劫来 是为给主公做暖床之用 片刻 贾许决定将此事揽到自己身上 又称 是为刘鹏抢来的 以妻不被责罚 果然 听闻贾许是为自己抢来的 刘鹏的神色缓了下来 先前她还曾想着 那唐后乃是少有的美人 要是能与妻一夜春宵 该是多好之事 未料到此事 竟然梦想成真了 既然麾下之人 也是为了讨好他 刘鹏也就不再摆着个脸下人 遂道 你等务必将唐皇后照顾周到 不可有丝毫怠慢 至于那些钱财 你可先去清点后 再来报于本江知晓 文言躲过一劫的假许 马上开口道 主公放心 在下一定派侍女将唐夫人侍奉周到 那些钱财在下 马上就去清点 另外一批钱财 王成已派人潜入万年公主的住处查找 相信很快就有消息的 刘鹏此刻有点明白古人的想法了 那唐皇后经过他的点头后 马上从贾许的嘴中变成了唐夫人 可见 即使贵为一国之母 在这个男人为尊的世界中 地位也是不怎么高 不过他此刻更为关心的是 另一笔钱财 也许先帝还在他处另有藏匿 但他坚信 只有这两处的钱财最好找 其余的他一时半会 还想不出会藏在哪 你即刻派人告诉王成 这次不可再伤害万年公主 找到钱财之地后 只需将公主带回来即可 思虑到万年公主可能会遭到伤害 刘鹏淡淡吩咐道 万年公主是先帝的血脉 刘鹏在世之时 对他虽有利用之时 但他也明白 这是身为帝王本该有的御人手段 何况刘鹏对他还是不错的 让他在幽州扎下了根基 今次正好有机会 他便将万年公主带出宫 以免董卓大军进京后 被其给糟蹋了 这也算是他 报答刘鹏的一件小事吧 同样的话听在贾许耳中 却以为自家主公看上了万年公主的美色 想将其带出宫来 看来自家主公还是喜欢美色 这事就这么在贾许的心中扎下了根 以至后来酿下 万年公主虽是先帝之女 与刘鹏有血清 根本不能结合 但在东汉时期 童族不超过五代 即可通婚 刘鹏与刘鹏之间的血清 早已超过了八代 即使娶了万年作妾 天下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在这个时代中 表兄妹与堂兄妹之间通婚的比比皆是 此种事情 还是各大世家采用联姻的手段 贾许心中所想的 却不被此刻的刘鹏所知 未等几时 贾许便在头前带路 往运送出来的钱财之地而去 后院中 四处皆有带着佩刀的侍卫守护着 那一箱箱的钱财 全部放在空旷的院子中 刘鹏到了后 仔细一看 那么大的箱子 足有四十多口 每口箱子 足能装下上万两斤 更何况 里面并不全是黄金 还有一些西式珍宝 那可比金之前多了 黑黑笑着的刘鹏 伸手随意打开了一口箱子 呼的一下 里面发出金光 那金灿灿的光芒 发出耀眼的光芒 刺激着他的视线 身后的贾许上前一步 笑道 主公 据在下猜测 先帝藏匿下的钱财 足有此间的五倍之多 这里最多不过百万斤 却也能让主公在最短的时间中 招到上万兵勇 买下上万战旗 是啊 先帝搜刮天下多年 卖出的官爵不知反己 所拥有的钱财富可敌国 此间只不过是其中的二成而已 也许远远不足两成 但本将却不知道 其他的钱财被藏匿在何处 闻何可能想到 一脸感叹的刘鹏 看着眼前的黄金 口中不抱希望地问道 贾许方才提起此话 就是有意让自家主公问他 擅自献祭 那不是他的风格 更何况 刘鹏尚未猜出其所在 他就说出了 那不是暗示自家主公的无能吗 他才不会犯如此之错 明白刘鹏有着高傲的性子 但也有容人之量 贾许才慢慢倒 以在下的猜测 先帝藏匿钱财之地 不会超过五个地方 一是先宋皇后的寝宫 二是夕园的游泳池下面 另一处可能就在先董后的寝宫 听完贾许的话 刘鹏暗怒一声 他怎么就没想到呢 宋皇后乃先帝的第一任皇后 以贤德文明天下 因先帝听信谗言 而被刺死 但事后先帝经常提及宋皇后 可见心中对这个劫发妻子 还是留有余情的 因此 宋皇后的宫中 还是有可能藏匿着钱财 西元的游泳池 是先帝的最爱之物 那里是他纵情娱乐之地 也是他忘记烦恼之事的圣地 要留棚是先帝 他也会将钱财藏在此间 毕竟那里是个纵情之地 没有人会想到的 董太后是先帝生母 在先帝未登基之时 两人一起相依为命 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 此时先帝有了钱财 给董太后的宫中藏匿一些 也是极有可能之事 不过这些都属于猜测 未在得到正式前 还都是尽忠水月 看不到也不摸不到的 文和 此事就交给你去办 本将会将子龙换下来 由子义守卫皇宫 思索了一下 刘鹏觉得 此事大有可能 便对着贾许到贾许心思活络 知道赵云太过正直 若是知道自家主公偷到皇宫钱财 即使嘴上不说 心中也会不悦的 而太史词 却不会管那么多 只要是主公的命令 太史词都会尽力去办 心中也无不悦 对于自家主公这样的安排 贾许还是相当支持的 因此便回道 主公放心 再下定将那藏匿的钱财找出来 以不负主公厚望 嗯 刘鹏随意应了一声 便上前将那些箱子全部打开 见大多数箱子里面装的全是黄金 脸上的神情 也慢慢地变成了喜悦 不是谁见到这么多钱财 还能忍住不孝的 他不是圣人 更不是君子 没有理由憋着自己 看完这些钱财后 又叮嘱了贾许一些钥匙 才带着喜悦的心情而走 昨夜 宫中失火 太后生死 这两件事情被有心人连在一起 必会对他起疑 刘鹏不得不想办法将此事给压下去 可哪种办法 既不能让他受到怀疑 还能不被世人误解 黑夜之下 骑在赤兔马身上的刘鹏 叹了一口气 只能用最后一种比较愚笨的办法 来解决眼下的事情 城中 幽州军大营 此刻军中的士族早已安歇 主将黄中正要退一睡觉之时 呼听外面马蹄奔腾 像是有人进了大营 忙是拿起佩刀走了出去 他要看看 是谁有如此胆子 深夜赶闯大营 走出战外 黑夜下可见一匹匹战骑正 冲着他而来 那位手骑着高头大马的男子 身影与他的主公有点相像 在几个呼吸间 那战骑就奔到了他的眼前 战马上的男子 正是他的主公 莫将见过主公 黄中看清来人后 忙拱手行礼 骑在赤兔马上的刘鹏 一脸的凝重 道 汉生 今夜有刺客进入公众 伤了陈流亡 劫走了堂皇后 本将县令 领率大军前往城中搜索 务必将那些刺客找到 救出堂皇后 但切不可 去那些朝中公卿府邸搜寻 朝中的公卿 都是百年世家 去他们府邸中搜人 会让那些公卿们抱成一团 到时候 他就得不偿失了 因此 刘鹏才叮嘱了几句 黄中似是明白 自家主公的担忧 神情缓和了一下 道 主公放心 末将定会救出皇后 对于黄中 能否救出皇后 刘鹏一点都不关心 因为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但他却要借一场大的动静 来告诉世人 皇宫的变故 与他毫无关系 又叮嘱了皇中几句 刘鹏才带着侍卫们 回到了和后住的院子 深夜中 洛阳城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那到处举着火把的幽州军 野蛮地敲开百姓家门 挨家挨户地查找着 街道上的马蹄声一知不觉 这种种迹象表示出 洛阳城出了大事 可出了何种事情 却不是百姓们能猜到的 幽州军的动静 惊起了已经入睡的达官贵人 在听闻幽州军正在搜寻着什么 这些达官贵人 无一例外地关起了大门 熄灭了灯火 四不欢迎幽州军 一夜的喧嚣 吵闹声在天亮之时 依然响动着 清晨 刘鹏收拾好仪表之后 在和后欢欣的迎送下 才入宫上早朝 对于唐皇后的事情 刘鹏完全可以推得干净 但陈刘王遇刺重伤的事情 他却不能置身事外 诸位 能否帮花猫多多推荐下 给点动力吧 带着侍卫们去往皇后时 刘鹏便派人去传皇中 挤一万铁骑入宫护驾 其实他才懒得管刘变的死活 但现在需要震慑住朝臣 再装出一幅忠心护卫天子的模样 用来迷惑世人的眼睛 早朝 进入大殿中站好班位 寻臣已到的差不多了 唯独不见天子 过了一大会儿后 还是不见天子 一众朝臣交头接耳 互相探讨着 今日 为何天子还不上朝 是出了和事 还是天子身体不舒服 又过了片刻 大殿中一片混乱声 文臣武将纷纷说着自己的消息 但却没有一个人上前与刘鹏探讨 原因无他 只因刘鹏现在手握大军 时刻威胁着他们的利益 过不多时 从殿外进来了一名小太监 对着满殿大臣义拱手道 诸位公卿 陛下昨日受了风寒 赞不上朝 诸位就先都回去吧 群臣乍听此事 接触言问那小太监 陛下身体可好 刘鹏是懒得多说 在群臣的诽谤中 昂不出了大殿 刘鹏肯定是受到了打击 一个十几岁锦衣玉石长大的天子 连接着父母逝去 现如今 连他的皇后都被贼人掳去 他要是还能来上朝 那可就很出刘鹏的意料了 既然天子生病不能上朝 他也就直接出了皇宫 只往贾许放钱财的那个小院中而去 贾许昨晚找到了另一批钱财 此刻正欢喜地轻给着财物 见是自家主公到来 王喜笑着 将从宫中运出来的钱财数目 说给刘鹏听 两次从宫中云出138万斤 钱100万左右 还有一些名贵的奇珍宝物 其中从前朝留下来 西域诸国上贡的夜明诸事科 各种名贵药材十几种 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宝物 看完这些宝物 刘鹏的心情都四毫了许多 嗯 文和此次大功 回到幽州 本将会重赏于你 但剩下的钱财 本将只能再给你两日的时间 能不能取到那些钱财 就看文和的妙计了 这两日是否能取到其他的钱财 贾许是一脸的自信 他有信心 在两日之内全部运出来 但还是需要自家主公的配合 开口道 谢主公 在下 要想在两日内取得钱财 还需紫义将军的援助 刘鹏刚上早朝回来 还未将太史词调进宫中 此刻贾许的意思再明显不过 他想借助太史词 在宫中动用贾氏 汉林帝留下那么多钱财 他取了 也是为重整大汉江山 是为了天下百姓 动用一点手段也不为过 停顿了一下 道 本将会叮嘱紫义 让他一切都听闻和调解 你看可好 要想找到那批钱财 必须动用军事 将宫中的侍女与太监们分开 再严密把守 方不会被宫中的人知晓 多谢主公 许这叫安排人进宫打探 贾许知道时间紧迫 便开口说道 刘鹏也知道 时间有点紧迫 遂与贾许说了一些简单之话 立即离去 出了府邸之后 刘鹏立即派人去城外 将太史词调进来 又传令由赵云出城 统领战车兵与高揽 一起在城外布置防线 做好这些事情后 刘鹏便带着典位等锦衣卫 去往先大将军府 从事从郎王允的府邸 王允自子师 兵州人士 从小出生于世家 少师郝文武 在当地百姓间有很大的名声 十九岁入世 被举为俊丽 先后担任过 豫州刺史 大将军府从事从郎 前日汉帝被宦官劫持出逃之时 王允率加兵 跟随卢职前来救驾 那时刘鹏就与其人 有一面之缘 今日他拜见此人 原因无他 只因这个王允 先年被时长嗜邪破之时 流落到陈流等地 在此期间收了一个歌女 后又将这个歌女 送进宫中做宫女 皇宫大乱之时 此宫女又被王允 接回了府中 并在昨日收为义女 当他知道王允 收了个义女之时 就立刻派人打听 那女子的名号 经过侍卫们的打探 那女子曾任貂蝉女官 又名貂蝉 貂蝉 当得知此女就是貂蝉之后 刘鹏变心不可耐了 那闻名千年的四大美女 她一直记在心中 此刻貂蝉既已出现 她怎能不前去观赏一番 看看家人是否人如其名 王允的府邸 在洛阳侧街 门前站有两名家奴 院子从外面看起来不大不小 倒是符合现在的王允身份 派人将自己的名次送上后 正在府中听着舞曲的 王允忙是一惊 急忙整理好服饰 出门相迎 距离数十米 刘鹏建议老者五十多岁的 年纪 身穿黑衣长袖 脸上带着惊喜 正往他这边来 大将军光临寒舍 老夫有失远迎了 人未到近前 声音却已然传来 刘鹏仔细地看了看王允此人 虽然年已过五十 保养的却还可以 头发上的白发丛生 面若红光 可见其心情还是很好 本将今日来打扰子师 还望子师不要见怪 带到王允到了近前 刘鹏蝉上露出点淡淡的笑容 开口说道 大将军能来 是老夫的荣幸 请 王允笑呵呵地说着 做一个请的姿势 刘鹏也不搅情 来都来了 哪还有不进去的道理 虽大步而进 王府之中 也算是上流门户 里面的陈设全是新木家具 在王允的带领下 刘鹏直接进了大厅 奉上茶水后 两人互相说了一些墨迹之话 最后还是王允开口道 不知大将军有何见叫 由不得王允出言问道 刘鹏坐在客位上 一直是淡淡地笑着 偶尔同他说几句话 像是有什么难为之事 不好开口 便只好由他先问 王允自问他 与这个大将军之间 并无关系 也未有相交之事 但其现如今 来到他的府邸 他岂能不好好招待 毕竟人家手握重兵 乃是天子皇叔 如今又是大将军 客座上 刘鹏喝了一口茶水 楚生直言道 在下仰慕貂蝉小姐的歌舞 今日特来一关 不知子师可愿满足 本江这个心愿 在说完这句话时 刘鹏那淡淡的笑容早已不见 变换成了一副正色神情 貂蝉 王允闻听此言就是一惊 貂蝉是他流落在他地时 收的婢女 先前之时 只有十一二岁 长相也并不出色 在他回了京城回 就将其送进了宫中 相隔几年后 他于前日再次见到貂蝉 这个小时长相并不出色的女子 如今已出落的婷婷玉立 一举一动间 有着涉人心魂的妩媚 大为惊奇下 王允将他这个女子 带回了府邸 本来就是自家的婢女 王允也是有点爱美之心 奈何年龄已过不惑 在那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子未妾 恐遭天下人的非议 因此才将貂蝉收为义女 时常陪伴在他身旁 一节美人之舞 他收貂蝉为义女 也就是昨日之事 同来的 也就朝中几个之交好友 并未有其他人 这个大将军是如何知道的 王允面色不改地坐在主位上 神色间带着戴内笑意 将此事快速地想了一下 开后道 大将军想看小女的歌舞 那是小女的荣幸 老夫这就让貂蝉出来歌舞一曲 为大将军助兴 王允说完之后 立刻向左右的侍女道 去将貂蝉小姐请出来 请她装扮好 为大将军歌舞一曲 诺 两侧的侍女立刻出去传话 在未等貂蝉出来之前 刘鹏便与王允说了一会诗词 以助雅兴 一会儿的时间 大厅中盈盈走进一名女子 那女子年方二八 身着淡粉衣裙 长急夜地 细腰以云带约束 更显出不营一卧 发间一只七宝珊瑚簪 硬得面若芙蓉 面容艳丽无比 一双凤眼眉意天成 却又带着勾人心魂的明亮 一头青丝梳成滑稽 繁力雍容 那小指大小的明珠 银亮如雪 星星点点在发间闪烁 莲花一步来到厅前 柔柔俯身 这女子的妆束 无疑是极其艳野的 但这艳野与她的神态相比 似乎逊色了许多 她的大眼睛 含笑含翘含腰 水之雾绕地 魅意荡漾 小巧的嘴角微微翘起 红唇微张 欲引人意清风泽 这是一个从骨子里 散发着妖魅的女人 她似乎无时无刻 都在引诱着男人 牵动着男人的神经 切身见过大将军 一声诱人的妙音 在刘鹏耳边响起 看着眼前那张绝色的脸 刘鹏的心跳加快 神色却无丝毫变化 口中更是淡淡道 貂蝉小姐眠礼 直了起来 迈着诱人的小步 向王允前走去 见过义父 貂蝉口中轻笑着拜见道 王允见貂蝉如此作作 身心俱是喜悦 口中含笑道 茬儿 大将军想看你歌舞一曲 你就表演一下歌舞 请大将军赏目一观 貂蝉那绝美的脸蛋上 轻微闪过一丝无奈 口中轻声回道 貂蝉领命 听闻貂蝉愿意歌舞 王允忙事端起茶水 与流棚共迎 等待欣赏貂蝉那曼妙的舞姿 大厅中空旷之地 貂蝉身子周围着十余名歌女 其女敏一抿粉粉的嘴唇 散发出一种说不清的香味 站起来转了一圈 柔顺的秀发飘散开来 就如落入凡间的仙子一般 全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 若有若无的芳香 任凭是谁 都有一种冲动 挥着衣袖的貂蝉 如同仙子般在厅中起舞 簇黑弯长的眉毛 飞话四话 一双流畔深光的眼睛 那诱人的眸子 黑白分明 荡漾着令人迷惧的风情神韵 在哪些歌女衬托下的貂蝉 如同九天之上的仙子 让人不敢直视 看着厅中起舞的貂蝉 刘鹏的心中不由地 拿他与后世的那些明星相比较 那些明星即使跳得再好 在他眼中 亦不如此刻的貂蝉 那纤细的蛮腰 还有那迷人的风情 随着舞步而散发出诱人的魅力 那数十名歌女 长得也非同一般 但在此刻的刘鹏眼中 却犹如鲜花旁边的绿叶 完全是陪衬着貂蝉的美丽 平心而论 貂蝉的舞技很好 但发挥的却不好 那看似微笑的脸庞 却带着淡淡的伤感 以至于舞步都显得有点凌乱 可丝毫不影响那听众的倩影 主位上的王允 一边观看着貂蝉的舞技 一边偶尔看下刘鹏的神情 心思却早已飞到别的事情上了 一曲终了 刘鹏看完之后 为出声赞叹 只在一边静静地坐着 像是在思虑着什么 大将军 小女的舞技是否入得了眼 主位上的王允笑呵呵地问道 小姐的舞技自是高明 但本将有一个不情之请 还望此事能够准许 王允不知刘鹏有什么不情之请 脸色疑惑地闪动了几下 缓缓出声道 大将军请说 只要老夫可以做到的 但请直言 那如此 本将也就直说了 本将先前文宫中 有意貂蝉女官 由善歌舞 想将其请回本将府中 教习府中歌女 但却在宦官杀了和屠夫那夜后 此女竟消失不见 为此 本将还向陛下请揍了一番 却仍是没此女的消息 昨日偶然得知 此女既然逃到了贵府 隐瞒自己的身份 本将之子是家法慎言 但不会包藏此女 还请子是将这个貂蝉交出来 由本将带回宫中 以正朝廷礼法 看着王允的脸色一点点变暗 刘鹏嘴角浮现出一丝冷色 缓缓说道 宫中的貂蝉女官 竟在他王府之中 此事若被其他大臣知道 少不得要参讨王允一本 进了宫的侍女 则全部是天界仆人 他一个外臣 竟将天界侍女带了回来 此罪足以让他人头落地 行此几个转瞬 王允强打起笑容 缓缓道 大将军说笑了 查是老夫多年的侍女 只因见其聪明伶俐 才收为义女 万不可能是宫中的貂蝉女官 大将军可能是听了谗言 老家伙还想留住貂蝉 刘鹏的嘴角微微扬起 口中淡淡地说道 既然貂蝉小姐不是 那就恕本将无礼了 在王允的愣神之下 刘鹏朝着身后站立着的 点尾冷声道 恶来 派人去禀告天子 就说 本将找到了逃跑的貂蝉女官 请陛下派遣熟识 貂蝉女官之人前来一遍 诺 得令的点尾手安佩剑 昂手挺胸的救药 走出去 慢 主位上的王允盲 站起身惊呼道 点尾听主人家说话 盲转身啃着自家主公 大将军 此女真是老夫的义女 但其擅长歌舞 只是一介见弊 若大将军不嫌 老夫尽可相送 见点尾站了下来 王允盲是说道 将宫中的貂蝉女官 带出宫门 以示重罪 若认由天子派人前来辩认 那时貂蝉定会被认出来 他一家老小可就不安稳了 那就麻烦此事了 刘鹏挥了一下手 让点尾退后 口中悠然道 微微叹了口气 王允拱手一礼 他已经年过五十 家中上有妻妾子女 已过冲动的年纪 对这些事情也看得开 不过王允还是在心中 将此事给记下 暗自发誓道 若有一日 他必要让刘鹏 为今天的蛮横 付出代价 王允如何打算 刘鹏压根就没放在心上 即使再来一次 他依然会这么做 为了四大美女貂蝉 得罪一个王允又 不是什么大事 再者言他岂能看着貂蝉 被送到董卓胯下 行那离间之计 在厅中等了一会儿 王允便只身回来了 微微拱手一礼 道 大将军 小女已收拾好行装 正在前院等候 此时 若他日识人说 本将抢了贵妇小姐 此种谣言 本将相信 此时是不会让他传出去的 更不会被识人知晓 是也不是 刘鹏紧盯着王允 神色间带着点压迫之装道 站在厅中的王允 此时一脸的惊吓 他怎么也没料到 刘鹏竟然看出了他心中所想 本来他还想乘着刘鹏 带貂蝉之事大作文章 借以提到他的名望 来抹黑刘鹏的名声 现在乍听此话 一时竟不知怎么接话 刘鹏看着王允张了几下嘴巴 愣是没有说出话 此时 你犯此重罪 本将好心搭救于你 你却暗生歹义 既如此 你就等被抄家灭族吧 看着说不出话的王允 刘鹏冷声出言恐吓道 抄家灭族 被吓着的王允 正要开口说话 却见刘鹏已大步迈出 朝廷外走去 盲事出声道 大将军刘鹏 老夫绝无此意 还请大将军明剑 明剑 刘鹏冷笑着 转身看着王允 一字一句道 好 本将姑且信你一次 但如记者 若他日世人知道 你王允强抢宫女 将其收为义女 欲行那颠倒人伦之事 可就不关本将之事 颠倒人伦 对于一向爱惜自己羽毛的王允而言 这四个字比杀了他还狠 可面前这个年轻之人 却一语道出了他心中所想 怎能不让他心中一惊 老夫当不会如此做作 大将军尽可放心 王允在惊吓过后 一脸的正色 仿佛那些龌龊之事 与他毫不关系似的说道 冷笑了一声 刘鹏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 他相信 王允这个老家伙 在听了他的恐吓之言后 断不会出其他阴谋诡计 因此也就吸了要杀此人之心 毕竟董卓掌权后 此人还是要大用处的 出了大厅 转过前院之时 貂蝉这个角色美人 正站在院中 淡淡地朝他笑了笑 刘鹏走到美人身前 嗅了一口那飘出的体香味 笑道 貂蝉小姐 本将仰慕小姐美貌 特请小姐前往府中 蹉跎一段时光 还请小姐不要见怪 貂蝉早就得到了王允的嘱托 知道就是眼前这个男子 强癌府中要带走他 其实他也知道 王允对他的那点心思 可他一个弱女子 在这个强权世家王朝 又能怎么办 本以为他的一生就这样完了 今日却遇到了 这个强癌索取他的男子 而且这个男子长得年轻英俊 远比王允那胡子半截的人强了许多 芳乱的心中也就没多少抵触 毕竟做大将军的机械 远比做一个见不得人的异女强 谢大将军抬爱 貂蝉听到刘鹏如此露骨之言 芳心一颤 身子盈盈一礼 口中含羞道 美人含羞的表情 令刘鹏心神荡漾 哈哈大笑着 手忽然揽过美人的身子 一把将美人抱起 大笑着出了王允府邸 貂蝉被抱在怀中 脸色及时羞红 想挣脱刘鹏的怀抱 又怕惹得刘鹏不快 遭到无故之灾 便将头埋下去 任由被抱着离开 因刘鹏前来 并没有坐马车 而是骑着赤兔来的 因此 只能将貂蝉放在马背上 与他共成一匹 奔驰在洛阳街道上 大汉时期 虽说风俗远比唐宋时期开放 但如此光天化日下 一男一女骑着快马奔驰在大街上 还是会遭人闲话的 一路上 不时有百姓指指点点 刘鹏倒是无所谓 反正这些百姓 也就是成几具口舌之力 与他无大碍 可貂蝉一介女子 却受不了那么多的闲言碎语 浮在马背上的貂蝉 纤细的蛮腰被刘鹏抱着 那只大手 有时还会不安分 在他的身子上乱摸几下 不过做此事的时候 都是在无人处做的 也没百姓看见 即使如此 也让貂蝉羞的脸色飞红 犹如那红苹果之样 可爱幼幼人 刘鹏在洛阳 还无固定居住之所 只能将貂蝉带回 和后居住的那个小院子 反正和后现在 也是个见不得人之女 他也不担心 这个善妒的女人 会对貂蝉怎么样 和后虽善妒 但其还是很聪明的 否则怎能以一介屠夫之女的身份 入主掌丘宫多年 即使是在汉陵帝在世时 也不能轻易地废掉他 但现在的情况则不一样 汉帝虽死 但临死前交给刘鹏的那道圣旨 就是他的催命符 加上他与刘鹏之间 有了那一层关系 和后可是在这几日中 日夜受到雨露的滋润 岂会轻易惹刘鹏不快 给自己带来烦恼 将貂蝉放在府中后 刘鹏暂时还不想吃掉这个美人 便令侍女带下去好生侍奉 等他完腻了和后 再去开婚 一切安排妥当后 刘鹏便带人进宫 天子失去了父母 又失去了妻子 正是需要安慰的时候 他也只好去做个样子 再请罪一番 刘鞭住在温氏殿 刘鹏也没避嫌 一路骑着赤兔马进宫 宫中的守卫 也增加到了一万当士卒 由皇中统领约束 至于赵云 则出城去换太史词 进宫护驾了 刘鹏入了温氏殿之后 骑步上前 向睡在龙榻的刘便 高呼请罪道 陈刘鹏拜见陛下 昨夜刺客结了皇后 经了陛下 全是陈房犯不严 请陛下降罪 刘便虽愚钝 但也不是三岁小孩子 知道跪在下面的这个皇叔 可不好惹 便在小太监的搀扶下 坐起身道 皇叔请起 昨夜之时不怪皇叔 只怪宦官太过阴狠 劫走了皇后 又崇尚了皇帝 能说出此番话的刘便 很是让刘鹏惊讶了一番 但只是片刻 刘鹏的心又低了下来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的无奈 看着刘鹏站起 刘便可嗖了几声 虚弱道 皇叔 可有皇后的消息 回陛下 陈已派出三万大军 在洛阳城中到处搜索 相信不出三日 必会有皇后的消息 殿中的刘鹏一脸的自信 提声回道 听到皇叔如此之言 刘便忙道 皇叔 若找到了皇后 一定不能伤了 要平安地带回来 至于那些宦官余孽 就由皇叔处置吧 看着刘便 脸色还真有几分好转 刘鹏暗叹道 谎言可真是一好东西 三言两语 就让人的病情能好一半 陛下 如今皇后暂无消息 但恐怕不出几个时辰 朝中的宫亲们就会得知 皇后被刺客劫走了 那样会对陛下的名声不利 也会让皇后被救回来后 遭到满朝大臣的非议 刘鹏拱手说道 皇后被人劫走 清白肯定是遭人非议 但刘便又担心指包不住火 盲开口问道 皇叔可有何计策 能说出此话 刘鹏就肯定有计策 正则回道 陛下 陷入金宫中各处皆是臣的大军 所有宫殿中的内侍 宫女皆不能私自出宫 以防消息走漏 另一计就是 陛下找一宫女 扮成皇后的样子 在宫中行走几日 用来堵住满朝大臣谣言 皇宫中出了这么大事 一些消息灵通之辈 肯定已经得到了消息 但现在未传遍洛阳城 亡羊补牢 为时未晚 龙踏上的流便 一时也没更好的办法 闭幕道 一切就有劳皇叔了 天子点头了 刘鹏也就不矫情 开口回道 陛下安心休养龙体 陈志就下去安排 出了温室殿后 刘鹏便令人传来皇忠 让其在宫女重选一姿色上家 容貌与堂皇后相近之女 先假扮成皇后 在宫中溜达几圈 让皇后还在宫中的消息传出去 反正这事就是一迷惑作用 迟早也会被世人知道 她也没让人精心挑选 有世人在迷惑中 更容易琢磨不定 也就不能知道 宫中的皇后 到底是真是假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一群自诩为大才的能人 到底谁能猜到此事的真假 刘鹏心中不停期待着 皇忠乃是刘鹏的心腹 得到命令后 立即派人将宫中 见过堂皇后的宫女找来 让其在众多宫女中 选出一名与堂皇后容貌接近的 经过一番挑选后 还真挑出了一名 与堂皇后容貌甚是相近之女 在皇忠的命令下 这宫女战战兢兢地穿上了缝衣 梳妆打扮好后 便带着宫女前往温室殿里见天子 皇宫中传闻皇后被截的消息 此刻竟没有了声音 原是皇忠派士族 将一干内侍与宫女围到一起 向他们讲述了 昨夜一群刺客带走了一名宫女 并不是皇后 经过皇忠的辟谣之后 一群内侍与宫女也都相信了大半 不敢再到处乱说 省了刘鹏些许功夫 但在洛阳城中 皇后被贼人劫走 与皇后还在宫中的消息 具备传了出去 短短的两天中 各种说法都有 有的说是皇后就在宫中 谣言是那些朝中支持 陈流亡为帝之人放出来的 当先之人便是大将军刘鹏 有的则说皇后确实被刺客劫走了 但皇宫中的皇后又是怎么回事 他们又说出个一二三来 任他们如何猜想 也不会想到 刘鹏会弄了个假皇后 毕竟这种事情太过匪夷所思 一群朝臣猜不到也很正常 此时的刘鹏 却在紧张的运送钱财中 如贾许所言 确实在宫中另外两处 找到了一些钱财 但数目与先前的 还是差了一些 唯独可可疑的 就是在董太后的宫中 竟然没有找到丝毫钱财 也未发现任何暗示 两天的时间中 刘鹏的大军 把握着皇宫各处通道 禁止内侍们到处行走 一些先帝宠信过的一些贵人 都不见了身影 尤其是以歌舞擅长的女子 这些当然是被贾许做主 连同那些钱财 一起被士族 从地道中给运了出来 太史词进攻接管防务后 如贾许所愿 此人不管对与错 只要是刘鹏的命令 就是正确的 即使是贾许派人 抢了一些在夕园中的美貌贵人们 太史词也未多说什么 当刘鹏得知 贾许又掳了一批先帝的贵人们 足有数十人之多 气得脸色都是轻的 但在贾许的几声安慰之中 还是作罢了 贾许见刘鹏脸色不好 当先就禁言 说是这些贵人们 皆有天香国色之貌 日后可用来赏赐有功将士 也可让刘鹏自己留着享用 刘鹏也知道自己好色的作为 让麾下的文武们 当成了讨好他的法门 就连贾许也在其中 在郑重警告过 贾许一番后 就将此事放在了脑后 开始处理从宫中运出来的钱财 经过贾许的清点 总计从皇宫中运出来 418万两斤 还有一些名贵的宝物等 钱财已到手 刘鹏也就没有留在洛阳的必要了 毕竟洛阳现在暗潮涌动 城外已经在昨日驻扎下的丁元 还有董卓这个从西梁 正在调兵遣将的豺狼 无不在暗中虎视单单着他 甚至王城还截获了几封朝中大臣 写给城外丁元的书信 信中多是恭维之词 下来才是恳请丁元率领兵马进城 与在城中的刘鹏 共掌朝政等等 这些书信 都是一些有名望之人写的 对此 刘鹏也没有多追究 毕竟在幽州军的护卫下 皇宫先是失火 治和太后生死 后有又谣言 城宫中尽了刺客 堂皇后被劫走 陈流亡重伤 这些消息虽有不实之处 但绝不是空穴来风 现在朝中大臣多与他不和 再多留在洛阳 与大局毫无干系 要撤出洛阳前 刘鹏先是派人 将钱财全部装在马车中 交由太史次派人看守 明日一早 再全部运回幽州 将钱财之事吩咐下去后 天色已入夜 在这两天中 王城的探子 却是探到了一件 值得刘鹏高兴的事情 和近身死后 一万多西元兵 归于世家手中 其中原家的袁绍 袁树 还有曹操 等人手中 多者拥兵三四千 少者也有一两千 但就这点兵力 还不在刘鹏的眼中 没有了兵力保护的 和近府邸 除却两百多家兵外 在未有任何兵力 和近身前之时 派杨从勾搭周营 虽说目的不纯 但此事给刘鹏的影响 太过深刻 什么时候 他的女人竟然跑出去 与别的男子相会 这一切都拜和近所赐 恨透了和近的刘鹏 曾发誓要让和近的妻女 皆跪在他的胯下 他明天就要出京 今夜正好是个机会 一举屠戮和府 男的全部杀 女的全部冲入军中 押回幽州 至于和后吗 当他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 又能如何 连他自己都要看刘鹏脸色 更别说要找他讨公道 夜黑下之后 刘鹏先是率领五百锦衣卫 全服装甲 又令皇中率五千铁骑 将和府围住 不准放过一人 做完这些事情 刘鹏手提白龙枪 带领五百戒儿 直往和府而去 此时的和府 在白天之时 才将和近的尸首下葬 府中之人尽早已入睡 在黑夜下 一群黑乎乎的人影 骑着高头大马 奔到了和府前 四周还有数千铁骑 围住了整条街道 不许一人经过 安息下的和府中人 听到马蹄奔腾之声 忙起身关 看到抵触了和氏 和府大门被打门 一群身穿盔甲的剑 踢着长枪杀了进来 遇见男的直接杀 遇见女的全部圈在一起 本来就没什么难盯的和府 在这五百戒儿的奋力袭杀下 死伤一地 那昏暗的灯光下 图露之声不断响起 被惊吓到的妇女惊气一团 皆心情胆战地被圈在地上 过不多时 和府的沙喊声才停下 那满院中男子尸体遍地 血水四流 一举发泄出心中不快的刘鹏 喘息了几口粗气 向旁边的点位下令道 男子尸体全部抬入房中 女子除合劲儿习饮 其余全部交给黄中 他会知道怎么办的 诺 本来他还想将和静的媳妇女儿 留下一用 奈何那些女人不是一般的姿色 就是长相不好 因此他也懒得去发泄 退而求其次 让那个影视来陪他玩玩倒是不错 至于和府那些被交给黄中的女人 恐怕今天晚上 每人都要被百事多军汉糟蹋 等侍卫们将和府那些尸体 全部扔进房间后 点位便将影视给带了上来 黑夜之中 看不清影视到底有怎么样的表情 但肯定是被吓到了 那粗鲁的军汉 在屠杀和府男丁的那一幕 太过残忍血腥 虽看得不是太清楚 但脸孔急穿的衣裳 还是能看清的 一身黑色衣裳的影视 有着诱惑人性的苗条身姿 那雪白的肌肤隐约可见 影视 你知道和府其他女人哪里去了吗 刘鹏手拿长枪 腰拳配剑 口中淡漠地问道 被惊吓过度的影视 听到眼前那昏暗大灯光下的男子问话 娇躯一颤 口中支声道 切身不知 他们今晚会做一个快乐的女人 会享受那上百世俗那健康身躯的礼遇 会为那些奋战杀死你们和府之人的世俗 生下孩子 但却不知道那些未出生的孩子是谁的 哈哈 刘鹏一脸的冷漠 口中放肆大笑 影视再本也知道 眼前之人说的那是什么意思 那些和他今天下午还在一起的女人们 恐怕要被他们最看不起的君汉侮辱 并且还要给那些君汉生下孩子 那些女人的遭遇 经刘鹏一说 吓得影视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会是同那些女人一样的遭遇吗 脸色苍白的影视 此刻想跪下求眼前男子 但矜持的他 还是开不了这个口 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那惨白的脸色上浮现出惊吓 看着美人如花似玉的脸旁边的惨白 刘鹏斜笑了几声 出言道 前面那个房间还是空的 你先进去 等本将烧事前来宠幸于你 露骨的侮辱之言 此刻听在影视尔里 却犹如那甜言蜜语 稍微矜持了一下 影视还是选择了进前面的那个房间 此刻他的生死荣辱 聚在一念之间 是被上百君汉糟蹋 还是被一个人糟蹋 不想去死的影视 选择了被一个人侮辱 将和府所有的钱财宝物 全部搬出去 一并交给皇中 诺和府之大 犹如封地的王后 甚至还比王后的院子还大点 那其中的钱财可想而知 等侍卫们都去寻找钱财之时 刘鹏才缓缓走进了前面的那间房间 此刻的影视早已吞下了衣裳 露着诱人的乡间 睡在床榻之上 身子上盖着条被子 看到这个女人这样子 刘鹏大笑着 吞下自己的衣裳 朝着露出乡间的美人扑了过去 半夜大战 两人聚是身心疲惫 主公已过丑时 和府中的钱财 聚意搬出去 门外传来点微的禀报声 嗯 你先去忙吧 光真身子抱和美人的刘鹏出言道 尹氏也是个聪慧之女 听闻外面 假式的禀报声 忙从刘鹏的怀中爬出来 套上自己的衣裳 忙伺候刘鹏穿戴 享受了三次美人的刘鹏 现在是一脸的笑意 这个女人虽在和府拜王后 选择了献出身体 但睡到现在 她也未向自己提什么要求 反而知道给自己穿衣 看来不仅是在踏上诱人 在地下也是个诱人的女子 在何静的府中 享受着何静的儿媳妇 要是被在地下的何屠夫知道 恐怕飞弃的 要从棺材里爬出来 刘鹏一边享受着尹氏的侍奉 一边心中幻想着 何静知道此事会怎样穿好一甲后 刘鹏伸手捏了一下尹氏那如水的脸蛋 笑道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刘鹏的姬歉 哈哈 等刘鹏大笑着从房间出去后 感觉到身下疼痛的尹氏才缓过神 她是刘鹏 尹氏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喜色 知道她今晚卖力迎逢着的男人 是大将军刘鹏后 一脸的庆幸之色 虽出卖了女人的尊严 换来了一句 你就是本将的姬妾 这一句话 就证明她选择对了 刘鹏并没有再玩过她之后 就将她抛弃 反而收入了房中 以她的身份 要想做个夫人 那是自欺欺人 能做个姬妾 她就已经很满足了 出去之后 刘鹏派人 去找黄忠要了辆马车 派人将尹氏给上车 才带人离去 不过在她离开后 辉煌一时的大将军府燃起了大火 熊熊火光照亮了洛阳城一角 天色已快亮 刘鹏回去后 也就没睡觉 在吩咐了黄忠与典威一起琐事后 便换上大将军朝服 准备早朝 天亮 早朝 群臣依次排好队 等待天子早朝 与前几日一样的事 天子流变依然没有上朝 小太监自称 天子病情为好 今日不上朝了 既然天子不能上朝 群臣也就三五成群地出了大殿 刘鹏在群臣离开后 也从大殿出去 只不过他不出宫 他要去的 乃是天子的寝宫 温室殿中 刘便睡在龙榻上 搭拉着脑袋 不知在思索着什么 沉败见陛下 近来的刘鹏 跪下拱手道 刘便躺在龙榻上 神思外游 听闻下方有人说话 才回过神来 转头看去 是他名义上的皇叔 微声道 皇叔有何事 一听这微微如虫子般的声音 刘鹏愣了一下 似乎不明白 刘便这是怎么了 但只是一瞬间 他就开口道 陛下 朝中大臣对臣颇有微词 边关鲜卑又再次进犯 臣今日是来辞行的 辞行 刘便一惊 若刘鹏离开京城 他的皇后怎么找 现在的皇后是冒牌货 要是被群臣知道 又该怎么样 皇叔若离去 京城之事该如何 朕又该如何 躺在龙榻上的刘便 忙坐了起来 今生问道 陛下无须担忧 臣已在洛阳部下军事 定能在最短的时间中 将皇后找回来 陛下只需在宫中 静候加音即可 看着满脸金色 毫无帝王风范的刘便 一脸同情的刘鹏开口回道 刘便听了此话 稍微安了下心神 还是开口再次问道 皇叔有几成把握 能找到皇后 时称 但此事需要些时间 陛下要稳住群臣 不能让朝中大臣知道此事 一成把握都没有的刘鹏一脸自信 信口刺黄地回道 皇后就在他的手中 说时辰那是肯定的 但他可不会那么好心 将唐皇后给送回来龙榻的刘便 听闻自家皇叔有时辰把握 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丝喜色 唐皇后与他相识 虽只有数月 但这个漂亮温柔的皇后 还是给他留下了一些余情 既如此 朕就在宫中等着皇后回来 恢复了一些喜色的刘便 开口向刘鹏道 看着那才十几岁的天子 刘鹏心中还是很同情的 这几日中 宫中那些先帝贵人 与万年公主一起失踪之事 刘便这个天子还不知道 若知道了 不知他能不能撑得下去 那些贵人的生死 肯定不在刘便眼中 但万年公主 却是与刘便情深四海 姐弟俩的感情也是很不错的 他也一时不知怎么 将此事说出 毕竟宫中出了这么多事 若在他走后 刘便就知道了 肯定会怀疑 是他将那些贵人 与万年公主掳走的 到时那些群臣 也会借着这个机会 大肆口头讨伐于他 口头讨伐他不怕 若是出兵讨伐 那可就坏了他大事了 陛下 臣也不想离开 但宫中的一些贵人 万年公主聚在昨夜不见 臣有口难言 不得不离开 请陛下恕罪 他还是决定 将此事先行说出 迷惑一下天子的判断 为他争取点时间 万年公主不见 刘便大惊 万年公主 与他虽不是一母同胞 但与他情深四海 是他为数不多的亲人 此刻万年公主不见了的消息 让刘便又惊又气 愤怒道 宫中全是皇叔的幽州军守护 为何万年公主与先帝贵人全都不见 皇叔是不是应该给朕一个交代 听着刘便的愤怒之言 刘鹏脸色惊慌 心中却稳如岩石 开口道 陛下 朝中大臣素来与臣不睦 先是堂皇后被劫 臣流亡重伤 再是贵人与万年公主不见 这都是有人逼臣离开京城 使下的手段 若臣再不离京 恐陛下都会有 刘鹏的话中意思很清楚 是朝中有人为了逼他离开京城 而使用的一些手段 既是如此 那刘鹏离开京城后 唐皇后与万年公主等人 就会回来吧 刘便心思急转 暗暗思道 刘便也确实不惜幽州大军屯居皇宫 毕竟天子之地 却老是见一些外兵来回走动 他的心情岂能好 既然事情已经明了 刘便开口道 既是如此 皇叔就回幽州去吧 相信朝中大臣也不会为南瑜镇的 在刘便的心中 他的皇后及万年公主 肯定是被大臣们掳去的 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大臣不惜刘鹏在京城长久下去 才出的此番手段 但他此时 却将陈流亡重伤之事忘了 谢陛下 暗自松了口气 刘鹏起身回道 既然天子准许他回幽州 刘鹏也就不多耽搁 出了皇宫之后 刘鹏立即命令皇中帅大军出城 太世辞则是胡着钱财 贾须与王城等人 将那些女人全部装到马车中 夹在大军中 乘着混乱之际出去城门 虽不在刘鹏的手中 但幽州军要离开京城 那些守卫的西元军更不敢阻拦 为检查其中的马车 就全部放了过去 城外的赵云 高揽率领大军 与赶来的丁元大军相抗着 两军相隔三里 却都不出兵叫阵 在丁元的心中 刘鹏是汉氏宗卿 是先帝的心腹之臣 他若强行攻打 必与其卫敌 再者言 刘鹏有幽州军数十万 他此次只带了不到五万大军 如何能与其相争 在得到丁元屯兵于城外 与他的幽州军相聚后 刘鹏果断地下令高揽 赵云收拾自重 准备撤离 现在他出了洛阳城 以后城中之事 据与他毫无干系 他也不惹任何人 近待时机 再命令高揽 赵云二人撤离后 刘鹏率领大军 与城外百里处安营扎寨 等待二人大军到来 一起会合北规 钱财之物 由太史次一力勘压 他也不用担心 毕竟太史次为人忠义 又是一员猛将 不会辜负他的重托 最让他闹心的 就是那些女人 和后于尹氏 与他都发生过关系 貂蝉虽与他还没发生任何关 但这三女 还是被安排在马车中 与他的锦衣卫走在一起 而堂皇后 万年公主 先帝的十来名贵人 这些女人他都没有见过 只是安排贾戌与王城待人守卫 但这些女人 一路很是让他闹心 尤其是那个堂皇后 知道是幽州军劫持他后 出城的一路上 一直吵嚷着要见刘鹏 贾许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要是别的女人 他们吓一下就好 但这个堂皇后身份不一样 岂能随便吓唬 他们不敢吓唬堂皇后 但这个堂皇后 却是尽出手段 一路不是想逃 就是吵嚷着要见刘鹏 对此 刘鹏是懒得理 直接命令贾许 若那堂皇后再闹 就将他送去给军士们玩吧 贾许得到命令后 一脸的黑线 主公虽是这样说 但他可不敢将大汉皇后 送给军汉们玩 那样恐怕第一个饶不过他的 就是自家主公了 没有办法的贾许 只能另想他法 先行将堂皇后给稳住 等回到幽州后 再做计较 二日早时 巡忧 赵云 高兰三人 一令率领大军撤退 前来与刘鹏大军会合 两军会合之后 刘鹏将军事进行了调整 命赵云 黄忠 太史慈三人 率领四万铁集 一万战车兵后刑 巡忧 高兰二人 率领四万部族为前锋 他自己则率领锦衣卫 与王城麾下的八百人居中 钱财等物 依然由太史慈勘压 至于那些女人 则还是由贾许 王城二人照料 大军在调整好之后 立刻开拔 不增耽误片刻功夫 近十万大军一路而行 沿途的关卡无人赶拦 去开关放行 进入冀州境界之时 已是十多日后 这日 天色晴朗 万里晴空中军大骑下 刘鹏骑在赤兔马上 听着探子 从洛阳快马发来的消息 自他离开洛阳后的第二日 董卓的三万大军 立刻进了洛阳城 丁元也在同时率领 五万大军进了洛阳 丁元与董卓的大军 一进洛阳城 就得到了天子的嘉奖 董卓被封为车骑将军 丁元被封为执金武 临首为洛阳之重任 这二人在得到天子的赤锋后 据是欢喜 但天子接下来 二人挨家挨户地去搜查 又说先帝的十多名贵人 被宦官余孽一起劫持走了 叫这二人一起搜查 丁元 董卓二人得到了天子的赤锋 此刻正是卖力之时 哪还有不应的道理 立刻调兵遣将 在洛阳城实施搜查 探子得到的消息就这么多 只是消息上没有董卓 丁元二人的兵力部署 迫切想知道 这二人兵力部署的刘鹏 立刻下令 让王城传令给京城的探子 命他们在最短的时间中 将两人兵力部署的情况 立即查清楚并报上来 王城虽带着五百侍卫 三百刺客与他一起离开了洛阳 但其在洛阳扎根多年 麾下的探子多如牛毛 探听这点消息 应是不难 报 一飞骑自前方绝成而来 主公 我军已进入南皮境地 高将军请示是否安盈 中军大骑下 刘鹏身穿金甲 暗叹了口气 报 传令下去 安盈扎寨 诺 飞骑领命而去 南皮城地处济州 幽州的交界处 城池虽不大 但其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想当年 他初次鼓道着流程北上之时 便是在此地遇见了贾许 从此之后 有了贾许的谋划 他慢慢地在幽州站住脚跟 从而坐上了大将军之位 中平元年开始 他便率领大军数次征战 直到今日 才有了这些辉煌 可这些远远不够 他不要只占一州之地 他要的是 占领整个天下 七日后 刘鹏率领大军回市幽州 当幽州官员得知 刘鹏被封为大将军后 当时欢喜 在留守的田丰等人带领下 出城十里相迎 对于麾下人马的欢喜 刘鹏据是高兴 回到济县后 立刻摆酒庆功 此次与他一起去了洛阳的八万大军 全部得到封赏 黄忠 赵云 贾许 巡忧 太史慈 高兰等六人具备赏千金 那些士族则是按有功之人 发放了一些钱财 对特别有功之人 则赏赐了一些军纪 府邸已做重赏 赏赐完麾下的兵马后 刘鹏便将从金中带回来的钱财 全部做了处理 418万两黄金 取68万两金入大将军内府 其余金钱全部入府库 以做供给之用 黄金之事 他也没告诉巡忧 是哪里来的 只说 是在河境的府邸搜出来的 巡忧受命管理黄金之事 当知道这些黄金 是从河境府中搜出来的 便没有多问 只将金钱按数目 整理好入府余下的那些奇珍之物 则全部被刘鹏 存入了自己的私囊之中 带回来的那些女人们 刘鹏也没敢带回府中 只在城中买下了三座院子 将和后于隐士 貂蝉三女放在一起 又将堂皇后 万年公主放在一起 至于那十来名贵人 现在还不能赏赐给麾下众人 只好将他们圈养在另一座院子中 将这些女人安排好 又派小兰给每座府中 接派出女士 不准那些女人私自出府 其余则没有限制 花销之事 一因暗府中几位夫人一样 把这些琐事安排好之后 又在阳世的询问下 给他的二儿子起名为刘鹏 此时 已是189年11月末 董卓与丁元共同受封之后 便一起将大军囤在洛阳 双方十日异常 难免生出摩擦 董卓此时已在洛阳城四周 拥有近20万大军 而丁元只有5万 没有了留棚的幽州军 董卓开始变得嚣张跋扈 他麾下的西凉兵军纪急差 在洛阳城外到处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满朝大臣在见识了董卓的残暴之后 又起了与丁元联合除掉董卓的意思 奈何丁元手中只有5万兵马 根本不是董卓的对手 董卓 丁元二人在洛阳城外 开始摆下战士 都想一举击垮对方 独揽朝政 丁元挥下主部吕布 身高八尺 面白无虚 十一赶方天化己 武艺出神入化 在丁元的并州军中 素有威望 吕布兵州五元俊仁 出生之时 天降异象 彩虹印线 光彩夺目 此景奇异 随之五元山地崩裂 地动山摇 出生之后的吕布 因其母将其生在了布上 便被取名为吕布 吕布从小随母习温作画 聪慧好学 一点就通 过目不忘 他生性好斗 习武枪弄棒 身高体重超出常人 同龄孩童都不敢和他玩耍 事而远之 唯有童女孩在一起 温顺体贴 派若两人 十一岁的吕布 身高已是七尺 一身得自家传的武艺 一举打败其余成年大力士 被九元之人奉为神童 相互传颂 十六岁的吕布 在先父的举荐之下 入丁元麾下为君后 那时常有鲜卑胡人出没边地 吕布擅使其舍 带领麾下众人出击鲜卑 往往能骑开得胜 丁元见吕布如此英勇 便将其收为义子 整日放在身边教习 在丁元被朝廷认为 宾州刺史之后 立即将吕布提升为主部 主管一些文士 董卓君几次不能打败丁元 就是因为吕布太过骁勇 一人一己立于阵前 吓得董卓君士气净丧 今日再次大败的董卓回到城中 恼羞成怒地吼道 丁元匹夫 麾下有如此猛将 咱家想要独霸京师 难上加难 董卓的话 被麾下的李肃听在耳中 盲献计道 在下有一计 可让吕布前来投靠 快快到来 听闻麾下有人献计 董卓盲感音色 喜笑着问道 李肃站出班位 道 在下与吕布乃是同乡 此人好色如命 贪财如狼 若主公愿意拿出一些钱财 再挑选两名美女 送去 在下保证吕布会来献祥 董卓惧怕吕布威势 又担心钱财 美女打动不了吕布 到时 她可就人财两空 只好转头看向女婿兼谋士的李如 期望其给她出一主意 李如见老丈人看向她 出班位道 主公 如认为值得一试 但金钱要多送 美女要选上等姿色的 李如的话很有影响力 董卓在思索了几下之后 便出言道 美女本将多的是 钱财嘛 就带千金 万钱 再带一些玉器 告诉吕布 只要她愿意投降本将 本将就上奏天子 封她为温厚 诺 李肃见董卓 舍得出此本钱 对劝想吕布之时更有信心 夜晚之时 李肃带着千金 万钱 两名美女 还有一些稀奇宝物 出城往吕布大营而去 正在大帐中准备歇息的吕布 听闻同乡李肃前来拜访 忙出帐相迎 两人见面后 相互先是寒暄了一会 入帐之后 又说了一些家乡之事 时间差不多之时 李肃神情一转 正色小声道 凤仙 于兄如今 在董将军麾下做事 今夜前来拜访是为 你竟在哪董贼麾下做事 请回吧 在下不愿与董贼麾下之人 有何牵连 吕布出言打断 脸上带着一丝微怒 李肃见此 并没有起身 相反还微笑着出声道 凤仙 我家主公知你神勇无敌 乃天下第一神将 奈何你却弃身于丁元匹夫 如此不是侮辱你那一身绝世无意吗 吕布听了此话 神情闪过一丝无奈 李肃见气已经有点动心了 便成热打铁道 凤仙 我家主公仰慕你的才学 若你愿意归降 则封你为温厚 掌管朝廷大军 岂不在丁建阳麾下 做一种保养好 那丁建阳为何不让你统军 只要你做一文理之事 还不是怕你功劳盖过他 凤仙 你可仔细思索 那丁建阳受你为义子 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让你给他卖命 听于兄一劝 快快回头 吕布听完这些话 神情上带有一丝不愤 他本来统兵大将 却被丁元以武夫卑剑为由 硬是让他做了这个掌管粮草的主步 丁元对他虽不错 但时刻提防于他 不拿他当心腹 一些重要之事都不肯告诉于他 战争之上 只让他在阵前挑战 却不曾让他统领兵马杀敌 吕布越想越是不愤 他为丁元朔次攻破胡人 还曾在战场上救过其一命 而丁元却只当他是一名下贱的武夫 用上之时是奉仙吾 用不上之时就是吕布大将之中 已是寒冬 李肃坐在火堆旁 看着吕布脸上流转的神色 暗道一声 有戏 奉仙 我家主公 今日命在下 带来了千金 万钱 及一些稀奇宝物 最重要的是 主公知道 奉仙长期待在军中 身边未有女婢侍奉 特派在下带两名美女 前来为奉仙一解夜思之苦 说完之后 李肃朝帐外一吼 立刻有人将钱财等物拿了进来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两名姿色上等 身穿黄衣的女子 这两名女子 身材苗条 皮肤娇嫩 即使是在寒冬 穿着也如此单薄 微微可见 身子冻得发颤 吕布先是看到了那些黄灿灿的金子 又见了两名衣着华丽的女子 眉头渐渐浮现出喜色 见吕布已有喜色 李肃神情也露出了一丝成功之意 那两名女子在进帐之后 见帐中的 吕布鹦鹉过人 长得如天神一般 芒娇笑着迎上去 摆弄着 来勾引吕布 自小吕布就对女人特别温柔 与其在战场上的厮杀 成相反之状 此时见了这两名女子 历时变得温柔起来 起身道 两位姑娘深夜前来 步步甚荣幸 请坐 这两名女子 早就得了董卓的吩咐 一定要勾引上吕布 一见吕布的长相 这两人早就下了心思 此时又见吕布如此温柔 与那些武夫没有半点相同 便双双扭着那细小的蛮腰 口中娇笑着朝吕布走了过去 吕布见两名女子朝自己过来 忙是准备让座 却未撂到那两名女子 接坐到了她的大腿上 一时间 仗中 知气尽起 李肃旁眼瞧着 见吕布已经动心 那双大手 也搂住了那两名女子的蛮腰 知道要成事禁言 忙道 奉献不及 这是在丁元大营 必不会放过你 奉献还要三思 那依你之见 不该如何 吕布此刻色心大动 恨不得与两名美女共赴乌山 直接问道 李肃黑黑一笑 起身走到吕布近前 低声道 奉献 为今之计 只要你杀了丁元 掌控其麾下兵马 在进城投靠董将军 那时荣华富贵 锦衣美人 境界有之 被吕布抱在怀中的两名女子 也出声附和 让吕布杀了丁元 带他们入城 享受荣华富贵 从小对女人 救好的吕布 被两个女人一通交营 立时下定决心 杀了丁元 入城投靠董卓 深夜 丁元早已睡下 营中只有来回巡逻的士族 吕布妖怪佩剑 一身戎装 大步向丁元仗中而去 巡逻的假释 见吕布向中军大仗而去 未有丝毫的阻拦 丁元收吕布为义子 两人的关系 这些士族中也是很清楚 因此也没有什么怀疑 吕布顺利入仗 走到丁元床榻之前 抽出佩剑 暗道一声 对不起了 义父 锋利的佩剑 直插丁元心脏 电光火时间 那鲜血就咕咚咕咚地冒了出来 睡中疼痛而醒的丁元 借助微弱的灯光隐约 看见杀自己的是义子吕布 一双大眼睁的贼大 口角流出鲜血 贺问道 卫父带你不薄 你这逆子竟敢是负 丁剑阳 你敢说带我不薄 我有那么多军功 你却不让我捅兵征战 却让我做一纹力 丁元本想让吕布 先做一段时间纹力 再过段时间 就任命 其为统兵大将 未料到 吕布狼子野心 竟在深夜之时来杀他 呼吸微弱的丁元 躺在床榻之上 手指吕布骂道 是我丁某人看错了 竟将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 收为义子 匹夫 去死吧 吕布出声打断丁元之话 手中佩剑再次拿起 朝着丁元的胸膛插了下去 本将生命已经流逝的丁元 在被吕布又插了一剑后 眼神中的金光 慢慢地淡了下去 丁元死 吕布抽回带血的佩剑 将其插回剑鞘 大步出了营杖 兵州军有近五万人马 一众将士在得到丁元 已被吕布斩杀后 大步军士则顺势投靠了吕布 只有一小部分士族 不屑吕布的为人 离开了洛阳 返回兵州去了 至此 兵州军五万多人 只余下三万多 全部被吕布带着进入洛阳 投靠了董卓 董卓得到吕布后 立刻将其认为义子 又按照先前的承诺 上做天子 风屡不为温厚 此时 洛阳城局下了一些旧日的西元军 再无任何军事力量 可对董卓造成威胁 为了掌控朝廷大权 董卓又派人先后将袁绍等人的兵马收编 二年三月 董卓在府中大宴群臣 称天子流遍无财无德 不足以成天下大业 陈流亡流血 聪明伶俐 可立为天子 董卓邀请了朝中大臣们 听闻董卓有废帝的心思 盲静言称 自古以来 立场不利诱 董卓只是一梁家子 要想在朝中有威望 必须借助废帝之举 来提升他在朝中的地位 上书令卢职见 董卓废帝心思以下 气愤地跳出来大骂董卓 称其废帝之举 乃是大不敬 手中大权在握的董卓 见卢职敢骂自己 立派人将其拿下 要消首示众 幸好卢职在朝中好友众多 联名向董卓求情 卢职才免去一死 在后的时间中 董卓先是逼迫天子封他为丞相 总领朝政 位在大将军 三公之上 董卓当了太师后 知道他的出身不好 便大肆拉拢 视灵命人为己用 如蔡庸本是一侍郎 却被三日之间连续升官 从一个侍郎 被升为中郎将 为了拉拢朝中明示 董卓又派刘表 韩复等人为周牧一图控制地方 四月中旬 董卓汉然费少帝 历臣流亡流邪为帝 在流邪登基称帝之后 董卓又派人毒杀了少帝流变 此举隐的朝中怨言四起 洛阳城市深 无不对董卓咬牙切齿 在杀了一些有名望之人后 董卓靠着他的凶残 震慑住了朝野 便开始贪图享乐 纵情声色 先是对宫中的那些美貌婢女动手 后来直接对先帝的那些贵人动手 在认为朝中无人反抗他的情况下 董卓直接美夜住在宫中 肆意享受那些先帝留下的嫔妃们 董卓的凶残 狠纳震惊朝野 尤其是其美夜流宿皇宫 滚于龙榻 更是肆意践踏着大汉王朝的尊严 这一件件事情 无不喧嚣着他董卓才是大汉的天子 六月初 大将军刘鹏在接到探子传回的消息之后 立刻将麾下的谋士大将找来 商量该如何应对 一众文武 听了董卓在今的一干恶事后 无不痛心疾首 四百年大汉王朝 短短时间 竟成了董卓的掌中之物 连少帝刘鞭都被企毒杀 可见董卓是如何的凶残 在众人痛心过后 贾许先行请刘鹏率领幽州军 进洛阳平定董卓 匡扶汉市 幽州军大概有二十二万左右 出征大军却只有近十万之数 而董卓屯居在洛阳附近的大军 就有二十多万 还不包括其在西凉与长安等地的大军 两军相比 幽州军的兵力处于劣势 要想拿下洛阳城 击败董卓 最少也该有二十万大军 因此 贾许的这个计策 在刘鹏的心中被否决了 他也知道 贾许是想让他灭了董卓 在掌控朝政 慢慢地征伐其他之地 最后一举惩霸王之夜 但他担心 若兵败董卓 以后争霸天下 可就没他的份了 因此才否决了这个建议 循幽则认为 幽州军兵力太少 对付董卓胜算太小 应该召集其他汉室宗卿 一起进京秦王 这个建议 在刘鹏的思索中 也被否决了 若只召其他宗卿秦王 会伤了天下臣民之心 认为他只重视门帝出身 田丰与举兽 则一起建议刘鹏静等时机 这个问题 刘鹏也想过 可他已经二十三岁了 再等下去 还不知道是几年 毕竟因为他的穿越 有些历史 已经不能作为依据了 武将们则认为 自家主公应该带上他们出征 并能一举击败董卓 对此 刘鹏直接无视了 这些武将都好面子 领兵冲锋陷阵还行 若说到谋略机制 那可就差得太远了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幽州百姓 已能自给自足 每年上交的赋税 更是一点不短 府库之中的钱粮 更是可支持十万大军 三年征战之用 因此粮草问题 他倒不是很担心 幽州军经过刘鹏 几次的改编之后 限制留下一些守备军 与野战军 守备军职守护一方 并不参加大战 所拿的兵响是最低的 野战军则不然 其拿的军响最多 每三天 还有一肉十野战军 共计有近十万人 六万铁骑 一万战车兵 三万部族 军事全部是轻壮 年龄超过四十岁的 全部被踢除在外 放眼整个大汉 这十万大军 也是不小的数目了 拥有十万精兵的刘鹏 有足够的粮草可支持 他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决定学曹操发矫诏 与各路诸侯 一起讨伐董卓 二日 刘鹏传令 由巡忧执笔 撰写讨贼西文 以巡忧才华 写个矫诏不成问题 在矫诏写好之后 刘鹏拿来过目 直探巡忧文才斐然 讨贼西文共有五十多份 但据刘鹏自己估计 来会蒙的 恐怕是只有一半之朔 就这一半之朔 也能为他挡住董卓的 大部分兵力 将讨董西文发出去之后 刘鹏立刻举兵十万 率大将黄忠 赵云 太史慈 高揽 陈道五人前往会盟 谋士之带了寻忧一人 其余三人留下镇守幽州 而幽州的全部军事 则全部交给了大将高顺 尤其率领幽州守备军镇守各地 文聘为副将 拱为幽州州墓制所继承 高顺这些年 在辽西等地剿灭匪患 治理军事 成绩斐然 足能担得起大任 最重要的是 高顺这么多年 未曾在辽西等地喝过一次酒 对于刘鹏的命令 一直奉为圣旨 因此 刘鹏在他这次出征后 才将高顺提为大将 又人文聘协助于其 才放心地 让其镇守幽州 幽州地处边地 等到行止陈流之地 必是六月中旬 各路诸侯到那时 也全都能接到他的讨贼西文 一路之上 刘鹏也时刻收到探子传来的消息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曹操行刺董卓未遂 逃出了洛阳 在陈流得到当地富商的支持 组建了一支义兵 历史虽然被他所改变了一点 但事情还是有的 因为有刘鹏的出现 刘变才 多当了几个月天子 但最终还是被董卓赐死了 袁绍 袁绍二人在去年十一月之时 就逃出了京城 袁绍到了冀州渤海郡 弄了个太守之位 而袁绍更狠 杀掉南洋太守 也不向朝廷上报 直接自领太守 这两兄弟自盗的方之后 立刻有袁氏门阀的就日故立 找上门来为其效力 这一点上 连他自己都不由得羡慕 他虽是汉氏宗亲 但天下的刘姓宗亲 多如牛毛 可四氏三宫的袁家 却只有一家 两相比较之下 他是很羡慕袁绍 袁绍二人的运气 有那么多的文臣武将 前来供他们驱使 这四氏三宫也有不好的地方 那就是 他们没有大意 将来刘鹏若是称帝 那天下人只会认为 刘鹏称帝是应该的 若袁是称帝 那天下人可就不那么认为了 毕竟刘鹏是天界之性 原性只是陈性 陈性要称帝 那岂不是要造天家的反 天下百姓会如何说 世家大族又该如何想 因此 刘鹏在心中只是羡慕了一下 就想起了一个久违之人 最让刘鹏挂念的刘备三兄弟 自从被他放走之后 这三人的一些消息探子 偶尔还会有报 自中平五年后 这三人的消息就断了 好像这三人直接消失了似的 他在近年之中 一派出许多探子 打探这三人的行踪 奈何无一点音讯 他担心这三人在暗中积攒着什么 毕竟他可是将刘关章三人得罪得够惨 这三人要是不找他报仇 那可就没天理了 幽州军以半个月的快速进军 终于在六月中旬赶到了陈刘 刘鹏大军是先行前来的 其余的诸侯或望风不动 或正在行军之路上 陈刘 太守张淼自孟卓 乃袁绍 曹操等人好友 董卓废地之后 因直斥董卓残暴 才被赶到这个地方 做了一郡太守 张淼在接到幽州十万大军前来的消息后 忙让人在城外建造兵营 又亲自出城巷营 在下拜见大将军 沉流城外 张淼带着其麾下文武 朝前来讨董的刘鹏迎道 已经将大军安排好的刘鹏 再见到 张淼前来拜见自己 也就没有端架子 随和地说道 孟卓不必多礼 本将受陛下密诏讨伐董贼 金帅王氏前来跪地 还望孟卓海涵一二 现在只有他一路讨伐董之师 而张淼此人素有贤名 号称八楚 之一 他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夺其地 占其成 只能与此人先行搞好关系 静等其他诸侯的到来 历史上 张淼为了讨伐董卓 可算是将身家性命压上了 今次讨贼 他也相信 张淼会让他的大军界的遗住 大将军远道而来 一路辛苦 在下一在府中背下薄酒 还请大将军一步 说实话 张淼先前还在担忧 那个传书中飞扬跋扈的 大将军刘鹏 到了陈留后 会不会夺了他的城池 毕竟陈留境内粮草富足 又是逃懂的必经之路 要是刘鹏不掩红才怪 可谓要想到 刘鹏率领大军来了之后 立即令大军住进城外的兵营 看起来并未对他的陈留城 并没有什么想法 放心了不少的张淼 便亲自出城 前来迎接刘鹏 梦卓盛情向妖 本将岂有不去的道理 刘鹏摸着赤兔马的头部 轻笑着说道 既然刘鹏已经同意 张淼便在头前带路 往城中拂抵而去 到了张淼府中后 立即有侍女端来韭菜 厅中还有群舞鸡扭着纤细的蛮腰 翩翩起舞 对于这样的货色 刘鹏是懒得多看 只将心思放在了美食上 这段时间日夜行军 他也没吃顿像样的饭菜 此时有人请他吃宴 若还客气 那岂不是亏待了他的肚子 大吃一通后 张淼率先举杯 敬刘鹏道 大将军 现今董卓欺君往上 独霸朝政 我等大汉臣子 恨不得拾其肉 吞其皮 啃其骨 惊性的大将军广发席文 赵大汉忠良 一起讨伐不逆 苗在这里先行敬大将军一杯 助大将军一举荡厨逆贼 救天子出水火之中 说王话的张淼 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既然人家都敬他了 刘鹏也不矫情 端起酒杯道 孟卓之言 乃本将日夜所思之话 天子蒙难 汉家威仪不存 董卓岂我留汉无人 本将岂能轻易饶得过此贼 主位上的张淼听闻此话 一脸的笑意 刘鹏早年以骁勇善战而闻名 麾下的幽州铁骑 更是号称天下第一 今日他也见识了一下 那君威凛然 战旗纵横 枪矛含力的幽州军 确实是一支精兵 在张淼的心中 董卓的西凉铁骑 虽也号称天下第一 但与幽州铁骑相比 在战力上 还是差了些许的 有刘鹏的幽州铁骑在 击败董卓的想法 在张淼心中生下了根 在宴席间 张淼平凡敬酒 又承诺 向前来会蒙的各路诸侯 提供粮草等供给 前来会蒙的诸侯 少说也得有个十几个 麾下的那些士族 也有个几万 这么多人加起来 粮草就是个大问题 此时张淼能提出此话 可见此人在大事上 还是不糊涂的 接下来 刘鹏便缓放了下心情 与张淼喝起了美酒 欣赏起听众的歌舞 宴席过后 刘鹏在张淼的再三挽留下 毅然带着侍卫出了城 回到了军营 得知接到西温的诸侯 唯有青州目刘鹅 率领四万大军 日夜行军 聚沉流不足百里之路 其余各路诸侯 不是还在行军中 或是干脆不来 刘鹅为人虽然迂腐了一些 但其对汉家王朝的忠心 还是毋庸置疑的 既然他能率兵先来 刘鹏也就派麾下士族砍伐树木 在城外为刘鹅的大军 建起了一座空营 方便其入住 曹操自刺杀董卓失败之后 仓皇逃出京城 路过中路县时 被限令陈公识破其身份 陈公念曹操乃是刺贼英雄 便辞了官职 欲与曹操一起共建大业 两人陆遇曹操故人吕博舍 便在其邀请之下 回到了吕家 吕博舍吩咐家人杀猪款待二人 自己前往西村买酒 曹操遇见买酒归来的吕博舍 曹操因担心吕博舍告发自己 于是挥剑砍死吕博舍 陈公因此责备曹操大不义 曹操却回答 您叫我赴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赴我 陈公因此认定曹操是不义之人 于是离他而去 曹操回到老家佩国桥县后 认为天下已乱 正是建功立业之时 便带领本族的曹人曹洪 夏侯氏的夏侯敦 夏侯渊在老家一带招兵买马 曹操散尽家财的壮举 得到了附近百姓的支持同乡的跃境 离点二人一听过曹操之声 次贼之事 经过商量之后 二人同帅家族子弟 前来投奔曹操 本来曹操打算自己发布缴照除贼的 但就在他准备下发席文之时 意外地接到了大将军刘鹏的讨贼席文 既然这个赚取名声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曹操也就吸了此间心思 每日操练士族 购买战马兵器 在短短的时日中 从只有几百人的曹操 变成了一名拥有近两万大军的曹将军 就在昨日 探子传回消息 称大将军刘鹏已经率领幽州军到了陈流 曹操在接到这条消息后 立即命令麾下重将 率领军事前往陈流会盟 曹操与刘鹿二人的到来 很是让刘鹏高兴了一番 本来他还害怕诸侯若不奉照 那可就只有他一人唱着独角戏了 但这两人的到来 却为他解了尴尬之围 那些在暗中观察着的诸侯 若见刘鹿与曹操前来会盟 必会做出一番思量 在以后的日子中 各路前来讨懂的诸侯 也陆续到来 六月初 诸侯会盟 第一阵 青州牧刘鹿率兵四万 第二阵 眼州牧刘带率兵四万五 第三阵 玉州牧孔咒率兵三万 第四阵 南阳太守 后将军袁术率兵三万 第五阵 金州牧刘表率兵两万 第六阵 渤海郡太守袁绍 率兵一万五 第七阵 冀州刺史韩复 率兵三万 第八阵 河内郡太守王匡 率兵一万 第九阵 东郡太守乔帽 率兵一万 第十阵 徐州牧桃千 率兵二万 第十一阵 吉北向报信 率兵八千 第十二阵 北海太守孔荣 率兵六千 第十三阵 广陵太守张超 率兵五千 第十四阵 长沙太守孙坚 率兵一万五 第十五阵 萧綦校尉曹操 率兵两万 第十六阵 泰山太守公孙瓒 率兵一万 第十七阵 陈流太守张淼 率兵一万五 第十八阵 上党太守张阳 率兵一万 第十九阵 大将军刘鹏 率兵十万 前来会蒙的十九阵诸侯 兵力总四十多万 其中三十三万以上的不足 其余八万多是 各路诸侯的骑兵 中原本就缺少战马 各阵诸侯最多的 也不过五千铁骑 与拥有几万铁骑的 刘鹏相比 那就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陈流程中 太守张淼 派人见了一个率台 雄伟壮观 气势磅礴 今日是众诸侯齐聚 率台上商议事情的日子 刘鹏一早就带着点围 寻邮二人前去 此次会蒙 各路诸侯都对盟主之位 虎视眈眈 其中就有袁绍 袁术二人 这二人依仗袁氏顾立 对盟主 一位暗自争夺着 刘鹏身居大将军高位 又是发起讨贼戏文的第一人 若让别人当上盟主 恐怕是对他名声的一种打击 在寻忧这些日子的忙碌中 在各路诸侯之中 还是为刘鹏拉拢了一些援助 其中 汉氏宗亲的刘渝 刘代 刘表 都以表明态度 是支持刘鹏做上盟主一位的 还有泰山郡太守公孙赞 为感谢刘鹏先前的仗义之言 当先愿意奉刘鹏为盟主 这盟主一位 关系着刘鹏的声望 还有在陶董之战中的得力 因此 他不得不将 这个盟主之位抢到手 以自身实力而言 刘鹏一人拥有十万大军 且多是精锐铁骑 其余十八镇诸侯加在一起 也不过是三十万大军 而且 铁骑加在一起 也没有刘鹏的多 乱世之中 谁的兵马多 谁就有了名望 对这个盟主之位 刘鹏现在是志在必得 东 东 东 陈流程中战古震天 惊奇遍地 来往贾氏 无不神色肃穆 刘鹏骑着赤兔马 身着金甲 披心红披风 神色平淡 身后跟着数百名侍卫 左右是寻忧于点位二人 大将军道 率台边上的贾氏 破开嗓门喊道 阴气逼人的刘鹏 迈着豪迈的步伐 带着点位 寻忧二人昂首而静 见过大将军 一众诸侯早已到来 听闻是大将军刘鹏到来 接起身行礼 按理数来讲 这些诸侯起身行礼 乃是应该之事 毕竟大将军位高权重 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也未不可 但现在已经是乱世了 他这个大将军 能得这些诸侯承认 已是难得 环顾四周 刘鹏脸上露出点笑意 轻声道 诸位请起 有劳诸位等候 本将在这里 赔礼了 说着 就朝着两次的诸侯拱手一礼 这些诸侯在各地 虽都是一方土皇帝 但在刘鹏面前 还是客气地连说不敢 这些诸侯中 刘鹏在这些十日 已经全部熟悉 率台下左侧坐着的 乃是刘鱼 刘表 刘黛 韩复 孔昼 陶茜 等人 右侧乃是袁绍 袁树 公孙赞 曹操等人 这些人身后 都有各自的惊奇 上面清晰地竖着姓氏 再往后 就是众诸侯麾下的一些文武 中间那个主位上 现在还空无一人 刘鹏同一众诸侯寒暄几句 便静止上了率台主位 一先身后披风 直接坐了上去 左右的点围 寻忧站在两侧 对于刘鹏直接坐上主位 下面诸侯表情各不一样 有的认为礼当如此 有的则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反正在他们眼中 谁当盟主都是一样 只要能保证 他们在陶董之战中得力就好 这些诸侯之中 声望最高 乃是青州目流于 此方惠盟带来了四万大军 在汉氏宗亲中 辈分与刘鹏的老子一样 可惜不通兵事 这点就将这个 最有声望之人排除在外 身为诸侯盟主 必须要有声望 最重要的是知兵事 手中又有大军衬托 刘鹏虽空有声望 但不知兵事 诸侯也都不是傻子 此番来讨伐董卓 若无一善战之人 来做这个盟主之位 那他们如何才能攻破京师 解救天子呢 刘鹏坐好之后 下面坐着的诸侯之中 站起了一身彩矮小 面目有黑之人 此人身穿皮甲 走到率台正中 向主位上的刘鹏一拱手 再朝周围的诸侯们拱手示意 才开口道 大将军 诸位公卿 请听曹某一言 现如今 我等十九镇诸侯 会蒙于此地 共同讨伐逆贼董卓 但鸟无头不飞 我等应选出一位德高望重 声名显赫 谋略出众之人作为盟主 才能带领我等 一起击败董卓 救出天子 诸位如何看 曹操话音一落 快人快语的孙奸 当先说道 大将军乃百官之首 又是汉氏宗卿 曾凭黄金 拜枪人 屠乌环 战功赫赫 兼以为 大将军当作盟主之位 大将军一身谋略 堪称千古奇才 又多年镇守边锤 麾下幽州铁骑所向披靡 当为盟军之主 继孙奸之后 一身荣甲的公孙赞站起来 说出了他所支持之人 大将军战功赫赫 声名在外 但大将军常年镇守边锤 对中原之事不太了解 傅认为 本初四十三宫 等盟主 说话之人 乃是冀州木韩复 此人乃原家门生 一心想让袁绍坐上盟主之位 便在下方侃侃而道 对于这个人 刘鹏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说他傻吧 能坐到一周之木的位子上 岂会是一傻子 但说不傻吧 此人在历史中 可是将冀州拱手让给了袁绍 韩复的一番话 让众诸侯皆不再说话 近看主位上的大将军如何应对 刘鹏看着神色间 带着点笑意的韩复 嘴角微微露出一丝冷笑 这个人太不识抬举 如今他大军在握 名声比起袁绍 可是强了 不是一点半点 启荣的此人如此之言 本将得才浅薄 见识低微 担不起盟主之大任 依本将看来 韩周木文韬武略 声名显赫 一身武艺纵横天下 难逢敌手 可谓盟主 帅位上的刘鹏 神色平淡 眼神中带着一丝冷色 口中冷冰冰地说道 韩复在董卓进京之前 只是一御史忠诚 哪有什么声名显赫 至于文韬武略 则更是没有 他只不过是一书生 董卓卫进京之前 文韬没人知道 武略更是没有 他一位带过兵 二位上过战场 只是一戒酸如罢了 一身武艺纵横天下 那就是侮辱了 谁都知道 韩复从未学过武艺 哪来的纵横天下 听完主做上刘鹏之话 下面的诸侯皆暗笑不已 韩复要是能纵横天下 老天恐怕都不会下雨了 韩复一张黑脸 此时要多难看 就有多难看 他本出自袁氏门下 此番出言立举 袁少尉盟主 多是出于报恩的想法 未料到无形中 得罪了大将军刘鹏 引来了一范侮辱之言 此刻的韩复 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 他出生之前 未料到刘鹏 仅是因为一言 就对他冷嘲热讽 可见 这位大将军的性格 必是瑕疵必报 他得罪了人家 如今可如何是好 就在韩复不安之时 位于左侧第一位的 刘鹿轻轻嗓子 缓缓道 飞羽为大汉吕立功勋 又是我朝大将军 兵伐之时 当一鹰做主 老夫认为 飞羽可为盟主 诸位意下如何 刘鹏这几年征战 少有败己 威名传遍四海 如今更是兵马强壮 占一周之地 于众诸侯而言 他们想要击败董卓 建功立业 奉刘鹏为盟主 才是最好的选择 若刘鹏既不败董卓 那天下人会说 董卓厉害 与众诸侯无关 若刘鹏击败了董卓 那天下人会说 刘鹏厉害 他们这些诸侯 也能跟着沾点光彩 当然了 率台上也有人 是一心想救天子 就如声望颇高的刘鹿 他举荐刘鹏为盟主 一来是出于 同位汉室宗亲 他与刘鹏说起来 都是自家人 二来是因为刘鹏骁勇善战 麾下幽州铁吉 更是战阵之上的戾气 再者言 除刘鹏之外 在座的诸侯中 兵马最多的 也不过三四万人 三四万人与刘鹏的 数十万大军相比 可谓是拆了不止一点 别人做了盟主 手握十万大军的刘鹏 岂能同意 愿屈尊于他人仗下 台上的众诸侯 各自思虑了一会儿 便一起站起来 半跪下道 拜见盟主 拜见盟主 这四个字一出 率台主位上刘鹏的脸色 有了一丝笑意 不管这些诸侯此时在想什么 但无一例外承认了 他这盟主地位 诸位既然信得过本江 那本江亦不会 让诸位失望 刘鹏一脸正色 起身承诺道 下面半跪着的诸侯们 听闻此话 都笑着起身 恭维起刘鹏来 只有袁绍在起身的那一刻 脸上闪过一丝不然 已经三十多岁的袁绍 以为推举他当盟主的人 至少有一半之多 未料到 只有韩副一人替他说话 别的诸侯 都是静观事态的发展 无疑人开口举荐于他 却时常让一个 妾室生出的袁绍给压下去 如今 袁绍坐不上盟主之位 最高兴地默过于他 甚至在袁绍的心里 此刻真恨不得 好好谢谢刘鹏 今日 压着他头上十多年的袁绍 终于不再压着他了 在外面 别人只知道 袁家长子是袁绍 却不知道 他袁绍才是袁家的低长子 一个妾室出生的大哥 让他在家族中说不上话 在外面抬不起头 今天他终于扬眉吐气了 只不过这口气 是别人替他袁绍出的 既然诸侯推举出刘鹏为盟主 那他就可以再任命 两个副盟主 可以用来牵制中诸侯 毕竟这些人 都属各自的派系 很难团结一致 要是同董卓大军交起手 他可不愿意 几方出现 有人出宫不出力的事 诸位 本盟主乘诸位推举 来做这个十九镇 诸侯盟主的宝座 但本盟主一人精力有限 只好再任命 两人为副盟主 与本盟主一同处理盟中诸事 至于人选 就由大家各自决定吧 站在率台上的刘鹏 守备在身后 一脸平淡地说道 他的话音一落 众诸侯就开了各自举荐 其实 他不用猜测 也知道 只有两人可为副盟主 一人汉氏宗亲刘鱼 二是袁绍 这两人在诸侯中 声名显赫 且家事都有过人之处 是副盟主的最好人选 果不其然 在下面的众诸侯一番商议后 决定以青州目留于 渤海太守袁绍为副盟主 副盟主推举出来后 立刻有假事上前 将两人的将位 搬到了离刘鹏主位 三米外的左右两侧 刘鹏心思一转 坐在主位上缓缓道 主位 既然我等乃是狡贼讨伐不逆 就要祭天地 告知世人 我等遵命 一众诸侯齐声回道 虽然刘鹏等人会蒙 乃是为剿灭董卓 但世人不知道 董卓有何罪 若是不以大意出告 恐怕他们这些诸侯 就是逆臣贼手 古代的信息流传太慢 加上董卓又没有代汉自立 其仍以汉臣自居 天下百姓忠于汉室的颇多 他们可不知道 董卓都在朝廷干了些什么事 因此 刘鹏才要祭天地 其实就是为宣告世人 董卓是逆贼 他们才是忠臣 率台之外 早有人摆好香案 祭祀所用之物 刘鹏带着一众诸侯 缓缓向祭台而去 十米之外 除刘鹏 刘鱼 刘鹏三人之外 其余诸侯全部停下 距跪了下去 三米外 刘鹏 刘鹏二人分别向左右两侧跪下 唯有刘鹏一人 独自上了祭台 汉氏不幸 黄刚师统 贼臣董卓 诚信纵害 霍家天子 阅流百姓 金鹏等具设计沦丧 纠合一兵 并赴国难 凡我同盟 齐心陆立 以至沉洁 必无二至 有于此盟 比赘其命 无刻一遇 皇天后土 祖宗明灵 十皆见之 祭台上的刘鹏跪在下方 神色肃穆的高声说道 祭台上话音一落 立刻有军士抱着酒坛而来 后面的军士 将酒碗一一摆放在众诸侯面前 又将酒全部倒了出来 等所有人的酒都倒上之后 刘鹏才站起身 拔出腰间配剑 在钟指上 稍微割开一条口子 那鲜红血液 慢慢流进酒碗之中 今日我等煞血为盟 当已救出天子 诛杀董贼为己任 若有人违背此盟 天下人人尽可诛杀之 祭台上那肃穆之言说完后 众诸侯才端起自己的酒碗 纷纷效仿刘鹏 割破手指 让鲜血流了进去 众诸侯滴血蒙事后 有军士将所有人的酒碗收了起来 全部倒在同一大酒坛之中 将其摇混起来 刘鹏冷眼看着那军士 将摇混起来的酒 又分别倒在酒碗之中 十九镇诸侯 每人都有一碗带血的酒 当军士将准备好的血酒 交给刘鹏之后 看着那不知道是多少人血液 黏在一起的酒 刘鹏都想当场呕吐 强制按住胃里的翻滚 不让其喷出来 现在他是盟主 一举一动 都有他人观看 诸位 请饮此酒 话音一落 刘鹏当先将酒碗端起 直接大口饮了起来 众诸侯见盟主都喝了血酒 也都不耽搁 纷纷端起自己的酒碗 大口喝了起来 刘鹏看着众诸侯 都在喝着血酒 忙把喝了一小口的酒喷了出来 直接将手中的酒碗摔在地上 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一众诸侯见盟主都已喝完 忙大口 将自己的血酒喝完 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摔碗声响起 不过这次的动静 比刘鹏一个人摔碗的动静大了许多 血酒已经喝了 刘鹏便带着一众诸侯回到率台上 诸位 今日我等会盟 乃是为了剿灭董贼 献我等拥四十万之众 足可与董贼一决高下 哪路诸侯愿为盟中先锋 率先为盟军开路 坐在率台上的刘鹏 将胃中那股难受之感强自压下去 出声问道 众诸侯中 大多人此次前来会盟 都存着捞点名利的想法 现在一听要当先锋 巨都搭拉着脑袋 不出声音话 他们都不是傻子 那西凉铁骑号称天下第一 他们可去捋董卓 这只老虎的胡须 长沙太守 孙坚号称江东猛虎 麾下的士族更是精兵 今次他前来会盟 为的就是建功立业 提升自身的名望 见诸侯们都不说话 容装在身的孙坚走到台中 拱手一礼 正色请命道 盟主 既然诸位都无人愿做先锋 尖虽不才 麾下一世精兵 愿为众位率先开路 刘鹏正看着诸侯们的表情 听闻孙坚的请命 轻笑了一下 他能坐上盟主 还要多谢孙坚的仗义之言 此时正有机会还了这个人情 文台勇猛 愿为盟军开路 本将求之不得 孙坚先前推举刘鹏做盟主之时 就想到了这层 以刘鹏的威望 坐上盟主乃无可厚非之事 他能率先出声尊奉 意思就是 等刘鹏坐上盟主后 可对他照顾一二 奸谢过盟主 孙坚得盟军先锋之位 诸侯们也在面子上 说了些祝贺之类的言辞 现经天下局势扑朔迷离 倘若孙坚这个先锋 在讨伐董卓中立下大功 道实敬 今后 天子必会重赏 这些诸侯们 在各地都是一方豪杰 岂能不明白 这里面的门路 因此也都向孙坚道了生喜 诸位 盟军要攻进洛阳 必要进四水 虎劳二关 这两关均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险 因此我盟军要兵分三路 从承高进攻行阳 再进玄门关 最后直逼洛阳 另一路直进五关 最后一路由本江亲自率领 三路大军在行阳会师 再图一举击败董贼 诸位可看 本江如此分派 有何不妥之处 刘鹏双手背在披风后 缓缓说出了进军之事 诸侯们都小声嘀咕了几句 不知道这大将军 怎么分派兵力 毕竟这关系到他们的成败 渤海太守袁绍暗笑了一下 拱手道 盟主 盟军四十万大军 邪大义而搅贼 但士族们上了战场 是要有粮草可用的 否则我等三路大军 未到行阳便已涣散 还弹劾除贼心汉 袁绍的话说出了众诸侯之问 他们前来搅贼 但粮草拒待的不多 若战事已久 他们麾下的士族没有了粮草 谁肯饿着肚子上阵杀敌 盟主 在下 已在陈留各地 争掉了十万户粮草 可为是我四十万盟军三月之用 诸位将军只管安心出兵 粮草素忧用 在下定会派人送至各卫军中 绝不会有所拖欠 说话的乃是陈留太守张淼 此军在刘鹏发出狡贼西闻后 就动手准备囤积粮草 如今正好派上用场 历史上袁绍不放心 让张淼管理粮草 便将袁书认为粮草总管 管理着诸侯的一切后勤攻击 自张淼说出他有十万户粮草后 诸侯们的脸上都有了点笑意 刘鹏将诸侯们的表情看在眼里 轻笑着道 张太守为汉氏出如此大力 本将辨认你为粮草总调官 管理我四十万盟军的吃喝等事 你可怨否 粮草乃是他所征集的 如今 刘鹏认他为总调官 张淼当然是求之不得 盲出声道 在下 愿为盟军分忧 粮草一事既已落下 剩下的就是出兵的问题了 刘鹏以流于副盟主 为左陆大军统帅 代金周木刘表 眼周木刘代 玉周木孔咒 北海太守孔隆 共计十二万大军 出兵三府 扰乱董卓后方 最后在四水关下会师 右陆军以副盟主袁绍为统帅 代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 继周木韩副 萧綦校尉曹操 泰山太守公孙赞 即北向报信 广陵太守张超 共计大军近十二万大军 从成高出兵 盟军先锋孙奸 贼帅本部兵马 率先开进 为后续大军腾出地方 身为盟主的刘鹏 贼帅领剩下的诸侯们 即二十万大军 紧随诸军身后 缓缓开进 对于出兵一事 众诸侯也没反对声 毕竟他们大多数人 都是初次带兵 而刘鹏却是战场削将 其制定的战略进攻路线 也必不会是庸人所为 各路诸侯领命后 率各自的兵马急速出发 高大宏伟的率台上 只于吓一些 与刘鹏同行的诸侯 还有那空空如也的诸侯 制作下午十分 刘鹏骑着赤兔马 返回军营的路 跟在他身后的寻忧 不解道 主公 各路诸侯相互间都有戒地 让他们为盟军左右大军 恐怕会影响此次 讨伐董卓的良机 这些事情 刘鹏早已想过 各路诸侯都是看家守门之权 除曹操有点见识外 其余诸人在他的眼里 与绵羊无异 要这些绵羊 去攻打董卓这只老虎 确实有点冒险 但绵羊中 也不乏有血性的山羊 如孙坚一般 此人率先开路 必会竭尽全力攻打董卓 以孙坚的勇猛 董卓没有派出大军之前 定能所向披靡 而各路诸侯与他 只需要指在其后面进军就是了 攻打 盟军中各路诸侯名为 讨伐逆贼董卓 但都藏着暗心 静观讨懂大军的进展 若军情对盟军有利 他们定会出全力 倘若军情对董卓有利 这些诸侯 恐怕转眼 就会撤兵回自己的封地 要想让他们下定决心讨伐董卓 就要派他们去给盟军探探路 顺势再杀一些西凉兵 到时董卓定会发怒 发怒的董卓可不是绵羊 那几十万西凉铁骑 可不是吃素的 而诸侯们此时也只有与董卓立战 否则 他们就只有被董卓剿灭的下场 我幽州军虽有十万之重 但与西凉兵比起来 在兵力上还是差了许多 要想剿灭董卓 这些诸侯就必须出全力 否则仅靠本江的十万大军 是万难战胜董卓的 其在赤兔马背上的刘鹏 抓着马江绳 面无表情地缓缓说道 刘鹏话说到了这份上 寻优自是明白了 他家这位主公 是担心诸侯在剿董之时不出全力 才将诸侯分左右两路大军 让他们率先与董卓开战 自家主公不仅能消耗诸侯的军力 还能逼着董卓对诸侯们动手 而诸侯们为了自保 也会与董卓军拼命死战 看了一眼刘鹏的背影 巡忧身躯微微一震 他的这位主公只 用了这么一点手段 就逼得众诸侯前去与董卓硬拼 而他自己却坐在后方享渔翁之力 这种手段太过甚人 但却很高明 首先刘鹏做上了盟主 号令众诸侯发兵攻打 董卓乃是天经地义之士 高明就高明在 刘鹏分了三路大军 刘鹏和袁绍一路 他自己一路 刘鹏那是什么人 那是典型的汉世忠臣 天天打着心汉灭贼的口号 为了自己的名声 刘鹏与董卓军定会大动干戈 不打到洛阳 那是绝不会罢休的 袁绍组上四十三公 门庭甚高 他所率领的 又多是与他原家有关系的诸侯 以袁绍那高傲的性格 与董卓开战 定不会惧怕 相反还会出大力 其实刘鹏只是看那些诸侯们 讨伐董卓的心思不怎么坚定 给他们下了点猛药而已 再者言 诸侯们前来讨董 都存着建功立业的心思 他也就是帮这些人一把 省得这群诸侯 找不到建功立业的门路 回到营中后 刘鹏立即下达了军令 命大军做好随时迁移的准备 在历史上 孙奸甚是英勇 在短短的时日中 便率领长沙军 打到了四水关下 最后因为袁术这个窝里虫 没有发粮草 导致兵马损伤 一举退出了白马要塞 但今时不会了 粮草之事由张淼一力管辖 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既然没有了前世的败仗 刘鹏也就下令大军做准备 早日前往四水关下 与董卓一决雌雄 与此同时 在得到军令后的诸侯们 忙是调兵遣将 押运粮草 准备出征 在战鼓声震天之下 数不清的士族列着整齐的步伐 手中握着长枪铁毛 在惊奇开路下 缓缓出了盟军大营 洛阳皇宫中 庄严肃穆的宫殿内 董卓左拥右抱着漂亮女子 下方还有数十名舞鸡 卖力讨好的表演着歌舞 太师 再饮一杯啊 哥哥 是啊 太师 您再饮一杯 今夜我们姐妹一定伺候好您 董卓怀中的两名美貌女子 一脸讨好的笑容 双双坐在那健壮的大腿上 卖力的饮好着 一听这美妙的女声 董卓已经按捺不住浴火的飙升 那双猪手 开始上下摸索 一会儿的时间 大殿中响起了男女之声 异曲到的尽头 董卓意犹未尽地准备再行征伐之时 禀太师 上书令李如求见 进得殿内的侍卫 知道在这时候 打搅了董卓的性质 忙将最关键之话说出 等着领罚 先前多名侍卫 就因为 在董卓灵性美人之时 打搅了其性质 全部被拉出去乱刀分尸 今日他本不想进来禀报 奈何那李如逼着他进来禀报 说他 要是不进去禀报 他的一家老小 可就都得没命 心疼双亲的侍卫 不忍家眷遭受伤害 只好硬着头皮前来禀报 已经完事了的董卓 对那事也没太大的兴趣 反正宫中的美人多的是 他想什么时候玩 就什么时候玩 便道 去传李如进来 听到董卓没有惩罚他 侍卫一脸的庆幸 忙到了声末走出去 李如是个很有眼色之人 断不会在他享乐之事前来打搅 必是有重要之事 因此 董卓朝那两位漂亮女子 挥手示意骑下去 又将殿中的武器全部下去 才套上衣裳 静坐在龙踏上等着李如进来 在外等待 多时的李如 在等到董卓接见的命令后 忙整理了下衣裳 焦急而静 静得大殿中的李如 见四周散发着微米气味 便知这位岳父 刚才在做什么 但他还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慌张跪下行李道 拜见主公 董卓装作一脸的威严 陈生问道 文幽和是慌张 难不成是陛下死了 还是那些公卿大臣们 又密谋出去咱家 不是 都不是的 主公 这次是诸侯作乱 各地诸侯们屯兵于陈流 在哪里寄天地 联合在一起 要出兵讨伐于宁 其先锋孙间一路过关斩将 以破白马要色 不日就会濒临四水关 殿中的李如 一脸的焦急 忙把各地报上的消息说了出来 董卓本来大好的 心情 就被李如几句言辞 给毁得一干二净 陈生喝道 废物 各地守军 都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会挡不住一个区区孙间 看着暴怒边缘的董卓 李如盲回道 主公 关东诸侯们 全部聚在陈流 奉大将军刘鹏为盟主 青州目流于 渤海太守袁绍 为副盟主 会盟的各路诸侯 共有十九镇 兵马也有四五十万 眼下如何抵挡住 关东诸侯的进攻 还请主公示下 别人他倒是不惧 但刘鹏身为大将军 又是益州之墓 麾下兵马强壮 猛将如云 他也来了 董卓暗自想道 但他在明白之间 又有一点迷糊 有点迷糊的 董卓只好问道 你是说 刘鹏也与关东诸侯会盟了 还做上了盟主 是的主公 率先发起讨您细闻的就是他 当时在下没有在意 以为是刘鹏煽动诸侯闹事 乘机占一些便宜 哪想到此人 竟真的与那些诸侯合并一处 与您作对啊 此事错在于卑下 请主公恕罪 李如诚皇诚恐地回到 头上的汗水也微微渗了出来 董卓也是个爱惜一次之人 见得自家女婿如此 也没有出生责罚 而是咆哮道 这个刘鹏 咱家自掌握朝政以来 又没对他发出任何诏令 还处处地忍让于他 并不得罪 没想到是他率先起来反咱家 最可恨的 还是袁绍这小子 当初若不是咱家心一软 他岂能离开洛阳 可恨 董卓咆哮过后 又摔了几件物品 才静下心来 看着跪在地上的李如 开口道 起来吧 你给咱家说说 都有哪些诸侯赶出来反咱家 看着董卓那发疯的表情 李如打心眼里冒出一丝凉气 他这个老丈人 自尽尽掌握朝政之后 脾气也变得喜怒无常 性情更是暴躁 手段也比以前很辣许多 有时宫中的女士稍微有点大意 就会被他这个老丈人 下令送去做军纪 被军汉们 玩死才算了事 李如擦了下头上渗出的汗水 达到 主公 关东诸侯中有 刘鹏 刘渝 袁绍 陶倩 刘表 韩复 就在李如将讨伐董卓之人说完后 又将刘鹏发布的 讨贼细闻内容说了出来 董卓在听完这些消息后 神色慢慢地平复了下来 虽然脸上露出一丝狠色 吏声道 咱家举荐的刘表 韩复 才让他们得以认周末 而这些白眼狼 却反过头来 就要讨伐咱家 一群忘恩负义的小人 舒缓了一口气 董卓接着才很色道 最让咱家恼怒的是 曹操此贼 这思先前 刺杀于咱家 现在还敢出兵对于咱家 好大的狗胆 看咱家今次 如何他碎尸万段 以消心头之恨 董卓虽在近年有点狂妄 但还是知道轻重的 文悠 你说 咱家现在 该如何 这些关东诸侯 已经打到门前了 咱家有近五十万大军 不拒这些人 你说说应该怎么办 董卓知道 李如脑子好使 又是自家女婿 便直接问道 李如也是知道董卓脾气的 盲线即道 主公 在下以为 可些让华雄率两万铁骑 守住四水关 您在调遣大军随后前去 一举荡平这些叛逆 华雄乃是董卓的心腹将领 由万夫不当之勇 对他更是忠心耿耿 西梁军中 除雀李雀 郭四 牛府等人 华雄还是能排得上号的 吕布虽然投靠了董卓 但却部署西梁军 只能算是并州军 其麾下的将士 大多数都是昔日丁元麾下的 在董卓麾下 颇受西梁军内部排挤 况且 这个华雄武艺精湛 精通骑兵作战 也非是一剑莽夫 董卓思虑了一挥而后 出声道 好 你去传令 让华雄率两万惊奇 立即前往四水关 迎战关东盟军 本相自率大军 为他后援 让他一切小心 不可丢了四水关 平心而论 董卓这个主公 对麾下的将士 还是不错的 李如暗姿叹了口气 忙道 主公 在下这就去传令 夕阳卫下 洛阳城中的假士 忽然间集结了起来 阵阵的鼓声 还有那漫天遍地的惊奇 与那羌毛森严的假士 形成对比 洛阳城的百姓都不傻 见此情景 就知道朝廷要打仗了 至于要和谁打 百姓们也是猜测 并未有过多的消息 要打仗的消息 一传出 洛阳的百姓 如惊弓之鸟一般 各家各户 忙着收拾钱财等物 街上到处可见 互相传递消息的人物 已经为多年 经历战火的洛阳百姓 即使是在黄金道的 最凶之时 也为如此害怕 但这一切却是事实 董卓自进京后 西梁军变成了恶魔 在街上无故杀人 抢劫 之事屡屡发生 百姓们都担心 董卓大军 要是打不过别人 最后遭殃的 可还是他们呀 毕竟他们生活在 董卓的统治之下 胜利者最喜欢的就是 在胜利之后 对失败者麾下的子民 进行杀戮 以达到震慑止目的 繁华的洛阳街道上 不时有全副武装的 假式来往 那焦急的步伐之声 经得街上百姓们 心都是颤抖着的 程西西梁军 大营身为 董卓心腹的华雄 此刻 却恭敬地站在下方 静听上方那个 长着八撇胡子的男子说话 子贱 今日我是算在太师面前 替乳说尽好话 才求得此次机会 你可要好好把握住 那些关东诸侯中 还是有精兵汉将的 大将军刘鹏 更是以骁勇善战而闻名 以率大军道德四水关后 只需凭借四水关天险 闭关不出 定能站在不败之地 聚关东能均于关下 李如的计策当时一妙计 华雄也知道这是为他好 但心中还是有点不舒服 就凭关东那些缩头乌龟 如何会是他的动手 但李如的话 他还是要听的 便保证道 先生放心 华雄定会聚那些 关东鼠辈们于城关之下 见华雄已做保证 李如便不多啰嗦 单脆道 子贱 军情紧急 如这就率军走吧 诺 下方的华雄 一甩背后披风 大步而出 四水关下 诸侯盟军大营 身为盟主的刘鹏 在得到孙坚攻下白马要塞 屯兵四水关下后 便令袁绍的右路军 与刘鱼的左路军 分别从两地迅速向四水开来 自己则亲自率领 其他诸侯急忙行军 若他估计的不错 在孙坚屯兵四水之下时 董卓恐怕已经得到了消息 正调兵遣将而来呢 诸侯们见孙坚如此英勇 据是一番祝贺 为此 刘鹏还亲自在营中备下酒宴 招待各路诸侯 本来孙坚立下如此大功 身为盟主的刘鹏 是该嘉奖的 但考虑到 他若假借天子名义 为孙坚升官 恐怕会引得天下人说 他与董卓无异 便只好赏了孙坚五百匹战马 千两黄金 并且许诺 只要盟军攻进洛阳 他一定会向天子上奏 请求天子为孙坚加官进决 孙坚虽然没有得到官决 可刘鹏 那五百匹上好幽州战马 却让他乐得喜不自胜 幽州北方战马 高大耐力持久 比南方的那些号称上好战旗的马匹 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就这五百匹战马 外加千两金 已经让众诸侯暗自眼红 孙坚更是为他先前的英明之举 暗自庆幸不已 这些东西对孙坚是比不小的财富 有了这五百匹战旗 他可就算是在南方诸侯中 拥有了一定的铁骑 对那些麾下多是不足的诸侯们 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威胁 但这些东西 对刘鹏而言 那就是可有可无了 上好的战旗 幽州军有六七万 至于那千金 更是不缺了 他搬走汉陵帝半生的纪积序 这点小钱还是花得起的 他送给孙坚这些东西 就是让众诸侯看到 只要立下战功 他这个盟主就会赏赐 虽赏不了官爵 但乱世之中 钱财与战马却是稀有之物 在这些个诸侯眼中 战马可是比官绝世再多了 对他们而言 已经有了不小的官位 剩下的就是实力了 只要有了实力 那官爵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就来了 作为盟军的粮草大总管 张淼随着中路大军 到的似水关下后 就着手派士族 又搭建了一座帅台 比先前在陈留会盟之时的帅台 还要阔绰 还要高大 帅台犹如一个人的脸面 张淼如此铺张浪费 建造这个奢华帅台时 刘鹏也未曾多言与半句 一个人能考虑到你的面子 说明这个人心中 已经开始尊敬你了 而张淼正是如此 刘鹏虽说是盟主 但那只是临时的 说不得哪天盟军解散 他这个盟主还能有什么用 况且张淼在士林中 还是有些许名望的 能做出此事 足见这个人 已经有了依靠刘鹏的想法 对于现在的刘鹏而言 张淼虽说兵马不多 地盘也不大 不值得他拉拢 但此人能向他靠拢 毕竟是件好事 因此他也就未出言语 装作一副平淡的样子 既不显出欢喜 又没有恼怒之色 今日诸侯在帅台议事 刘鹏带着大将皇忠 太史词 沉到三人前来 随同而来的 还有巡忧这个军师 与锦衣卫统领点位 见过盟主 刘鹏上了帅台后 左右两侧 刚才还笑声四传的诸侯们 立刻起声参拜道 对于这些诸侯 刘鹏笑了笑 还是装出一副平常的样子 淡淡道 诸位多礼了 请坐 等众诸侯坐下去后 刘鹏降众诸侯都扫了几眼 才出声道 诸位 前方已是伺水关 此关乃兵家险地 一守难攻 诸位可有什么好的计策 能一举攻破此关 伺水关之险 在座诸侯即是亲眼所见 此刻叫刘鹏问起 不由得都低下了头颅 冥思苦想 看能有什么计策攻破伺水关 好的到赏赐 毕竟盟主刘鹏的北地战旗 可是他们朝思梦想的宝物 要不是刘鹏拥有大义的名分 还占着朝廷大将军之位 麾下有数十万精兵 恐怕这些诸侯早就集结在一起 商量该如何将那几万上等战旗 弄到他们手中 对于诸侯们眼红他的幽州战旗 这是刘鹏早就明白 但他拿出了五百战旗给孙奸 以让诸侯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看到了那高大健壮的幽州战旗 片刻间 后将军袁树从位子上站起来 笑着道 盟主 在下有一想法 不知该不该讲 袁将军请直言 在座的都是讨伐董贼的将军诸侯 他们可都等着将军的计策 好救出天子 为大汉建立功勋呢 刘鹏一脸的笑意 口中缓缓说道 话音一落 诸侯们也嘲嚷了起来 即让袁树到处计谋 其中老陶欠朝壤的罪凶 一把年纪了 还高声呼喊 白花花的胡子 是急得连连抖动 袁树一见这么多人都让他说 况且有刘鹏之言在先 因此也就盲用手势一众 诸侯停下 才转身朝刘鹏拱手一礼 自得地说道 盟主 四水关是天险之地 但守军却不过五千之数 而我盟军有四十多万 只需用不足强攻三日 必能攻克此关 曹某以为公路兄有何良策 还无短矮小的曹操 听闻袁树只言 忍不住出言讥讽道 众诸侯记曹操之后 回过神来 也都哈哈大笑着 其中就属原少校的最凶 曹梦德 你 你 你出一个计策给在下看看 袁树见他的计策 遭众人取笑 脸色羞红的出声急问曹操 也怪不得众人取笑袁树 强攻谁不会 还用得着他说 况且刘鹏也早就言明 四水关乃是天下险地 强攻只是去送死 诸位 曹某不才 但绝不会出如此愚蠢之计 以曹看来 四水关是险 但关上的西良军却并不多 只要我军抛出诱饵 用他们出关作战 到时我盟军只需在关下 解决掉西良军 回过头来 就能收复这个险关 曹操说完后 缓了口气 清孝问道 盟主与诸位认为此计如何 曹操的计策 是要用西良军出关作战 但什么诱饵才能用他们出来呢 率台之上 不仅刘鹏有此疑惑 众诸侯也有此疑惑 只有那献计的曹操 一脸的轻笑 看来早就凶有成竹 就等着众诸侯询问呢 袁淑一听曹操的计策 本来还觉得可行 又一想 什么诱饵才能诱人家出来 关上的西良军又不是傻子 岂是那么容易 就出关的 孟德啊 本江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 原来你比我袁淑也强不到哪去 你说有西良军出关 可人家不傻 没有太大的诱饵 这些西良冰 岂会放着险关部首 出关与盟军作战 哼 除非孟德兄 愿意割下人 有送给董卓 挖苦了一番曹操 袁淑才算是出了 先前被这丝嘲笑之气 曹操仿佛未听见袁淑的挖苦 也好似未听到诸侯的疑惑 对着率台主位上的刘鹏 黑黑笑道 盟主 曹愿为盟军出力 拿下这座天险之地 孟德可有把握 刘鹏早就猜到 这丝不会将计策说出 因此也就没有多问 他虽是盟主 但也没有阻止他人立功的权利 黑脸曹操一笑 高昂声道 盟主放心 曹必在三日内 为盟军拿下此官 众诸侯见曹操有此自信 不由得都相信了一半 只有孙坚眼神中带着悔恨 他恨自己 为什么就没有想出 攻破四水关的计策 道教这宦官之后 呈起了威风 曹操说是三日 那就等于是立下了军令状 军中不可戏 这是在座的诸侯 也都是明白的 袁淑见曹操说是三日 就拿下四水关 口中不屑地哼了一声 既如此 攻取四水关一事 就交给孟德了 本将与诸位静候佳音 率台上的刘鹏 仔细思索了一番 认为曹操应该是有计策的 因此也就做个顺水人情 淡淡说道 谢盟主 曹操拱手一礼 盲泄道 众诸侯见刘鹏同意 让曹操攻打四水关 有的脸上闪着幸灾乐祸 有的则是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 不管这些诸侯在想着什么 得了命令的曹操 咚咚咚 率台外 战鼓之声响起 诸侯们忽然间静若寒暄 他们都明白着 这种战鼓声意味着什么 报 禀盟主 西凉郡出关挑战 一手直小旗的假式 奔到率台上 忙跪下大声报道 什么 西凉郡出关挑战 这一消息 可是高兴 坏了一众诸侯们 刚才曹操得到进攻四水的命令后 他们可是都眼红得不行 如今这西凉郡既然送上门来了 他们建功烈业的机会也就来了 如何能不高兴 都有一两万兵马 要击溃这数千西凉兵 乃轻而易举之势 袁术可是记恨曹操先前对他的嘲讽 此刻有这么好的机会 哪会让曹操得了便宜 忙站出来道 盟主 西凉郡赶出关 必是有备而来 在下认为 我等诸侯当得自点起兵马 前去与贼军一战 毕竟曹操只有一两万老弱兵马 要想剿灭西凉战旗 纯属痴人说梦 袁术的不客气之言 自然引起了曹操的不满 一声大笑 传遍率台四周 放言道 若你袁术麾下进士精兵 也不会拉着重诸侯一起前去 你早就自点兵马前去迎战了 本将这就带人出战 叫你曹梦德看看 明知道是激将法 袁术依然中了计 自顾带兵出战 放肆 此乃军国大事 起事儿戏 都给本将退下 率台上的刘鹏 见袁术做事要走 知道不给这两人一点颜色 难以镇住他人 便冷冷地开口道 冰冷的声音传出 率台上的诸侯们 全都静了下来 其中吵闹得最凶的曹操 袁术二人一听这冰冷之言 忙时退到了座位上 不再出声 见众人都不再出声 刘鹏缓了一口气 道 既然西凉郡前来挑战 谁可为盟军立此大功 诸侯们一听此话 都有点立功心切的想法 曹操先前 让袁术给挖苦了一下 但此次正式捞取功劳的时候 率先道 盟主 曹麾下足地曹人 曹洪皆可出战 盟主 数帐下大将余设 由万夫不当之勇 定可为盟军建功立业 袁术不想让曹操建功立业 忙说道 身为孔圣人之后的孔荣 对着各路诸侯轻笑道 吾有大将武安国 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如探囊取物 见众人都有大将 韩父不甘于被他人小看 出声道 在下有大将攀风 手持一把开天府 冲入万军从中 如关于赏花一般 听到诸侯们积极出战 刘鹏自然是很高兴 但在高兴之余 却有一丝忧虑 四水关的守军们 在盟军到来后的十来天中 位出一兵一卒 接守卫在关内 今日为何敢出关挑战 难道是董卓派来了援军 若是董卓派来了援军 那么根据历史 刘鹏不用猜测 也知道这人是谁 诸位 敌军挑战 哪位将军愿意出战 刘鹏没有李先前 说话的三人 直接问向率台上的所有诸侯 末将愿意出战 袁树身后一黑脸将军站出来 高声请命道 这黑脸将军在站出来的时候 刘鹏就看见了是袁树给其使了眼色 既然此人愿意站出来 他也就懒得多问 有人抢着送死 他可没有必要拦阻 那就由这位将军出战敌军 刘鹏身为盟主 一声令下 黑脸将军向他的主公 袁树使了个眼色 踢着长枪就出了率台 咚咚咚 战鼓声响起 刘鹏等诸侯静坐率台上 等候着袁树挥下那黑脸将军的好消息 其实在那黑脸将军出战之时 刘鹏就猜到了 那人是谁 只不过袁树这次太过放肆 虚小小地教训一下 省得再给他难堪 肋骨之声响起不大一会儿 就停了下来 在这时候 应该是两方大将阵前交上手了 袁树那是一脸的自得 此黑脸将军 乃是他仗下勇将 收拾个把西梁军 那是小事 在他的眼中 只要再过一会儿 自己挥下那黑脸大将 就该提着敌军手机进来了 一众诸侯也在等着 他们看了袁树脸上的表情 当以为那黑脸将军必胜 各把人甚至还向袁树道喜 祝贺其帐下猛将见此大功 刘鹏坐在率台主位之上 拿起茶几上摆放着的酒杯 微微喝了口小酒 脸上 看不出是什么表情 不大会的时间 令骑兵再次跑了进来 抱 抱 禀盟主 与将军与那黑脸化雄站到一起 三个回合就斩落于马下了 静 三个回合就被斩落马下 袁树那张自得的脸 一下子变得嘎然间变成了猪肝色 一脸的不相信 于社有万夫不当之勇 怎可能被他人三个回合斩落马下 那华雄是谁 为何如此英勇 袁绍是见过袁树仗下那黑脸将军的神勇 此刻听其背斩 盲问向那传话的令骑兵 令骑兵正跪在台中 听到有人问话 盲出声回道 小的也不知那人是谁 只是于社将军与其交战之时 我等听到那人自称关西华雄 华雄 曹操听闻华雄二字 惊得是满脸庆幸 各路诸侯大多数都没听过华雄是谁 此刻见袁树仗下备斩 他们立功的机会可就来了 未等刘鹏出声 孔荣以孔圣人后裔自诩 言道 盟主 若是荣麾下的潘将军出战 那华雄岂可活命 孔荣 你 袁树一脸的恼怒 手指摇指孔荣 孔荣丝毫不拒 一脸的不以为然 诸位 董卓麾下有诸多勇将 第一便是号称天下无敌的吕布 第二第三分别是李雀 郭四 再往下还有徐荣 牛斧 樊丑等人 这华雄还排在这些人之后 可想董卓麾下大将多如牛毛 智谋之事更是不缺 如今一个华雄都有如此神勇 可该当如何是好 这些话要是从别人口中说出 也许刘鹏还不会放在心上 但说此话的 乃是曹操这个武短奸雄 曹操说完这些话后 嘿嘿一笑 朝着众人一拱手 反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这一下可竟着了各路诸侯 那华雄没有排上号 都能斩得了元树上将 若是那旅不来了 可该当如何 一众诸侯嘀嘀咕咕着 华雄不过一戒匹夫而已 既孔太守麾下有潘将军 那就让潘将军出战 为我盟军斩了华雄 率台上的刘鹏可 不想让这些诸侯们被吓破胆 便同意孔龙之话 让其部下出战 孔子大齐后 潘峰手持大斧 出的率台前 拱手高昂道 盟主放心 末将定斩华雄 好 举久来 本将要为潘将军撞行 刘鹏知道这个人 不是华雄的对手 更斩不了华雄 去了也只能是送死 因此也就不吝啬一杯水酒 谢盟主 潘峰单手吃斧 另一手拿过小孝帝国的水酒 一饮而尽 虽大步而去 众人对这个潘峰 能否斩了华雄 还存着一定的疑惑 唯有孔蓉一脸的自得 与袁树仙石的表情一般无二 率台上 站在盟主宝座后的寻幽 见诸侯们都四下交谈着 便向前一步 小声道 主公 那潘峰可能斩得了华雄 听寻幽口中的不自信 刘鹏淡淡一笑 轻声道 华雄的武艺虽不如恶来 汗声 但潘峰要斩其首级 却也是万难之事 战鼓声再次响起 咚咚咚 过了一会儿 诸侯们等得不耐烦之时 报 令骑兵手指小齐 跑上帅台中 跪下惊声道 禀盟主 潘将军与华雄交战 十多回合不敌 被斩落于马下 什么 众诸侯皆到吸一口凉气 恐龙那得意的脸上 也变成了金色之状 长沙太守孙奸 也微微惊愣了一瞬间 按住刀柄的手 不由地握得更紧 神情也变得肃穆起来 诸如草草此人 非常庆幸 他没有派麾下将领出战 否则今日他折损的 可就是他的人了 一时间 华雄的神永惊的诸侯们 一时也都沉默了下来 唯有袁绍的脸上 闪过一丝不屑 今次会蒙之后 他便将麾下的颜梁留在冀州 只带文丑一元上将前来会蒙 如今诸侯们都被吓破了胆子 正是他袁绍一举夺的名望之时 遂站起身道 诸位勿忧 绍麾下有上将文丑 其勇武过人 必能赐华雄与马下 袁绍话音一落 从其身后就站出来了一元虎将 生得甚是雄壮 盔甲端帝是虎虎生威 就在众诸侯大量文丑之时 刘鹏也仔细地看了看文丑 历史上文丑曾独斗张辽 徐晃不落下风 最后却被曹军中冲出阵营 而来的关羽给偷袭致死 文丑能站过张辽 徐晃 可见武艺不凡 刘鹏在打量其面貌之时 也能感觉到 其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那是身为一流武将应有的杀气 以文丑之勇 要想枪刺华雄 那也是可能之事 但刘鹏可不会这么傻 现在他能坐上盟主 并能震慑住各路诸侯 靠的就是强健的幽州军 若让袁绍的人杀了华雄 那袁绍的威望 在盟军中可就会生一劫 对他的威望有所威胁 因此 刘鹏是断不会让文丑出战 看着诸侯们恢复过来的笑脸 刘鹏起身淡淡道 本出麾下的这位将军 虽是万人难敌 孔也难敌地过华雄 盟主 墨将愿 文丑急忙出言 黄忠何在 就在文丑出言之时 刘鹏出声 将其打声声打断 站在刘鹏帅气后的黄忠 早就手养难难耐 此时听到自家主公呼叫 盲从后走了出来 墨将在 黄忠走到帅台中 朝着刘鹏拱手一礼 出声道 见黄忠站在帅台上 气势比文丑还要略高一些 刘鹏是非常的满意 笑道 汉生 华雄连斩盟军两员大将 你可有胆量 前去将其手机提回 说到武艺 黄忠那是一脸的得意 他的刀法 与百步穿扬的剑术 一直是他所自豪的 主公 那华雄一介匹夫 墨将这就去 将他手机取回 黄忠一先身后披风 拱手一礼 傲气地说道 那汉生就快点去吧 本将在这静等加音 黄忠拱手在一礼 道 墨 众诸侯见刘鹏 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将领没 也都想看看 骁勇善战的大将军麾下 都有何能能人 唯有袁绍的脸色不怎么好 他本意是让文丑出阵斩杀华雄 以文丑的武艺 斩杀华雄乃 轻而易举之势 未料到刘鹏竟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去斩华雄 他袁绍麾下的大将斩了文丑 那他在众诸侯面前就有了威望 道时这个副盟主 也有可能变成盟主 可这一起 均被刘鹏给破坏了 他派了自己的大将出阵 那华雄还不知道能不能躲过 不过在袁绍的心中 还是期望黄中被华雄所斩 到时他可在派文丑出战 也能夺得威望和战功这么一想 袁绍也就没什么不悦的了 向文丑使了的眼色 命气回到了自己身后 这一次乃是盟主心腹将领出战 镇天的肋骨珠微声 汇散在四方 黄中骑着大黄马 手握长刀 身着上好战甲 侧马直奔而去 西凉铁齐端的是精锐 前方西阳下 那成牌的战旗纹丝不动 犹如马上的镖枪一般 还有那鲜明的华字大旗 在清风之中缓缓摇摆 镇前一人身穿战甲 眉头之上用颈带扎着 那披散的头发在风中向后竖着 黄中策马 奔到西凉军镇前 剑意有黑的汉子 手拿大刀 正冷眼看着他 如可是华雄 黄中横刀立马 出声鹤问道 华雄见盟军中初一元将领 脸色蜡黄 犹如生病之状 却敢在镇前呼叫自己 本将正是 你乃何人 华某手中大刀 不斩无名之徒 快快报上名来 华雄眼看手中大刀 口中随意问道 就如黄中乃一无名之辈 他懒得搭理似的 哈哈 本将乃大将军 挥下上将黄中 如不过一匹夫而已 竟敢小看黄某 看 刀 话音一落 黄中策马直奔西凉军前 手中握着大刀 横眉树目 听闻是上将黄中 华雄一个反思间 就知道此人是谁了 昔日董卓评论刘鹏 在幽州图露湖人 其挥下有名之将时 这黄中排在第一位 擅使长刀 剑术更难一决 此刻既然知道了是谁 华雄也就收起了 轻视一心 一家马腹 对着同样冲来的 黄中撞去 争 悲声铁气相撞 黄中一刀劈向华雄 战旗上的华雄 也不甘示弱 迎刀而上 战旗交错 黄中的力道之大 直阵的华雄手臂微麻 哈哈 大笑着的黄中 掉转马头 继续冲了过去 华雄此刻长出一口气 再也不敢小觑黄中 微微麻痹的手臂 依然提着大刀迎上 两棲再次相撞 黄中出手速度甚快 在瞬间一刀劈出 直下华雄的头颅 自知不敌的华雄双手握刀 盲迎了上去 试图挡下黄中 这一气势磅礴之刀 争 双刀再次相撞 而使刀攻击的是黄中 防御的却是华雄 黄中刀锋劈出的力道 虽无上千斤 但八百斤的下批力道 还是有的 华雄两手执刀 被黄中大刀 压得脸色黑红 眉目横竖 看样吃力至极 两人都坐在战旗上 一个往下压 一个往上抬 就这么 在阵前停了下来 往下压的黄中大喝一声 刀身之上的劲刀 再次加了一成 直压的华雄 脸色比先前还要黑红 慢慢的 黄中大刀 已经将华雄大刀 压到了其脖子间 只需再下一点 华雄定会承受不住 被往下压的大刀锁斩 啊 华雄使出全力 一声大喊 刀上的力道徐徐增加 只把下压的大刀 慢慢抬起 知道在这么比拼力道 华雄也不会被 斩黄中思索之下 猛地往大刀上 再加一层力气 将华雄的大刀 又压了下去 再骑不住一肩 黄中直收大刀 侧马直奔出二十米 方才回转马头 那华雄早已被 黄中的力道所震惊 此刻骑在马背上 岂能斩得了无 再来 看刀 华雄呼吸了几口气 舒缓了一下 便开口大声道 驾着战旗又冲了过去 轻风吹过 黄中双腿猛登马腹 横刀相迎而上 今次华雄不再与 黄中比拼力刀 双马相遇 华雄这次率先出手 一记开山刀直批而下 黄中见此情形 直到自己慢了一步 便挥刀迎上 争 华雄一刀批下 右手一个抡起 手中大刀换了方位 朝着黄中的脖巾而下 黄中见华雄挽起了刀法 又见那刀 快速劈向自己的脖子 忙扶身于马背上 等刀锋发出的声音一过 抬身一刀而下 夕阳之下 华雄再次被黄中的大刀劈上 今次黄中不再留着力道 全身力道贯穿在刀身之上 那恐怖的力道 直压的华雄 身形勾楼 胯下的坐骑 也慢慢趴了下去 忽然之间 黄中收了大刀 手中大刀像枪式地刺了出去 那刀锋质速极快 眨眼间穿过了华雄的战甲 直刺进那胸膛之中 而华雄的大刀 被提在手中 刀尖朝地 脸上涌上一股不甘之色 低头看着自己的胸膛 那刺进去的刀尖 早已把战甲穿透 血液如泉水般地向外冒出 几个呼吸间 华雄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 通 黄中见华雄 慢慢闭上了眼睛 一把抽回大刀 坐在战器上的华雄 没有了支撑 直接掉了下去 将军被杀了 西梁军前面的小校 惊声开口道 古市征战 领兵将军的生死 关系到全军士气 华雄被杀 西梁军们自知不敌诸侯大军 忙慌乱地逃顿而去 黄中斩掉华雄头颅 剑身后百米处的西梁军 并没有上前给他们的将军报仇 而是一窝蜂式地后退了 那乱哄哄的铁骑声 夹杂着士族的惊呼之声 知道不能耽误 黄中手拿人头 策马直回 率台上 一众诸侯各自心不在焉地 想着他试之时 一声大呼 将他们全部惊了过来 报 禀盟主 黄将军刀长华雄 西梁军不战自退 小笑一脸激动地报道 不战自退 刘鹏一听此话 满脸喜色 忙出声下令道 孙将军 王太守 孔太守 曹校尉 你等四人 立刻率领本部兵马 前去追缴西梁军 本将自领大军后道 诺 四人一听西梁军败退 知道是剑功烈业的好机会到了 盲战起身领命道 对于黄中斩了华雄 刘鹏一点都不惊讶 以黄中的武艺 即使是典威 恐怕也不能胜 更何况那个小小的华雄 黄中虽四十多岁 但其刀法精湛 力道甚大 马战更是卓绝 他等斩了华雄 也算是刘鹏奠定了盟主的宝座 现在黄中已立守宫 剩下就该其余诸侯们出力了 等孙坚等四人离开后 率台上的刘鹏 看了眼剩下的诸侯们 许多人焦急的脸庞上闪着喜色 狠不得立刻出兵 刘鹏笑了一下 淡淡道 诸位也各自回营准备兵马 与本将一起攻取四水关 攻取四水关 四水关乃是天下奇险 如此草率的进攻 恐怕与盟军不利 众诸侯的脸上 一时变得愁疏不定 诸位放心 如今的四水关守兵定不过两千 只要诸位齐心协力 我等诸侯拥兵四十多万 岂会拿不下一座小小的险关 本将此会亲自独占 一日内必客四水关 率台上的刘鹏 眼中闪着角色 口中自信地下令道 诸侯们见盟主都有如此自信 那他们还怕什么 反正攻不下四水关之时 他们也不会受到责罚 可若是攻了下来 还能少得了他们的功劳 诺 众诸侯皆起身领命而去 就在众诸侯离去不久 黄忠提着化雄的人头而进 见诸侯的位子都空着 率台上只有自家主公 与赵云 巡忧 点尾等人 忙将手中的人头往地上一扔 主公 末将斩了华雄 西凉兵不这儿退 刘鹏坐在率台主位上未离开 就是在等黄忠回来 众人瞧了几眼华雄的人头 刘鹏笑着 对下方的黄忠道 汗声今日斩了华雄 不出数月 这鸣声就该传遍大汗了 在刘鹏说完之后 其余众将一脸的羡慕 纷纷向黄忠道喜 主公 末将静观实践孙坚 曹操等人 正点兵马出营而去 不知是为何 黄忠大喜之后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麾下将领如此问 刘鹏当得给其讲解一番 随道 本将让他们去追杀西凉兵了 现在你等也立即回营整顿兵马 随本将前往四水关 一举破掉此关 诺 众将应道 就在众将准备回营之时 刘鹏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着黄忠道 汗声 你今日立此大功 本将一时也没什么好赏你的 就等班师回幽州后 再行赏赐予你 其实黄忠也在纳闷呢 自家主公一直赏罚分明 今日自己斩了滑雄 这么大的功劳为何不提 难道是主公猜忌自己 而一听到此话 便明白 是自家主公想不到赏赐什么罢了 并不是猜忌于他 这些年他跟着刘鹏东征西战 美战从不落后 官位更是做到了一军太守 就在逃董前 还被陛下封为裂后 这一切都源于他 跟对了主公 主公 末将跟您也有好几年了 对赏赐之时并不关心 只愿主公美战用末将做先锋 末将保证美战必胜 必为主公扫清前路 黄忠盲表忠心 一指他不在乎 官位黄忠的言外之意 刘鹏也听出来了 但此时此刻 却不是讨论这事的时机 所以哈哈一笑 白手让众将下去准备 此时天色 已是夕阳西下之时 盟军大军进出攻击四水关 巡忧还是有点担心 在率台上 只留下点位于两次的侍卫时 巡忧忍不住静年道 主公 现在天色已是不早 此时就算盟军到了四水关 恐怕已是入夜之时 也难攻下这座险官 巡忧的担心是对的 但刘鹏却早有计策 公答 为何本将 没有接到华雄前来四水关的消息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我们的探子 在路上遇到了麻烦 第二就是 华雄从洛阳到四水关 一路恐怕都在急行军 话说到这里 巡忧已经有了一丝明雾 诸侯们谁不想建功立业 而此时本将若告诉他们 四水关还有五千兵马未动 他们是否还有胆量进攻就不一定了 刘鹏那英俊的脸庞 闪过一丝狠辣 淡淡地说道 主公 孙坚等人拥有不下五万兵马 但多是不足 恐怕难以追上西凉骑兵 道是这些骑兵进了关 那我等盟军 岂不是做无用之功吗 巡忧还是不解 只好出言问道 对于这个擅长兵法的谋士 刘鹏还是相当尊重的 随道 那些西凉骑兵可以进关 那我等诸侯盟军 就为何进不了四水关 难道那四水关中还有猛兽不成 刘鹏这次虽未言明 可巡忧还是听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华雄麾下的骑兵定会回四水关 而四水关也会打开关门 到时诸侯盟军也能进去 因为此时天色已黑 完全看不清人影 诸侯大军也就能蒙混进去了 刘鹏先前派孙坚等人去追西凉兵 用意却是拖住一部分兵力 等天黑时 孙坚等人没有援军 西凉兵们也会慢慢逃走 继而逃进四水关中 只要那些逃跑的西凉军一进关 早已等候的诸侯盟军也能进关了 看着寻幽明白了的脸色 刘鹏轻笑一声 道 公达 本江也该离开这里了 要不中诸侯该怀疑本江未战了 哈哈 寻幽文言只是轻轻一笑 并不答话 盟军大营外 各路诸侯早已集结好本部兵马 全部列成队形 就等刘鹏一声令下 幽州十万大军 刘鹏今次只带了黄忠 赵云 陈道三人及五万步骑 其余全部留在大营中 由太史词 高揽二人统领 此时太阳已下 天色也开始慢慢变暗 在这座空旷的营地上 各中诸侯人马 全部集结在此 中军大旗下 刘鹏的刘子大旗高高飘起 在中军大旗左右 还飘着各路诸侯的大旗 主公 陈将军已经换好西凉军战甲 现在已经出发 一起踏沉而来 离着刘鹏两米远 轻声说道 刘鹏眉头一书 口中带着点笑意道 告诉书志 刘鹏眉头一礼 拨转马头去 就在那假式离去后 刘鹏才带着诸侯们缓缓前进 速度算不上快 但也算不上慢 此此出战似水关 诸侯们为了建立工业 带的全部都是麾下精锐 盟军族有三十万之众 以这么多的士族 攻下似水关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伤亡恐怕会大上许多 于而望去 诸侯盟军如车水一般 连绵几十里不绝 况且 刘鹏的中军大谷 一路都不曾闲着 在众诸侯的疑惑中 鼓声震撤大地 战其思鸣 人声嘈杂 恶来 派人给各路诸侯传令 命他们将大军留在这里 率侍卫 于本江 缓缓开往四水关 点位到了一声 诺 盲向身后的众侍卫传令 此处距离四水关 不足三十里 几十万人的行军之声 定会惊动四水关中的西凉军 因此 刘鹏只能将大步兵力 放在此处 只率众诸侯前去 当众诸侯再次接了 这个奇怪的军令后 都不约而同地想到 是不是刘鹏要杀他们 但在一想 刘鹏为什么要杀他们 青州目流于 第一个扔下大军 只率百名侍卫前往中军 既然有人带头了 那诸侯们也就不再担心了 各自安排好大军后 率领着侍卫来到中军 诸位 此时天色已黑 四水关中 估计也有战士 我等还是快快行路吧 说完之后 刘鹏率先骑着赤兔马奔出 在入夜之下 奔驰在前方大道上 循幽见自家主公先行走了 忙让点位率领侍卫追了上去 自己则按照刘鹏出发时的交代 令皇忠率领一万铁骑与他同行 而剩下的步骑 全由赵云掌管 诸侯们见盟主都走了 也只能带着侍卫追了上去 袁绍与袁树两兄弟 战骑并列 两人的脸上 各自带着不一样的表情 黑夜之中 看得虽不甚清楚 但周围的侍卫们 手中都拿着火把 大致轮廓还是看得清楚 你说 为什么盟主 让咱们深夜行军 却冰之半路而停下 独帅我等前去伺水关呢 袁绍从小就瞧不起袁绍 因此也不叫他兄长 大大咧咧地问道 袁绍此时还为斩华兄一时耿耿于怀 又听到袁绍 竟连他不称呼一下 也就没好气得到 你若真想知道 为何不去问盟主 反而问我这个副盟主 说完此话之后 袁绍猛驾站起 快速将袁绍给扔在了后边 看着黑夜中那朦朧的身影远去 袁绍狠狠地瞪了一下 心中暗说着袁绍的坏话 他们本是一家人 奈何那袁绍一个树出子 却屡屡坏他好事 他抢个美人回家享用几天吧 袁绍就能讲出一番大道理 还能将这种事说得天花乱坠 最后还要告知叔父袁绍 别人不知道袁绍在冀州干什么 他袁绍却是一清二楚 驾 驾 的声音从战旗上传出在距离四水关三里之路时 刘鹏骑在赤兔马上 望着灯火通明的四水关轻笑道 公达 你看四水关现在灯火通明 其中还夹杂着沙喊声 看来书智不负本将厚望 以成功门混进去了 随后而来的巡忧 紧勒战马 舒缓了一口气 接话道 主公 陈将军既已同四水关中的西凉兵交战 你为何却将大将留在了三十里外 难道关中有什么阴谋 刘鹏在出发之时 就命陈道带着两千精锐 在深夜之时 杨庄城西凉败军混进四水关中 他之所以派臣道如此 便是多做一手准备 战场之上无所不用 他不可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中 可现在看来 西凉军确实放臣道一行人进关了 否则也不会传来如此杀喊声 一瞬间 刘鹏立即下令道 令皇忠率大军开进四水关 助臣道夺下四水 众诸侯也各自派人去将大军召来 左右令骑兵闻令 立刻前去传令 主公有令 皇忠出兵四水关 盟主有令 各路诸侯召集大军速速赶来 呼喊声被淹没在其中 但一众诸侯 还是都接到了命令 满脸的疑惑的 不知盟主在想什么 一会儿叫大军停下 一会儿又派人叫他们速速召集大军 诸侯们虽在心里埋怨 但在明面之上 还是派人回去传了军令 命元帝等待的大军速速前来 皇忠就在离留棚身后不远之处 听到黑夜之中令骑兵之言 大笑着下令 让麾下士族准备好 马上随他进攻四水关 攻答 关中不会有阴谋 但本将身为诸侯盟主 不能将重任放在书志身上 毕竟此计太过凶险 一个不好 恐被识破后 连书志等人也会遇到不测 更何况 本将还是带了皇忠一万铁骑 应该足够恭敬四水关中了 有陈道在里面接应 刘鹏自然不再担心天险的问题 随时轻笑道 主攻至谋出众 看来四水关是唾手可得 徐悠在听闻刘鹏之话后 愣了一下 便出声恭维道 刘鹏不是圣人 麾下谋士拍他马屁 那自然是大笑着硬下了 夜黑风高 四水关内却是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沙喊之声悠悠不绝 陈道手提大刀 身形如旋风般的几个回转 身边便有几个西凉兵倒地 刀尖之上 不知沾染了多少鲜血 那鲜明的盔甲 此时也变得全是血迹 如一尊杀人魔王 在入夜之时 陈道听从刘鹏吩咐 率领千人幽州军 杨庄成西凉败兵 片开了守关之将 混进了关中 因是天黑 西凉剧虽看不清他们的模样 但却能听清他们的口音 西凉人说话之时 对每个字的发音 皆是用声吼出 那音量就比他们 幽州军重了不少 况且陈道也知道 他不可能混进关中的西凉兵营中 对自家主公 有着强烈信心的陈道 在守将不注意之时 率领戒儿们 抢占了关上的城墙与关门 但就是这样 还是招来了大批的西凉兵 幸好似水关的天险 不是白吹出来的 陈道派了五百人守着城墙 令五百人在他的带领下 夺得城门的控制拳后 就地坚守 扑 的一声 面前一名西凉兵 被陈道的大刀拦腰斩断 临死之前 那西凉兵口中喷出了一股鲜血 不偏不倚的正中陈道脸上 将军 兄弟们死伤颇多 一时难以坚持下去 不如我们先退到城门下 等主公园兵到了 道是我等在杀进来 一名军后战甲破损 浑身鲜血淋漓 强忍着伤势 向陈道建一道 陈道转眼一望城门前 见四周 都是西凉兵 他所带的幽州兄弟 所胜无几 再回头看了眼城门 斩钉截铁道 退到城门下 必会失去这个良机 也会让主公功亏一篑 万不能如此 传令下去 让兄弟们坚持住 主公大军马上就到 城门前混战 杀喊声会成一片 鲜血遍地 军后再杀了一个西凉兵后 闪身朝陈道之处 挪移了一下 喘着粗气道 诺 将军 啊 得叫喊之声不停 咚 咚 马蹄奔腾之音 陈道在幽州军多年 对幽州铁骑之声 再是熟悉不过 此刻听到大片的铁骑之声 盲向周围的几个幽州士族喝道 快去打开城门 在砍翻了一名西凉兵后 陈道闪身一奔 直接跃到了西凉兵 涌往城门处的通道上 大刀一摆 虎声喝道 而等鼠辈 快快上来啊 让本将送你们这群贼子去死 如魔王般的陈道一声大喝 果真吓住了钱 要上去阻止打开城门的西凉兵 反手三刀 逼退上前的西凉兵 陈道忽然间全身放松了下来 他已经听到 城门被打开的吱压声 还有那随之而来的铁骑之声 轰隆轰隆地涌了进来 黄中提着大刀 当心而静 见前方一模糊的身影 但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再往近前点 才认出那是陈道 大笑道 说这 你先退后 看老夫宰了这些个西凉贼兵 给你出气 浑身血迹的陈道 向后一闪 将大刀提了起来 口中笑道 多谢汗声 自家兄弟客气个肾 黄中大咧咧的一摆手 催动战马直入西凉军中 本来四水关只有三千手兵 但孙坚等人围剿华雄部下的时候 被逃掉了的三千多人 此时关中 足有六千多的西凉军 陈道与他的一千戒儿 因是在城中 西凉冰施展不开 只好轮番而上 才造成了较大的伤亡 但陈道等人 还是杀了几百西凉军 阻止住了西凉冰封 本就士气不怎么高昂的西凉冰 在黄中站起地横冲一下 开始如潮水般的涌退 黑夜之中 你推我先 互相践踏 哀嚎之声 不停肆无忌惮地屠杀才刚开始 黄中在冲进西凉军之后 立刻挥起大刀 每次刀起 必有一颗人头落地 四水关外 刘鹏带着各路诸侯在三里外 静听四水关的沙海声 来往的军校将关中的军情 也时刻禀报着 这时 各路诸侯才知道 原来刘鹏早有安排 害得他们跟着虚惊一场 上党太守张扬奉承道 盟主真乃神机妙算 只需一个计谋 便让这座号称天下险官 落到了我盟军手中 真是可喜可贺 诸侯们见张扬如此表情 也多有不屑不意 但每个人的脸上还是 强装出一点笑意 也跟着奉承了几句 毕竟刘鹏麾下将领 攻进了四水关 这个功劳 他们是得不了 可能跟着刘鹏赚取点功劳 他们也没有损失什么 这些诸侯当然也舍得几句奉承 过了不大一会儿 四水关中的沙喊声慢慢变小 远望那座险官 此时城墙之上 灯火又多了几把 盟主 盟军大步已到 现在是否进关杀敌 荆周目刘表 在诸侯盟军到后 便骑着快马 来到刘鹏的中军大骑下 一臂之力 何劳一问 虽是如此 但刘鹏还是不想弄得太过难堪 便道 有老景生兄下令 让诸君全部进关杀敌 老夫遵命 刘表骑在战马上哈哈一笑 拱手一礼 便策马而去 夜色衬托下 诸侯盟军如泉水般的 开始往四水关而进 一匹匹战骑先行而进 后续不足也缓缓开进 主公 现在天色已是不早 不若进关中先休息一下 再与众诸侯商议其他之事 寻忧看着深夜下 坐在地上的刘鹏叹了口气 静言道 刘鹏看了看天色 确实已是不早 三十多万的诸侯盟军 如今大多数还在关外呢 各路诸侯也都找得休息着呢 恭答 你说盟军攻下了四水关 董卓会如何应付 刘鹏坐在地上并没有回答 而是另行问了一个问题 寻忧擅长兵法 这猜测人心 却并非他所擅长 因此在短短的一个失神后 寻忧拱手一礼 摇头道 主公 忧愚钝 猜不出董卓会如何 但以优之想法 董卓在得到四水关失守后 定会派西凉大军 前来与我盟军一战 因为除去这四水关 洛阳就只剩下虎牢关一个屏障 寻忧说得不错 四水关一破 董卓定会率兵讨伐 接下来会是一场恶战 也是他向往了好几年的情景 恭答 董卓在洛阳已失人心 即使他的西凉大军再是精兵 本军也不拒 可律者却是天子 在董卓的手里 刘鹏轻声地说了几句 但夏文未及说出 就被前来禀报军情的令骑兵所打断 报 主公 黄将军已率大军 击败关中西凉贼兵 赵将军也已率后军全部入关 正追剿逃跑的西凉贼军 而陈将军 因为在与西凉兵大战之时 受了点轻伤 此时正在关中为主公搭建营帐 请主公一步休息 令骑兵快速将战场上之事说了出来 陈道的武艺 虽不如黄中 典为 却也是难得的一流武将 其战力与态势词 也不会相差多少 为何会受伤 刘鹏在思索间 又想起了混战之中受伤 是在所难免之事 传令下去 让诸侯们也都进关吧 刘鹏担心陈道的亲上 遂吩咐左右道 寻忧深吸口气 与点为一起拱手道 诺 盟军进得四水关之后 因四水关位于行阳县境内 而虎劳关却在城城高县境内 为了紧早到的虎劳关 刘鹏已立即命令副盟主袁绍 带领索部兵马卫先锋 率先向虎劳关进发 孙坚 曹操等四人 在追击西凉兵时 索部受了点轻闯 但也无大碍 华雄的三万骑兵 两万多被这四人联手剿灭 所得的战旗和俘虏 被刘鹏大手一挥 由这四人均分 以弥补先前他没有出兵 住这四人的损失 两万多战旗 其中五成之数 都伤在了战场上 只遇下了一万三千之数 这四人在得到盟主之令 立即将其平分 每人聚得三千多西凉战旗 乐得四人是笑声不停 这么多的战旗 其他没有出战的众诸侯 也是嘴馋 都不约而同地 想趁火打劫一点 所幸这四人还俘虏了一些西凉士族 足有八千之众 士族当兵 只为魂口饱饭吃 当时谁能供给他们饭 他们就为谁打仗 西凉兵好勇斗狠 战场之上 往往能以一敌二 是各路诸侯梦寐以求的精兵 为了平息 没有出战诸侯的不分 刘鹏只好将那八千西凉兵分平 全部送给了各路诸侯 又将曹操等人缴获的兵器 盔甲一起送去 狼多肉少 但就这么点东西 各路诸侯 还是你争我抢了半天 最后刘鹏只好亲自出面 将俘虏 兵器 盔甲按照人头 全部均分 才避免差点因分赃不均引起的内讧 经过四水关一战 众诸侯也都见识到了刘鹏的才能 对其也都是敬佩不已 袁绍出兵之后 刘鹏又下令在四水关修整三日 再出兵虎牢关 对于这个战略 众诸侯也都申表赞同 反正先锋已经有人打了 他们只需去摇旗呐喊即可 并不用出兵攻打 至于说修整几日 对他们来说 那正是求之不得呢 洛阳太师府 这座豪华且雄伟的府邸中 住着汉家天下四百年以来的第一个大贼 妾氏者小贼 妾国者大贼 而董卓不仅是妾国之贼 更是无耻之贼 比起刘鹏来 董卓是更加的肆无忌惮 刘鹏就是要睡河后 也会找个理由偷摸地进行 可董卓呢 他直接是明目张胆地做 夜晚宿皇宫 白日睡太师府 可不管宿睡在哪里 董卓的身边从不缺美女 不管是先帝的嫔妃 还是先帝未曾享受的宫女 董卓都敢染指 更有甚者 是其拥有变态的心理 当美丸弄过一个女子后 董卓若是觉得他伺候得还不错 便会让人戴下去 放在府中留下自己慢慢享用 可若是觉得不爽 那这个女子 不是被成千上百的君汉遭剑 就是被董卓活生生地蹂躏致死 今日也是一样 董卓在自己的府邸中 正蹂躏着宫中带出的一个美人 义父 礼如囚剑 房门之外 一身戎装 威武不凡的吕布手按剑柄 对着房中正盘长大战的董卓 出声禀报道 吕布柄报过之后 便反身下了台阶 对着站在下方暗自焦急的李如道 在下已经禀报过相国 至于相国准不准上书令进去 就看天意了 说完这句话 吕布叹了一口气 再不说话 回身站在道路两侧 吕布的叹息 李如又何尝不明白 董卓是他的老丈人 更是他的主公 他怎生禁言 况且董卓现在日夜沉迷女色 醉在温热香之中 除了残暴之外 其余的一无是处 远不再是那个在西凉之地杀法果决的董卓了 听着房中传出的叫喊声 李如能想象到 他这个老丈人又在干什么 自刘鹏起兵后 除洛阳及西凉一带 还在他们西凉军控制的手中 其余各地不是支持陶董大军 就是互相观望 董卓发出的政令 已在各地行不通 今年各地要供给朝廷的赋税 远不如往年上交之数 其实李如也知道 诸侯们肯交一点赋税 并不是害怕董卓的残暴 而是给那座皇宫中的年幼天子所供 董卓虽是残暴 但诸侯们山高皇帝远 并不惧怕 而汉家四百年的威名 才使得这些诸侯们 给朝廷送了点赋税 让眼前的西凉军渡过了一个大难关 西凉军本有二十多万 董卓进京掌控朝廷之后 觉得兵力不够用 便在各地抢拉撞钉 编练成新军 新军大概有十五万之重 全部分在三府之地驻守 骤然加了这么多士族 吃喝就成了头一等大士 董卓在西凉多年经营 粮草没有存下多少 进京后又将国库的钱财 拿来养活他自己的军队 本来国库就没多少钱 经过董卓的一番折腾 更是见了苦低 无奈之下 董卓便纵兵在洛阳城外 四处烧杀抢掠 所得之钱财 又发放之各军 用作购买粮草之用 今年四月 中原诸侯们 为朝廷送来了一些进贡之物 除缺一少部分用在了皇宫中 其余的是董卓自己用了 就是用那些进贡的钱财 来养稀粮大军 日头已过正午 八月的太阳依然很辣 发出的热光直射大地 李如一介文声 如何能受得了这种天气 但却依然守在外面 尽等董卓完事 今时不同往日 今日前方送来紧急军情 若不在最快的时间让董卓知道 恐怕会酿成大祸 李如站在通道下 头上流着热汗 静听房中的动静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房中的粗喘声也慢慢的变大 终于在董卓一声大吼中 重归于平静 知道此刻董卓已经完事 李如便大着胆子向里面喊道 主公 前方军情紧急 还请速速决断 房中的董卓正 趴在那女子身上休息着 呼听 外面有人喊叫 再仔细一听 好像是他的女婿李如 董卓忙从那女子身上 趴起 并快速地套上衣裳 大步走了出去 李如 你有何事啊 董卓走出去之后 顺手关上房门问道 李如一抹额头上的汗水 忙上前几步 轻声道 主公 今早得报 前军将军华雄 已被诸侯盟军打败 其人也被一名叫 皇中的大将所斩 三万铁骑禁术被杀 四水关 也已被关东诸侯所斩 听闻探报 诸侯盟军在攻下四水关后 副盟主袁绍清领先锋 率领大军 正往虎劳关前进 主公 虎劳关危急 请快快派兵增援吧 李如说完之后 忙向董卓提出谏言 身心舒爽的董卓 听到这些消息后 一脸的愤怒 怒骂道 华雄这个废物 咱家给他三万铁骑 是让他剿灭诸侯盟军的 可他倒好 将咱家的三万铁骑 全部葬送 就连四水关 也给咱家丢了 废物 一群废物 董卓说完后 大步向义士听而去 李如宇在一边 护驾的吕布急忙跟上 到的大厅中 董卓坐上他的太师以后 怒骂道 这些中原诸侯就知道 给咱家找麻烦 这也正好 咱家正好出兵 将这些诸侯一举歼 十万铁骑 率先进发虎牢关 咱家自领大军随后赶到 此次出征 咱家要调集四十万大军 一股作气 消灭这些中原诸侯 尤其是那个曹操 这粮草一事 就由你来督办 董卓一脸冷色地下了 一连串的命令 李如见董卓脸上的表情 就知道其出兵之意已定 便上前三步道 主公卿率王师出征 在下一定将粮草暗示送到 只是那盟军的先锋元哨 其叔父乃是元奎这个老东西 这老东西仗着他是前朝公卿 从来不将相国您放在眼中 此次您正好借此机会 将其全部斩杀 以除后患 看着董卓脸上慢慢有了笑意 李如继续道 您在斩杀了元奎之后 将其人头带到虎牢关 送给元少看看 也将那些中原诸侯 不再心惊胆寒 不敢与您再为敌 李如这话 可算是说到了董卓心里去 自他进了洛阳城后 先是刘鹏压在他上面 人家手中握有大军 后来刘鹏走了后 董卓自己的大军到了 同时他也进入了洛阳城 但他进城后 百官对他的态度 与对刘鹏的纯属天上地下 尤其是那个元奎 自以为他是元氏门阀的家主 处处不将他放在眼里 如今正好以元少造反为名 将其一家全部斩杀 董卓又如何不高兴 奉仙何在 董卓哈哈大笑着 喊起了他的义子 吕布就站在厅外左侧 听闻董卓喊他 忙站出来抱拳道 义父 孩儿在此 董卓哈哈大笑道 奉仙 你率人前去 将元奎一家老小拿下 等本将出征之时 全部祭祈 遵命 吕布自从跟随董卓之后 变成了其贴身侍卫 一般董卓要灭的重要人物 也都是吕布亲自出手 这次也不列外 当吕布出了大厅之后 李如转过身子 看了那道身影一眼 随开口道 主公 十九镇 诸侯可不好对付 他们拥有近五十万大军 其中就有大将军刘鹏的 十万幽州精锐 我军加在一起也就五十多万 且董卓关卡也需要重兵防守 能出战的只有不到四十万 这四十万大军 其中有数十万都是新招募的壮丁 未曾操练就上战场 怎会是各路诸侯的对手 李如的话 让董卓陷入了深思之中 一会儿后 董卓开口问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咱家手中握有天子 若天子被这些贼人掳去 那咱家岂不是成了乱臣贼子 到时那些关东诸侯们 可就成了英雄 董卓能思虐到这些 李如还是很开心的 随笑道 主公这有何难 那些关东诸侯 只不过是想将您赶出洛阳 而您也可以趁机 携带天子离开洛阳 前往长安 董卓听到这话 惊讶地抬眼看了下李如 便坐在太师椅上 眉头深皱 不知在思索着什么 看着董卓下不定决心 李如继续道 主公 长安有寒冠之险 笼山之庇佑 那里地处西凉之境 对我们掌握西凉 也是有足大好处的 李如的话听着很动心 但董卓还是下不定这个决心 疑惑地问道 咱家要是去了长安 那些关东诸侯 会不会继续追来 主公放心 诸侯 其实出兵讨伐于您 完全是受了刘鹏席文的缘故 若您在虎牢关下大战诸侯 并能将其击败一二 如料定那些诸侯 是不会来追的 李如满脸笑意 摇手一指道 董卓一听此话 没好气得道 咱家若能击败关东诸侯 还撤兵去长安干肾 满脸惊讶的李如 怎么也没想到 这董卓真是一时聪明 一时糊涂 无奈道 主公 那刘鹏身为大将军 骁勇善战 麾下幽州铁骑 与我西凉铁骑 并称天下第一 岂是那么容易打败的 再者言 您就是打败了诸侯盟军 可他们都有蜀地折点兵力不算什么 他们都可从蜀地中再次争掉 如此无休止地征战下去 那些关东诸侯 会耗尽我西凉军力 倒是在撤往长安 有足够的兵力 同他们争战了 乱世之中 有兵才能让别怕你 这个道理 董卓还是懂的 在经过李如的一番禁言后 董卓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向长安撤 不过在撤之前 有些东西 还是需早早送去 李如 本相去往虎劳关后 长安的一切事情交由你 你要给咱家把那些个钱财 美人全部送到长安去 省得到时候 手忙脚乱的 在这个时候 董卓还惦记着他的那些个美人 李如在心底间叹了口气 出声道 莫 虎劳关南连松岳珠山 北冰黄河 山岭交错 自成天险 可谓有义夫当官 万夫莫开之 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诸侯盟军在虎劳关外五十里处 早已安营扎寨 银盘连绵几十里 在空旷的地带上 连成一片片 来往巡逻的假释 更是络绎不绝 各地诸侯大旗插遍银盘 此刻在盟军大营中 刘鹏高坐守卫 下方依次坐着刘渝 袁绍 刘表 袁树 陶茜 韩复 孙坚 曹操 公孙赞 王匡 张扬等人 每位诸侯面前 摆放着香喷喷的酒肉 诱人之急 在诸侯们的身后 也都有各自的大将和谋士 作为盟主的刘鹏 则是更甚 身后站着寻忧 典为 黄忠 赵云 太史词 高揽六人 本次出道虎劳关 张淼本是 马上再搭建一座率台的 但被刘鹏蜿蜒谢绝了 开什么玩笑 如今诸侯兵马的粮草 最近都有点紧张 还能再如先前一样浪费 不过幸好的是 冀州刺史韩副派人 从冀州正调运粮草 十日之内便可到达 因此 粮草上也没多大的问题 诸位 先前我等盟军同心同德 已连续攻破多地 其中号称天险的四水关 也已被攻下 这都要仰仗诸位奋勇杀敌 才得此佳计 这杯酒本将敬诸位 刘鹏首端酒杯 起身高昂道 今日是在刘鹏的军营中 摆下酒宴 诸侯们都很识趣 皆起身向刘鹏回了一礼 并干掉了杯中之酒 刘鹏挥手示意中诸侯坐下 才继续高声道 诸位 现在四水关已破 洛阳只留下了虎劳关这道屏障 以本将猜想 董卓知道我盟军 道得虎劳关后 必会率领西凉郡前来争讨 道是我盟军一举攻破虎劳关 请得董卓 也算是诸位名流青史的佳计 此战诸位 等诸侯们喝声停下后 曹操这个武短肩熊口中笑道 盟主 诸位将军 曹猜测道 董卓应该就在近日到来 我等盟军佣兵四十多万 只要立刻攻击虎劳关 必能在董卓赶到前拿下此关 此关一破 洛阳无险可守 将彻底暴露在我等眼前 那是我等扫清奸贼 匡扶汉士 必能轻史留名 曹操话音一落 长沙太守孙坚问道 孟德 虎劳关号称天险之关 关中的西凉军足有数万 据探子得到的消息 关中足有万人 可用之半年的粮草 有万人精兵 和半年可用的粮草 孟德认为 我军可在几日内 拿下虎劳关 这 曹操一时语色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先前曹操认为 虎劳关近在咫尺 诸侯有兵马四十多万 只要出兵攻取 在五日之内就可拿下 那时候 伤亡确定是不小的 但他却忘记了 关中的西凉冰 与其在关中所储备的粮草军械 说到底 曹操还是想率先攻进洛阳城 此时的他 只是想早日进的洛阳 力求天子封赏 好早有一个弃身之地 前次他与孙坚等四人 追缴西凉败军 招募的两万精兵 折损四千多 重伤一千多 西凉军即使是撤退 那战力也不是 他这种临时招募的一兵所能抗衡 战事完毕之后 曹操得到了俘虏的三千多西凉战旗 乐的嘴都喝不到一块 最后轻点伤亡的时候 才知道那一战 他损失了近六千人 两万人的大军 如今只剩下了一万四 兵力越少 在盟中说话的权力也就越少 自懂得了这个道理后 曹操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扩充军力 而要扩充军力 首先需要一个栖身之地 因此曹操才迫不及待地 怂恿众诸侯前去攻打虎牢关 可惜能做到诸侯之位的 都是各地的人精 曹操那建功立业的迫切想法 直接暴露在了众人眼中 一时间 因为孙间的反问 曹操的语色 仗中诸侯也都静下声来 无人开口说话 主位上的刘鹏喝了口小酒 仔细将诸侯们脸色变化 记在心中 开口道 主位 梦得也是好意 我等会蒙是来出贼心汉的 当然要出兵虎牢关 剿灭懂贼 但盟军还需要休整 就得选出一先锋 由他率领本部兵马 进攻虎牢关 主位看谁可担得起此重任 盟军先前的先锋 众诸侯也都猜不到刘鹏是何意 既然袁绍是进攻虎牢关的先锋 那在选谁 都是得罪袁绍建功立业 其实众诸侯都想错了 袁绍才不想做这个先锋 此时见众诸侯都看向了他 袁绍只好装作什么事都没的样子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与平时李贤下士的风度完全不符 袁术则不然 他与袁绍从小长大 观其神色 就知其意 盟主 袁副盟主先前就是我盟军先锋 此地又是在虎牢关地界 在下认为 这先锋应当依旧由袁副盟主担当 袁绍起身看了眼袁绍 嘴角露出一丝尖笑 碎公首师里道 众诸侯都不想得罪袁绍 也都起身顺着袁绍的话来说 听着众人都给举荐自己继续当先锋 袁绍是有苦说不出 他总不能告诉众人 董卓的西梁军太过强大 他不想自己的兵马有所折损 不想当这个先锋 又想到众人是好意 袁绍也就舒缓了口气 向着正坐在主位上的刘鹏道 盟主 少不才 愿继续做盟军先锋 其实袁绍在心里 将刘鹏给骂了千遍万次 奈何人家高居大将军 又是会盟诸侯选出来的盟主 他暂时还不能将其怎么样 但极度之心犹在 本出真乃国之栋梁 汉士之忠臣 明日一早 诸位率领兵马 前往虎牢关下 为本出驻危 主位上的刘鹏青笑着说道 莫 诸侯们见 不用他们出战 只是去给袁绍打气助威 便欢喜地领命道 在与诸侯们 将一些出兵的细节 与营地划分之势谈妥之后 便以明月要早早出兵为由 将众诸侯们打发了回去 其实他今日 是故意让袁绍 做这个盟军先锋 据贾许传来的消息称 在渤海的袁绍麾下谋士 频频与韩副麾下将领接触 并暗地在渤海等地 招兵买马 囤积粮草 接到这个消息后 刘鹏不用想 也知道袁绍是看上冀州 这块肥肉了 可惜冀州这个地方 是他早就看上的 启荣的元氏之人拿去 反正冀州在一时半会的 还不会有什么事 刘鹏正好借此机会 先将袁绍的精锐兵马 消磨一下 再慢慢地收拾他 反正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他拥有幽州全郡 子民 赋税 地盘等 都比袁绍要多 想什么时候攻打冀州 就什么时候攻打 不过在攻打之前 还必须有一样东西 在这个时代中 刘鹏也慢慢地 适应了一些规矩 他要出兵攻打袁绍 就得先有个理由 也就是大义 凡是只要战上大义二字 做起来也就轻松许多 主攻 我军粮草 还有近两个月的 战旗和军线 也都未动分毫 除四水关一战 损失了两千多战旗外 其余各营都无损伤 黄中在诸侯们走后 率先站出来禀报道 刘鹏的心思反转回来 笑道 本将率十万大军 来讨伐董贼 在诸侯之中 实力属最强之人 这些诸侯们 哪一个不看着 我幽州战旗眼红 可他们为什么不敢争夺 那是因为 主攻拥有数万铁骑 又坐拥一周之地 还是讨董盟军的盟主 占据着大义的名分 诸侯们虽然眼红 但却畏惧我幽州军的威名 才不敢打战马的主意 寻忧站在刘鹏身后 微微接话而回道 嘿嘿 诸将都下去准备吧 明日一早进起大军 为袁绍诸威 但还是听令退下 大仗中 现如今就剩下的刘鹏 寻忧 典威三人 寻忧迟疑了片刻 道 主攻 我军距虎劳关 与袁绍军同样的距离 您为何要让原本出去 攻虎劳关 夺得如此大功 攻打呀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本将已经是大将军 就算立下天大的功劳 也不过是一介仁臣罢了 况且 虎劳关岂是那么容易攻取的 袁家四十三功 袁绍更是贤人之名满天下 本将便将这个机会送给他 做看袁绍如何建功立业 刘鹏在说 这些话的时候 语气变得生冷 仿佛间带着一丝寒意 自从讨董开始后 刘鹏就可刻意掩饰自己的性情 不让他这个暴怒的脾气影响判断 但就在刚才 他一想到袁绍一个无能之辈 多有文人雅士争相投靠 而他刘鹏身为大将军 这些年自愿来投靠的文人少之又少 相比之下 刘鹏就有点生气 袁家不过是汉家天下的臣子 说句难听之言 他们袁家 就是刘鹏家天下的仆人 一个仆人都有文人投靠 让他这个主人家情何以堪 他也知道自己的名声 在文人中并不怎么好 很大的缘由 都是他曾经在幽州 无故屠杀过胡人 又曾将广阳的四大商骨家族 全部抄家灭族 这些事情做的都点过了 可事情都已经做过了 他也没有补救的办法 再者言 刘鹏也不相信 没有了文人雅士的辅佐 他就打不下这个天下了 如今他有身安人心的贾许 兵法起谋过人的巡忧 还有善于处理政务的举授 最后还有一个精通星象 兵法 为人刚正不阿的田丰 有着四人的辅佐 他不幸没有了文人雅士 他就统治不了江山 最重要的是他自己 他精通于两千年的历史 对大致的历史走向 和一些重要人物 是最为清楚的 正因为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他才能事事表现得易于常人 给人一种智谋心计 且都非常人的感觉 包括正站在他身边的巡忧 对他的志迹 也是佩服之志 主公 据文和所传的书信来看 袁绍此人所谋者甚大 您不该给此人出头的机会 若他真的攻下了虎劳关 那就对您的盟主之位造成了影响 寻忧在三思之后 还是说出了他心中所想 刘鹏知道 袁绍是攻不下虎劳关的 那是因为有前世历史作为借鉴 但寻忧不知道 却只能猜出董卓要来援助 却不会猜到是哪天 公达不必担心 袁绍是攻不下虎劳关的 自信的羽生 从刘鹏的嘴里淡淡飘出 跟着刘鹏的这些日子 寻忧对这个主公的脾性 也算了了解了一些 随道 主公休息吧 在下先行告退 刘鹏其实是故作出一副淡淡的样子 为的就是 寻忧赶紧下去 恶来 曹英有什么动静 刘鹏一概淡淡的表情 换来的是一副民众之色 高大憨实的点位向前两步 手安剑柄 回道 主公 您让俺派人盯着曹英的可疑人物 但俺 已经派了十多名兄弟前去打探 至今却也没探出什么消息 只知道 曹操新进得了一名谋士的辅助 曹操得到谋士辅助 刘鹏脸色一变 急忙问道 可探出此人姓甚名谁 主公 下面的弟兄 也只是在老远听见曹操管那人叫制裁 点为见此情景 速将知道地说了出来 制裁 在三国 之时 叫制裁的只有一人 那就是戏中戏制裁 当年陈道派人去尹川足足几个月 也未找到这个人 后来他不死心 在这些年中 一直派人打听 郭家与戏制裁的行踪 郭家倒是好找 那似经常留恋九四之地 非常容易找到 反而是这个戏制裁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派人四方打听 却连根毛的消息都没探听到 如今在这个时候 他竟然再次听到了这个人的名字 如何能让他不激动 整整想了好几年的顶尖谋士 如今就在他大营不远 在激动过后 刘鹏才想起 此人现在是曹操的谋士 以此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声明 应该不会让曹操今日出此婚招 难道那曹操有阴谋 这么一想 刘鹏仔细地 将曹操所说之话回忆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其可疑之处 任凭他怎么猜想 也未想出个所以然后来 既然想不出 刘鹏也懒得再想 楚生吩咐道 恶来 派人盯紧那个曹操的那个谋士 必要时 可用非常手段将其劫掠回来 但不能让人发现 主公放心 俺这就派人去办 点为虎目声声 抱拳一礼道 有点为去办此事 占其飘扬 鼓声大动 城牌甲是手握长枪钢矛 盟军城方阵列在虎劳关前 刘鹏身着戎装 手提长枪 端地是英俊非凡 袁绍大军为先锋 狩猎于虎劳关外 身后是各色惊奇的诸侯们 文丑出战 袁绍立于大旗下 口中大鹤下令道 诺 文丑的令后 手提长枪冲出阵前 策马直奔虎劳关下 城上的西凉军听着 本将乃是渤海员工帐下 文丑长枪横立 口中鹤声四传 西凉冰早已得到诸侯盟军 攻破四水关的消息 如今见盟军又来进攻虎劳关 各个心惊胆战 静若寒暄 他们只有不到两万人 而关下的盟军 足有几十万之众 那密密麻麻的士族 如山海一般 文丑的大鹤之声 令官上的西凉冰们 一阵犹豫 听着 董贼倒行逆施 霍乱天下 茶毒生灵 而等只要开关现降 我家主攻定会定玩 等加关进绝 虎劳关下 文丑大声喝出 昨晚袁绍帐下谋士 所交之际 万里天空 阴色沉沉 秋风扫过 关上的西凉冰们 一阵恍惚 此时或多或少 都存了一些投降的心思 兄弟们 别听那黑脸贼的胡言乱语 董相国已率四十万熊师出京 再有一日行程 就能前来虎劳关 关外的那些诸侯们 岂是相国的敌手 兄弟们在想想 我等在西凉的家小 可都在相国的手中啊 关上一名西凉军后 手按腰间佩刀 樱幕扫过关上的士族 悠悠开口道 刚才已经有了点骚动的西凉兵 在听到军后的劝言后 不由得都灭了此间心思 董卓对背叛者的手段残酷很辣 若他们今日背叛董卓 那远在西凉的家小们 定不能安生 况且那军后威望极高 平日中对他们都有恩情 此时也能反叛 最重要的却是 董相国亲率四十万大军出京的消息 这些士族们 起了头靠诸侯的原因 就是诸侯是大 他们害怕关破之后无路逃生 现在则不然 有了这条稳定人心的消息 西凉兵的拒敌之心 也慢慢地随风 去 军后一脸的欣慰 心中直呼 李如神人 原来李如早就猜测到 西凉兵会因为似水被迫 诸侯是大等原因 会起套靠诸侯的想法 便早早派快马将应对之法交给军后 让其安心等待 董相国不日就会前来 关下 袁绍远望到关上 西凉兵若有所动 但在一会的时间后 又平静了下来 他一时也猜不透 到底发生了何事 再过了一会儿 立于万军阵前的文丑 见官上已经毫不动静 不由地恼怒喝道 鼠辈们 既然你等选择做懂贼找牙 就下来同某家相抖一番 可敢否 虎声经空气传递 一拳步落入西凉军儿里 先前说的军后听闻此话 探出头来 看着官下 那黑色战旗上的虎将 口中不屑道 匹夫 我家相国不日就来 他老人家身边的吕布将军 有神将之勇 一赶长脊 会进天下英雄 如你这般的满汉匹夫 只有送死之分 还不速速退去 军后的贺声传至官下 官前的袁绍兔文董卓要来 盲出声将文丑给照了回来 主公 平墨将手中长枪 跨下骏马 定能为主公拿下此官 文丑回到中军大旗下 横枪立马 脸上带着豪气之色说道 袁绍见麾下将领如此豪气 也跟着道 如乃我麾下大将 区区此官当是可取 不过袁绍说到此处 话锋一转道 你可听到那董卓要来 是的 主公 董卓的戏良兵 号称无敌于天下 麾下的吕布 李雀 郭四更是有万夫不当不勇 而我只有你一元大将在此 万万难敌 袁绍仰望那巍峨显观 口中带着羡慕之色道 袁绍的话刚一出口 文丑便是一阵福气 但碍于自家主公在前 并没有说甚言辞 只是那张有黑的脸上 布满了不服之色 来人 去禀报盟主 就说董卓率领大军 已在赶来的路上 本将请求退兵 令骑兵抱拳一礼 策马顺着阵前而过 向盟军的中军大旗下奔去 袁绍本就不愿 当这个先锋 是众诸侯共同推举他的 现董卓竟然来了 正好顺了他的心意 让他有了保存兵力的借口 离前军袁绍不足无礼之地 诸侯盟军排成整齐战阵 为其以助声势 报盟主 我家主公接到董卓要 前来援助消息 特派再下来 请命退兵 令骑兵奔到刘鹏的中军大旗下 忙下马势力禀报道 退兵 这是可能的吗 刘鹏为了折损袁绍的兵力 岂会让他轻易退兵 回去告诉袁先锋 董卓大军尚未前来 让他立刻进兵虎牢关 其在赤兔马上的刘鹏 一脸冷肆地下令道 令骑兵不蠢 听出盟主的语气不好 忙领命而去 主公 袁绍不想步兵攻打虎牢关 并不是因为惧怕董卓 是他想保存兵力 已待在以后的时日中 可以捞到好处呀 看着令骑兵策马奔腾的身影 巡忧打马向前移了一步 口中含笑道 好处 诸侯会盟乃是为剿灭董贼 扫清还宇 还大汉百姓一个太平 他却为了一点私心 不想与董贼交兵 实是愚蠢之极 周边都有士族 为避免有他人的耳目 刘鹏一脸正色道 巡忧愣了一下 碎攻守退后 已经准备退兵的袁绍 在接到刘鹏强行进攻 虎牢关的命令之后 一脸气愤 刘鹏这是故意要折损他的兵力 若他不听令 回去后 少不得要至罪于他 虽说他是四十三公的原家之人 但擅自退兵 不听将领的罪责 可不好推脱 三思之后 袁绍转身恼怒地看了眼身后的诸侯盟军 狠声下令道 听本将令 攻城 无理开外 刘鹏冷眼看着袁军士族抬着云梯 呼啸般地向虎牢关冲去 那喊声惊天动地 袁军还未冲到关前百米处 便让关上的西凉军一阵箭雨 密集的箭雨 冷冷射进袁军士族身体中 那哀嚎之声尽起 不过为了剑弓立业 还是有士族拼着 被箭矢射中之险 手提兵器罩着冷冷的 箭雨冲了上去 成牌的袁军 在箭雨下命归西天 袁绍眼看着自己的士族 成片地倒在血泊中 双眼欲喷怒火 跨坐在战马上的身子 不由地微微颤抖 这次他来会蒙 所带权势精锐假释 本想保留点兵力 在以后的陶董之战中 或是在暗取冀州之势上 留一后手 可此刻他那精锐大军 在力剑之下 不停地倒下去 阴沉的天 似乎也在为袁绍不攻 慢慢地下起了秋雨虎牢关前 援军冒着血雨 终是为摸到城关之下 便被西凉军狠狠地射了回去 主公 我军伤亡甚大 当速速退兵 已途日后啊 就在袁绍身边 一文是打扮的中年人 看着漫山遍野的死尸 忙催马向前一步 静言道 细雨秋风间 袁绍在雨水的轻尸下 掩望官下 那正败退回来的士族 头也不回得到 子远 本将如何不想撤退 但刘鹏却让本将攻取虎牢关 你说 本将敢不遵命否 中年人将关前的情景全看在眼 只见袁军士族退回来后 又被督战的军士驱赶了上去 知道不能再这么送死了 中年人忙道 主公 这些士族可都是精兵 为你取冀州立足 有莫大用处 若都战死在虎牢关下 对您成千古 霸业不利 还请主公速速退兵 中年文是没有回答袁绍的话 而是只袁绍喜麾下之人奉承 便将大叶放在前面 他相信袁绍会采纳此建议的 袁绍战旗一声尖叫 似是受不了秋雨的施打 坐在战器上的袁绍也好不到哪去 盔甲外面已被雨水打湿 眉头之上的雨水也滴答了下来 刘鹏问本将之最实 可该如何应付 看不下去的袁绍 将头转在一边 向中年文是问道 风雨交加 战鼓不停 沙喊声会成一道道 顺着前方传了过来 听到此话 中年文是知道 自家主公已经动心了 于公而言 他认袁绍为主 为其出谋划策 乃是应当之事 于此而言 他前来投奔袁绍 就是看准了袁绍能成大势 在袁绍未成大气前 万不能一蹶不振 否则 他也只能另找一人辅佐了 但其他诸侯 在他的眼中 不是出身低贱 就是匹肤粗汉 不值得他辅佐 主公 刘鹏虽是众诸侯的盟主 可您也是副盟主 此时天降大雨 功取官城不利 您暂时撤兵 是为了修整军力 来日再战 亮那刘鹏 也不会对您怎么样的 中年文是思索了几下 未有太好之计 便将下策道了出来 虽然这是下策 袁绍也能想到 但从中年文是的口中道出 无疑给袁绍增加了一份底气 传令撤兵 一声大喝 从袁绍口中发出 早已在两侧等待的令骑兵 立刻飞马而出 冲前方 公关的士族处奔去 在飞奔间高炕道 主公有令 传令撤兵 撤兵 早就不愿送死的士族 吐文此音后 忙扛着兵器奔了回去 诸侯大军 中军大气之下 刘鹏看着援军士族 像乱兵似的奔了回来 便知袁绍以下达撤兵令 风雨之下 刘鹏嘴角冷笑一下 望着 在雨水中变得模糊的虎劳关 看了一眼 传令道 今日天降雨水 不是攻取虎劳关 传令中诸侯撤军吧 诺 令骑兵在得到将令后 飞奔出去传令袁绍都已撤兵 刘鹏知道这个凭借私自撤军 不听军令等罪 暂时还是动不了袁绍 不过却可以略施小计 今日袁绍在战场所为 众诸侯也都以为是盟主下令之缘故 毕竟当时秋雨缠绵 加上虎劳关一手难攻 他们也都看见袁绍军伤亡颇多 回到大营 刘鹏立即派人将各路诸侯请来 诸侯们有的三里之外 有的在十里之外 一时难以全部聚齐 身为盟主的刘鹏 便安排军事上了酒宴 给当下而来的诸侯们 洗去秋晨 入夜 幽州军中军大营 刘鹏于往常一样端坐守卫 下方则一次坐着各路诸侯 身为副盟主的刘鹏 袁绍二人则坐在两侧守卫之上 正在袁绍心中坎坷不安之时 刘鹏初音问道 本初 今日你擅自退兵 本将本不欲追究 但无规矩不成方圆 经本将与各路诸侯商议 近日粮草短缺 就不先给本初锁步了 什么 右侧守卫的袁绍当闻此话 一脸的不相信 各路诸侯中 与太原家有千丝万缕之人不在少数 他们怎么可能同意此事 慌乱之中 袁绍转过身子 看向那些诸侯们 但在坐在各路诸侯都是人惊 一见袁绍看过来 则全部低下头颅 不去对视 诸侯们的表情 让袁绍心中一凉 同时在最深之处 又有一股愤痕 他在虎牢关外血战 众诸侯们却躲在身后坐享其成 如今因为他不听将领擅自撤兵 盟军就要断了他的粮草 诸位 本将今日受了点风寒 麾下将士也伤亡颇大 已难以担当先锋大任 袁绍坐在位子上 装作一副不痛不痒的表情悠悠说道 这点刘鹏早已想到 轻笑道 本初既不愿再担先锋之人 也罢 正好董卓不日就来 诸位可整修兵马 来日本将轻为先锋 为盟军出战西凉兵 盟主威武 诸侯们才不管谁做先锋呢 只要有人在前方攻关 他们能渔翁得利就成 长沙太守孙坚 在同众人应声过后 出声道 盟主深袭我四十万大军之生死 能自认先锋 迎战董卓 时让孙坚佩服不已 但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坚虽不才 但还是愿为盟军出力 率先迎战董贼 孙坚自寝之言 让刘鹏一阵窃喜 这个孙坚见董卓青来 必是想在天下人眼中 一举击败董卓 提高他自己的声望 可董卓哪是那好击败的 孙坚这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看诸侯们都在思想低语 刘鹏盯着孙坚起身道 文台英勇 真乃汉氏之幸 如此就有劳文台了 盟主客气 此乃兼之荣幸 孙坚朝在座诸侯拱手义礼 对着盟主之位上的刘鹏高音豪祈祷 既然有人接了这个先锋之位 众诸侯便开始高音纵谈 只有袁绍是一脸的冷色 脸上的表情如千年寒冰一般 在心中 袁绍已将刘鹏 孙坚二人 视为他日必杀之人 在他眼中 刘鹏数次欺辱于他 是他生平第一必杀之人 而孙坚却是在刚才 出生自寝出兵董卓 而修认于他 谁都知道 这个先锋是他袁绍推辞过的 而盟主刘鹏要亲认先锋 正是他所愿意看到的事情 孙坚却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不是打他的脸吗 因此气愤至极的袁绍 不仅看刘鹏不顺眼 捎带着连孙坚也看不过 至于那些诸侯 袁绍在心底 则是更相信 他们是受了刘鹏的胁迫 才不得不一起坑害于他 没有了盟军粮草的支持 他的大军 可该如何因过眼前此官 将怒气强压下去的袁绍 不得不考虑粮草的问题 盟军粮草总调官 乃是陈留太守张淼 此人与他原家关系不错 昔日与他在洛阳 还算是知交好友 找此人应该能暂接一些粮草 应付过眼前的危机 袁绍一边喝着闷酒 一边在心中暗暗想到 在同诸侯们谈论了一些事情后 刘鹏便让众人散去 明日还要迎战西凉兵呢 虽无准确情报 但刘鹏还是判断出 董卓应该就在近日到达 其实在袁绍白昼之时 提出董卓率领大军要来后 刘鹏便知道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了 吩咐巡忧让 麾下的士族 吃得一顿肉食 喝得一些美酒后 刘鹏才合夜而睡 一夜秋雨 几经缠绵 二日 雨依然在下 诸侯盟军大营鼓声躁动 人声鼎沸 主公 巡忧一身纹饰长袍 上面沾染着雨水的痕迹 慌忙静得刘鹏请帐中呼道 正做着美梦的刘鹏 隐约听见有人在喊 忙睁开眼睛 见是巡忧正 站在帐中 脸上带着焦急之色 公答 外面为何如此之吵 可是出了什么事 揉了下眼睛的刘鹏 慢慢起声问道 巡忧缓了一下神情 才开口道 主公 今日沉时 董卓便率军前来挑战 长沙太守孙坚 独自迎战 被董卓麾下大将吕布所伤 现在是曹操不将 正与吕布大战 那你为何不在董卓挑战时禀报 刘鹏一听董卓来了 而且听其话都与孙坚大战了一场 忙起身套上 盔甲问道 刘鹏的问话 让巡忧脸上一阵无奈 难为时的道 在下本想一早就来叫醒主公的 可点将军将在下挡在外面 说是主公未曾召唤 不得入内 那现在 为何恶来又将你放进来了 刘鹏套上盔甲后 拿起了利于一边的白龙枪 反问道 在下说尽好话 才得到点将军准许 巡忧不明白 战情如此迫切 自家主公却不关心 反而问自己这些小事 但他还是如实相告 收拾好仪表之后 刘鹏走出营帐后 道 命令皇忠 赵云 太史辞帅本部兵马 于本将出战陈道 高揽二人负责守卫大营 以防戏梁军成乱结营 诺 跟在身后的巡忧 忙下去传令 巡忧下去传令后 刘鹏看了眼力于战外的点围 笑着道 乐来 击鼓巨将 诺 东 东 战鼓响彻 秋雨连绵 中军大仗中 刘鹏挥下将领全聚于此 皇忠等人在得到董卓率兵进犯的消息 急的是热锅上的蚂蚁 奈何他家这位主公还未起床呢 没有他家主公的军令 他们这些大将 可不敢私自出兵 等巡忧传达了刘鹏的将领后 众将们这才散去 准备出兵事宜 与刘鹏一样的各路诸侯们 也都得到了董卓率兵进犯的消息 又听闻盟军大营传出的击鼓之声 忙往刘鹏的盟主大营而来 刘鹏此刻独自坐在主位上 暗自想着 以曹操的实力 可以拖董卓一时 却拖不了太长时间 毕竟吕布的勇武 在这些年中 他也听过多次 等诸侯们来到之后 刘鹏仔细地敲了一下 却是没有孙坚和曹操二人 当初在安营扎寨之时 他便将这二人的营债 划分到最前列 为的就是西凉军来战之时 这二人可以率先挡住敌军兵封 诸位 董卓来了 就在盟军前因之外 其麾下大将 吕布伤了孙太守 现在正同曹操所部交战 诸位可有兴趣 同本将一起出战吕布 刘鹏明目闪动 看着众诸侯缓缓缓说道 董卓来是如此之快 众诸侯们虽然先前已经知道 但还是被此话惊得一愣 片刻之间 各路诸侯竟起身 拱手道 诺 对于诸侯们的表现 刘鹏是早有预料 纯王齿寒的道理 这些人还是懂的 好 诸位现在回去各点本部兵马 随本将出战董卓 一声令下 众诸侯皆各自离去 准备出战事宜 诸侯前军大营外 西凉三十万大军陈兵在前 战阵整齐 羌毛鲜明 在西凉军前的 却是孙坚与曹操的兵马 有四万多兵力 与对面的董卓大军一比 如同流星笔狮子 丹阳队群狼 即使孙坚 曹操二人在前方排列着近万骑兵 但与董卓那漫山遍野的骑兵相比 还是差得太多 中军大骑下 孙坚捂着右臂 看样子疼痛难当 坚毅的脸庞 还浮现出丝丝冷汗 文台兄 盟主的大军为何还不到 旁边的曹操骑在战马之上 与孙坚并列于阵前 望着那密密麻麻的西凉郡 开口问道 孙坚也在奇怪 甚至心里都在想着 是不是刘鹏不打算出兵相救 但在心底间 还是希望刘鹏能出兵相救 毕竟他身后的四元大将 已经是三清一众之伤 但为了鼓舞军心 孙坚还是出声应承道 孟德兄尽管放心 盟主大军定在赶来的途中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丝缝隙 但愿吧 曹操极不自信地探导 西凉军中 董卓坐在豪华战车上 远眺对面的孙坚 曹操军大骑 虽然秋雨微小 可距离千米之远 董卓还是看清了 对面那捂着臂膀的孙坚 立于董卓身边的吕布 头戴三叉术发紫金术发关 体挂西鼠红锦百花袍 身披兽面吞头连环凯 妖极乐甲玲珑诗蛮带 端帝是鹦鹉不凡 义父 为何不让孩儿率兵冲过去 砍了孙坚 曹操二人的首级 吕布骑在骏马之上 一摆手中方天话己问道 董卓看了眼吕布 哈哈大笑道 奉先我而英勇 那孙坚 曹操二人 只是一介鼠辈 随时可杀 况且 你已伤了他们鼠原战将 更是砍了三颗脑袋 此战我西梁军已战先机 可律者是那诸侯大军 为何迟迟不来相援 难道他们 是想坐看孙坚 曹操兵败 或是那些关东诸侯时的诡计 董卓话音一转 疑惑地自言自语道 其实在董卓的心里 对刘鹏还是有些畏惧的 昨晚他到的虎劳关后 听闻白昼之时 诸侯大军已经在进攻虎劳关 便令大军立即休息 二日天亮之时 就沉冰于诸侯大营前 以此达到震慑目的 董卓长年征战 岂能不知 他的西梁大军连日劳累 此时正是休息之时 可虎劳关之军情已危在旦夕 因此 他一早就出兵 却并让大军上前厮杀 否则孙坚 曹操二人早已兵败 哪还能在此刻 依然立于西梁军对面 吕布听到董卓的自言自语后 并未回答 而是一双虎目 直视前方敌军身后 因时秋雨时节 战骑在奔腾间 速度慢上不上 地面全是泥泞 所发出的踏地之声 也就并不明显 但吕布常年习武 耳聪目明 虽不能听到百里之外的马蹄之声 但距离十里之远的铁骑之声 还是听得出来 在过了片刻后 马蹄之声越来越是明显 吕布将方天化己到插于地下 朝董卓抱拳一礼 道 义父 前方应该是诸侯的大军到了 马蹄之声沉重 应该是北方战骑 坐在战车之中的董卓 虽没有听得吕布那么仔细 但常年领兵的经验还是告诉他 那隐约间的铁骑声 正是从前方传来的 再结合吕布之言 就能肯定前方必有诸侯大军 嗯 为父也听到了 待会儿你再出战 杀一些诸侯的大将 给他们看看 我西凉军的威武 既然是震慑敌军 董卓当然不能摆花架子 还要来一些实力 而吕布则是他最大的依仗 因此 在诸侯大军卫到之前 便安排到 嗯 董卓的意思 吕布还是明白的 在他眼中 那些诸侯的将军 全是一些窝囊废 不值一提 他有胯下宝马 手中画脊 在那些窝囊废 如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西凉军有四十多万 其中张继的五万大军 不妨于虎劳关左侧一带 繁愁的三万大军 不妨于虎劳关右侧 又在虎劳关中 留了两万人马 因此董卓所带出的西凉军 只有三十万 其中就有吕布的三万兵州军 其余大军有李雀 国四 胡枕三人手中 战车上坐着的董卓 眼神盯着前方目不转睛 心思却飘到了两年前 他收的三元大将身上 传令 照刘备前来 战车之上的董卓一声令下 早有专门传令的 骑令策马奔出 急往大军后方而去 在铁骑声越来清晰之时 一单人单骑的西凉将领 到了董卓战车前 这原将领 大概三十多岁 面色微白 两耳大于常人 下了战旗后 此人拱手长长一一 不卑不亢道 向国照备前来何事 战车上的董卓见 此人之神情 便笑眯眯道 玄德 咱家与你姓氏也有两年多了 这两年中 你们三兄弟 可是帮了咱家不少忙 这些事 咱家都记在心底呢 话说到这个程度 刘备也已知道董卓的意思 便开口道 向国收留之恩 被日夜不敢相忘 若向国有用的上辈之处 请尽管吩咐 被三兄弟义不容辞 刘备说完这话之时 脸上已带着淡淡泪痕 即使心残如董卓 此时也不禁被刘备的大义所感动 玄德 当年刘鹏诬陷你之事 经过本江查探 已经水落石出 在出京之前 咱家已禀报天子 还你清白 董卓在感动之余 立即将示好之言道 谢相国大恩 贝等三兄弟 当年受刘鹏诬陷 不得不远离京师 信蒙相国收留之恩 才让贝等三人 不至于受奸人杀害 刘鹏听闻 董卓已让天子还他清白 忙开口谢道 在谢过之后 想起他出京之后的事情 刘鹏又是一阵恼怒 继而开口道 刘鹏名为宗卿 实为汉贼 如今他敢揪击葛禄诸侯 背叛朝廷 实乃大逆不道 贝愿请命出战刘鹏 必杀其枝 为朝廷除害 为天下百姓除害 刘鹏一番慷慨之词 听得董卓是连声道好 董卓也未料到这刘鹏如此识相 看来他用这刘鹏算是用对了 好 选得既有除贼之心 咱家就让你三兄弟 今日前去会会刘鹏 战车上的董卓笑着说道 伸手拍了拍刘鹏的肩膀 被拍了肩膀的刘鹏 此刻却是兴奋异常 脸上的激动之色 一傻而逝 他能沦落到这个地步 全败刘鹏所赐 若不是刘鹏诬陷他祖姓 张 他也不会在当年出了京城后 无处可去 董卓是什么人 那是妾汉大贼 天下人人得而诛之 他刘鹏乃是正宗的汉氏后裔 岂能屈居于董贼之下 他两年多来 围的就是等天子还他清白 那时就是一盏宏图大业之石 相国放心 被这就将关张二弟召来 我三兄弟就在这虎劳关下 为朝廷除去叛逆 在董卓的含笑相望下 翻身上马离去 也许前世就是冤家的缘故 吕布在刘备走了之后 立即道 义父 这大尔贼三兄弟 射属一窝 齐心不轨 您不该将四万大军交于这三人 吕布之言听在董卓儿里 却只是嫉妒 在洛阳之时 李如就告诉董卓 刘备三人可用 奉先 大敌大当 先不谈这些事 你看那曹军后是什么 董卓眼望前方 手指对面曹操锁步问道 吕布转目一看 只见那曹军大骑后 有无数惊奇闪动 而且前方的曹军与孙坚军两侧 有无数骑兵聚集 义父 是敌军来的大补援军 惊奇飘扬所致 现在敌军立足未稳 孩儿愿轻率铁骑冲锋 吕布虎目将对面敌军所动 看得一清二楚后 回身对着战车上的董卓道 董卓虽看得不是多清楚 但也见前方乱糟糟的一片 密密麻麻的士族 汇聚在那空旷之地 奉先我而不可 你看那诸侯大军 虽乱 但两侧 却有骑兵相护 若你率领铁骑冲阵 则会被两侧的骑兵所为 董卓不愧是沙场老将 仔细观察之下 立即做出了决断 时间像风一样 诸侯盟军在那空旷的野地上 开始大批集结 山海般的士族 一眼望不到尽头 秋雨雾下 盟军在小半个时辰内 陆续抵达 纷纷列好战阵 刘鹏身为盟主 他所处的位置 乃诸侯盟军的中军 左侧是刘于等人的兵马 右侧是袁绍等人兵马 呈拱护制形状 将刘鹏围在中间 幽州军在巡幽的布置下 以太史词的战车兵为前 左右是黄中 赵云所部的铁骑 在最前方乃是诸侯们 麾下盾牌兵 一字排在盟军之前 盟军除留守大营的将士外 其余进阶列于阵前 足有三十多万 与对前的西良郡一样 一眼看不到镜头 留自大旗下 身着金黄战甲的刘鹏 手提长枪 一脸肃木之色 在刘鹏的左右 乃是黄中 赵云二将 身后分别是点位与寻忧二人 在最前的乃是太史词 诸将都在暗自宁神戒备 此等大战百年难得一见 惊信他们有此机会 若不上战阵之前一举扬名 岂能对得起他们一身所学 东 东 东 战古响 惊奇阳 秋风萧瑟 细语连绵 一匹黑色骏马 自袭梁军阵中冲出 他泥泥奔腾于两军阵前 诸侯们听着 某家乃武员吕布 奉向国之命 前来取二等首级 两军阵前空旷地带 吕布勒马停蹄 守直方天化己扬声高鹤 诸侯这边 刘鹏早就说过吕布的勇武 但诸侯们都未亲眼所见 此刻见吕布丹琪 就赶出阵挑战 据认为这是斩杀吕布的时机 吕布修狂 河内方越来也 自盟军中冲出一员大将 急奔奸鹤道 诸侯们见张扬派出了 河内名将方越 都想自己挥下能斩的吕布 北海太守孔荣白手令道 武将军且去相助 为盟军斩的吕布 诺 一员面色有黑 手持大锤的虎将冲出阵营 急追方越而去 电光火时间 盟军以两员大将冲出阵营 刘鹏见得有人出战吕布 又听先前之人自称方越 后去之人虽未曾报之姓名 料想与那方越必是一样 拒不是吕布的对手 便轻微哀叹一声 方越跨坐战骑 扬枪奔吕布先去 吕布匹夫 失无一枪 方越奔驰而来 见吕布丝毫不看他 反而在抚摸马背 便怒吼一声 提枪而刺 长枪未到的吕布身前 便见一杆长挤从地而起 直披在枪身之上 光 立一声响 长枪被震落于地上 方越一脸震惊 双臂微微颤抖 虎口间缓缓流出一丝鲜血 画几字震落长枪之后 一个反转 几肩自方越胸前而进 穿心而过 被穿心而过的方越 口流鲜血 微微低头一看 见自己胸中插着一柄铁气 鲜血咕噜咕噜般地冒出 双眼慢慢黯淡了下去 致死他都不幸自己被杀 而且是一招 吕布脸上毫无喜色 十几大力一扬 方越如像偶般被甩出去 只被扔在八米之外 尸体 砰 的一声掉落在地 从交出到现在 在众诸侯看来 只是一个眨眼间 几方将领便被杀死 震惊 诸侯们一脸惊涩 谁曾见到过如此勇武之人 只一招就杀死了一员大将 吕布竖子 吃某家一锤 诸侯们震惊之时 忽听镇中一声大喝 众人急忙相看 却见那北海武安国手持大锤 奔到吕布身前大喝 两个回合间 刚才还气势磅礴的武安国 此刻锤子掉落在地 一只手臂也被吕布斩下 鲜血正滴答般地流淌着 武安国单身拽着战马缰绳 击往诸侯军而来 手持方天化解的吕布 侧马紧追其后 说来也巧 武安国所逃之方向 正好是公孙瓒所步 公孙瓒常以一时自居 此刻几军将领前来寻救 岂有不救之理 忙侧马而出 手持大刀奔向吕布 将一只手臂的武安国放进阵中 公孙瓒虽武艺超群 可碰上吕布 不到三个回合 便败向一路 忙拨马而回 吕布见公孙瓒逃了回去 便策马直往刘鹏的 中军大骑对面奔驰而去 刘鹏 汝不是十九镇诸侯吗 汝不是一杆长枪 汇敬天下英雄吗 今日吕布在此 何不出来与某一战 两军阵间 吕布立于中介处 仰马鹤声相道 主公 万万去不得呀 您乃十九镇诸侯盟主 岂能轻易犯险 中军大骑下 巡忧见自家主公 准备应吕布之邀 准备出战 盲拍马上前 苦心劝道 这时 黄忠 赵云 点为三人 一出声相劝 主公 居居吕布匹夫 看某家取他头颅 陷于主公 黄忠提起长刀 在马背上一声笑道 侧马奔出阵中 呼见黄忠出战 刘鹏脸色一变 盲下令道 子龙剑法超群 若见汉声不敌 立即以剑矢接应 恶来备好武器 准备出战吕布 诺 二人盲出声相应 黄忠是见自家主公 准备出战 恐拦不住 才私自出战吕布 为的就是害怕 自家主公不敌吕布 被其所伤 黄忠一番苦心 刘鹏自是明白 幽州军士族 见识黄忠出战 皆出声为其三鹤诸威 如乃何人 吕布就敌军中 冲出一员将领 胯下一匹黑色骏马 手中握着一把长刀 其人脸色蜡黄 身上却带有一股威势 可见其武艺不凡 便出声鹤问道 黄忠不答 只顾策马奔到 吕布身前五十米处 勒马停蹄 回应道 本将乃大将军 验后仗前上将黄忠 黄忠 吕布听闻此名 一才想起 似水关的华雄 正是被其所斩 是如斩的华雄 即使是黄忠 道出自己名号 吕布也只是正色相关 并无惧怕之色 反而出言问道 哈哈 华雄匹夫 是被黄某一刀所斩 黄忠大笑之声 一脸不以为意地回道 既然通报过姓名 黄忠也就不再耽搁 策马直奔过去 一边奔驰间笑喊道 吕布 如乃懂贼之犬 施皇某一刀 在说话之间 大刀挥舞 冲吕布头颅当下批出 其刀世间虎虎生风 吕布不敢大意 盲手握长脊迎上 争 铁气相撞 两人互视一眼 皆看到眼中的金色 论利器 黄忠比之吕布相远 刚才那一下势均力敌 但是因为刀口向下批 而吕布是迎刀而上 这才平分秋色 战旗交错而过 两人二次再来 黄忠知道 吕布力气极大 则不与其比拼气力 而是以刀法相对 两军队垒间 空旷的地带上 只有黄忠与吕布的贺声 还有那让人眼花缭乱的兵器挥舞之影 秋风吹过 细雨微小 战场之中的两人 挥泪如雨 各自催动兵器相攻 漫天刀影与急影相撞 碰撞间闪出火花 诸侯们先前见吕布勇舞 战斗这么多招 可见武艺比之吕布 也不成相让 像这种旷石之战 百年难得一见 看着黄忠与吕布纵马相抗 身影丝毫不让 刘鹏这才觉得 他与吕布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黄忠的武艺在幽州军 可说得上是独一无二 就连天生神力的典维 也不能败齐 如赵云 太史词 两人子就更不用提了 主公 汉生与吕布 已经向战八十多回合 如此下去 汉生必败 典为手持双击 眼观阵中情形 口中缓缓道 黄忠此时仍能与吕布向抗衡 手上的刀法威势依旧不减 忧虑者乃是他的体力不如吕布 毕竟黄忠已年过四旬 而吕布看上去 也就三十三四 体力正是巅峰之时 恶来 汉生的勇武 本将是知道的 以他如今武艺 胜过吕布则难 但保持不败之势 还是绰绰有余 正如刘鹏之言 黄忠此刻大刀挥舞的密布透风 让吕布是一阵无奈 他与黄忠在武艺上 暂时还分不下高低 但在体力上 他还是胜过黄忠许多 熟不见他的眉头之上 还未出汗水 而黄忠的眉头之上 已经浮现出一丝热汗 炸 一声雷霆之喝 从西凉军中传出 一匹骏马上 驮着云黑脸将领 从西凉军直奔两军阵前 刘鹏小贼 可赶出来愿张飞一战斧 张飞 距离数百米 张飞二字 却还是清晰地传进刘鹏耳中 他刚才还琢磨着 那原将领是谁 原来是张飞 主公 张飞这私禁敢如此 莫将请求出战 必砍此贼头颅 主辱臣死 况且那张飞 是在几十万人面前 想骂他家主公 黑脸上带有煞气的点威 愤声请战道 张飞这私 敢在两军阵前出此狂言 刘鹏也是一阵窝火 不过点威去战张飞 自是最后 毕竟点威的武艺 是不会败于张飞的 恶来小心 刘鹏转身 看着这园忠心耿耿的虎将 叮嘱道 点威黑黑一笑 踢着双几月出阵前 呼啸般冲张飞而去 阵中的刘鹏 暗自想到 张飞投靠董卓 那关羽与刘鹏二人 定在董卓军中 正如刘鹏所想 刘鹏与关羽 见张飞单旗冲了出去 恐遇到不测 紧追而来 就在点威冲上去 与张飞厮杀在一起时 西梁军又奔出二旗 分别是长胡子的关羽 大耳贼刘鹏 见自己的猜想完全正确 刘鹏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朝身边的赵云下令道 子龙 那张被三人 当年被本将放走 金月却投靠董贼 与我盟军为敌 一会儿你去迎战关羽 至于那张被 则交给子役吧 赵云一斗手中迎枪 出声道 主公放心 那关羽就有某来应付 诸侯们看着场中 再次出现了两人 巨师一脸的疑惑 因先前吕布勇武杀人的震慑 诸侯们对已经奔驰到 镇前的二人巨师担忧 也有想着扬名立万的 文丑来也 一声狂喉而出 却见那侯声从大军右侧传来 却是袁绍麾下的大将文丑 文丑手握长枪 驾着骏马 直向刚入镇前的刘备 关羽二人冲去 赵云来也 又是一声大喝 从盟军中传出 诸侯们再次定脸看去时 却见那原将领银枪白马 背影间的披风随风而起 在文丑之后 向那二人冲去 刘备 关羽二人勒马停足 正准备叫战之时 却见那诸侯军中 冲出两原将领 急速奔驰而来 关羽一眼就看清楚 那白马银枪的乃是赵云 另一人面黑如探却不识的 不过看那架势似有几分本事 不过在关羽的眼中 那赵云是刘鹏麾下大将 定比这黑丝墙上不少 便对刘备道 大哥 那白马银枪的 由小弟来战 那黑马就留给哥哥事务吧 关羽那傲气的言语 在刘备里 却是无比亲切 道 二弟小心 哥哥保重 关羽反手提刀 直冲赵云侧马而去 顿时间 战场之上分四处 黄中与吕布 奔驰于正前方 两人憨战淋漓 时而大侯 时而低贺 左侧的张飞与点为护翼交手 便以气力相撞 这两人都乃天生神力之人 打斗起来剑的泥土飞扬 赫声不绝 看样子 两人暂时 还处于相持阶段 互不分胜负 亿不分高下 文丑的自袁少的命令 必出战拿一手机回去 剑不远处的长湖之人 冲着他身后的赵云而去 他也就不拦截此人 反侧马羊枪冲那大耳之人而去 刘备可不是傻子 多年的沙场经验 一眼就看出 冲他来的黑脸将领 武艺不俗 似不落于那白马赵云 在下刘备 乃中山晋王之后 敢问将军是何人仗下 抽出腰间的子母剑 刘备打马转了一圈 杨生鹤问道 文丑可视的自袁少之令 要他出战杨明来的 岂能不喊出自己的名字 便在马背上喝道 谋乃文丑 辱这逆贼 还敢自称中山晋王之后 实事无耻之极 在刘备的惊恶中 文丑长枪横力 速奔而来 在两马相遇间 手中长枪便是一招猛刺 气势力度尤为雄壮 慌忙之中 刘备双手持剑 迎枪而上 纵得一声响 枪剑相撞 刘备气力不如文丑 被一枪而压了下来 知道这黑脸将军不好惹 刘备忙是用出他的灵敌分心之法 将军武艺超群 怎能相助刘鹏这个逆贼 董向国文韬武略 对汉室忠心耿耿 任劳任怨数载 将军何不弃暗投名 归顺朝廷 为大汉剿灭这些逆贼 任刘备红嘴白牙四香劝 文丑视而不见 争鸣脸色满是狠辣之色 长枪上力道越来越大 刘备在苦劝无果后 只能双手持剑 用力相抗 幸好刘备的坐骑 乃是西凉上好战马 不至于被压下马蹄 将军切莫自握 刘备满脸通红 文丑长枪压着他的双剑 慢慢到了下巴肩 惊恐之间 刘备只好试图用言语 让文丑停手 放屁 你这懂贼找牙 给本将去死 文丑大骂一声 手中力道再次猛加 暗自叫苦不迭的刘备 只好拼尽全力抵挡 并出声大喊道 二弟 三弟就无 关羽正同赵云交上手 被其精妙枪法缠住 一时半会儿的 还救不了刘备 急得是满头大汗 就在文丑准备猛刺之时 羞伤我家大哥 一声大喝 响彻空间地带 震得打斗的众人 耳朵嗡嗡作响 众人眼角一瞥 却是那张飞一身狼狈 纵马冲着文丑而去 身后还跟着点位 这个黑面煞神 当一声铁气思鸣 张飞的杖八蛇毛 直捅文丑长枪 解了刘备之围 谢三弟 逃过一命的刘备 忙拉马退后 感激地冲张飞泄道 哥哥快走 这私有俺来对付 张飞见点位 马上就要冲来 而文丑也正虎视眈眈着 忙出声道 此时 关羽反手一刀 逼退赵云后 忙策马向刘备奔驰而来 刘官张三兄弟 汇聚在一起后 面临的却是赵云 文丑 点位三人的合功 张飞先前 被点位一阵猛攻 身上的盔甲 都被铁几次的破烂 看起来狼狈之极 不过身上 却没有受到什么重创 张辽来也 又是一声大吼 自西梁军 再次冲出一员年轻将领 大概有二十多岁的样子 长得是一脸威武之相 这张辽 乃是吕布麾下将领 见刘官张三兄弟有难 便策马冲出 平宿之中 他与这三人相交不错 此刻断不能借这三人命丧黄泉 本来已经岌岌可畏的刘备三兄弟 得到张辽之助后 战场上的形势出现了僵局 最先打斗的吕布与黄中二人 此刻早已交手过两百回合 因黄中刀法如秋雨一般 连绵不绝 倒是与吕布向战两百回合 而不分胜负 吕布从先前的不屑 到后来的重视 再到现在的恼怒 他自小神力过人 自然天下无一人是他对手 但今天遇到黄中 让他那份傲视天下的自尊心 有些受不了 他接受不了 天下还有一人能与他相抗两百回合 对吕布而言 这是极大的侮辱 其实黄中远不如表面上看到那样 他在与吕布多次的气力比拼间 气力消失得极快 再过一会儿 盟军再无人替下他 黄中也就成了强弩之末 吕布的几下亡魂 中军大齐下 刘鹏手握长枪 眼神丝毫没有离开过吕布与黄中的身影 在他眼中 刘关张三兄弟 武艺确实不错 但赵云与点为二人异能相抗 况且 镇中还有一个文丑 即使加了个张辽 他也不曾有过担心 唯一可律的乃是黄中 吕布那方天画戟 确实使得是出神入化 而黄中靠着刀法 硬是与之拼杀两百回合 在同样的条件下 刘鹏自认为 他还没有达到 能与吕布交手两百回合能不败 在先前 他一直在思索着 吕布到底有多强 今日总算有了一个见证 传令子意 命他出战吕布 唤黄中回阵歇息 掩望黄中的刀法渐渐缓慢 刘鹏立刻下令道 寻优虽是文人 但他也对场中众人的武艺 也是佩服不已 听主公之言 盲是回道 诺 就在黄中快要坚持不住之时 盟军之中 太使刺策马奔出 伸手取来马上强弓 搭建瞄准 剑矢 走 的一声急事而出 直奔吕布胸前 同样是神剑手的吕布 听到风速之声 盲气过黄中 闪身策马奔开 躲避过了那只飞剑 汗声回阵歇息 某家起来站着匹夫 太使刺策一剑没有射准吕布 心中也不遗憾 收了硬弓后 见黄中又提到 准备上前与吕布厮杀 盲出声呼道 黄中经太使刺一呼 知道自己现在气力不济 再站下去 不过是给吕布送颗人头罢了 便受了太使刺好意 狠狠瞪了一眼吕布 方才打马而回 吕布见黄中回了盟军阵中 又见方才张公搭建设自己之人 正奔驰而来 没有了黄中 可有这个人足够 愤怒中的吕布 将太使刺当成发泄口 挥动手中方天化己 策马迎上 太使刺也是十几之人 见同事十几的吕布 当时兴奋难耐 呼啸巴而上 争 两己相撞之下 太使刺呼口一震 手臂微微发麻 仅是一招 他就已经落了下风 这时太使刺才知道 吕布有多强悍 而与吕布能大战两百回合的黄中 更是佩服 驾 催动战气盲掉头搓开吕布 恢复了一下不适之感 才向对面正反射而来的 吕布和骂道 匹夫 辱不过懂贼一介走犬 竟敢如此狂妄 施谋一己 太使刺赫声中气十足 所骂之话 也是平常之言 愤怒当头的吕布 却根本不管太使刺所骂之话 一双能喷出火焰的眼睛 盯着太使刺指身形 快速奔驰而上 当头一挤而下 早有准备的太使刺拨马一转 避开了吕布之脊 回马朝着吕布猛刺过去 双马距离不过两米 眼看几间就要刺进吕布身体 除了吕布双脚在马凳上发力 一跃而起 手中的话戟冒着嘶嘶寒气 直劈而下 看他驾驶 似恨不得一挤批死太使刺 当 太使刺也不愚笨 见没有刺中吕布 忙收起回身相防 吕布今次用的是权力 又是居高临下 所批出之力道 足底平时两倍有余 太使刺被这大力一击 差点虎口崩开 手臂麻木 但还是强忍着疼痛 将吕布的话脊挡住 转 一声爆喝 太使刺长挤一番 借力避开吕布之脊风 策马奔走 休走 吕布哪能容得太使刺走脱 大喝一声 忙催动战马追了上去 太使刺一边奔时间 一边留意吕布的动静 剑气追了上来 嘴角中闪过一丝冷笑 将手中长挤挂在马鞍 顺手张弓搭剑急射而出 搜 一声破空之声响起 吕布忙是低头向臂 但还是慢了一步 剑矢直接擦着他的头皮而过 捎带着几根发丝 都被射下 这一剑一险 让吕布惊得一身冷汗 暗骂自己大意 差点被剑矢射中 今日出征时 吕布认为 拿着弓箭碍事 便将其放在营中 此刻对着手中强弓在手的太使词 是一阵无奈 追得太近 害怕剑矢伤着 追得太远 则又站不到一起 叮 叮 金属之声响起 听音是从西凉军传出的 清脆之声 让战场相抗的众将各自停手 只有点为仍在追着张飞 而张辽 刘备二人 此时更是狼狈 他二人联手相抗文丑 却几次险相还出 全赖关羽 张飞二人搭救 才得以坚持到此时 张辽腰间的皮甲 被长枪挑开了一道口子 披风也被一枪挑开了一道华丽的横线 却是没有受到任何伤 刘备则不然 他膳食短剑 战阵之上 又怎会是文丑的对手 此刻蓬发垢面 神情憔悴 臂膀上还被枪尖刺了一道 鲜血正缓缓流淌 叮 叮 又是金属之声 而这次传来的方向 却是盟军大营 虽不知为何 一众将领 还是各自收手后退 只有吕布不甘地瞪了一眼 远在百米开外 大笑的太史词 才拨马而回 至于刘备等人 他根本懒得去管 张飞被点为打得是战甲破损 胸间还被几封割了条口子 背上更是挨了一几 好在只是皮肉之伤 并无大碍 闻听明金之声 三兄弟在盟军将领达马走后 抱在一起时痛哭不已 玄德快走 诸侯大军在这时明金退兵 必是有阴谋 此地不宜久留 快快撤退 看着刘关张三兄弟的神情 张辽心中一阵羡慕 但还是开口劝道 多谢文远提醒 二弟 三弟快走 反应过来的刘备芒 擦拭了一下泪水 向着关羽 张飞二人说道 诸侯大军 黄中正向刘鹏说着 他占吕布的丰功伟绩 刘鹏以前还没感觉到 黄中有如此口才 那说得唾沫横飞 如神如话 若不是 他亲耳所听 真乃难以置信 汗声勇武 笔之吕布也是旗鼓相当 眼见麾下朱将都在陆续归来 刘鹏忙是夸赞了一句黄中 便向寻邮安排撤军之势 其实在先前 刘鹏听闻西凉军的明京之声 便知道 董卓暂时不想与他死战 而此时秋雨西眠 道路泥泞 董卓大军至少有三十多万 那密集的骑兵 一字排开 雄风而立 后军之中惊奇闪动 看样子 必是留下后手了 而诸侯大军 并没有详细作战方略 就这样一窝蜂式地冲上去 那时胜负就很难说了 因此 刘鹏直接下达了撤军令 又让军事明京 召回战场中的诸将 既然撤军令以下 诸侯盟军便缓缓撤退而回 幽州军大营 诸将各自就位 叙述着他们 与敌将交战之时的情景 陈道 高揽二人听闻今日大战 黄中 赵云等人纷纷入场 唯有他们在守卫大营 并未出战 心中自是闷闷不乐 麾下将领心中不乐 刘鹏自是明白 楚言安慰道 孰致 谢主公 听闻明日之战 不用怕二人守卫大营 陈道 高揽二人据是谢道 徐游听闻 明日要前往虎牢关 忙出言道 主公可与众诸侯商议过此事 若诸侯们不同意该如何 再严那虎牢关天险之地 强攻怕是很难拿下 哈哈 一声大笑后 刘鹏芳才出言解释道 本将明日并非要强攻虎牢关 也就用不着与众诸侯商议 虎牢关中 西凉军有数十万铁骑 大军要是强行攻关 西凉骑兵必从关内杀出 以西凉军之骁勇 攻关的士族岂能活得下来 那主公去虎牢关是为何 徐游见自家主公 不是去攻取虎牢关 心中松了口气问道 此时正值秋雨时节 道路泥泞 不适合攻取虎牢关 但是和本将同董卓在较量几阵 看看吕布这个号称 天下第一勇武之人 是否名副其实 刘鹏手中摸着白龙枪 口中缓缓道 徐游在几个深思间 却是明白了自家主公之言 主公要去拜西凉军士气 何不带上众诸侯们 他们麾下虽无虎将 却也能可以稍撞声势 摸着小胡子的巡忧 侃侃而道 今日战场之上 刘鹏麾下众将出尽了风头 难保诸侯们不按字极度 好 此事就由你去办 令传本将之令 各诸侯兵马 立刻在附近砍伐树木 制作云梯 打造箭矢 秋雨过后 准备攻城之用 虎牢关中 董卓高座厅中 麾下大将吕布 李雀 郭四 刘备等重将分两侧站立 厅中寒气不减 诸将连出气声也不敢放大 唯有董卓一脸怒涩 呼吸粗重 目中狠色闪动 手中捏着衣袖 像是在心中思索着什么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气死咱家了 如这些没用的废物 通通都是废物 就在厅中 众人感觉到气氛好点之时 主位上的董卓 雷霆大喝 出声咆哮道 向国息怒 一众将领听到这咆哮之声 慌忙低下头颅 拱手道 发泄了几声的董卓 情况似好了一点 见下面诸将战战兢兢 吾不敢抬头望他 才气怒道 息怒 息怒有个屁用 息怒若能让刘鹏退兵 诸侯各回封地 咱家就天天息怒 听到董卓的气话 最先站在前边的 吕布 眉目一条 走到厅中拱手道 义父 孩儿明日戴上宝宫 在战皇中 必斩其头颅 为义父泄愤 吕将军恐怕就是戴上宝宫 也杀不了皇中 说此话的 乃是西梁君素有威望的李雀 只见他目不斜视 站出班位朝着董卓道 素来傲气的 吕布今日没有斩了皇中 回来就受了董卓的一通大骂 如今再次听到李雀那似嘲讽之言 气得脸色通红 神情争鸣 若不是董卓正坐在上方 恐怕他都有杀了李雀之心 李雀 你这话乃是何意 难道你认为 本将战不胜皇中 取不下他的头颅吗 吕布盯着旁边的李雀 狠声问道 李雀虽是听到了此话 但他依然没有理会 吕布 反而对着上面的董卓拱手道 向国 刘鹏挥下虎将众多 梁将云集 想要战胜齐 恐怕是难上加难 董卓本来就在恼怒中 李雀却却在下面卖关子 李雀 你有何话 速速说来与咱家听 董卓本来像斥责一顿李雀的 但考虑到刚才众将所说的息怒 便吸灭此间心思 转而淡淡问道 西梁军速于吕布的并州军不和 这在西梁军内部早已是公开之事 李雀在笑看了眼吕布之后 拱手笑着献祭道 相国 末将认为 诸侯虽然起兵讨伐于您 但真正敢与您交兵的少之又少 这些诸侯中 就属大将军 刘鹏兵马强壮 其余的皆是一些草扣 不堪一击 只要您借天子之名 给刘鹏下到圣旨 赤其回幽州镇守边陲 在私下中 您在以美色钱财相拉拢 必能让其回兵 到时候剩下的那些诸侯们 定会望风而降 您在奋兵出击 一举剿灭这些诸侯 如此 相国就可大功告成 不可 一声猛喝 大听 众人回头一看 却是那大尔贼刘备 玄德 此事有何不可 李雀之话 让董卓一阵入神 正回想此事的可能性时 见刘备又出声阻拦 疑惑间 董卓沉声问道 刘备 你与刘鹏乃是私仇 此事相国他老人家与我等据事清楚 你可不能公报私仇 献相国于不义之境 李雀眼见刘备站了出来 冷声提醒道 禀相国 刘鹏为人贪婪成性 经遂他聚集各路诸侯 共同起兵对抗朝廷 乃是摆明了 他要背叛朝廷 请问相国 您认为 一个对地位有着窃聚之心的人 会因为天子一道圣旨而退兵吗 董卓思绿雷下回道 不会 相国 刘鹏身居大将军 掌天下兵马大权 要想除之必先下旨 斥则其煽动兵戈 导致生灵涂炭 再以天子名义 学其爵位 及其官位 没有了官决在身 刘鹏若是还不退兵 则与反贼无益 道士相国在广发习闻 召各路诸侯 共同讨伐逆臣刘鹏 那些胆小如鼠的诸侯们 在得到您的习闻后 反个一击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此诸侯之乱可定 逆臣可杀 刘备站在大厅中 眉飞色舞的大声献祭道 其实董卓还是更倾向于李确所说之计 毕竟只要是人 就没有不贪财好色的 唐下的吕布 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身高八尺 无一过人之辈 就是倒在了女人的裙子边 况且 那刘鹏比之吕布更甚 自董卓掌握朝廷之后 便知道前少帝之后 唐皇后是宫女假扮的 而在他接手朝廷之前 只有大将军刘鹏的兵马 驻守过皇宫 也只有刘鹏有这个胆量 将皇后给弄出去 虽然此事很明朗 但董卓还是不能将此事公之于众 毕竟 在刘鹏离开京师之前 那个假的堂皇后 还是在宫中走了几次 若他就这么说出去 恐怕天下人都不会相信是刘鹏所为 反而认为是他董卓所做 栽赃嫁祸于刘鹏的 这种事情 可让董卓是一段时间的恼怒 此事他等于是替刘鹏隐瞒了下来 但那个假的堂皇后 却是让董卓狠狠地玩了几次 最后连同少帝刘鞭一起被刺死 在董卓的心里 拉针的堂皇后 早就被刘鹏给收入房仲了 由此也可看出 刘鹏也是一个好色之人 否则是不敢冒着毁坏明节的危险 将皇后给偷走的 甚至董卓都在怀疑 和太后是不是真的被大伙焚毁而逝 毕竟和后是出了名的美人 他虽见过一次 但那美貌可 让他惦记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时他只是怀疑 并不确定 但堂皇后之事 经过那假的堂皇后所说 董卓完全可以肯定 就是被刘鹏给掳去的 连带着先帝那些贵人失踪之事 董卓都怀疑是刘鹏所做 因此 刘鹏在董卓的心中 早被定为贪财好色之人 对付这种人 他有的是办法 自然 玄德所说都颇有道理 本相会考虑的 而等线都退下吧 李肃留下 董卓吩咐仲将退下后 又想起李肃这个人 便出声将他给留了下来 正要出去的众人 听到董卓独留李肃一人 接脸上闪着疑惑之色 但只是在几个呼吸间 就恢复如常 各自出门扬长而回 李肃自上次因说服吕布的功劳 已被董卓任命为中郎将 此次随大军一起出征 相国有何差遣 肃自当孝全马之劳 知道自己官位太小 又不是董卓的嫡系心腹 留下自己 多是要差事让他去办 因此 李肃便在董卓开话之前 自先说道 好 咱家还真有一事差你去办 董卓笑着说道 李肃眉头一皱 拱手道 相国所说何事 董卓大笑一声 起身走到李肃身边 轻声道 让你去诸侯大营 盟军大营 此时天色已黑 秋时季节 夜风细雨 幽州军中灯火早已熄灭 独留下那中军大仗 与巡逻士族的火把未熄 报 主公 营外有一人自称李肃 奉董卓之命 前来拜见 仗中进了一名假士 半跪下柄报道 李肃 刘鹏看着暗机上的行军图 头也不抬地轻倒了一声 便继续埋头观看地图假士久不见主公答复 一事不知该如何应对 就在他心急如焚之时 忽听到一句 传本将军令 让高揽拿下李肃 削起首级 送往各诸侯大营 让各地诸侯仔细观看懂贼之人是何种下场 一把收起地图的刘鹏 看了眼跪在地上的假士 陈生说道 诺 假士才不管这个李肃是谁 盲英声接令道 等假士出去后 刘鹏脸上才露出了一丝不屑 这个李肃他是知道的 就是此人在洛阳城外 策反了吕布 又让吕布杀了丁元 为董卓吞掉并周军 是立下了大功的 今时董卓又将此人派来做使者 可见董卓派此人来 必是想用钱财美色等物 像收买时吕布一样收买他 可惜董卓的算盘打空了 在这个时候 军心尤为重要 若他这个做盟主的 被传出去 收过董卓的钱财 美人 那各路诸侯还不闹翻了天 逃董大业 也就只有夭折了 杀了李肃 将其人头送给各路诸侯 一是为显出他与董卓势不两立 二是警告各路诸侯 不许与董卓来往 否则下一个人头 就该是他们的了 深夜一声男人撕心裂肺的痛吼 一颗带着血迹的人头 被砍了下来 来人 奉主公令 请董卓使者首级 送与诸侯们一关 看着血淋淋的人头 高揽大手一挥 让士族们将首级带了下去 二日 各路诸侯在清晨之时据 欣赏了李肃的人头 那血迹都已风干 一夜的时间 让头颅上的皮肤变得清白 似乎像是中了某种邪物 啊 立生 诸侯之中 老陶欠看着人头 就直接这么晕了过去 等人头分别给诸侯们欣赏完后 中军大营内战鼓雷鸣 铁骑狂奔 后将军袁术到 泰山太守公孙赞到 长沙太守孙坚到 随着帐外军事的吆喝声 各路诸侯陆续到达 主位上的刘鹏 今日神采奕奕 嘴角间总是挂着一丝微笑 看起来如文士一样儒雅 可在众诸侯的眼中 那儒雅的下面 却是一颗狠辣的心 诸位 董贼昨夜派遣李肃为始 想要收买 本将为他笑命 本将一怒之下 谈了李肃的人头 脸上看似挂着笑色的刘鹏 在与各路诸侯寒暄过后 便上座主位淡淡地说道 仿佛是在锁着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刘鹏是说得轻松 可下面的诸侯们 还是有人心有余悸 毕竟董卓拥兵五十万 坐镇金师 手中握着天子百官 为人狠毒 残暴 若是董卓为李肃之死 而迁怒于他们 可怎么办 盟主杀得好 董贼祸乱金师 查读天下 杀了他的使者 正好养我盟君之威 说此话的 乃是眼周刺史留待 此人为抛清自己 率先数落董卓罪行 凡事有一就有二 董贼的使者该杀 此贼残暴不仁 屠鲁忠良杀他的使者 算是便宜的 这次站起来的却是孙坚 这头江东猛虎 昨日受了点战伤 手臂兼用布料包裹着 可说话之间 却是豪气万千 盟君此举 真乃大义所为 那董卓欺男霸女 无恶不作 可见他麾下的这个礼宿 与那些西凉贼兵一般无二 杀之乃是为天下人处此祸患 今次说话的 乃是陈留太守张淼 他能在盟君占有一席之地 而不用看别人眼色 他岂能不把握住这个机会 经张淼三人之言后 各路诸侯也都站起来表明 他们是与董卓水火不容 诸侯们的举动 全被刘鹏看在眼中 可 报 诸位 本将今日要率幽州军出战董卓 若诸位闲暇无事 可与本将一同前往 诺 诸侯们可不傻 知道此时秋雨连绵 大军难以攻城 刘鹏在此时挑战董卓 必失去镇前立威 他们若不跟着一起去见见这个场面 那可就太遗憾了 况且刘鹏麾下的皇忠 典围 赵云 太史慈等人 昨日与西凉军在阵前大战的场景 让诸侯们现在还心有余悸呢 轰轰轰 战车 铁骑连绵不绝 踏泥泞道路而缓缓开进 诸侯们只带了各自的清兵 随刘鹏的中军一起前行 今日刘鹏麾下大将全部云集 皇忠 赵云 太史慈 陈道 高篮五人各自率领假式 拱卫着中军正向胡捞官而去 在刘鹏的身边 憨实地点为手持双击 坐下黄色战旗 眼神一直在打量着四周 盟主 那吕布不愧是天下第一勇将 可惜 此等英雄竟落入董卓之手 可悲 可叹 武短曹操正齐在战马上 走在刘鹏的嘴边 出声为吕布可惜道 刘鹏胯跨下赤兔马 一副生人物尽的样子 高傲地独自走着 周围五米之内 皆没有别的战旗 若一有战旗接近于他 赤兔马就会发出低声的咆哮 高大火红色的赤兔马 立即引来了众诸侯的好奇 但诸侯们都不知该怎么开口 这时那武短曹操 才借吕布之眼引出话题 一路上 诸侯们的眼睛一直在打量赤兔马 这些刘鹏都知道 但他更知道的是 这些诸侯中 是没有人敢冒着得罪他的危险 而出手抢夺赤兔马的 摸了摸高傲的赤兔马头 刘鹏看了那曹操一眼 才轻笑着道 吕布虽勇 但其终究是一介匹夫 此人素不信义 为了几个女人和一些钱财 就能杀了他的义服丁元 孟德若是有招揽此人之心 本将劝你 还是早早吸了此间心思 免得被恶狐所伤 听着刘鹏看似劝解的言辞 诸侯们聚看了一下曹操的表情 只见那武短曹操面色不改 口中更是轻笑道 曹可不会招揽吕布 但各位人兄们 还是要引以为戒 听着曹操那暗有所指的话 众诸侯更是连忙出声道 不会 不会 其实诸侯们在昨日见得吕布的勇武后 都存着将其招揽的心思 有的诸侯甚至已经备好了钱财等物 就等时机一到 出手招揽呢 可现在被刘鹏同曹操之言向说 一时无奈 才出的此言 诸侯们要招揽吕布 此事早在刘鹏的意料之中 因此也就没有奇怪之色 但他奇怪的是 那武短曹操为何劝众人 不要招揽吕布 难道曹操已经着手在招揽吕布了 就一当今天下大事而言 董卓 刘鹏这二人才是天下间最强盛的诸侯 董卓拥有西梁战旗 占据这三府级西梁等地 刘鹏占据幽州北地 有着北方铁骑 这两个缠马之地 结被这二人垄断 其他诸侯就是想发展 也发展不起来 毕竟在平原之地 拥有数万铁骑 就能占据更多地盘 这是更古不变的定律 其他诸侯们 要想不被这二人吞掉 就要招揽猛将 谋逝 而昨日在阵前大显身手的吕布 就成了众诸侯拉拢的对象 在诸侯们看来 刘鹏骁勇善战 董卓即使屯兵虎牢 也恐不是他们的对手 一旦董卓兵败 声势大振的刘鹏 会不会借机吞掉他们 这才是诸侯们想的事 也是武短曹操 不要众诸侯招揽吕布的意图 毕竟吕布的勇武众所周知 曹操在提醒众诸侯 不要招揽之时 其实在心中也早下了决心 他要招揽吕布为他所用 咚咚咚 轰轰轰 虎牢关下 幽州大军一字排开 全是北方骑兵 在阵中还有一万战车兵 正虎视眈眈 驾 一匹快马冲出大阵 急速奔驰到虎牢关下三百米处 战骑上的士族守直令旗 出声喊道 董贼何在 大将军有请 士族在说完此话后 调转码头就奔驰了回去 关上的李雀正张弓搭剑 准备射死那士族时 却见那士族打马回 气得李雀一把扔掉公母 对四周的士族下令道 而等好好守官 本将去请向国 诺 此时的李雀脸色阴沉 士族们可不敢触其眉头 关下 刘鹏在命令大军 去虎牢关五里开外布下战阵 便率领一众诸侯 驻马于大军之前 麾下的大将守于后方 刘兹大旗迎风飘扬 战车上的鼓声雷鸣不绝 盟主 董卓率领四十万大军前来 必是要同盟军决意死战 而盟主 在此的大军 不足十万之众 若董贼看到盟主士族不多 定会前来破阵 到时定是场血战 不如先将各阵诸侯兵马调来 再行出战 长沙太守孙坚 在左右观看之后 出声道 文台放心 董卓还不敢与本将交兵 今日本将率兵来此 乃是为送董卓一份大礼 赤兔马上的刘鹏 牧师虎牢关 口中缓缓说道大礼 敢问盟主 是何大礼 左侧第二棋上的刘表 在略一思索后 出声问道 哈哈 刘鹏一声大笑 转身看着刘表 一字一言道 吓董卓 秋风萧瑟 战鼓牺牲 唯有惊奇四飘 就在众诸侯相互大论之时 虎牢关上缓缓出现了董卓的影子 嗷 赤兔一声长叫 放足长奔出去 在如风般的速度下 拖着刘鹏 奔到了虎牢关外三百米外 董卓 还记得本将否 天空阴沉 大地一片苍茫 董卓立于关上 仔细地看了看那红色战旗上的人 只见那是一团精影 背后的红色披风凝风飘斩 即使看不清脸部 董卓也从声音和装扮知道 那人就是刘鹏 飞语 咱家与你无怨无仇 为何你要率兵犯境 董卓献不知李肃生死 也不好同刘鹏难堪 只好出言相问 哈哈 赤兔马上的刘鹏 手握寒枪 放声大笑 董卓 从你掌控朝廷 欺辱天子 霍乱京师之时 本将就与你不死不休 今日本将五十万大军屯兵虎牢 如可敢一战 刘鹏赫声清晰 一字不落地进入董卓尔里 因是天气之缘故 董卓只见那树里开外 战旗 惊旗密布 黑压压的一片 望不到尽头 飞语 本将给如等一次机会 只要如等率兵离去 本乡定不追究而等之罪 否则我西凉大军一出 而等只能数万老弱 只有被屠戮于此 看不清虚实的董卓 便大意凛然地开口道 哈哈 董卓 本将此次带来了 我幽州二十万铁集 五万众不假释 各路诸侯也有近四十万大军 杀你如屠猪宰狗一般 为避免生灵涂炭 本将与各阵诸侯商议 只要如自尽以谢天下人 本将就留你董事一门 否则等本将攻破惊师 必拿如一家贼男贱女记齐 赤兔马上的刘鹏 丝毫不落下风地回道 拿他董事一门祭旗 董卓站在关城之上 手扶墙壁 脸上涌出一股恨色 刘鹏竖子 李肃昨晚没跟你说吗 你与我董卓结盟 一起收拾关东诸侯 你怎能言而无信 恼怒的董卓 不再想着 李肃能否说动刘鹏 只大声道出此话 欲让诸侯们内讧 哈哈 董卓匹夫 你那识者李肃 未尽得本将大赢 便已被本将砍下脑袋 你还想用他来行那离间之计吗 哈哈 外人瞩目下 刘鹏朝着董卓大声嘲笑道 李肃死了 董卓听到此话 一拳砸向城墙 狠声下令道 赵凤仙 选得三兄弟出战刘鹏 许胜不许败 站在董卓身后的李雀 见董卓发怒下令 芒拱手道 怒 转身下去传令了 数字 咱家已派我而凤仙出战 汝南可敢迎战 下令吕布等人出战后 董卓站在关上 盯着三百里外那团金色人影 大声吼道 哈哈 匹夫无谋 派吕布出战 本将正拭目以待 看吕布这个小人 能否胜得过本将手中长枪 刘鹏朝着虎劳官大笑一声 口出不屑之言后 骑着赤兔马奔驰而回 董卓与刘鹏的对话 各路诸侯都听在耳中 闻那吕布要出战 而刘鹏也应声要出战 诸侯们盲尽言 劝刘鹏不要出战 毕竟那吕布太过凶残 诸侯们不让刘鹏出战 乃是为讨伐董卓作响 若是刘鹏不幸丧命于吕布几下 到时可没人领着他们 继续讨伐董卓 扬明天下 诸位放心 本将不会鲁莽行事 再言者大丈夫立于世间 岂能言而无信 那吕布手中有方天话己 本将手中也有七尺长枪 岂能怕了他不成 刘鹏聊聊几句 读的诸侯们是无话可说 毕竟信义乃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刘鹏既已答应董卓 如食言不战 并会遭天下人笑话 诸侯们也都明白 只好闭嘴不言 甚至有的诸侯都在心底叹息 认为刘鹏已是凶多吉手 嗡 虎牢关大门缓缓打开 当先一黑旗奔驰而出 后面跟着同样的战旗 人数众多 等刘鹏在地幕看时 只见那一道大旗缓缓升起 上面的吕字迎风飘战 一眼就能看清楚 西凉郡足有数万铁骑出战 旌旗上的字也是五花八门 有刘 关 张 魏 曹等等 刘关章应该是刘备三兄弟 至于那位 曹等齐 应该是吕部麓下重将的大旗 西凉郡就在虎牢关下列好战阵 中军的那道吕字大旗 在灰蒙蒙的天空下 四周布满了铁骑 大战一触即发 刘鹏这边已做好了准备 此次刘鹏亲自对战吕部 黄忠 赵云分别对付关章 点为时刻接应刘鹏 剩下的太史词 陈道 高揽三人 则是对付吕部麓下的其他人 大军交由巡游指挥 诸事安排妥当 刘鹏便在诸侯们的疑惑下 手提长枪 跨坐赤兔 缓缓出阵 三姓家奴何在 可敢出战 刘鹏骑着赤兔马 立于两军阵前 突然想起 前世张飞大战吕部之时 不是喊了一句三姓家奴吗 此时虽不应景 但喊出来 气气吕部还是可以做到的 吕部正好排好战阵 吐文此言 忍着笑意 看了刘备三兄的一眼 放声笑道 玄德 刘鹏邀你三人出战呢 你 张飞率先忍不住 一提马将绳 就要上前与吕部厮杀 幸好刘备见识不妙 一把拉住张飞 不让其上前 吕将军 刘鹏奸贼喊的是三姓家奴 而我三兄弟 各自只有一姓 并非那三姓家奴 刘备出言辩解后 便拉着他的二位兄弟 在一边近看此事 吕部 你这个三姓家奴 无君无父的畜生 难道怕了吗 一声大喝自前方传来 吕部那张英俊的脸庞 骤然变色 双目星红 原来刘鹏的三姓家奴 是在喊他 关羽一缕胡须 淡淡道 吕将军 刘鹏邀你出战呢 哈哈 张飞一声大笑 只看吕部的表情 关羽与张飞二人的嘲笑 让吕部有种发狂的冲动 但说得此话的 乃是那个奸贼刘鹏 骏马如脱江一般冲出 吕部恨不得立刻斩杀刘鹏 一边猛催战马 一边单手提紧 急速奔驰而去 我吕部堂堂八尺男儿 何时成了三姓家奴 吕部策马 来到刘鹏十米远 勒马停足问道 看着吕部脸上的表情 那愤怒 羞愧 相互夹杂在一起 刘鹏真想大骂几句 奈何他口中辞着 只能叹道 如本是吕氏子孙 却认了丁元做义父 董卓送了两个女人 你就杀丁元 投董卓 投董卓之后 你又拜其为义父 是也不是 刘鹏之话句句事实 吕部嘴巴掌的老大 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如此这般 你不是三姓家奴 那天下谁人又是 一声爆喝 直听得吕部肝火大望 虎目心红 他自幼一直受人追捧 还从未有人如此辱骂于他 奸贼受死 话己一扬 战旗急速而上 吕部狠声开口道 刘鹏嘴角微微 扬起一丝不屑 吕部跨下战旗 他也看到了 只不过比平常战马高大一些 却并不是什么绝世好马 驾 长枪一转 赤兔马抬提迎上 争 枪挤相撞 火花四剑 战旗交错 赤兔如风般奔腾 刘鹏握着长枪的手 不禁有点颤抖 他没料到 吕部的力道 比之点为还要 强上不少 看似他与吕部第一回合乃是平手 其实他已落在下风 要不是赤兔马快 冲击力道大 也许他被吕部第一招就会震伤 勒马停足 六年多的苦练 今日却靠着赤兔马 才得以不落下风 此时的刘鹏 心中带着一丝晦色 奸贼 可敢再来 吕部剑第一回合 竟然没能奈何刘鹏 立即调转马头和问道 三姓家奴 有何不敢 刘鹏今次决定不再与吕部应拼 比力道他处在下风 可比枪法 吕部就不一定能奈何了他 这几年中 他的屠龙枪法已经大成 其中的精髓 已掌握多数 驾 三姓家奴 施无一枪 赤兔马放提奔腾 刘鹏手提长枪 直扑而去 吕部见刘鹏向他奔来 手中方天话挤一挥 勒马停足 眉目间闪过一丝不屑 见到吕部 竟然不借战骑的冲力 赤马等他而来 刘鹏嘴角一扬 驾马扬枪 直奔吕部身前 长枪如风似 直刺吕部胸前 那旋风般的速度 眨眼急道 争 方天话挤起手一扬 愣是把刺到胸前的长枪 给挑飞了 吕部黑黑一笑 脸色争鸣 手中长极舞动生风 破空而下 争 又是一声铁气相撞 不过这次刘鹏却是没有奔走 而是接下吕部一挤后 长枪忽然间快如闪电 枪法凌厉 屡屡刺向吕部的要害之处 一时间 两人陷入了你真我斗之中 吕部击法大开大合 颇有一种天然威势 每攻一招 就会大喝一声 如同在拼命一样 刘鹏枪法霸道凌厉 且层出不穷 攻击的招法不拘泥一招一势 刘鹏三兄弟立于西梁军前 各自认真看着刘鹏与吕部的大战 看了一会儿后 关与正目相看 口中随意道 吕部击法已是大成之相 而刘鹏那奸贼的枪法也已大成 要这二人决出胜负 恐怕要在三百招开万 那一二弟看 这二人谁会胜 刘鹏也看着场中二人的涌斗 但还是好奇问道 一边的张飞 听闻他家哥哥问道此话 嘿嘿笑道 大哥 刘鹏那奸贼的枪法虽是精湛 可他的力道却不如吕部 二百回合后 他就应该败于吕部几下 三弟不然 刘鹏坐下 奈匹宝马 乃难得一见的绝世神鞠 其耐力与冲力 比之吕部的战马 要强上少许 关羽一缕胡须 口中不紧不慢地说道 但眼睛却盯着赤兔马 露出一丝贪婪 粗犷的张飞脾气暴躁 一听关羽之眼 盲看向场中的赤兔马 刘鹏也是一样 双眼直勾勾的盯着赤兔马 大哥 二哥 此马真乃神居啊 略微懂点向马之术的张飞 在仔细看过赤兔马后 一脸的感叹 神色间露出一股遗憾 刘关张三人在看到赤兔马后 便仔细地关起了赤兔马的每个动作 游州军前 诸侯们未料到刘鹏有如此武艺 居然能与吕部巷战这么多回合 而且在战场中的刘鹏 与平月间的表现完全相反 那精湛的马术 高超的武艺 无不震撼着诸侯们 主公枪法自成一体 出枪之素 就是云翼不及 赵兔骑在白马之上 眼望战场之中 口中一探道 黄中 太史词 典维 陈道 高兰等人听了这话后 唯有黄中一脸的笑意 其他人见此 当问为何 主公的枪法已是大成 剩下的就是学其精髓 而要学其精髓 就要在战场之上 与武艺高强之人对阵 而当今天下 吕不可说是武艺大成之人 由他与主公对阵 定能让主公的枪法 更近一层 黄中骑在大黄马上 握着手中长刀 口中轻笑道 那主公会不会有危险 寻忧不明白 黄中说的是何意 又担心刘鹏的安危 便再次问道 一听这话 太史词抢先道 先生放心 主公枪法超群 武艺比之吕布 也是不逞多让 子役啊 在下还是担心主公安危 若是主公不敌吕布 被伤着了 可该如何是好 寻忧一边看着战场之中的憨战 一边又是问道 黄中将手中大刀 猛然插进地中 拿起马背上挂着的强弓 顺手拿起一只箭矢 搭剑上弦 口中自信道 先生这该放心了吧 黄某手中 强弓可设百步之远 且箭无虚发 百发百中 主公若是遇到危险 黄某定会出箭相救 道使子役 子龙一起冲出阵 拦住吕布即可 听到黄中之言 再看其确实张弓搭剑 寻忧脸上焦虑的神情 才算少了一些 便道 自然毫不易见 黄中的安排很妥当 也因其年龄大 对他们也是不错 且在刘鹏麾下 站着第一大将之称 他们才甘愿听其号令 泪鼓 陈道守在战鼓边 见自家主公与吕布憨斗正憨 便出声下令道 咚咚咚 诸侯这边有鼓声助威 西梁君自恃不甘示弱 在吕布亲信未绪的安排下 也瞧了三通鼓 为吕布助威 三姓加奴 董卓叫你回应吃饭呢 两匹战旗相奔 赤兔马奔在前方 刘鹏回头见吕布正向自己追来 便出言戏道 果然 长时间的争斗 使得吕布脑中除了斩刘鹏外 再无他事 此时一听此言 忙乐马驻足 再转身四看 这里哪有董卓的影 这分明是 刘鹏在吸耍于他 奸贼 恼羞成怒的吕布大骂一声 策马直追而去 哈哈 董卓岂会叫辱这条手门之犬吃饭 在吸耍之余 刘鹏开怀大笑道 吕布却不管那么多 此时当真是恨透了刘鹏 昨日 黄忠与他向战两百回合 让他感觉到 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战 后 又被太史词强攻相聚 更是心生愤恨 今日抱着试杀刘鹏 与其麾下黄忠 太史词 但未曾想到的是 那刘鹏在出战之时 便给他起了一个三姓家奴的外号 又出声解射这个外号的来历 吕布平生从未受过如此侮辱 哪里受到了这个 就在刚才 他又被刘鹏再次侮辱 在别人的眼中 那是稀耍 但在吕布眼中 那是赤裸裸的侮辱 赤兔马快 任凭吕布如何催动胯下战旗 却只有追在后边跑的份 根本追不到进前 三姓家奴 如今日是否营中无粮 或是辱无钱财 在奔驰之中 刘鹏反手提枪 回头问道 吕布这次可学的聪明了 他害怕再被刘鹏侮辱 索性不回话 只顾催动战旗狂追 哈哈 本将知道了 定是三姓家奴营中无粮 早是未用食物 这才没有力气 这也可以看到 三姓家奴家中无钱 连一匹剑马也买不起 真是丢人 可悲 可叹 任谁被一口一个三姓家奴的叫着 都会肝火大动 吕布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侮辱 勒马掉头向几军奔回 玄德 快快出战 吕布在奔驰间 大声朝着刘备喊道 在出城之前 董卓辨认吕布为主将 刘备只是协助吕布 军令难违 刘备看了眼关羽 张飞 道 二弟 三弟 我等快快出战 奉仙快撑不住了 诺 张飞和关羽各自抱权毅力 同刘备一起出阵 刘备对关羽 张飞说话之声 嗓音故意提高几分 为的就是让吕布听见 已经奔驰到几军的吕布 自是听到了此话 不过这个时候 他也懒得计较什么 他的心中 只有杀了刘鹏泄愤 用刘鹏的人头 来洗刷自己的耻辱 吕布知道 自己站起已经无力 再站下去 也是图废马力 倒不如回阵歇息一会儿 也好叫大尔贼三人出阵 先替他耗下刘鹏的锐气 再吕布不追自己 反而打马回到西凉军后 刘鹏就知道 这司在打的什么主意 便也打马回阵 准备歇息一会儿 奸贼可敢一战 一声雷霆之吼 直传三军 刚回到中军的刘鹏 未曾喝到一口水 便听见这雷霆般的吼声 远而望去 却是那刘备三兄弟打马出阵 在前方勒马停足 出声挑战呢 这三兄弟竟 可是气坏了刘鹏 他刚回阵 这三人就出来挑战 可真会挑选时机 可惜 这三人这次却是想错了 他才不会出战 黄中 陈道 如二人使刀 便对付那红脸贼关羽 早就等待多时的黄中 陈道二人打马向前一步 拱手道 诺 刘鹏在仔细瞧了 几言远处的刘备后 冷笑着出声道 太史词 高揽 如二人便对付那逆贼刘备 诺 点为出战那黑丝张飞 必要给这四一通教训 点为黑黑一笑 道 主公放心 赵云昨日大战关羽 很是过足了一场大战之意 此时见众将都有安排 唯独他没有拆遣 赵云先且静待 若那吕布君 有人相救这三人 你再出战 将其拦下 诺 本来以为自己没有立功之机 赵云的心中都有点居丧 但此时 又听闻是叫自己隐于接应 出战于其他人 这才一笑领命道 出战 刘鹏首长中枪一扬 赫声下令道 众将得此将令 纷纷策马而出 六匹战旗滚滚奔腾 看得诸侯们是疑惑不解 为何刘鹏先前大战吕布之时 其麾下大将怎无人上前助阵 而此时对付这三人 这些大将们 都各自策马奔出 其实在刘鹏出战吕布之前 就下达过将令 不许麾下诸将上前助他 而今时却不同 刘鹏对刘鹏的讨厌 甚至超过了吕布 岂能不下狠手 刘鹏可不是傻子 一见幽州军奔出六匹 再仔细一看 昨日与吕布大战的黄中正 挥舞着大刀 策马第一个奔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那个在几年前 一脚将自己 从演武台揣下来的太史词 还有一个黑脸大汉 那大汉昨日打得张飞四散逃命 他可是见过其之凶残 刘鹏慌忙之中 道 云长 义德快走 奸贼派着六人前来 必是委屈我等性命 就在刘鹏准备策马先走之时 张飞一脸不情愿道 哥哥 冲上去的张飞忙道三弟 听大哥之言快走 说完不等张飞回答 便拉着骑战马的缰绳 往己军而回 观战的诸侯们 此刻是大笑不已 阵前未交手就策马而逃 此类行径让诸侯们开怀大笑 刘备当年剿灭黄金贼时 与诸侯中的曹操 孙坚等人都有一些交情 此刻因刘备怯战而逃 曾经的一点威望 也在这些人中淡淡而去 官上的董卓瞪着大眼 一脸都不相信 那刘备三人 竟然为与刘鹏麾下之人交战 便策马逃回 鼠背 无耻胆小之背 董卓看着正慌张逃回的刘备 双眼露出凶光 咬牙切齿地怒骂道 吕布正换了匹好马 饮了口水时 旁边的张辽忙让 其看战场上发生之事 静 提着水带的吕布 转头一看 却见在战场之上 刘备三兄弟正落荒而逃 身后 还有六元盟军大将在追赶 其中还有 与他昨日酣战的黄中 还有那个用弓箭射他的太史词 奉先救吾 仓皇之间 刘备眼见后面的盟军大将追了上来 在这个时候 能救他三兄弟的 只有吕布便忙出声喊就到 刘备确实不受吕布待见 可在面对刘备与黄中之间选择之时 吕布只是在脑子里一转 就有了选择 此时的刘备危险在即 随时都有可能被后面的盟军将领追上 吕布黑黑一笑 手指画紧 跳上战马 随令道 听令 救下刘备 诺 吕布身后一众宾州将领 立刻应声 准备出救刘备 驾 宾州军中连通吕布一起 冲出了四元将领 眼看就要追到刘备三人 吕布却冒了出来 而且身后还跟着三人 黄中一勒马将绳 拦下准备继续追击的重将 沉声道 吕布武艺高强 黄某先去缠住此人 其余诸人就有劳各位兄弟了 马背上的黄中 拱手朝重将一礼 手提大刀 驾马朝前急速奔去 诸侯大军中 刘鹏眼见重将就追上了刘备三兄弟 却不料 此刻那吕布带人冒了出来 看其架势 分明是出阵救大尔贼三人的 子龙 吕布身后三人中 那个身着铁甲 面向威武 手中使一口大刀 此人名叫张辽 乃是一员不可多得的汉将 你出阵将其勤回 但不可伤了此人 刘备眼见吕布身后的张辽 双眼直冒星光 仿佛就如前面放着一座金山似的 便忙出声吩咐赵云 诺 早就寄养难耐的赵云 闻听此言 单手提枪 应了一声 便驾着白色骏马冲出阵中 至此 刘鹏麾下大将全部出战 战场之上 黄中率先与吕布相交上手 两人互相抱着怨气 刀起来回相撞 赫声不绝 争 黄中挡下吕布一挤 放声大笑道 三姓家奴 如今日果真是未尽时 力道如此之小 如同女人一样 刘鹏一声 画戟反手一转 当头而下 争 黄中反手一刀 直隐而上 铁器相撞 擦出无数火花 吕布在暴弩中的力道 比之平常力道 要强上三成 几刀相撞后 画戟将大刀缓缓压下 三姓家奴 好大的力道 黄中在震惊之时 手中用尽全力 挥刀挡住下落的画戟 口中却是少有的称赞了声 去死 吕布最讨厌别人叫他三姓家奴 今日被刘鹏在战场之上索起 让他受尽了侮辱 黄中却在这个时候 又提他是三姓家奴 生姓好面子的吕布 岂能饶过他 起 手臂肩轻筋暴涨 黄中大喝一声 手握长刀 将压下来的画戟缓缓抬起 吕布紧摇虎牙 双臂使出全力 不让黄中将画戟抬起 但他先前与刘鹏大战一场 体力未曾得到恢复 遇上一亿待劳的黄中 一时还难以将其压制下去 目标吕布 体力不如先前 黄中在一声爆壑中 将画戟抬起 立刻反手一刀 直消吕布脑袋 先前在暴怒中 吕布猛然发力 才比平时多了三成力道 可自那一几后 他的力道就在慢慢降下 此刻面对黄中那 快如闪电的一刀 吕布盲视波马一刀 大刀虎虎生风 却在这千军一刻间 被吕布挡了过去 手回大刀后 黄中暗叫一声可惜 便立即再次出刀 长刀顺着准备 拨马而起的吕布 头部而下 争 暗道不妙的吕布 不再顾及战马 直接骑在倒地战马的身上 强挥划几项抗 强盛时期的黄中 一刀之威 就把吕布撞得一腿之贵道的 羞伤我家主公 战场之上 一员年轻将领手提大刀 冲着黄中奔了过来 吕布在听到有人来救他时 立即使出全身力道 慢慢将大刀抬起 吃某一刀 就在黄中压着吕布之时 在电光火石间 那援手提大刀的年轻将领 急速奔驰而来 一刀 砍向黄中后背 争 黄中时刻注意着身后动静 听到刀锋破空之时 便准备收刀回身抵挡 但突然一声碰撞 让黄中改变了注意 继续用大刀压着吕布 因黄中居高临下 手臂间的力道也有所加 压得吕布直 抬不起臂膀 张辽放肆 赵云收回强弓 单手提枪 侧马而来之时 出声呵斥张辽 还纳闷 是谁一剑破了他的一剂猛刀 听到贺声后 盲转身去看 却见一员身穿银甲 手提七尺长枪 跨坐白马的将领 正侧马奔来 多谢子龙 额头上冒着一丝汗水的黄中 在听到赵云的声音后 便知是其救了自己 盲出声道谢 赵云在这时候已经而来 望为眼黄中与吕布 长枪一扬 看着张辽淡淡道 汗声小心 此人交给云 好 黄中根本就不在一身后的张辽 在热汉服出间 手臂间的力道 正与吕布相抗 便出声道了一字 张辽也明白 他的武艺 想要从黄中刀下救出吕布 那是不能之事 但只要有一丝机会 他就要去救 而此刻赵云却挡在黄中后背前 只能先解决掉此人 再救吕布 再下张辽 接刀吧 张辽长刀一挥 直视赵云道 看着张辽的坐坐 赵云轻笑一声 道 再下赵云 奉我家主公之令 生情欲辱 那就要看如有何本事 张辽长刀翻转 一眼盯着赵云 口中轻描淡写实地说道 张辽的神情 被赵云全看在眼中 他见面前这个二十来岁的将领 神色从容 脸上毫无怯战之色 好 接某一枪 赵云平淡地说了一句 便一提长枪 纵马进前一次 早有所料的张辽 再见到赵云之枪次来之时 早已经准备好的大刀挥起抵挡 争 刀枪相撞 张辽坐下战棋一声丝鸣 倒退三步之远 张辽本人更是一脸吃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赵云一副儒雅之相 根本不像沙场大将 但其之力道却如此之大 仅一枪就震得他双臂微麻 战棋吃痛 再来 张辽活动了一下臂膀 一副吃痛丝鸣的战棋 挥刀而上 赵云先前出如此大力 就是想告诉张辽 他是逃不掉的 现在张辽再次奔来 赵云只是微微一笑 便挥枪而上 战场之中 吕不麾下的二元将领 同流被三兄弟 郑苦苦 抗着太史词 点为等人的攻击 吕不麾下的那两元将领 被陈道一人一起堵住 且此刻 被打的是落花流水 灰头土脸 其中一人 还被陈道的大刀 在背脊后砍了一刀 那鲜血正慢慢地渗出 可这二人无吕不之命 又不能私自退出 只好拼命地挡着陈道 陈道的武艺 与太史词不分伯仲 但剑法却远不如太史词 此刻收拾两元二流武将 基本不费任何功夫 刀法也未见出杀招 只是像西耍猴子一般 正逗弄那二人呢 而刘备这个大耳贼的情况 可就不妙 从一开始 太史词遇到刘备之时 便在刘鹏的灌输下 便定其就是那个张备 此刻战场相遇 对这种假人假意 无胆鼠备之人 太史词唯有长脊一扬 纵马只取其首级 刘备拿是太史词的对手 不到二十个回合 便剑法已乱 被太史词逮着一破绽 一挤拍下了战马 将军乃名礼之人 岂可跟着刘鹏那奸贼 起兵造反 被拍下马的刘备 眼见性命不保 立刻对着正义几项 他赐来的太史词大声喝道 张备 汝秀要花言巧语 我家主公乃贤德明君 自大汉天下封烟四起 我家主公年年出兵评判 无不齐开得胜 又在幽州赶走乌还人 为大汉天下立下汉马功劳 而等却与董贼为伍 祸乱天下 我家主公不忍天子受难 愤而起兵讨伐 相救天子 乃是大义所使 如这小人 出卖自家祖姓 在外招摇撞骗 以汉皇后裔自居 现如今却投靠逆贼董卓 端帝是无耻之极 受死 长级直到刘备脖子下 只需轻轻一次 立刻就能穿透其咽喉 可太史词最见不得别人 侮辱他家主公 便立即出言斥责 在说到张备的行径之时 一脸之气愤 准备杀了此人泄愤 就在长级要刺进刘备咽喉之时 争 被一声 一口大刀从边而来 将太史词的长级直挡了回去 太史词被这口大刀震了回来 忙转身相看 却是那红脸杀人范关羽 正是此人使刀拦下了他的大戟 在不远处 高兰手持长枪 一脸的脑木 正侧马狂奔而来 红脸贼修走 高兰见关羽救下了那大耳贼刘备 边驾马及驰 边出声骂道 匹夫 某何俱辱 关羽听后面 有人追来 而且出言骂他 在扶起刘备后 朝着微微愣神的太史词看了一眼 便大声回道 贼子受死 在微微震惊后 施了一下神 太史词听高揽的大骂声 立即挥动长级 朝着关羽砍了过去 关羽在扶起刘备之后 就对太史词小心戒备 此刻见那长级朝自己砍了过来 忙催战马上前 五动长刀 将其攻势给拦了下来 并冲一旁上了战马的刘备喊道 大哥快走 哪里走 爆和声传来 却是那高揽正挥舞着长枪冲了过来 关羽吃惊了一下 眼角瞥见 那高揽正冲过来 对着狼狈的刘备 已经出了杀招 焦急的他想去救出刘备 但却被太史词一时缠住 无法脱身而去 太史词见高揽几枪将刘备打的 只剩下防御之分 害怕高揽再上刘备张贼人之当 出言提醒道 静止小心 那张备贼子 甚是会花言巧语 多谢紫衣提醒 打得刘备正苦苦招架 心情高兴的高揽大笑着出声应道 不过在阴伤后 又想起那红脸贼 与他巷战六十多回合 差点就伤着他 便出言道 紫衣 那红脸贼只会拖刀奔走 以此来骗人上当 你要小心 哈哈 多谢 正与关羽大战的太史词 大笑着谢了一声 关于此刻 在心里却是恨色高揽 什么叫他只会拖刀奔走 这拖刀而走 乃是他对付几手之敌的一种策略 此刻被高揽点破 以后谁还在上此当 愤怒之中 关羽试图三两下解决了太史词 回马就劈了高揽 可太史词 哪有那么好解决 其击法精妙 力道与他相差不大 要将其解决 两百回合 他也无一定把握 而没有了关羽救援的刘备 此刻身上多了几条上痕 但人依然负在马背上厮杀着 高揽咬着牙齿 手中长枪舞动生风 招招不离刘备要害 膳食短剑的刘备 又怎能是其对手 慢慢地开始 从防御变成了挨打 不到三十回合 刘备又是遇到了生命之险 转目在慌万中一看 关羽正与太史词憨斗 是分不出身来救他的 而张飞更是狼狈 此刻正被那黑脸点为使劲的攻击 而张飞本人与昨日强不到奶去 身上新的盔甲 又与破损 正吃力地迎着点为那可怕的攻击 没有了关张二人救援 刘备一阵慌神 又被高揽在气身上 给刺了到口子 啊 痛喊一声的刘备 忙扔了一把母舰向高揽刺去 自己却连忙掉转马头 狂奔逃去 眼见刘备要逃 高揽却只能扶在马背之上 闪身躲过那把飞来的短剑 等在起身相看时 刘备早在十米开外了 贼子休跑 眼见到手的手机逃掉 高揽催动战旗迅速追去 他没有料到 此人竟如此无耻 竟以短剑当作暗器使用 逃掉的不止刘备 还有吕不挥下那二元将领中的一员 其中一员手持大刀的将领 被陈道一道给劈死了 而另一人就是 借着这个空子 才拍马逃回了阵中 砍刀 而在另一边 张辽正使出全境 挥舞着长刀砍向赵云 以赵云之武艺 若想杀张辽 根本不用 等到此时 在五十回合内 斩掉张辽首级 对他来说 还算是件小事 可刘鹏去要活的张辽 赵云未避免伤着张辽 都没赶下死守 而是让其继续攻击着 张辽可能是家传武艺 其刀法在先前之时 攻击灵力 连绵不绝 可越到后面 越无章法 可即便就是这样 赵云想要生情张辽 却是难事 争 兵 刀枪相撞 铁器掉落 赵云见张辽 越攻越不像样子 便耐心 等其落了一个破绽 猛然间出力 将其兵器震落 在其人震惊之时 一枪扫其后背 将其直接拍下战马 滚落到地上 嗷 白鞠前蹄一扬 放声高叫 像是在为主人赵云庆祝 在撕民之后 便放开四踢 奔驰而走 从趴在地上的张辽身边 经过之时 赵云弯腰一拽 硬是将百经重的汉子 提了上来 将其直接按在马背上 便催动战骑 快速离开 此时战场之上 高兰与陈道二人闲了下来 刘备在仓皇逃跑后 直接回到了吕布军中 高兰可没有自信到 能在万军之中 斩下刘备的首级 只好不甘心地打马而回 陈道好歹还杀了 原吕布麾下之将 两人相遇后 一合计 由高兰去住太史词 陈道前去帮助黄中斩了吕布 本来就与黄中相持不下的吕布 被陈道加入战圈后 因黄中 陈道二人拒试使大刀之将 平素又多次在一起切磋 此刻共同对付吕布 互相间配合的天衣无缝 只让吕布暗暗叫苦 争 两口大刀拼在一起 同向吕布砍了下去 知道自己力道不济 再站下去 就是死路一条 吕布盲看了眼战场之中 猛地用力挡下这一招 便手提划几 掉转马友就跑 大战了这么多时间 黄中眼看吕布就是穷途末路 岂能让他走脱 盲拍马相追 陈道一不甘落后 继黄中之后 催动战骑追了上去 吕布策马奔驰间 将战场的大概看在眼里 却是件他带出来的三员大将 两人已不在阵中 其中一人已被砍死 尸体正扔在地上 旁边的战马还未离去 而那大尔贼三兄弟 只有关张二人在 那刘备贼子 却不在战场之上 关于此刻被太史辞 高懒二人相互夹击 正苦苦阴撑着 看样子甚是狼狈 而张飞就不一样了 这四被一黑脸汉子 打得全身战甲破损 胸前四尸被隔开了一道口子 鲜血早已渗了出来 染红了身前那片布 但看其神情 却见其仍与那黑脸汉子 向站着 看着张飞的惨样 吕布决定 还是助其一把 毕竟他们现在 同属一条船上之人 那张飞武艺高超 又汉不畏死 在战场之上 能做他的一大助力 只是这么一想 吕布就拨马转身 朝正狼狈防御的张飞奔去 点围手持双脊 一脊护身 一脊猛攻张飞 张飞虽有杖八蛇毛 但力道不如点围 毛法在点围击法的克制下 发挥不出应有之威力 黑丝助手 点围一脊破空而下 直破张飞头颅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这么一声大贺 身为顶尖舞者 点围双耳在闪动间 就已判断出身后 射来了一只箭矢 便忙收回击 服侍于马背之上 才堪堪避过那破空而来的箭矢 在躲过一箭后 点围盲拨马一转 却见张飞此刻 正打马欲走 在十米之处 吕布正手持话锦冲了过来 不用猜测 他也知道 点围一声大喝 有黑的面色尽是怒容 一家马腹 快速冲了过去 吕布在奔驰间 看到张飞竟跑了 而那黑脸大汉 冲着他杀了过来 知道此时的自己气力不济 若无他人相助 并不是那黑脸汉子的对手 暗骂了一声张飞 吕布便调转马头 策马朝几军而回 场中的黄中 陈道 点围三人聚拍马 相追吕布 驾 吕布猛催胯下战骑 奋力逃跑 身后追他的那三个人 在吕布眼中如同三只蝼蚁 可今日他现在大战多时 已不是这三只蝼蚁的对手 待的来日 定将这三只蝼蚁全部碾死 眼看吕布就要回到西凉郡 后面追赶而来的黄中 按道一声 可惜 又见点围呼喝着追了过去 黄中忙大声喊道 恶来住手 快快回来 恼怒追赶的点围 眼见吕布回到了西凉郡 此时 他距离那速风而立的西凉郡 不足二十米远 又听黄中之喊 指得狠狠瞪了吕布一眼 并扬了扬手中之急 朝刚落荒而回的吕布 轻蔑笑了笑 匹夫 可敢出战 点围晃晃手中之急 朝吕布大声喝道 吕布可没那么傻 他已经连战半日 正是需要休息之时 岂会出战 那黑莲丑江 本将今日已连战多次 要回迎歇息去了 等明日本将养好精神 必来取辱这黑头 吕布朝着点围大声道完 便令麾下士族明金收兵 钉钉钉钉 清脆一音一响 正在与太史词 高揽而人大战的关羽 是一阵气愤 他还在战场之上 与敌拼杀呢 吕布这私禁敢收兵 纯粹是不将他放在眼中 一刀逼退高揽 又是虚晃一刀 将太史词骗过 关羽忙催动战旗 朝西梁郡奔了回去 诸侯军中 刘鹏冷眼看着战场上 那戏剧性的一幕 先是刘备逃了 后是张飞被吕布救下 又逃了 再是吕布自己逃了回去 又下令明金收兵 而那关羽也成此机会 逃了回去 明金召回诸将 刘鹏向虎牢关上看了几眼 便出声下令道 诺 寻忧也不想让诸将再战 此时得令 忙下去安排 众将们听到明金声 纷纷驾马而回 西梁郡在吕布的率领下 缓缓进了关中 刘鹏此时真恨不得下令抢关 可依照董卓的个性 若见他率领大军抢关 恐怕会立即关闭关门 将那些位 进得关内的西梁郡 与他们诸侯盟军共聚在外 此时天色已是下午时分 天空依旧灰蒙蒙的一片 虎牢关上董卓眼露惊具 正望着诸侯盟军 他想不通 以吕布的神勇 竟然没有打败刘鹏 更可笑的是 他挥下那刘备三兄弟 在战场之上 竟不敢与敌将交手 便落荒而逃 此时间 董卓心中忽然有了一丝不祥 刘鹏挥下什么时候 拥有如此多的勇武之将 更害人的是 刘鹏本人竟然有如此武艺 就在这时候 虎牢关下 董卓清晰地看见 一道金影跨马而出 缓缓而来 刘鹏 董卓一眼就看清了 那是刘鹏 先前与他对话之时 刘鹏就是金盔金甲 而先前是策马狂奔出 此时却是缓缓而来 秋风萧瑟 那道金色影子越来越近 董卓 本将与你相识数载 你若愿献出虎牢关 撤兵回西梁 本将倒愿意放入一条生路 否则三日内破虎牢 十日内取洛阳 道食辱一家老小必死无疑 刘鹏在众目睽睽下 向着董卓说出如此自信之言 惊的是一众诸侯脸色极变 董卓今日被刘鹏的实力吓了一跳 但此刻在听到如此狂妄之言后 又不免恼怒起来 飞语 辱名为天子皇叔 却起兵造反 图谋天子江山 本相为汉家天下计 这才领兵相聚 辱不但不知悔改 反一意孤行 那就怪不得本相了 辱不是三日内破虎牢关 十日内取洛阳骂 本相拭目以待 董卓嘴角露出一丝不屑 虎牢关岂是那么容易所攻克的 刘鹏只不过是说大话而已 若他真能在三日内破了虎牢关 就不会当众说出来 以此推断 刘鹏断是在威严耸听 趁势气高涨之际 来乱他军心罢了 哈哈 董卓匹夫 辱真的以为就凭吕布 刘鹏这些鼠辈 就能拦住本江吗 还是尼汝以为 凭借虎牢关天险 鱼汝四十万席梁郡 就能阻挡得住本江 匹夫无谋 尽观本江如何取洛阳 就天子 辐射计 取如首级 谢天下是名 惊窥下之下 发丝随风而动 刘鹏口中大意凛然道 吕布 刘备二人 今月在战场的表现 让董卓既恨又喜 恨的是 吕布竟没能斩下刘鹏首级 反与其大战一百多回合 再恨的是 他对刘备三人一向不薄 这三人在战场上 竟不这儿逃 让他颜面大师 喜得是 刘鹏麾下勇将众多 却没能伤得了吕布 只要吕布还在 就如十万雄兵 董卓看着官下的刘鹏 大声笑道 本相这个脑袋 不知道多少人惦记着呢 飞羽若想要 还请早日来取 哈哈 传令下去 为吕布 刘备三兄弟百艳庆功 董卓转身一吩咐 带着清兵便离去了 董卓不糊涂 大敌当前 吕布乃是他最大一仗 虽今日吕布没位 他立下功劳 但其之神威 却是有目共睹 加上吕布性子反复无常 除女人金钱外 其余一概不当回事 他为了拉拢吕布 收其为义子 为的就是想拿笑意绑住吕布 可后来他才发现 吕布根本就是一条 未不熟的白眼狼 只要女人和钱财 才是其最爱之物 因此 他才要再加拉拢 吕布金是不是败了吗 还折损了三元将领 不如摆下宴席 为其进攻 再是恩宠 关下 刘鹏玩着董卓的身影 慢慢离去 再看不到其身影之时 才一笑拨马而回 传令撤军回营 令骑兵在阵前一喊 数万铁骑依次转身 缓缓退去 回营的路上 巡忧见诸侯们离得较远 出声笑道 主公说 三日破虎牢 十日娶洛阳 董卓现在 定是思索主公之话的真假 攻打有话直言无妨 刘鹏看了眼 落在身后的巡忧 若有所思地说道 巡忧闻言 尴尬一笑 道 树忧放肆 主公三日破虎牢 十日娶洛阳 敢问此话是真否 怎么 你认为本将在吓唬董卓 刘鹏眉头一皱 淡淡问道 明白自己主公的傲性 巡忧自知他已愉悦 但还是回道 主公 忧愚钝 猜不出主公之意 但忧却知道 主公并非是在吓唬董卓 而是另有深意 巡忧本称为兵法齐家 以兵法而闻名于前世 看破他这点计谋 因不是难事 刘鹏骑在赤兔身上 双目一转 他突然想考验下这个兵法大家 便淡淡道 本将有何深意 你可到来 虎牢关天险之处 若强攻则虚数日 士族伤亡也会颇多 而且 此时正是秋雨季节 于公关不利 忧猜想 主公定是要行那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之计 徐忧再摸了他那小胡子一把 便低声回道 功达颇得兵法之精髓 本将在想到此计后 却无良将可用 你认为汉生他们 谁能担当此任 刘鹏眼望前方 淡淡地笑了一下 轻声询问道 主公 在下认为 书智将军性情沉稳 可堪大用 徐忧轻笑了一声 便出声举荐道 陈道 其实在刘鹏的心里 早有了人选 就是陈道 他出声询问徐忧 一是来佐证一下 二是 看看徐忧是否另有他人推荐 现在看来 徐忧是早就猜透了他心中所想 书智确实是原良将 刘鹏笑着回了一声 便不再说话 驾马缓缓回营 今日赵云俘虏了张辽 此事确实让刘鹏一阵激动 张辽此人武艺 虽不如黄中等人 但其兵法谋略 可堪比之高顺 此等人才放在吕布麾下 太过屈才 回到大营后 朱将共拒大仗 待张辽 赵云在帐外一声大喝 四名士族压着张辽 虎步生风而尽 刘鹏看着张辽 全身被绑着绳子 就连双腿也用绳子相复 走起路来多有不便 全靠那四个士族 从四肢提着 样子毫不滑稽 士族将张辽扔在大仗中 便拱手告退而出 被扔在大仗中的张辽 没有丝毫害怕 眼神中多了一丝安详 仿佛早有预料 辱是何人 刘鹏坐在上位 淡淡问道 张辽知道 逐位上那穿着金甲之人 乃是大将军刘鹏 此人在数年前就招揽过他 可惜在那时 他已在丁元手下谋了份差事 便婉言相聚 不料想 今日 却在这种方式下见面 让他好未尴尬 在下吕布仗下左军司马张辽 刘鹏一听此话 就知道 张辽在吕布麾下 不怎么得知 否则以吕布与董卓的关系 给张辽一个校尉之位 也是件小事 那你知道 本将是何人 刘鹏知道 现在还不能拉拢得太过明显 便出声问道 张辽不知刘鹏何意 但还是回道 将军乃汉氏宗卿 当朝大将军 咽后刘鹏自飞语 不错 本将正是刘鹏 子龙 给文远松绑 刘鹏黑黑一笑 转而吩咐张辽身边 暗箭而立的赵云 诺 赵云看了看四周 见没人出声反对 也就上前给张辽松开了绳子 仗中 朱将武艺拒势不凡 刘鹏武艺 也是当时一流武将 一个手无寸铁的张辽 在刘鹏眼里 是对他造不成任何威胁的 因此也就赶放了其人 文远 本将已在营中为你背下宴席 你可先去享用 刘鹏对着下面 已经能傲然而立的张辽 轻笑着说道 谢将军 张辽不明其义 但还是谢了一声 今日他只是在张辽面前 混得熟脸 并不打算出言招揽 便在张辽到谢后 派了士族前往带路 送张辽前去用石 在张辽走后 太史词一脸不跃道 主公 那张辽武艺频频 被子龙生擒而来 对待一介俘虏 为何还要如此礼遇 是啊 主公 张辽是吕布纳贼司的麾下 必干过不少伤天害理之事 依末将看来 应将其在军前正法 将首级送给吕布纳斯 高揽站在赵云身边 也是一脸不悦地说道 刘鹏看了眼这二人 缓缓道 你们都是这个想法 众将一愣 不知如何回答 唯有徐优 于点位不在此列 众将左右观看了一下 眼神都落在了黄中身上 黄中见众将都用眼神相问 一时也没了主意 但看自家主公脸上的表情 无喜无悲 仿佛如同一潭深水 让人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但众将们既然都选择了他 黄中便上前一步 拱手道 张辽此人武艺虽一般 但也能在军前效力 只是不知其为人如何 若贸然将此人收到主公麾下 实为不妥 末将建议主公 先查此人品性 若是个忠义之人 就堪一用 若是一小人 则斩其首级 送给吕布为礼 黄中此话 确实言之有礼 但刘鹏穿越而来 岂能不知张辽品性 张辽自闻远 当年本将到的幽州之时 便曾派人招揽于他 但那时被他婉言相聚 本将在这些年中 一直在思索着 何日才能将此人收到麾下 至于其品性 本将还是颇为了解 此人素来忠义 并非什么谄媚小人 刘鹏在说完之后 是一脸的喜色 喜色过后 却是摇头叹气 主公 既然那张辽素来忠义 您刚才为何不将其收到麾下 赵云见自家主公如此表情 疑惑不解 便出声问道 他又何曾不想 将张辽收到麾下 但他也知道 张辽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服的 本将若开口 张辽势必拒绝 那本将还说此话作甚 刘鹏看了眼赵云 轻笑一声道 寻幽站在刘鹏身后 他懂自家主公之心思 知道众将疑惑 便出声道 主公现在开口招揽 张辽会以吕不知不将为由 开口相聚 但要是主公击败了董卓 回到幽州后 再慢慢地对张辽开解 则定会收下此人 说到击败董卓 刘鹏深吸一口气 道 本将今日在阵前曾年 三日内破虎牢 十日内取洛阳 既然此话已出 本将就要有所行动 否则那些诸侯们 还以为本将在开玩笑 请主公下令 末将愿做先锋 三日内定拿下虎牢官 必让董贼闻风丧胆 太使辞听道要取虎牢官 一甩身后披风 站出来请命道 虎牢官一手难攻 本将还需与诸侯们商议一下 如等先退下用时 刘鹏见麾下将领脸上 带有出战之意 但他并不准备强攻 便欲将重将打发下去 诺 主公都发话了 重将也就齐声应道 缓缓退下 到的帐外之时 刘鹏再次出言道 书至留下 已经准备出帐的陈道 听闻此话 向重将打了声招呼 便回身而来 到的帐中之地 拱手道 主公换末将何事 刘鹏思索了一下 朝生后的寻幽笑了一下 攻打既能猜出本将所想 也必有暗度之计 就由你给疏之一解疑惑 至于如何做 本将就不多问了 寻幽愣了一下 随即醒悟过来 忙出声道 诺 刘鹏在陈道的疑惑中 带着点为缓缓走出了大仗 盟军大营居虎牢官 足有数十里 其中还有一些山林与树林 二日一早 诸侯们便汇聚在 刘鹏的中军大仗中 商议如何出兵 攻取虎牢官一事 这些诸侯们 可是亲耳听到 刘鹏要在三日内破虎牢 他们之中不乏一些人 想看刘鹏的笑话 三日短短的时间 就是用精兵强攻 也需得十天以上 何况官上乃是董卓的精兵把守 要想攻下此官 谈何容易 刘鹏现在可没时间 同这些诸侯们扯淡 在众诸侯全部到齐后 便出声下令道 后将军袁恕何在 源自大旗下 袁恕正品着小九 听闻盟主叫他 便起身拱手道 在 命你不禁日武士 强攻虎牢官 刘鹏在暗脊上 取了一支令箭 一甩手扔过去 口气不容商量道 盟主 在下兵少将威 不足以攻取 袁恕还未说完后 便被刘鹏打断道 继周穆韩复何在 在 韩复忙起身回道 命你不明日武士 替代后将军袁恕 进攻虎牢官 韩复先前在盟主之位上 得罪了刘鹏 此时见到了刘鹏兵将的实力 可不敢再出反对之言 立刻拱手应下 刘鹏见韩复如此实相 也就惜了要诚挚此人的想法 继续言道 金周穆刘表何在 在 早就穿甲等候的刘表 知道他会蒙到现在 还未出战过 此战是免不了的 便再来之时 就做好了准备 命你不在后日武时 替代韩周穆 进攻虎牢官 诺 刘表接过令箭后 拱手一礼 坐了下去 刘鹏在分派这三位诸侯之事后 出声敲打道 盟军所有粮草自重 战甲兵器 攻城器械 全部给三位分放下去 三位在攻击虎牢官之时 必须日夜不休 谁若私自撤兵 军法从事 诺 领过出兵之令的三人 聚起身道 盟主 在下三人都领兵攻打虎牢官 其他诸位都有何差事 袁术见只有他三人出战 其余人则都无事 便是一脸不悦的问道 对于袁术的不悦 刘鹏自是明白 笑了一声道 袁将军放心 各路诸侯在三位攻击虎牢官时 会在贵军身后 为诸位肋骨诸威 袁术听到这话 一脸的恼怒之色 道 请问盟主 为何在下不能去肋骨诸威 反而要率兵进攻虎牢官 袁将军 会蒙到现在 你可曾出战过 据本将所知 你不从讨伐董贼开始 所拿粮草最多 但战功却是甚微 此次出战虎牢官的第一阵 乃是讨贼之功 若你不先取 本将可就交给别人了 刘鹏看了下恼怒的袁术 心里见这个人骂了无数遍 但嘴上还是缓缓说道 袁术此时有点犯难 他不所拿之粮草 确实是诸侯中最多的 而且他也没什么战功 可要他就这么出战董卓 袁术心中还是有点发虚 董卓挥下那吕布的 勇武他可是见过 连刘鹏挥下大将皇忠 都不是对手 他挥下之人可挡不住 盟主 在下营中缺少一匹敌吕布之人 否则那吕布若是冲出关来 在下的兵将 可是抵抗不住 袁术转眼一丝 觉得刘鹏令他出战 那就必须给点好处 因此便悠悠开口 此事无需担忧 本将会派汉生 子龙二人为你掠阵 必拦住吕布 不叫气伤你兵将 对于袁术那点心思 刘鹏一听就明白了 便大方说道 谢盟主 此次站起来的却是袁术 韩复 刘表三人 韩复 刘表这二人也有对此事的担忧 正好袁术出言 而刘鹏也答应了派两员大将为他们掠阵 因此是一脸的欢喜 只要捋不出关后 有人阻挡 他们的士族也就不会过多损伤 毕竟西凉铁器可不是泥塑的 那是野战之上的杀器 诸位若无他事 就都散了吧 刘鹏还要正式要做 却见仲诸侯 一副事不关己之样 便立即出声 将这些人全部打发走 诸侯们 其实在刘鹏命元树等人攻关后 便都放下了心 只要不派他们的兵马出战 怎么这都行 诺 诸侯们也不想待在这里 便纷纷拱手告辞 就在众诸侯都快走完之时 青州目刘鹅 却是端坐于位 神情似乎在酝酿着什么 但好像又一副难以启齿之相 对于他这个名义上的皇叔 刘鹏还是相当尊重的 朝着左侧慢慢走过去 刘鹏一拱手 开口道 皇叔还有何事 若须小职效力 请直言无妨 刘鹅还真有点事 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此刻刘鹏恰逢问起 他便借颇下驴道 飞语啊 老夫置正不利 导致青州黄金余孽纵横 霍乱一方 朝廷将青州交给老夫 乃是圣恩隆重 老夫却 刘鹅说到这里 老脸之上 已是一片难言之色 皇叔但说无妨 刘鹏在心里 已经猜到是何事了 便出声道 刘鹅站起身子 思虑了一下 缓缓道 昨日老夫接到快报 黄金余孽张绕 管害率二十多万贼兵 一路抢郡略陷 其兵风已直指灵姿 老夫现在是食不下咽 也不能寐 话说到这里 刘鹏已经知道 他要说什么了 便抢先道 这些贼寇好大的胆子 竟敢如此狂妄 全然不将我大汉放在眼里 此事皇叔有何差遣 小之自当遵命 听其话 便其音 刘鹅听到此话 当下喜道 不满贤职 老夫现在已是无兵无将 除讨懂的四万大军 青州只有不到两万老弱 要想击败二十万贼兵 还需精兵强将即可 老夫听闻飞语挥下幽州铁吉 号称战无不胜 足可匹敌西凉战旗 还请飞语看在青州 数十万百姓的情面上 出兵剿灭这群贼寇 以幽州铁吉之骁勇 不用半月 就可就这些个贼兵一举扫平 听着刘鹅说的 那是神乎其神 可只有自家人才知自家事 现如今青州黄金纵横之事 刘鹏也听说过一些 但此刻正是他与董卓交战之际 若无故撤走兵力剿灭贼兵 恐对阵董卓 就显得利有不济 不过看到刘鹅的面色上的期望 还有那青州的数十万百姓之生死 以及他的祖地乐安 早就在出征前 自家老爷子就给他说 想回青州乐安住些时日 但那时他就知道黄金猖獗 道路不安 便答应老爷子 等他出征回来后 再派人护送他回乐安 现如今 刘鹅的周睦之所 都快被贼兵攻克 若是他不出兵 恐怕青州将是黄金贼的天下 与他长久之利益不符 但若出兵 又需多少军事 才足以平息贼兵 出兵不出兵 刘鹅正在茫然之时 忽听身后的巡忧说道 主公 我军有数十万大军 派两万金器前去平定贼军 料想不出半月 主公就能得到好消息 巡忧平常是不会这么讲话的 除非是他想出了什么 但又不方便说 不过麾下谋事都已出口了 刘鹅也就直接道 黄叔放心 此事就交由小植 您先下去休息 等出兵之事商议妥当 小植再派人告知于您 等了好一会儿的刘鹅 总算是等到了一好消息 他只所以请刘鹅出兵剿灭贼军 是相信有他与刘成的交情在 刘鹅断不会谋他 青州现今天下已经大乱 他也能看出一丝头绪 他若请别的诸侯帮忙剿贼 势力大典的 会不会乘机吞并他的青州 势力小的 又怕剿不灭黄金 反遭到损伤 现在刘鹅肯出兵 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以幽州军之骁勇 加上刘鹅麾下汉将蜀元 剿灭一些山贼草扣 在刘鹅眼里还是不成问题的 还是我汉氏之人靠得住 老夫在这里多谢了 黄叔仁慈 不忍青州百姓受到贼军迫害 小职不才 身为朝廷大将军 岂能坐视贼军日渐强盛 威胁我汉家天下 黄叔放心 一月之内 贼军必灭 刘鹅既然决定出兵 几句场面话也不费事 便自信侃侃道 如此就有劳飞语了 老夫先告辞了 见刘鹅答应了这事 刘鹅也就拱手告辞 等刘鹅告辞离去后 寻幽芒向前一步 行礼道 主公 献天下大乱 正是英雄豪杰 建功立业之时 刘青州虽用益州之地 但其不知兵士 麾下又无良将 万难坐稳幽州 而主公雄才大略 麾下代甲之士 有二十多万 但主公根基权在幽州 幽州虽民风淳朴 但乃是苦寒之地 是不能常年供养这二十万大军的 献刘青州既剿灭不了贼寇 主公替其出兵伐贼 上应天道 下应明星 徐幽本意 是指幽州平级 难以成为大业之根基 而刘鱼在此刻 请他出兵灭贼 那青州的贼兵被剿灭之后 那片土地之上谁做主 刘鹏也想趁机拿下青州 这样 他就在短期之中 拥有从青州直越中原的野望 可现在正是讨懂之际 需要这些诸侯们同心协力 况且袁绍在冀州的动作太多 若他娶了青州 保不准冀州就是袁绍的了 刘鱼是个老好人 这样的人很难在乱世中生存 但就因为这一点 刘鹏才不想娶青州 因为冀州远比青州附属 袁绍若得了冀州 那不是给他凭空增添烦恼吗 倒不如先放下青州 全力拿下冀州 只是在几个深思间 刘鹏就以下定决心 道 公达 青州乃是本江皇叔之地 他治政仁和 有君子之风 本江何其忍心夺他基业 此事以后不用再提 主公 基不可施 施不再来青州 虽不如冀州附属 但拥有此地 就有了与中原诸侯一争天下之机 与汉室四百年江山相比 区区一地 微不足道 巡忧看出天下已经乱了 但汉室宗亲之中 能一统江山的寥寥无几 他家这位主公 算是其中之一 因此他才急忙静言 毕竟刘鹿在他眼里 迟早是守不住青州的 公达 本江决心以下 不要再提此事了 当前之事乃是讨伐董卓 其余之事等 灭了董卓在意 刘鹏眉头一皱 淡淡地说道 巡忧跟着刘鹏 也有好几个年头了 见主公这样的神情 他便已知道 这是不月前的表情 既然主公不娶 他能为之奈何 主公 青州黄金 有二十万之重 该派何人未将 才能一举荡平贼军 其实这个问题 也是刘鹏才最烦恼的 他麾下众将之中 蜀臣道与赵云最为稳重 但讨伐董卓 缺少不了这二人 另外的黄忠 太史词 高揽三人性情上 却有一些急躁 公达认为 哪位将军是何 刘鹏自己想不出 但旁边还有这位谋士在 虽问道 巡忧其实也不知 该举荐何人为将 不过刘鹏问起 他也只好说道 主公 我军线有近十一万 其中战骑与战车兵 有近七万 剩下的是一些部族 黄忠 赵云两位将军 分别统领铁骑 因此要选一将 必在这二人当中 黄忠 赵云 这二人据是他的上将 派去讨伐贼兵 有点可惜 可铁骑 都有此二人统领 派他人前去统兵 恐麾下士族不服 公达 你且先去督促书志行事 但将那是一定要保密 不得让他人知道 再换子龙来 刘鹏忽然间想起了 前世的一点事 便倾笑地说道 徐游虽不擅长揣摩人心 但看自家主公的表情 他就已经猜测到 此次领兵之人必是赵云 道 诺 在下这就前去 过不多时 一身荣甲的赵云 神采奕役 虎不而来 主公 您赵末将前来有何吩咐 赵云进的大仗中 拱手一礼 不卑不抗地问道 刘鹏微微一笑 起身走了下来 缓缓问道 子龙 你可愿率兵 前往青州 剿灭黄金余孽 赵云眉目一条 不明白这话是何意 但刚才徐游传话给他时 曾说了一句 恭喜赵将军 他在进仗之时 便在苦伺徐游那句话 此时看来 徐游是有所暗示 主公 末将愿望 赵云决定 还是听徐游的暗示 毕竟他们相识也有数年 徐游应该不会害他 刘鹏早知道赵云会如此回答 因此脸上没有半点奇怪之色 停顿了一下 道 子龙 青州黄金死灰复燃 在短短十日 已有近二十万 刘青州情 本将出兵为他评判 可今次讨伐董卓 本将只带了十万兵将 对付西梁军 都有点捉襟见肘 因此只能拨你两万铁几 一万不足 主公放心 末将定破贼军 赵云似乎早有所料 眉宇间没有一丝奇色 赵云的自信看在刘鹏眼中 却是一份稳重 以赵云言语律己的作风 既能说出此话 那定是有此信心 子龙 青州黄金若有轻壮之事 则就地编入我军 至于那些老弱 就由你自行处置 刘鹏看了眼赵云 轻声一笑 淡淡说道 但话语中 却似乎藏着别的意思 诺 赵云也听到了 刘鹏话中的那一丝别意 盲出声音道 赵云心肠软 刘鹏是知道的 他若下令 让赵云将那些黄金老弱 全部斩杀 必不得其心 倒不如将处理之权交给其 怎么处理就看他自己了 子龙 青州黄金要剿灭 但有一件重要之事 却不能落下 刘鹏黑黑一笑 目入金光 赵云不明白 有什么比剿灭黄金还重要的 问道 主公所说之事 是这样 你率大军到了青州后 当刘鹏将这件重要之事交代后 赵云脸上浮现出一丝疑惑 但还是拱手道 诺 退了下去 因有刘鹏的将领 赵云调兵特别顺利 他挥下就有两万铁级 再从高揽挥下 调了一万不足后 便带着梁草 军械等资重 当日就率军出发 虎牢关外 惊奇飘扬 鼓声雷鸣 袁术在得到军令后 不敢耽搁 立即律领本部兵马 开往虎牢关外 攻 袁术骑在战马之上 抽出腰间配剑 大喝一声 轰轰轰 数万援军将士手提长枪 只往虎牢关而去 关上的西凉军 也早有准备 滚石 雷幕 箭矢 火油等各种手关的军用 被源源不断地搬上关城 援军有二十多架云梯 此刻正被士族抬着 冲到了关外百米之外 嗖嗖嗖 一排排密集的箭雨 从天而降 正在前冲的援军们 被这漫天的箭雨一阵猛射 历时伤亡了不少士族 不过在开战之前 袁术救下过令 樊弓上虎牢关的巨赏百金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在前面的援军 被射杀了一批后 后面的继续向虎牢关冲去 射 虎牢关上 李雀手握配剑 看着盟军前扑后继的攻关 一指关下正冲来的盟军士族 冲攻弩手贺令道 嗖嗖嗖 又是一排箭雨 这次援军早有准备 冲在最前方的乃是盾牌手 见漫天剑雨而下时 王汇聚在一起 用盾牌挡住箭矢 缓缓前进 再射 看着盟军死伤不少士族后 那些活着的士族 依旧缓缓前行着 李雀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再次贺令道 虎牢关能被称为天险之地 岂是那么简单 援军在西凉军的箭矢之下 随时都有士族倒下 前进的速度越快 死伤的士族就越多 只是不多点的时间 官下就留下了五百多具援军尸体 在后面观战的袁术 看得是一脸的肉痛 他虽看不起卑贱之人 但这些士族乃是他最大的仰仗 只是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就死伤如此多 叫他是一阵难受 杀 援军奋勇冲锋 在西凉军的箭矣之下 快速向官下奔来 在袁术的中军之后 各路诸侯都带兵相助 看着虎牢关的战况 他们一时都不知该如何去说 援军的冲锋在他们眼中 和送死一样 可援军若不冲过前面那空旷之地 就到不了虎牢关下 也就攻不上官城 此时在关镇的韩副和刘表一样 一脸的金色 照这样下去 袁术的几万大军 只今日一天 恐怕就能伤亡过万 他们二人在明后日相继攻关 此时 见了这种自杀式的攻杀 这二人一时都有了一丝惬意 刘表眼望前方 见那援军被箭矢射中倒地的颇多 便在心里暗暗记下 等到他攻关之时 必要多打造一些盾牌 也可减少一些损伤 谨生兄 公路挥下猛将勇士众多 看他死伤多人后 还能继续上前进攻 可见公路有大将之才 领兵有方 说话的乃是北海乡恐龙 此人借援军能奋力厮杀 出身为袁术说了句好话 刘表可是有自知之明的 听闻恐龙之话 自知他挥下之士族 也许还比不上袁术的兵将 便笑着道 是啊 公路乃大将之才 看来以前是在下眼拙 未能会掩饰英雄 刘表在面上说着袁术好话 其实在心里正安骂 袁术无耻匹夫 竟以金钱美人相诱 让士族们前扑后继的去送死 谨生兄看来 与公路素有间隙啊 恐龙边看场中的战情 便笑着道 刘表可不是傻子 不是什么人 就能套出他的话 否则他这半百之年 岂不是白活了 道 在下与公路很少交往 谈不上间隙 原来如此 恐龙摸了一把小胡子 黑黑笑道 战情如火 援军迟迟到不得虎牢关 就算偶尔有冲到关下的援军士族 不是被箭矢射翻 就是被巨石砸中 给本将冲 袁术眼见前方士族攻击受挫 立即派出了身后另一支部族 此部族大概有三千多人 各个都是榜大妖元 一副虎妖狼行 与先前援术派出去打前战的士族相比 后面的这三千多人才是精兵 战场之中 有了这些人的加入 立即缓起了其他士族的压力 秋风吹起 战鼓诸威 虎牢关下一副惨烈之状 数万援军从开始的百米处 在付出了多人士族的命后 终于向前推进了五十多步 五十多步的距离 援军的弓弩也能射到关上的西凉军 因此 在顿排兵的掩护下 援军以弓弩掩护 缓缓向虎牢关前行着 袁术剑自己的士族 终于接近虎牢关了 是一脸的喜色 再看他的中军左右 有刘鹏派出的皇忠 太史词二人 分别率领数千铁骑为他助威 因赵云奉命剿灭贼兵 临时之间 刘鹏只好派出太史词 反正有皇忠在 吕布是不用害怕的 即使刘官张三兄弟一起杀出 后面不是还有各路诸侯吗 因此 刘鹏是一点都不担忧 直接派了这二人 分领数千铁骑 为袁术这个志大财术之辈助威 战鼓雷鸣 攻关之战 从五十持续到下午 袁军只是几个时辰间 便在虎牢关下 留下了两千多具尸体 幸好的是 援军终于在付出这两千多具尸体后 终于摸到了虎牢关下 开始搭建云梯 准备攻上关卡 西梁军兵精良足 根本就不担忧 盟军会攻上关 便是那数不清的巨石与火油 就让盟军吃足了苦头 夜晚之时 进攻虎牢关的援军 留下近四千具尸体 缓缓撤退 虎牢关中 董卓正坐在主位上 思索着今日盟军攻关之事 他本以为刘鹏是吓唬他两句 没想到 竟是真的派兵前来攻关 董卓有点疑惑了 刘鹏难道是真的想强攻虎牢关 左下方站在第二位的李雀 见董卓坐在上方沉默寡言 便出声讨好道 主公 今日袁术麾下士族攻关 被我西梁剑射杀五千多人 关下是死士一片 我军却只被剑尸伤到了数十人 董卓知道 李雀好大喜功的毛病 但今日确实是射杀了数千盟军 因此 他也睁只眼闭只眼 不去叫那个针 毕竟李雀跟他多年 还是投些功劳的 主公 明日诸侯大军若敢再来攻关 莫将怨提一只精兵 冲锅而出 杀他的片甲不留 说话的是李雀身后站着的郭四 此人一脸横肉 一双眼睛眯得只能看见半条缝 站出来道 董卓对李国二人还是很信任的 不过对于出关与诸侯大战 他不怎么看好 他的西梁战旗虽是精锐 可刘鹏麾下的幽州铁集 一样是精兵 更何况各路诸侯们 也都有骑兵 派出去的战期太少 则可能被诸侯吞掉 派出去的战期太多 又恐与诸侯们两败俱伤 到时候让刘鹏公下关 他又不划算 其实董卓在心里 还是以拖延时间为目的 洛阳城中李如正在日夜安排 只要他在这里拖住了诸侯大军 到时候一切准备好 就可直接迁去长安 也就用不着同诸侯们死战 咱家才不和那些诸侯们死战 郭四 明日你就带兵前往关上 助力阙守关 董卓拍了下衣袖上的灰尘 一脸不在意地说道 郭四也就是说说而已 他可没那个本事 同吕布都能向战不下的黄中较量 更何况他也知道 董卓是不会让他率兵出关的 好了 如等都下去吧 咱家也该歇歇了 董卓打了个喷嚏 感觉到头有些沉闷 便开口道 下面站着的诸将们 除吕布之外 其余竟各自转身下去 义父 孩儿挥下君司马张辽 在战阵之上 不慎被刘鹏那奸贼挥下之将擒货 还请义父派人将他赎回 孩儿感激不尽 吕布此话一落 立即双膝跪地 朝董卓拜了下去 董卓一听吕布之话 直接在心中就给否决了 刘鹏那是什么人 岂会是缺金钱之人 见吕布跪在下边 董卓便拖着身躯走了下去 道的境前 弯腰将其扶起 一脸的难未之色 道 奉先吾 那刘鹏不缺金钱 为父拿什么换回张辽 十元西梁萧将 公无而驱使 董卓说的十元西梁萧将 在吕布眼中 都是一些戾气大典的绵羊罢了 他想赎回张辽 也并非是离不开其 而是元属张辽麾下的并州士族 一起请求于他 让他将其赎回 为了不使兵州军士族韩兴 吕布才出声相求于董卓 但董卓也无办法 吕布也就不再抢求 反正他是求了董卓 至于张辽能不能回来 就不是他关心的了 多谢义父 吕布凭空得了董卓的十元西梁萧将 虽说那些人根本不在他眼中 可白送的不要白不要 这些人正好可以在他的并州军中 担当一些无视权的虚伪 有战士之时 则能派上去冲锋陷阵 得了便宜的吕布也不逗留 告辞了董卓匆匆离去 在吕布走了后 董卓脸上挂着的笑容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阴沉 吕布在刚才离去之时 眼中那一抹得意之色 虽只是一闪 但还是被他看见了 几乎不用猜 董卓就知道 吕布是什么心思 可吕布真当他愚昧 那十元西梁战 将启事送给他那么简单 黑黑一笑的董卓 转身回了后院 二日 盟军寒字大旗随风飘扬 虎劳关下 再次聚集了几十万诸侯大军 但立于最前的 却只有三万步旗 羌毛森利 潇洒秋风下 映出一副奇观壮景 杀 随着寒服的鹤令之声 数万士族狂奔而出 冲虎劳关下奔驰而去 奔驰中 随时都能传出惨叫声 哀嚎声 盟军身后之地 刘鹏带着点围 即一众侍卫 正驻马相看 在看到曹操的大军之时 刘鹏眼中 闪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神色 随问道 恶来 曹操军中 可以有传出什么消息 点围稍微一琢磨 便直言道 主公 那细致才 一直待在曹军中 不曾出营 侍卫们暂时还没什么消息 曹操本就是一消雄 如若细致才辅佐于他 以刘鹏的估计 不出三年 曹操必定能在中原站有一席之地 相对于他而言 曹操只能用来牵制敌人 却不能自己壮大 否则就是大患 曹操本人长相确实不怎么样 但此人的才华 他还是看得见的 毕竟曹操两字文明上千年 他的耳朵都听得磨出了茧子 一个人拥有雄才大略 又有智谋之士辅佐 两相结合 要败于其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刘鹏目视前方 心中却在思索着 该如何将戏制才弄出曹营 少了戏制才的曹操 以后当然会有张戏才 李戏才等 但今时没有了这个戏制才 曹操还能在中原立足吗 就在刘鹏暗自思索之时 点为忽然间想起了什么 便又说道 主公 还有一事是侍卫们在昨日打探到的 说是曹操派出足地曹人 带着粮食酒肉 送给了公孙太守 曹操想干什么 刘鹏忽然间看不懂了 公孙暂时太山太守 为何曹操会派人与其结交 难道曹操有事相求于此人 还是这二人勾结在一起 图谋着什么 多加打探 看公孙再与曹操勾结在一起 是为了何事 刘鹏既然想不出 也就只能下令点位继续打探 诺 看了一会儿虎牢关的战况 刘鹏的脸上出现了一丝不屑 对他而言 韩复麾下的那些精兵强将 只能用草包来形容 公关之时 都不能排好阵型 全如一窝蜂般乱冲 这样的士族 要是能攻下虎牢关 那就是天下奇闻 再者言 他本来就没指望诸侯士族 攻下虎牢关 因此也就懒得多看 直接打马回营 于下仲诸侯给韩复诸威就行 回到营中 巡忧正在帐外等候 因是有要事 刘鹏便打发了所有侍卫 只于下点为一人 进的帐中后 巡忧看似疲惫的脸上 却露出一丝笑容 道 主公 此祭甚妙 虎牢关北侧之地 全由舒治将军 过就是虎牢关 在下已选好方位 舒治将军 也已派了士族 正日夜挖掘 不出三日 必能通往虎牢关 刘鹏在心里默思了一会儿 沉声道 公达 传令给舒治 后日晚间 必须直通虎牢关 寻忧疲惫的脸上 本有的喜色慢慢淡去 低声道 诺 公达 此即关乎到陶董大业 务必要告诉舒治 让其小心 不要被其他诸侯的探子发现 若遇见零散之士族 可随时将其斩杀 刘鹏眼中闪现出一丝狠色 口中冷冷开口 这种做法 古之旧有 寻忧倒是没有多吃惊 他担忧的 却是那条通道挖开之后 那一头是否在董卓大军的眼皮底下 如果那头通道 就在董卓的眼皮下 倒是暗度陈仓之既行不通 可就坏了大事 主公 在下认为 主公应在后日晚间 率领诸侯兵马夜西虎牢关 吸引董卓军的注意 再派舒治将军从地洞进去 从关内杀出 打开关门 一举攻破 虎牢关 寻忧在担忧间 还是说出了他此时所能想到的 其实刘鹏有此意 在行那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之既前 他就想到了 不过此刻寻忧说出来 他则更有把握 公达之意本将也有思虑 到时你传令书至即可 本将会率大军 为他争取时间 刘鹏一笑回道 不过在说完这句话后 似是想起了一件事 便一笑问道 公达 你可使得引穿细致财否 细致财 主公为何提到此人 寻忧不解问道 刘鹏轻轻一笑 本将知此人 乃是少有的智谋之事 曾在数年前 就派人四方寻找 可惜未得消息 不过在近日中 却是听到了曹操英中 有一名唤细致财的人 这才想问问公达 寻忧听完之后 一副原来如此的神色 此人乃在下少师同窗 家境寒酸 却有上进求学之心 在路门求学之时 在下与他相交甚好 至其素有谋略 在兵法之上的成就远胜于忧 但却性情高傲 平常之人入不得他眼 因此 在忧入朝为官之时 他却在尹川等待时机 静观天下之变化 只是不知 这曹操是如何请得动他 寻忧想起少师同窗 一脸缅怀之色 智财确实是位大财 奈何本将却不能得其 反被那曹操所得 刘鹏也不知曹操是如何请得细智财 便没有回答 只是一脸的感叹 寻忧听到这声感叹 便知其意 拱手道 忧愿做说客 前往曹营走一遭 为主公招揽此人 但能否说服制裁 忧实无把握 寻忧与戏制裁同窗多年 对其性情也甚是了解 因此才说出这番话 此事不及 等盟军攻破虎牢关后 攻答再去不迟 刘鹏一听寻忧之话 便知其事 说不通戏制裁的 不过如此也好 等他抓了戏制裁后 再让寻忧前去游说 那时机会就增大 莫 了解刘鹏性子的寻忧 听到这句意外之言后 王拱手行礼 刘鹏在交代了一些钥匙之后 便将寻忧打发走了 出征多日以来 大军粮草 全靠从幽州所带来的维持 但赵云出征之时 就带走了剩下的一半粮草 而剩下的另一半粮草 最多也就是一月之粮 从洛阳到幽州 行军之路便要近二十多日 这一个月的粮草 也是为回军时所留 而剩下的粮草 只能说是 只有十来天可用 为此 刘鹏才想快速攻破虎牢关 直取洛阳 毕竟诸侯之中 每天吵嚷着 要粮草的也不在少数 这些诸侯每日除了饮酒作乐 便是伸手要粮草均献 好在昨日 他将袁树等三人 给抬到了虎牢关前 各路诸侯才收敛了一点 毕竟谁也不想 因为拿的粮草多 就被派去当先锋 给西梁郡送人头去 就在刘鹏暗自高兴 今日没有诸侯前来催促粮草之时 袁绍 袁树两兄弟 大声闯了进来 请盟主为我原家做主 杀董卓 这二人闯进大战中 双双抱拳泪声道 刘鹏有点疑惑了 袁绍 袁树二人不和之事 在诸侯之中传得沸沸扬扬 他也听到过一些风声 可此时这二人却能同站在他的面前 并且 两人都是一副难过伤心的表情 任谁见了 都会觉得 这两人关系极好 本初 公路这是为何 你二人不是在给韩刺史诸威吗 怎的又回来了 是发生了何事 刘鹏在疑惑间 缓缓起身走了下来 盲问道 袁绍 袁树二人听到此问 巨石泪声语下 其中袁树哭得甚是厉害 如同女人一般 袁绍也只是在哭泣了几声之后 便泪声道 刚才收到洛阳传来的家书 董卓老贼在出征之时 竟将我原氏满门屠戮 请盟主为我二人做主 取董贼头颅 祭奠我原家一门的英灵 刘鹏一听 便明白了 定是董卓在出征之时 得知袁绍是盟军副盟主 袁树也在会盟的诸侯之中 担心在今的袁家 会与这二人相互勾结 来个里应外合 便杀了袁氏一门 不过董卓杀 袁家一门之势 前世就有 因此 刘鹏也不吃惊 甚至他还想谢谢董卓 那袁家四十三公 身高名望 乃世家的领头羊 董卓杀了这一家人 刘鹏真想拍手向盒 如果袁家还在 那他以后要灭掉袁绍 可要费上一番功夫的 现在看来 这一切都是天意 历史即使有他的推动 袁家如前世一样 还是没有逃过此劫 原来如此 西元太傅一身正气 却不料被董卓这奸贼给 二位也不必太过悲伤 本将已经做好了准备 定在十日内击败董卓 倒是二位也能亲手砍下董卓头颅 祭奠袁家上下的英灵 大仗之中 刘鹏一脸悲伤 四发自肺腑之言道 袁绍 袁树二人此刻过于沉溺于悲伤之中 完全把刘鹏的安慰之言当真 当先同声道 谢盟主 既然这二人要谢他 刘鹏也心安理得地受了这一切 本初 公路你二人突遭此痛 节哀顺便 今日就先回饮好好休息 本将杀董贼之时 避唤你二人一同前往 看着两个大男人 在他看前哭泣 刘鹏忙说了几句话 欲打发这二人回去 悲伤中的二人 又是在行谢了一番刘鹏后 才告辞离去 送走了 这两个原家之人 刘鹏的心情不可谓不好 便在帐中捂起了长枪 借以助兴 虎劳关外 战情与昨日相差不大 韩副大军 在每次接近到关前之时 便会遭到西凉军的灵力反扑 唯有丢下数千具尸体后 退了回去 欲在此准备冲锋 士族的鲜血染红了虎劳关之前 在连连细雨之下 鲜血慢慢渗进了土地之中 诸侯们都在暗自庆幸 幸好此次公关之人不是他们 否则就他们那点家底 非得送葬在这虎劳关下 韩副此刻 骑在战马身上 一脸的铁青 此时还未到入夜 他就已经损失了四千多士族 这还不算轻伤不能再战的士族 关下那一具具尸体 看得他是怒火四冒 韩副虽心疼士族的损失 但还是不敢撤兵 刘鹏身为盟主 所下之令便是军令 若他今日私自撤军 以他先前得罪刘鹏之事来看 他定会被其治罪 倒是性命恐怕也难保全 与自己性命相比 死伤数万士族 就不算什么事了 杀 韩副看了看天色 一脸的阴沉 口中冷声下令 咚咚咚 战鼓声再次轰隆响起 盟军士族又一次冲了上去 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搜搜搜 天际间传过快速破空声 西凉军的剑雨哗哗而下 顺着盟军士族的身体就射了进去 一大片的盟军士族 就在这一次剑雨之下 被夺去了生命 盾牌盾牌 盟军之中 不停有人在高呼着 期望在此刻 那些盾牌的士族 可以聚到他们身边 挡住那密集的剑雨 可盟军的盾牌本就不多 全部集中在最前方的中间 两侧的士族都是靠着 在冲锋着 因此是死士不断 哀嚎不停 入夜之后 韩副那铁青的脸色 才慢慢退了下去 急令士族明经 将前方还在冲锋的士族照了回来 一日大战 韩副麾下士族 战死五千多人 轻伤两千多人 本来只有三万大军的他 一战就损失了近三成兵力 气得韩副是大道哀阴 刘鹏在得到消息后 专程去气营中 将其给爱抚了一下 又令总梁草官张淼 给其麾下士族 送了五头大猪 又送了一些粮食美酒 才告辞离去 本来心中还有怨言的韩副 在得到刘鹏馈赠之物后 不满的情绪也淡了许多 二日 虎牢关前的盟军士族尸体 早已被掩埋 只是那 留在地上的鲜血 却是依旧在 惊气飘扬 战气成牌 此时诸侯盟军 接牌于虎牢关前 最先之军乃是刘表的荆州兵 已经年过五十的刘表 发并肩已有了点点白发 策马驻于阵前 眼望朦胧之处的显观 刘表深吸一口气 慢慢拔出腰间配剑 直指前方 令道 众将听令 公关 诺 身后一众荆州将领 在马上齐声应道 下一刻 数万部足手持枪矛盾弩 排成两列方阵 缓缓前行 前两日袁术 韩复两军进攻虎牢关时 所不接受到重伤 刘表当时就在想 怎么才能减少士族伤亡 步步这二人的后尘 仔细观察之下 他发现 这二人的士族 全靠蛮劲往前冲 并没有什么成型的战阵 同时袁术 韩复二人在防御之上 所做的努力还不够 数万士族攻城 却只有几百个盾牌兵 根本抵挡不住 西凉军那漫天的剑雨 既然发现这两件不足 刘表在昨日回营后 立即召集麾下降领商议 连夜布成一个 万人进攻阵型 又加以操练 在操练士族练习方阵之余 刘表又花金钱 从其他诸侯手里 买了一些盾牌 又在总梁草官张淼那里 领取了一些近日造成的盾牌 这样一来 刘表本有盾牌兵五百多人 但又买又领的 弄到了近两千伏盾牌 在高兴之余 刘表立即将盾牌发下去 组成了一个盾牌方阵 一个攻击方阵 盾牌方阵 乃是以两千手持盾牌士族组成 继后是手持长枪 云梯等准备攻关的士族 关上的西凉军 两日接打的盟军伤亡惨重 今日见盟军又来攻关 许多士族便将早已准备好的 强攻硬弩拿出 搭上羽箭之后 近等盟军进入射程之中 风呼啦呼啦地刮着 盟军开始进入攻弩射程之内 漫天破空而来的羽箭 直射前方盟军士族 咚咚咚之声不停响起 飞来的羽箭 大多数射在了盾牌之上 只有些许羽箭穿过盾牌 直射进士族身体之中 就在成牌剑雨过后 关上的西凉军睁大了眼睛 惊愕地看着关下的盟军士族 那成牌剑雨过后 应该是死伤一片才对 为何盟军只留下了不多的尸体 便又开始前进 李雀瞪大了眼睛 看着盟军缓缓推进 挡在身躯前的盾牌清晰可见 刚才他还以为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则明白了 准备巨石 火油 等敌军上来给 本将狠狠地打下去 西凉兵们在李雀的降令之下 立即搬运守城所用之物 今日是第三天 刘鹏当然要前来关阵 当他看到刘表的荆州表手持盾牌推进之时 眼神中多了丝赞赏 主公 刘荆州麾下士族 能攻下虎牢关吗 点位看着前方士族缓缓推进 后方的云梯等物 也被抗着前冲 点位在心中 倒是希望刘表的士族 能攻下虎牢关 便出声道 刘鹏知道 点位不是多嘴之人 而是被战场上气氛所感染 才问的此话 不过他也正好闲着 便一笑而道 虎牢关中有董卓近四十万大军 刘表的荆州兵 即使攻上虎牢关 也会被后续的西凉军赶下来 点位听到回答 仔细一想 也是 董卓的几十万大军 还在关内驻守着 岂会让盟军攻上虎牢关 白昼间 虎牢关外大战四起 硝烟弥漫 厮杀之声不息 杀 杀 杀 虎牢关上战况惨烈 盟军几近攻上虎牢关头 却都被西凉军赶了下来 一日的时间快速过去 荆州兵也在虎牢关下 留了近三千具尸体 才缓缓撤退 入夜 刘鹏的中军大仗中 此时坐着各路诸侯 诸位将军 盟军已连攻虎牢关三日 袁将军 韩济州 刘荆州三步兵马损失惨重 为此本将在这里败谢三位 刘鹏从主位而起 直到帐中之地 对着三人拱手一礼 败谢过后 刘鹏再次出言道 先前本将曾说 三日破虎牢 而今日就是最后一日 诸位可愿随本将夜袭虎牢关 剿灭董贼 一袭之话过后 诸侯们也都沉默了下来 虎牢关三日间的惨烈大战 他们可都是亲眼所见 而刘鹏说 是要夜袭虎牢关 可连点具体之策都没有 过不多时 袁绍率先站起来 双目一扫杖中诸侯 问道 盟主 夜袭虎牢关 请问有几成把握 袁绍的心思 刘鹏又怎会不知 不过人家 既然出来给他搭台唱戏 他正求之不得呢 一笑而道 本将有八成把握 请问盟主这八成把握 从何而来 长沙太守孙坚 虎牢一转 直言问道 孙坚所问之话 正是诸侯们所想知道的 刘鹏微微一笑 分析道 本将说三日下虎牢 但董卓不这样想 他会认为 本将在三日内连败三阵 士气受挫 是不会偷袭虎牢关的 再者道 这董卓三日内 连胜三阵 军心必定焦焦躁 而自古以来 焦兵必败 西梁军擅长野战 却不出关 与我盟军对阵 只归宿在关内 诸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刘鹏再说完之后 环氏仗中诸侯 出言问道 是啊 这董卓有西梁战期近二十万 为何不与我等在野外一战 却只坚守虎牢关 这是为何 徐周牧老陶欠 起身一拱手 一脸不解相问道 对 董卓有精锐的西梁战期 却不出关 此事极为反常 不知盟主有何高见 北海乡恐龙手拿酒杯 站起来问道 刘鹏听了这二人之言后 在看其余诸侯 他们也都是一脸不解 正等着刘鹏给他们一解一惑呢 董卓不想出关与我等一战 乃是在拖延时间 刘鹏神秘一笑 回身上了主位 淡淡回道 这下可让一众诸侯蒙了 董卓此时掌控朝廷 应该全力出兵 将他们一举战败 这样才符合董卓的利益 可刘鹏说 董卓在拖延时间 董卓为何要拖延时间 诸侯们你忘我 我忘你 皆不能明白 主位 董卓拖延时间的目的 以本将看来 这次是想带着他的西梁兵回到关中 毕竟那里 都在西梁军的掌控之中 不比金师洛阳 随时都有可能 遭到诸侯们大兵压境 刘鹏看着诸侯们的表情 出声解释道 其实他不想解释的 但董卓迟早要迁都 此时说出此话 也算是给这群诸侯一点信心 让他们知道 董卓要走了 全力攻取洛阳才是大事 既然董卓要回关中 那他为何要囤兵与虎劳关 还要拖延时间 刘弹摸了一把小胡子 出言问道 今次刘鹏还未答话之时 那武短曹操却站起来哈哈大笑 出声道 董卓既然要掌控朝廷 那么天子才是 重中之重诸位倾享 董卓要去关中 那么洛阳的百官怎么办 天子又怎么办 董卓会将天子与百官 一起带离洛阳 而要去关中 路途漫长 临行之时 总有一些准备才是 这就是董卓拖延时间的目的 他在这里拖住我们 天子就早一日 被其截去关中 曹操在帐中四贤庭漫步 给诸侯们讲解着其中的道道 即使是这样 诸侯们也还是不能相信 东汉王朝定都洛阳 以历两百多年 董卓他敢冒天下之大不惠 将百官与天子 一起截略到关中去吗 曹操在说完之后 便不再去看诸侯们的表情 回身一抱拳 道 曹某不才 愿追随盟主 夜袭虎劳关 梦得真乃汉事中良 刘鹏对着曹操感叹一句 便再次出声道 诸位 愿意随本将出兵 夜袭虎劳关的 还请随随准备兵马 此时之前 我等在虎劳关外二十里回合 若不愿去的 本将会让张太守为诸位 备好粮草 诸位也就能各自引兵而回 治理一方 名垂青史 诸侯们一听此话 皆不能相信 刘鹏那是什么人 其心狠手辣的程度不下于董卓 殊不见幽州在今年传出之话 那刘鹏在幽州大肆杀戮 将乌坏人赶到了草原之上 又大肆招收士卒 囤粮练兵 这些事情虽只是传言 但都显示出 刘鹏非是庸人 也有一点是诸侯们最为关心的 那就是刘鹏最后一句 治理一方 名垂青史 他们都是来自天南地北 在大汉的疆土之上 各有一块地盘 可治理一方 岂能名垂青史 而要想名垂青史 只有在剿灭董卓之后 受到天子封赏 再图闯出一番基业 在过了不多时间后 诸侯们也都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商议着 各自叙述着厉害 唯有刘鱼 曹操 袁绍等人并未出生 这些人不是在想功名立业 就是想着青史留名 恐怕为汉世着想的 就是刘鹿一人 刘鹏看了一会儿 脸色渐渐地阴沉了下来 这些诸侯竟将他这里当成了菜市场 随意交谈 什么话都敢说 而且还迟迟不能做出决定 诸位 这里是本江的中军大帐 不是诸位的会客之地 谁敢再放肆一句 羞怪本江翻脸无情 刘鹏华的一下站起 手握剑柄 冷声喝道 诸侯们讨论的正欢之时 被这话吓得皆默默无声 毕竟这里乃是刘鹏的大营 若得罪与其 保不准性命不保 就在诸侯们静下来后 刘鹏阴沉着脸再次说道 不想去夜袭的将军们 可以离开这里 若愿意去的 立即回去组织兵马 会蒙一来 刘鹏一直保持着李贤下世之风 但今日他真是忍不住了 这群诸侯在他眼里 连董卓那个匹夫都不如 只想着 他们自己的德与师 一到大战之前 就是畏惧不前 比这匹夫更可恨可泣 能做到一方诸侯的 那个不是人精 此时之道 就是他们不愿意去也不行了 因为刘鹏的愤怒 不是装出来的 便齐声道 我等遵盟主之令 当诸侯们说完这句话时 刘鹏握住剑柄的手材 慢慢松开 但脸上的表情 却依旧阴沉 如同那秋季阴沉的天空 刺扫中诸侯后 刘鹏缓缓道 诸位下去准备吧 本将在虎牢前进的 诺 诸侯们急忙领命 回身散去 就在众诸侯散去不多时 黄忠 太是辞 高揽三人 也已集结好兵马 就在三人进到帐中 准备向刘鹏禀报 可以启程之时 却见他家主公正 一脸阴沉 破口大骂道 匹夫数字 无德无财 一群蠢货 不知董卓不灭 他们也都自身难保骂 黄忠三人 一看锦衣卫统零点围 却见其正低着头颅 仿佛没有听见 刘鹏的怒骂声 主公息怒 三将盲半跪余地 出声道 经此一事 刘鹏也已看清 这些诸侯们靠不住的 他得自己早做打算 何事 刘鹏凭析了一下 胸中的怒火 出声问道 主公 除太史将军的战车兵 其余五万步骑 皆已点验完毕 随时可出战 黄忠半跪在地上 拱手说道 因是夜晚之战 太史辞的战车兵太过招摇 行动又不便 刘鹏就将其留在了营中看守 静待其余兵马出战 出发 刘鹏看了三将一眼 口中另声一下 率先而出 此时 虎牢关外 白昼之时天气阴沉 夜市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月光仿佛知道 盟军要夜袭虎牢关事的 便早早地回家歇息去了 侍卫们手持火把 竟围在刘鹏身边 黑色夜空下 密密麻麻的士族 手持枪毛 迎风而立 黄忠手提大刀 腰拳配剑 胯下一匹黄色骏马 他今夜很是奇怪 为何军师与陈道都未出现 在三天前 刘鹏给陈道下了一条密令 让其率一万步足 腿于虎牢关外 便于监视西梁军动静 这是他是知道的 可夜袭 虎牢关这么大的战士 陈道与军师寻忧俱为出现 这是何意 难道是奉了密令 令有重任 黄忠尽力于军前 在漆黑的夜空下猜测着 汉生 诸侯兵马是否已经到达 刘鹏在昏暗的火把照耀下 淡淡问道 黄忠急忙收回思绪 兴奋道 各路诸侯兵马已全部到达 就等主攻军令下达 刘鹏看了看天色 随口道 暂时不动 你先派人将沿途西梁军的探子 全部解决 为大军铺好道路 诺 黄忠抱拳一礼 忙下去布置 黄忠走后 刘鹏仰望天色 心中祈祷着 陈道与寻忧 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顺利进入虎牢关三日的时间 挖出一条十里长的通道 乃是一件不易之事 幸好此处土质松软 士族日夜开挖 终是挖到了虎牢关内 但具体通道关内哪里 此事寻忧也不知道 夜静悄悄地 秋风徐徐吹过 刘鹏紧握手中之枪 脑海之中却算计着 接下来该如何走 董卓拥兵四十多万 若他破了虎牢关 长驱直入洛阳之时 董卓会来得急撤到关中吗 时间慢慢而过 黑夜下 战马四名之声不绝 仿佛已是等得不耐烦 而刘鹏也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主攻 原副盟主催问 何时进军 一小笑黑夜下 徒步而来 上前禀报道 刘鹏看着远处点点火光中的虎牢关 陈生回道 回袁绍之话 虎牢关内火光冲天之时 便是出兵凉机 诺 小笑拱手一礼 转身而去 虎牢关中六礼之外 沉道一连土尘 身边跟着的寻忧 也是狼狈不堪 一身文士长袍全是泥土 犹如在土下生活之人一般 军师 此处无人 看似不像董卓大军驻扎之地 沉道拍拍身上的泥土 在黑暗之中 缓缓说道 寻忧不及拍去泥土 在四周 仔细观察了一下 出声道 说志 此处乃一山岭之下 幸好有仔细勘查过此处地形 否则挖错位置 我等也就不会出现在此地了 先生真乃大财 关外距此有数十里 先生能推算到此处便是出口 足以证明 先生乃是天下奇才 沉道欣喜之余 不忘奉承一下寻忧 若是四周有董卓大军 并会有火光 可四下漆黑一片 足见此处是安全之地 寻忧不离沉道的凤城 忙出声道 书至 快照假释上来 速速杀王虎牢官 诺 沉道也知事情不可怠慢 忙下去安排 过不多时 从山脚下的一处洞口 缓缓走出手持枪矛的士族 从洞口出来的士族 无疑不热的大汗淋漓 到了漆黑的夜空下 都深吸几口气 来缓解身体上的不舒服 当一万士族全部从洞口出来后 沉道手持大刀 奔到寻忧身边问道 军师 四下漆黑 末将愚钝 不知何处才是虎牢官 这也是寻忧想要知道的 在几个转私之间 道 书至 立刻派人出外打探 务必探到虎牢官的方位 诺 沉道一听 当下就准备如此 等等 寻忧脸色一变 忽然之间似是 想起了什么 一脸的惊喜 忙叫住沉道 书至 不用派少奇打探 在下一只虎牢官在何处了 不用少奇打探就能知道 沉道在黑夜下 看着寻忧那张模糊的脸 惊喜道 先生 在何方啊 书至 越过此处山岭 从正前方一直走 不出无礼 就是虎牢官 寻忧在黑夜下 伸手一指 输了口气 笑道 莫将这就率兵前进 直取虎牢官 既然有了明确方向 沉道一甩身后披风 出声道 在下与你同去 怕是主公已在关外等的交集了 寻忧稍一思量 决定道 沉道在心中略意思量 也就答应了 刘鹏虽有交代 要他务必保证先生的安全 可若无寻忧在 有些事情他也办不了啊 正如刘鹏所言 董卓的西良军 在连挫盟军三阵后 已产生了骄傲情绪 夜晚的虎牢官上 虽然防守依然严密 但四周巡逻的士族却是不多 可见西良军多半已经入睡 先生 西良军大军迎债 应在那个方向 沉道在拒虎牢官三里之处 一直左侧那灯火通明之地 巡忧也早已看见 随时在夜下 但他估计到 西良军大营 拒虎牢官应在十里之外 书至 立即率领假释拿下官门 再派士族在官上多点火把 巡忧在心中算了一下时辰 忙出声道 沉道大刀一轮 出声道 诺 趁着夜色的掩护 沉道率领两千精兵 率先缓缓朝虎牢官而去 后面的巡忧 率领八千士族 在原地等待着 等到沉道冲到虎牢官下之时 他们再出手 如果一起而行 那一万人的脚步声 很容易引起西良军的警觉 杀 到的虎牢官一里之处时 沉道大刀一挥 沉声下令道 官上的西良军 忽然听到 身后有人传出吼声 忙转身相看 却是见那黑下 有好多的人影晃动 最先跑来的人影 已经距离他们 不到百米之处 肋骨 快 肋骨 敌军来袭 西良军中 一名常年征战的士族见此 忙出声道 就在关上的西良军 准备肋骨指声 沉道已经率领士族 扑到了关下 并立即打开关门 点亮火把 咚咚咚 关上战鼓声音一响 关中的西良军 立即知道 是有敌军来袭 忙带人前去增援 而在关外 刘鹏正交集之时 却听到关中战鼓雷鸣 厮杀之声夹杂其中 隐约传来 传令各路诸侯 立即出兵虎牢官 刘鹏之士沉道杀出来了 破关即在眼前 忙出声下令道 早就在一边 等待传令的骑兵 守直刘子小令旗 快速下去传令 在传令之时 刘鹏亲自率领 幽州军帅息而去 他很清楚 陈道只有一万部族 是狠难守住虎牢官大门的 因此 他亲自率领 黄冲挥下骑兵 当先而去 漆黑下 士族们高举火把 宛如一条长龙的行径者 马提升惊醒了沉静的夜 不出半个时辰 刘鹏便已到的 虎牢官外三里之处 见关门大厂 官中杀声弥漫 便知此站已经落下了帷幕 骑在赤兔马上 一笑令道 冲 杀贼兵 取董卓首级 驾 长枪一挥 刘鹏猛催跨下赤兔马 当先一骑而出夜下 赤兔马犹如风一般奔驰着 后面幽州铁骑 轰隆隆地跟了上来 到德关前时 刘鹏紧勒赤兔马 停足而立 见关门大厂 里面厮杀之声激烈传出 汗声 速速率兵进关 驻书智拿下此关 刘鹏哈哈一笑 对着身后的黄中下令道 诺 黄中大刀横于胸前 率领幽州铁骑 急驰而去 此时他才明白 原来陈道率领一万部族 早先就进了虎牢关 陈道在里面正率领兵马 节节阻挡着攻来的西凉郡 黑夜之下 到处都是西凉骑兵 他的一万部族伤亡许多 此刻已经退到 离关门不足百米之处 两面受敌的陈道 眼见关上的西凉军手持火把 快速冲了下来 盲挥舞长刀 砍死数名西凉兵 回身退到后面 先生 主攻何时能到 嫌我军两面受敌 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 陈道退到士族中间 向着在黑夜下瑟瑟发抖的 巡忧问道 巡忧虽是军师 但多次大战 他都跟在刘鹏身边 何曾身临其境过 今夜厮杀惨烈 哀嚎不绝 西凉军射出的箭矢无处不在 即使胸有韬略的他 身子也不由得发抖 书志 在下推算 主攻应该快来了 只要我们坚守住关门 西凉军就奈何不了我们 巡忧虽然被惨烈的战士所下 但其谋略依旧存在 将军 西凉兵从关上下来了 一手持长枪的小孝浑身血迹 忙跑到陈道身前禀报道 陈道转目一看 见关上下来的西凉兵 已经冲开了一个口子 正向关门这里杀来 保护好先生 冲来的西凉军杀去 大刀起落肩 几声哀嚎 几个西凉士族便已倒地 鲜血见射了陈道一脸 却丝毫没有阻挡住他的威势 大刀再次挥舞而起 周围上前的西凉兵 皆瑟瑟发抖 害怕他们会是下一具尸体 刀起刀落 凭借一万士族 陈道硬是抗住了数倍西凉军 兵器相撞 每一瞬间都会有士族丧命 黑夜间 陈道在痛快杀敌之时 却听到有马蹄声 好像就在关外 瞬间 陈道反应了过来 这应该是幽州铁骑 是主攻率领大军来了 陈道血迹模糊的脸上 浮现出喜色 一刀逼退周围几个西凉兵 大声喝道 将士们 主攻率大军已到 只要再坚持片刻 虎劳关就是盟军的了 陈道顾士气之话 被厮杀之声淹没 离得近的士族们 却是听到了此话 当下愣是奋勇厮杀 将关上下来的西凉军 堪堪抵挡住 轰隆隆 黄忠提着大刀 当下进了虎劳关 身后数万铁骑缓缓进 马蹄声进的关门上的西凉兵 黄忠当下一看 四处都是尸体 黑夜下竟分不清 谁是陈道 无奈之下 黄忠大声喝问道 殊智可在 陈道早已听到铁骑静关之声 但周围的西凉军缠着他 一时半会儿的他还冲不出去 此刻听闻黄忠的贺问声 哈哈一笑道 黄将军 某在此处 话音一落 陈道横刀一挥 立即砍翻了庶民 趁着他说话之际 上前欲杀他的西凉兵 黄忠哈哈一笑 既然陈道安全 他也就没有任何担心了 所以立即命令铁骑冲出去 将屯于关前的西凉军 全部杀进 虎劳关西凉军大赢 一服不好了 猛军攻进虎劳关了 吕布手持方天话击 急声站在帐外道 董卓还未睡下 听到此话 一脸震惊 忙将旁边的两名美人推开 下了床踏往外走去 凤仙 你说什么 董卓出的帐外 见吕布一身戎装 立即问道 吕布现在可算是逮准了机会 虎劳关被盟军偷袭得手后 首将李却为防止董卓怪罪 便私自瞒下这个消息 想趁着董卓不知间 率先夺回虎劳关 可惜李却麾下一个小笑 与吕布关系良好 在李却派他回大营调兵之际 将此事告知了吕布 素来与西凉军将领不合的吕布 得知这个消息后 马上集合自己的并州兵 并亲自前来告知董卓 义父 李却大意 让盟军攻破了虎劳关 却又将消息隐瞒下来 不予义父禀报 可见这个李却是丧心病狂 说不准正是他引来的诸侯大军 董卓在吕布卫说完之时 便大声喝道 李却不会判我 你且立刻调集兵马 前往虎劳关御敌 咱家随后进起大军赶来 诺 吕布心中气愤 想不通董卓此时为何还护着李却 但此时董卓记下军令 他就得执行 便威义拱手 转身离去 吕布的心思 董卓当然知道 但李却是他的心腹 从讨伐黄金之时就跟着他 除了武艺不及吕布外 其他样样都比吕布强 来人 立即召集大军 咱家要亲自夺回虎劳关 董卓此时又气又恨 他怎么就派了李却这个蠢货来守关 但是至此 也没别的办法 只好如此了 守卫大帐的校尉 得到董卓之令 立即下去召集大军 董卓回了大帐 见那两个美人 正向他卖弄呢 恼怒道 来人 将这两个贱人拉下去 送给将士们玩吧 这两名女子 都是大家闺秀 一听到董卓要将他们 送去给军汉们玩 忙下他跪下求饶 若是在董卓心情好时 这两名女子也许有救 可此时 李却是了虎劳关 他正没有地方发泄呢 这个美人变成了 倒霉之时的发泄品 虎狼贾士得令后 立即进账 将两名哭喊着的美人 拉了出去 董卓一脸晦气 在贾士们 拉着两名女子离开后 便亲自套上战甲 腰间悬上佩刀 过不多时 董卓的西梁大军 便已集结整好队形 随时可出发 报 相国 盟军已攻破虎劳关 李将军正率残兵撤回 大营外 一小孝飞起来报 董卓高坐战马之上 听到此话 咆哮道 李卓这个废物 蠢货 吕布呢 咱家不是派他支援李卓去了吗 他为何没有挡住关东诸侯 啊 为什么 小孝看到董卓的怒火 心惊胆战道 吕将军还未到的虎劳关时 李将军就以精兵败 失去了虎劳关 什么 一听此话 董卓更是大怒 虎目一横 骂道 李卓有四万大军 片刻间就能让盟军攻占了虎劳关 无能 废物 相国息怒 跟在董卓身后 准备出兵的一众将军 此刻全部出声道 这些将军们不说还好 一说董卓更是控制不住情绪 贺骂道 息怒个屁 没见诸侯盟军都破了虎劳关吗 郭四剑没人在上前说话 便仗着他跟随董卓十日长久 资历最深之缘故 出声近年道 相国 诸侯既已攻下了虎劳关 他们肯定会朝我大营而来 不若再次先设意埋伏 静等诸侯大军落网 你是让咱家就这么丢了虎劳关 董卓双眼一瞪 立声问道 相国 虎劳关既已丢失 要想再夺回来 难上加难啊 诸侯有近五十万兵力 而我西梁郡却只有三十万 要想夺回虎劳关 恐怕我三十万西梁郡 都回不了家了 郭四泪声跪下 伏地败道 董卓知道 郭四说的全是实情 虎劳关既然到了刘鹏手中 他想要再夺回来 非得搭上这三十万西梁郡不可 思来想去之后 董卓决定听从先前离京之时 李如对他所说之话 斩钉截铁道 传本相令 让李却戴罪毕宫 率兵五万 再次去抗关东诸侯 若再战失利 定斩其头颅 其余人等 抛下自重 倾其随本相回尸落扬 诺 一众将领立即下去安排 董卓想到他在虎劳关前 与刘鹏已大战好几日 加上出征实陆上所花的时间 在这些十日中 李如定是准备已经好一切事情 就等迁都了 因此 他才不想与诸侯们死战 毕竟诸侯兵力与他相差不大 兼刘鹏骁勇善战 当年一起平定 枪人叛乱之时 他就有所领教 至于留下李却来抗诸侯大军 完全是怒气不争气 竟让诸侯破了这天险之关的缘故 深夜之中 西凉军大营 一阵鸡飞狗跳 战旗轰鸣 李却败兵回营 身后的诸侯盟军 是猛追穷打 在扔下几千士族殿后 才得以率领一万多残兵回营 等他回营时一看 大营内灯火同名 士族们都在整理行囊 像是要撤兵之征兆 李却心中一惊 忙去求见董卓 可董卓因为他丢了虎牢关 懒得召见他 只留下了三万精兵 传话让他谨守大门 抵抗诸侯大军 不多时 西凉军便已收拾停荡 快速上路而去 一脸苦涩的李却 在西凉大军离去之后 率领三万精兵 与他带回来的一万多残兵 在大营周围不好口袋阵 静等诸侯大军前来攻营 在董卓的思量之中 李却就是兵败 麾下应能有个二三万人 因此才留下了三万精兵 加上这二三万人 守住大营 抵抗诸侯大军一段时日 是不成问题的 可董卓未想到的是 李却被黄忠与诸侯大军 一路追赶 麾下士族在黑夜中死的死 伤的伤 还有的直接逃走 哪还能留下二三万人 就这一万多残兵 还是李却拼死带回来的 轰隆隆 大地震动之声响起 几十万盟军 一路乘胜进军 直追董卓的西凉军大营 主攻 少气探报 董卓的西凉大军 已在两个时辰前 就以清朝出洞 往洛阳方向而去 西凉兵大营 此时应是一座空营 沉到一身血迹 横刀立马于军前 脸色带着点惊喜 立即道出此话 刘鹏听闻此今天这消息 先是一喜 后游觉得不对 董卓只是 丢失了虎劳关 西凉大军并未有过多的损伤 此时却撤军了 只能是一个原因 那就是 董卓要回师洛阳 准备迁都了 这么一想 刘鹏立即猜测到 董卓要回师洛阳 并会料到诸侯会前去追赶 也一定会在通往洛阳的道上 留下伏兵 可在仓促间 伏兵又会藏在哪呢 思索了一会儿 刘鹏骑在赤兔马上 听着前方传来的沙喊声 口露不屑神色 下令道 传令高揽帅两万部族 驻兵于虎劳关 其余十七阵诸侯 让他们立即率兵 追击董卓的西凉大军 诺言 陈道领命 欲打马而去 慢 在传令皇中 让他率铁骑与本江 在虎劳关前会合 至于那座西凉军大营 留给诸侯们吧 刘鹏脸上笑意一闪而逝 口中缓缓令道 董卓的西凉大军撤走 那营中定留下许多资重 陈道疑惑道 主公 西凉军大营内的粮草自重 定是有许多 我军得到一些 也能暂时缓解 营中粮草不济之事 传令去吧 那座西凉军大营 里面的粮草很是诱人 但董卓才是最诱人的 况且 那西凉军大营 岂是那么容易 就攻取的 恐怕西凉大营未攻下 董卓早就会落阳了 刘鹏带有暗示之语一笑而道 陈道听的是 糊里糊涂的 什么时候 董卓比粮草还诱人 不过在疑惑之余 他还是奉刘鹏之令 拍马而去 诸侯们得到刘鹏之令后 已是卯时一刻 天色已微微亮起曙光 从虎牢关至西凉军 大营的路途中 到处可见战死沙场的 士族失守 天之大量时 刘鹏的幽州军 全部集结于关内 一夜大战 士族们也有些许损失 神情也带着死疲倦 主公 末将已分派下去 关上全是我幽州军守卫 高懒驾着骏马 飞骑前来报道 刘鹏抬眼望了一下 沉声道 书智 虎牢关旧 交由你来守 莫辜负本将的期望 主公放心 末将定会守好此官 等待主公军令 一听这话 高懒忙是出声保证道 各路诸侯现在都在哪里 刘鹏在回身的刹那间 眼神扫过神情憔悴的寻忧 出声问道 现在大军少骑皆是皇忠部下 因此 在众将未出身后 皇忠拍马上前一步 道 骑兵主公 各阵诸侯在得到追击董卓的军令后 全部以兵匹马伐为由 不愿出兵 却派人围住了西梁军大营 看样子 是要攻取西梁大营 这些人平时都自比人惊 此时却全都被眼前一点利益所迷惑 可悲可叹 刘鹏轻蔑一笑 问道 难道就无疑人敢去追击董卓 是否 皇忠仔细梳理了一下思路 才回到 诸侯之中的刘青州 在接到主公军令后 乘氏大军死伤颇多 休养一日后 立即出兵追赶 刘鹬真是个迂府之人 董卓多是西梁骑兵 他挥下的又多是步兵 在休息一日后 董卓早已跑到了百里之外 他在出兵追赶 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刘鹏在心中 虽然埋怨他这个不知兵事的皇叔 却又庆幸刘鹬没有奉他之令 立即追赶董卓 以刘鹬现有的兵力 若是在追击董卓的途中 被西梁军伏击上 恐怕他派赵云助刘鹬剿灭黄金贼 就是多余的了 以董卓的凶狠 刘鹬若被他伏击抓住 恐怕性命都难保全 到时他剿灭了青州黄金 这地盘该给谁 给朝廷 还是自己占用 这两样的哪一样 都不符合他现在的利益 只有刘鹬活着 青州才能无视 他也才能空出手说是袁绍 此时再庆幸之余 刘鹏还是没望其他诸侯 道 其他诸侯呢 曹操 袁绍 孙坚 这几人都是在兵围西梁军大营 还是各自率领兵马 回了关外的营中 这么一问 黄中立即回到 袁绍 袁绍二兄弟 在得知董卓撤军消息后 欲率领兵马前去追击 但继周末 韩复不知说了什么 叫这二人心甘情愿地留了下来 正与诸侯们一起 率兵攻取虎捞关 曹操 孙坚 公孙赞三人称其不适足 伤亡颇重 以无力再战 现都在整备兵马 等待诸侯们攻下西梁军大营 好奋一杯羹呢 黄中黑黑一笑 显然是对曹操几人的行为看不上眼 曹操乃是一奸雄 董卓撤军前往洛阳的消息一出 他不可能看不到 这其中的战绩与时机 但为何 却以其他二人都在按兵不动 难道真是为了奋一杯羹 刘鹏齐在赤兔马身上 眉头皱起来 似是在思索着什么重要之事 前些十日 曹操送了公孙赞一些粮草钱财 这件事咕咚一下冒了出来 曹操那是什么人 那是个无力不起早的家伙 他送公孙赞钱财等物 定是为了拉拢与其 即使拉拢 那就一定有事要公孙赞与他一起干 刘鹏黑黑一笑 曹操拉拢公孙赞的意图 他已猜出了几分 至于那个长沙太守孙坚 此人自会盟以来 与曹操相交甚后 曹操能拉拢公孙赞 定是早就有孙坚相勾结到一起了 这三人的兵力合在一处 大概有个七八万人 昨夜一大战 众诸侯是秋风扫落叶 几十万大军不到片刻间 就将里缺的五万西凉兵 打得七零八落 这三人也的士族 全部跟在刘鹏的骑兵身后 是不会遭受什么重大损伤 可这三人却以士族伤亡 颇大为由来搪塞于他 可见 其必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曹操此人 哼 刘鹏知道 此人打得什么注意了 汉生与舒智 紫义率领大军随本将前去追击董卓 静置留守虎牢关 刘鹏目视前方 口中沉生令道 竹江的令后 立即前去准备 应在虎牢关外 还有一万战车兵 太史词便派人前去传令 并让战车装上资重 立即前来 给高揽留下两万部足后 刘鹏追击董卓的大军 也就只有五万上下 其中骑兵三万 部足五千 资重兵五千 战车兵一万 这些总兵力加在一起 就是刘鹏自己也有点吃惊 他率十一万兵马而出 到了此间之时 除去赵云的三万兵马 他现在只有七万多点兵力 可见数次大战 就葬送 就一万多士族的性命 不过在乱世之中 人命剑如草剑 要想不被乱世淹没 就只有奋起反抗 这个道理 刘鹏在穿越而来后 就早已懂得了 此时也为过多悲伤 只是在心底间多了点感叹 五十 刘鹏的五万战旗 已准备妥当 各种资重 全部人给了高揽 只带了行军粮食 与一些必备之物 便匆匆上路 不过在出发之时 刘鹏亲自将高揽罩出来 安排了一些密室 最后才率领大军离去 去往洛阳的关道之上 数万铁骑政策马狂奔 一路烟尘不绝 提升阵天破的 刘鹏的赤兔马 一日千里 为了让后面的猪将赶上来 他这才放慢战马奔驰之速 等后面的众将追上后 心情大好道 看来上天也愿助本将剿灭董卓 否则也不会万里晴空 高扬邪照 晴朗的天气 使得众人心情也都很好 寻忧一抹额头上的威汉 笑道 主公雄才大略 并能剿灭董卓 匡扶汉世 再助汉世千年辉煌 好话谁不爱听 刘鹏当时哈哈一笑 挥手是一道 本将德才浅薄 剑是薄微 比之高足 汉武皆有不足 不过乱世出枭雄 实是造英雄 你可以知道 本将是枭雄还是英雄 寻忧骑在战马上微微一愣 不知该如何回答此话 不过在稍一思量下 就忙出声道 主公广发习闻 讨伐逆贼董卓 就这一世 就可当得上英雄 英雄 刘鹏微微一笑 他知道寻忧的心中 肯定不会这么想 他这个双手 杀了多少无辜人的屠夫 配得上英雄二子 不过英雄 从来都是属于 胜利者来叙说的 汉生 书志 你二人认为 本将是否是英雄 太史词帅 领资重兵与战车兵在后 刘鹏便问向黄忠 陈道二人 看着二人是否敢说出心中之话 黄忠 陈道二人听到此问 再稍一沉默 黄忠率先开口道 主公乃天下少有的英雄 主公文才武略非凡 当时英雄 陈道在黄忠说完后 忙说出自己的见解 刘鹏跨坐在赤兔马身上 听到二人这样的回答 一时哭笑不得 从二人的语气中 他能听明白 这是肺腑之言 不过他 还是想出声解释一下 便道 本将不是英雄 天下间也难有英雄 英雄都是为天下人着想的 而本将与那袁绍 曹操等人居都一样 只是一介枭雄罢了 离英雄还差得多呢 主公乃是燕后 当朝大将军 首掌天下兵马大权 现在又是诸侯盟主 怎当不得英雄二字 黄忠这次可不乐意了 忙策马急奔 靠近刘鹏后 一脸不以为同地说道 主公不可妄自菲薄 你乃帝王之后 英雄二字当得 陈道祭拜刘鹏为主 那主公的前途 就是他的前途 出声道 哈哈 英雄非英雄 世人如何评说本将 那是世人的事 刘鹏见没一条 毫不在意形象大笑道 轰隆隆 董卓的西凉兵 有二十多万 其中也有不足 他们的行军速度 却比不上骑兵 刘鹏自武师出兵后 一路是人不停 马不歇 一口气追出了百里开外 就在刘鹏率领大军 燕尘中行军时 自前方一匹快骑 踏燕尘急事而来 报 主公 前方发现西凉军 扔下一些行军之物 快骑上的 少骑在道的刘鹏进前 翻身下马报道 西凉军乃是董卓的百战精兵 若不是得到军令 定不敢扔下物资 轻身而行 由此可见 董卓定是在日夜行军 争取早日到达洛阳呢 既然知道了 董卓迫不及待地想回洛阳 刘鹏可不会只做看客 随令到 黄中率一万铁骑为前锋 速速追上前方西凉军 拖住董卓的行军速度 诺 黄中抱拳而出 立即应声 在黄中率领铁骑离去之后 刘鹏立即下令 让在后押运资重的太史词 在大道上多设一些路障 以防后面的盟军快速而来 盟军中的那些诸侯们 在得知他率兵追击董卓的消息后 定会派出骑兵跟在他身后 想捡一些便宜 可就连这个便宜 刘鹏都不愿意给他们夜色降下之时 刘鹏率领中军 已到达拱县附近 为防董卓在半路设立扶军 暂行休息 毕竟刘鹏大军的后续物资 接在后军 想要搭建营帐 也没那东西 自到拱县地界后 刘鹏一路率领中军 除了掩埋战死的西凉兵尸体 便是清理道路 让后军快速到达 已有前世经验之缘故 刘鹏知道东庄撤军后会走此路 可诸侯们不知道 为防止那些趁火打击的小人 便再次下令给太史词 不仅在沿途上设立路障 还要将一些道路毁坏 以此阻挡诸侯们的进军速度 据刘鹏自己猜测 董卓应该就在明日回到洛阳 而其麾下的西凉军定会把守前方 不会让他的大军顺利到达洛阳 不过这样也好 他本来就没想彻底剿灭董卓 只不过是在易洛阳城内的传国遇袭 与四百年汉室的根基 这才日夜率兵追赶而来 深夜 太史词也率领兵马而来 沿途要设立路障 这才耽搁了些时间 将士们安息之后 刘鹏独自坐在简易的营帐内 在昏暗的灯光下 不停地看着行军路线图 主公 此意来了 典为妖怪佩剑 经得帐内禀报道 正入身的刘鹏听到此话 头也不抬得回道 让他进来 你也早点休息吧 莫 主公未睡 末将职责所在 不敢歇息 典为憨实一笑 最转身出去 对于典为的习性 这些年中 刘鹏很是了解 其忠心耿耿 做事也从不含糊 就是有一件事 他在前些十日中 又记了起来 之前他就说过 要为典为 找个大户人家的千金 做夫人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他在忙碌之中 都给忘了 今次讨伐董卓回事后 定要为典为 找个好点的夫人 为其生养子嗣 传宗接代 收拾了地图后 太史词 便风尘仆仆地 走了进来 英俊的脸庞上 带着说不出的疲惫 不过神色却是紧张 像是 有什么急事 要禀报 因此未等其开口 刘鹏便问道 紫义和事 主公 末将白昼行军时 发现身后有大军跟进 便派出了少奇打探 可派出的少奇 到晚间之时也没有回来 因此末将心中尤为不安 太史词急忙将白昼 之时僵了出来 那些少奇不曾回来 就说明是被人给杀了 而杀少奇的 无非就是身后这些人而已 这些人刘鹏不用猜测 也知道是谁了 紫义不必担心 身后有大军为本将保驾 你可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刘鹏半开玩笑式地说道 太史词疑获得神情一闪而逝 问道 主公 难道后面的大军 是我们幽州兵马 不是 后面的大军 乃是诸侯们担忧本将的安全 特才派来保护本将的 你也不需担忧 诸侯们也是一片好意 不过 明月开始 你依然要派出士族 将道路两旁的树木砍伐下来 用来迟缓诸侯们的行军速度 刘鹏对着太史词微微一笑 刺轻松地说道 这次太史词算是明白了 他身后的大军定是诸侯们的 只是这些诸侯跟在他的身后 总是感觉到不太舒服 没人会喜欢自己走到哪里 那里就会出现一只尾巴 主公放心 末将定会迟缓他们的行军速度 让我军顺利抢到 剿灭董贼的大功 太史词拱手之后 慷慨豪气道 刘鹏微微一笑 便打发旗下去休息 他麾下的大将中 差不多都以为诸侯们畏惧不前 是害怕董卓 而他出兵追赶董卓 乃是为了建功立业 不过这个问题上 他不想告诉诸匠 以免影响士气 先前他告诉诸侯们 董卓要迁都长安 可到头来 敢于追赶董卓的 就只有他 还有他身后的那三个鼠辈 说到那三个鼠辈 刘鹏是一阵的窝火 这三人真当他傻不成 敢追在他的身后来捡便宜 胆子不小蛙 灯光下 刘鹏黑黑一笑 眼神中静视不屑 二人一早 朝阳出生 空气为之一星 幽州军用过饭食后 便再次出发 这次依然是态始辞断后 刘鹏率领陈道 巡忧二人领着中军 快速前行 主攻 据优猜测 诸侯肯定攻下了 那座西梁军大营 此时恐怕早已分赃完毕 正率领兵马朝洛阳而来 巡忧见刘鹏情绪不高 便出声道 攻答 前方乃是掩尸 董卓定会派重兵防守 诸侯们定不选择此路 你猜他们会选哪一条路 去洛阳 刘鹏骑在赤兔马身上 晒着昭阳 惬意地问道 寻优俗之兵法 几个思索间 便回道 一在下猜想 袁术 袁绍会带着与他们原家有关系之人 从薛园关进兵 直取洛阳 至于其他人 他们得知 主攻先行 从这条路进兵后 定会尾随在后 诸侯们既不想让本江得了这个大功 他们自己又不愿过多冒险 只能是追在我军身后 静等本江为他们扫清道路 到时候一起进洛阳 可惜 本江从不会给一群体肤扫漏 他们想从血缘关过可以 想从这里进入洛阳 那是做梦 刘鹏单手持枪 口气冷冷说道 徐游很是理解他家主攻的做法 毕竟诸侯太过分了 本来在董卓率兵离去后 刘鹏就下令诸侯们追赶 可他们为另外一点迎头小力 都不愿意率先追赶 眼睛都盯到那点小力上去了 等诸侯们瓜分了那点小力 却看见刘鹏为他们摘果子去了 既然有人摘果子 他们也就厚着脸皮跟了上来 主攻 诸侯们的做法 却是令人心寒 自讨董以来 盟军能连战连结 全赖主攻之谋划 可他们为了那点小力 竟拿士族损伤过重为理由来 搪塞主攻 御宝全自己 却又想建功立业 这些人是不成不了大气候的 徐游在替刘鹏气愤之余 忍不住数落了诸侯们几句 攻答错了 诸侯中还是有位雄才大略的 他看出了 要想建功立业 必要先进洛阳旧的天子 以求得到大业之名望 这个人就在我军身后 而且本将也敢断言 此人拒我军不足百里 刘鹏淡淡一笑 缓缓而道 什么 徐游一惊 盲问道 主攻 何人敢跟在我军身后 其不足百里 攻答可猜测一下 此人是谁 刘鹏见徐游满脸金色 故意将皮球踢了回去 阳光四射 朝阳升起 徐游迎着阳光骑在马背上 缓缓思索着 到底何人敢如此 袁绍 袁硕二人不可能 这二人都想进洛阳杀董卓 夺得功名大业 断不会尾随在他们身后 而诸侯之中 有此胆识的也没几个 就在徐游苦想之时 一个人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细致才 就是此人 此人与他同窗多年 身怀谋略 熟知兵法 定能看出幽州军 追击董卓之后 会走哪条路 而细致才辅佐的主公 乃是曹操 这么一想 徐游才明白 原来是那个曹阿满尾 随在他们身后 怪他疏忽 竟将这个奸雄给疏忽了 主公 在下同窗好友细致才 就在曹营之中 他能看出 我幽州军走的这条路 乃是董卓撤军之路 因此 他们想跟在我军身后 坐享渔翁之力 寻忧紧催战棋 上前说道 刘鹏也早想到了 曹操现在还没有这么成熟 能拉拢公孙赞 与孙坚二人一起跟来 此种计策 定是出自那位细致才之手 此人之际 看似 只是想躲在他们身后 捞取一些功名 实则其心叵测 祸心可诛 细致才想借刘鹏之手 为他们打开进洛阳的大道 而想要进洛阳 前方的西梁重兵就是关键 等到刘鹏与西梁军两败俱伤之时 尾随在后的曹操等人就会出现 到时没有了兵力优势的刘鹏 还能和以一代劳的曹操三人相比 刘鹏能看透细致才之计 但却没有名言 究其原因 乃是因为细致才想要和他斗志 那就走着瞧 看看谁的计策更高一等 攻答 细致才此人可有什么弱点 知其根底 刘鹏才好战胜其人 而寻忧正是细致才的童窗好友 知其一些脾性 正是他所要了解的 致才出自寒门 为人却很孤傲 先有人入得了他的眼睛 当初一起求学之时 童窗们纵论天下 而致才却从不发一言 只是认真的听着 久而久之 童窗们也都认为 致才无甚才学 每次纵论天下大事 也就不再叫他 但每次纵论之时 致才都会不请自去 到了学业有成下山之时 致才仍然被童窗们所不屑 认为其须有其表 才学不甚大论 但就是要下山之时 致才说了一句 天下要大乱了 多则三年 少则一年 此话被童窗们引为笑谈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后 真如致才所说 一年多后 黄金爆发 天下大乱 寻忧慢慢将细致才的往事概括出来 口中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能预料到天下大乱 此人足以称为顶尖谋士 寻忧考虑到童窗勤奋 没有点破析制裁的弱点 但刘鹏还是听出来了 一个人能脸皮厚到如此程度 不受别人邀请 也要前去听论 足见此人的求学之心 而细致才最后下山时的预料之言 只不过是 告诉童窗们 时间可以见证谁 才是真正的无才之人 刘鹏不得不好好琢磨一下这个人 能将心智魔力到此种程度 实为罕见 要对付这种人 可比对付那些数字匹夫难多了 大军一路快速而行 沿途锁过之处 借有西凉军扔下的物资 开始只是一些衣服 后来来战骑 兵器都有 最后更是扔下了行军的重要物 军造 没有了军造 士族就没有吃了 可扔下军造快速行军 说明董卓的大军 正加紧行军速度 往洛阳而回呢 知道了 董卓正抓紧行军 刘鹏立即命令大军加紧速度 快速追赶 在快速行军不多时 前方来了一少旗 身穿幽州军战甲 正被西凉军埋伏 特前小人前来禀报 请求主公增援 少旗鬼在地上气喘续续地说道 黄中若是来求援 那定是被西凉军所困 实在杀不出去了 否则以旗之性子 定不会派人前来求援 传令下去 陈道率领一万惊旗 随本将先行 其余大军有寻优掌管 刘鹏知道 此时乃是关键之客 不能带上全部兵力 否则就会拖延时间 现黄中于危险之中 便立即下了军令 只带一万惊旗前去增援 陈道快速挑了一万惊旗 盲跟着刘鹏前去支援 一路狂奔 行了大概五十里路程时 见关道上尸体遍地 硝烟弥漫 其中有幽州军的 还有西凉军的 既然这里有尸体 那黄中就距此应该不远了 刘鹏大声一鹤 听令 前方乃是西凉贼兵 众将随我建功立业 鹤令一下 当下手持长枪 驾马而出 众将盲率兵追了上去 铁骑奔腾之时 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传遍了关道之上 越往前 尸体越多 在盗的一处山头之时 刘鹏远远看见 在那山坡之下 正有数不清的士族厮杀着 而手持大刀的 黄中正骑在马上 大刀挥舞厮杀着 杀 刘鹏一挥长枪 立即策马冲出 往山下的西凉军冲去 身后更着的幽州铁骑 踏烟沉而下 从上往下班 冲杀的气势一往无前 直插西凉军心脏 到的战场之中 刘鹏身边有陈道 点为二人相互 长枪舞动生风 周围的西凉军 凡是被长枪锁粘上 立即就被刺翻在地 两侧的点为 陈道 一人手持大刀 刀法大开大合 杀得西凉军节节败退 莫赶上前 而手持双击的点为 更是凶狠 一击的西凉冰 那大力击每次出手 进前的西凉军 就会被砸得直飞数米之远 碰撞声不绝 幽州军有刘鹏三人开路 一路是破阵斩江 所向披靡 黄中麾下的一万惊奇 被分割成无数小块 整座山谷之下 到处可见厮杀 西凉冰正在狂杀之中 忽然间却见到 数万幽州铁骑 从天鹅日降 正在战场上冲锋着 杀杀杀 肃杀之音远传 刘鹏早就看到了黄中的位置 因此打先前开始 他就率领惊奇直冲而去 一路杀戮猛冲 死在他枪下的西凉兵不计其数 本来已经胜券在握的西凉军 被刘鹏的惊奇一冲 立刻陷入了混乱当中 而在战场上 被分为小段的幽州军 见到援军而来 士气顿时高涨 立即拼命厮杀 向中间的黄中靠拢 幽州军气势上升 立即冲西凉兵反扑而去 胜利的天平 慢慢倾斜到幽州军 一路血战 刘鹏终于率领惊奇冲到了黄中所处 却见此刻的黄中浑身鲜血 下巴上黑色胡子也被血迹锁染 呈鲜红之色 而其手中大刀威势不减 如狂风破浪般地屠戮着西凉军 汗声无恙否 刘鹏一枪挑 飞冲他而来的西凉兵 大声问道 早就发现自家主公到来 黄中收刀横于胸前 芒子则道 末将无事 都怪末将轻敌 才中了西凉贼兵的埋伏 在驰援黄中之时 刘鹏便仔细观察过周围地形 一击毙中 实乃兵家险地 换作是他 刘鹏也不能保证 自己不会被俘 因此 在连挑数名西凉贼兵后 朝黄中大喝道 汗声无恙就好 快快杀出去 诺 听到主公没有责备他 相反还问他这安否 这份情义令黄中感激涕零 遂手提大刀 冲西凉兵再次开杀 西凉兵先被幽州军弃势所振 后又被从中隔开一道 大军分成两半 军心动摇 士气大爹 书志 你率人马从左侧杀出 再从迂回到敌军后方 从那里再行冲阵 要一鼓作气冲到此处 可能否 刘鹏眼观战场之情形 立即想出破敌之法 便快速问道 陈道一刀劈死一名西凉兵 豪气万千地说道 主公放心 看末将如何杀的西凉兵 溃败而去 话音一落 陈道手持大刀 想身后一名副将道 立即传令 重将士随本将杀敌 冲啊 冲啊 呼啸般的喉声四起 陈道率领 惊奇从左侧冲去 一路砍杀无数 身后虎狼般的幽州军 更是长矛抖动 奋力厮杀 西凉兵军绩涣散 此刻战士稍微失利 便有士族 从战场边缘之处逃跑 可刘鹏哪会轻易放过他们 长枪一通猛刺 开出一条血路 到的黄中身边 随令道 汉生与本将一起杀出去 黄中见刘鹏带着一众轻卫 已经杀到了他身前 又问到此话 忙开口道 莫 刘鹏在得到黄中支柱后 再次形成一个三角尖头 直冲西凉军腹部猛扎过去 一路碾压 西凉军死伤无数 开始缓缓撤兵 稍微慢一下的 就会被幽州军砍下头颅 破破破 幽州军借势猛冲 在战场上奋力厮杀 直将西凉军打得节节败退 陈道率领铁骑 一路猛冲猛打 到的西凉军身后之时 突然间 西凉军身后发起反冲锋 士气荡然不存的西凉军 开始在战场上四处奔逃 知道穷扣莫追的道理 刘鹏可不想引得 这群西凉冰殊死一战 便缓缓收缩兵力 让西凉败兵顿走 黄中不明其中之意 急道 主公 莫将这就率兵追击 定将这些西凉贼兵全部斩杀 黄中话音一落 便要领兵而去 汗声不可 败走的西凉军 足有上万人 你若率兵前去 必遭其殊死相抗 刘鹏见黄中提着大刀 就要冲上去 芒出声喊道 黄中恨西凉冰埋伏于他 导致数千将士浴血苦战 魂归他乡 心中气恨 才想追上去 斩杀那些西凉贼兵 此时刘鹏既已开口 他便只能从命 汗声 为将者 切莫被仇恨所蒙蔽 刘鹏在指挥士族们 打扫战场之时 望见黄中脸上带有悲伤之情 遂出言提醒道 多谢主公指点 正暗自悔恨自己贪功冒进之时 听到刘鹏的指点之言 黄中逐渐明雾 遂谢道 见黄中听到自己的指点 脸上的表情也慢慢消失 刘鹏一笑而过 再吩咐了士族 将战死尸体全部埋葬 又搜刮了一些兵器等物后 便令大军重新整编 清点人数 两万惊奇伤亡了四千多人 其中受弓弩之伤的 足有上千人 这让刘鹏是一阵心痛 这些精兵 都是他从百战士促中选出来的 此刻 却埋骨于此 鱼的长眠 不多之时 巡忧带着大军而来 剑战场已经打扫干净 碎下马而来 行至刘鹏身前 看着浑身血迹的士族 道 主公 现在我军仍要快速行军 要在诸侯之前进入洛阳 才能夺得这就得天子之功 传令大军即刻启程 前往洛阳 刘鹏坐在巨石上 手主长枪 起身说道 这次行军 刘鹏没有再派先锋 而是多派 少气前去打探 一路急行军 下午时分 才到的验尸 验尸的西凉军 只有不到两万人 且都是部族 并没有骑兵 刘鹏到的此地后 仔细观看了地形 便令众将休息 并让士族们 拿出干粮甜点肚子 主公 前方西凉军 乃是董卓留下拖延时间的 依幽看来 主公和不趁着西凉军 生火做饭之时 率领铁骑 从四方杀出 到时定能败的西凉冰 从而打开东入洛阳的门户 荀悠咬着干饼 建议道 看着荀悠一副 饿死鬼的模样 刘鹏忍不住大笑道 攻打所言 正是本将之策 但攻打一介文人 为何如此吃相 这却是犹辱文人之雅 荀悠脸露尴尬之色 他乃文人之躯 比不得那些身经百战的士族 这两日的行军 累得他是筋疲力尽 吃相也就不免难看了一点 主公见笑了 刘鹏在一笑之后 也就没有再调笑荀悠 转而催促士族 快速吃喝 而是去往附近村子屠戮百姓 陈道穿着血迹 以干涸的盔甲 大步而来禀报道 那厌尸现在有多少兵力 陈道思索了一下 回道 厌尸有近一万西粮军 董卓撤军仓促 这些西粮兵 也为安营扎寨 均住在野外 无任何的防御攻势 在野外之中 他的幽州铁骑 可踏破山河 别说前面只有两万西粮不足 就是五万 刘鹏也有信心击败他们 更别说这些西粮兵 已经分了开来 有一部分去屠戮老百姓 只剩下一万人守在厌尸 瞌睡了 有人送枕头 刘鹏当即大笑道 看来本将在明日午时 就能入洛阳了 岁下令皇中帅 一万铁骑 前去将屠戮百姓的西粮兵截住 并顺势掩杀 将其全部歼灭 他自己则率其余惊奇 直破厌尸 就在厌尸中的西粮兵疲备之时 幽州军突然杀出 数不清的铁骑 从四面八方而来 厮杀声瞬间充斥着这片天空 幽州铁骑足有两万多人 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 又是突然袭击 西粮军一件漫山遍野的铁骑 顿时背下的四处逃散 士族们你推我嗓 喧嚣而跑 全部斩杀 一个不留 刘鹏手持银枪 几个挥舞间 刺死数名西粮兵 却见到这些武胆鼠辈 正在铁骑之下 四处逃散 一时气愤之下 刘鹏当下贺令 一个不留 战场之上 幽州铁骑一人一具 会成数万条吼声 正四散逃命的西粮兵 被万人吼声 吓得一阵猛颤 奋力逃顿着 杀杀杀 铁骑过处 无不人头落地 鲜血横流 过不多时 战场上除了残枝断壁 就是遍野尸体 很少能见到活着的西粮兵 主公 我军大胜 逃走的西粮军 不过一两千 陈道替着鲜血直流的大刀 奔驰而来 喜道 彼之他灭乌环之战 此战如同小儿科 在西粮军士气 全无之计 两万多铁骑 歼灭几千西粮不足 对刘鹏而言 并不是什么喜事 最下令道 书志 你带五千铁气速 去增援汉声 诺 现在时间紧迫 刘鹏也顾不上其他 在陈道领兵去后 便再次派人催促后军的太史词 加速行军 主公 我军要不要在此地 留下一只宜兵 阻挡后面的曹操 循幽看似疲惫的脸上 带着智慧的目光 缓缓而道 这件事情 刘鹏也有想过 不过有那个细致才在 留下一兵 也会被其看破 倒不如直接去洛阳 让他们跟上就好 不用 让他们跟上就好 太史次沿途全部做了路障 他们想要先我们而到洛阳 那是痴人说梦 刘鹏一甩披风 转身间自信地道 循幽看着刘鹏转身时的表情 心里叹了口气 他家这个主公是什么都好 就是为人太傲 竟在原地大僧了两个多时辰 黄忠与陈道二人才率军而回 看两人一脸的喜色 便知战士肯定顺利 果不其然 两人来到刘鹏身前 立即将他们怎么歼灭 那股西凉兵之事说了出来 刘鹏听了一会儿 便明白了 原来黄忠率领经骑到了那个村子后 西凉兵也从村子中走了出来 两军迎面对 在空旷的野外 其兵本就是不足的克星 两军交战后 西凉军被铁机所蹂躏 不多点时间就开始败退 正当黄忠要追逃走的西凉兵时 陈道领兵前来 二人一左一右地率领大军碾压 硬是将逃跑的西凉军斩尽杀绝 最后将战死的西凉军尸体 全部集中在一起 挖了一个大坑埋掉后 才领兵而回 此时天色已是不早 刘鹏麾下士卒 一天经历两次厮杀 脸上都带有疲惫之色 但为了早日到达洛阳 刘鹏还是下令大军继续前进 与卯师才肃淫于也 二而一走 太史词还是没有追上来 刘鹏便决定不再等待 立即率领大军 快速向洛阳而去 洛阳皇宫 董卓身披战甲 夭旋长剑 此刻正趾高气扬在 站在小天子身前 对着满朝公卿黑黑一笑 道 主公可都知道 那刘鹏数字起兵造反 咱家与其大战数日不敌 特日夜撤军而回 为的 就是保护天子和你们去长安 去长安 百官们过惯了洛阳的附属 怎去得了 那远在千里外的长安 相国不可 长安宫殿一历二百余年 且年九十修 砖瓦距已崩裂 天子如何住的 说话的乃是一灰白胡须之人 只见他从左侧站起 来到大殿中间 出声道 董卓此时正极呢 诸侯盟军就在赶来洛阳的路途之上 他可没时间 同这些酸儒在这里磨嘴皮 吏声喝道 长安四周 皆是建造宫殿用的木材 本相在十日内 就可为天子 再建造一座皇宫 诸位也都知道 刘鹏逆贼不顾礼法 骤然起兵造反 本相带诸位去长安 也是为了诸位好 等那刘鹏逆贼进了洛阳 诸位不仅性命不保 就连天子恐怕也会 董卓之话不言而喻 诸位大臣也是听得明明白白 至于那刘鹏要造反的消息 诸臣当时明白不过 最大的逆贼就站在朝堂上呢 刘鹏再是逆贼 岂能与董卓相比较 况且刘鹏的讨董西文 说得很是明确 诸侯一起讨伐董卓 乃是因为董卓不顾礼法 毒杀少帝 霍乱天下之缘故 可董卓最后一句 就连天子恐怕也会 这句话虽未说完 但大臣们还是明白其意 已经高升为司徒的王宇 见董卓要去长安之义已决 熟不见那殿里 殿外的甲氏持枪而立 以赴我亦以定之情形 再者 他也不愿意留在洛阳 那刘鹏与他有强女之恨 此人若是进了洛阳 就是汉庭投宫 到时他这个司徒 都可能保不住 在三思间 王宇觉得去洛阳也好 他也可趁着这个机会 拉拢一些西凉军将领 暗中对付董卓 相机救出天子 相国 请问何日启程 王宇上前一步 小心翼翼地问道 总算出来了个听话的 董卓黑黑笑道 时间紧迫 刘鹏那逆贼率领贼兵 正日夜而来 为天子之安静 咱家决定 今日下午就启程前往长安 此时可还有好什么要问的 没有了 没有 王宇一看 董卓那凶神恶煞的样子 战战兢兢地回道 董卓见王宇还算实相 不枉 他将此人提为司徒 便再次对百官道 诸位现在 就可回去收拾行装 打点行囊 下午之时 随本向大军一起出城 若有谁敢不去长安 那就是与刘鹏勾结 共徒汉家天下 这种人 咱家绝对饶不了他 董卓在说这话之时 口气生冷 眼中凶光尽显 百官之中也有 心存侥幸的 不过在听了 董卓那凶话之话 据放下了那点侥幸的心思 毕竟董卓可 不是什么好相语之人 那绝对是说得出 做得出的凶人 若他们不去长安 指不定是被油炸 还是挖心取干 相比这些刑法 百官们还是觉得 跟着董卓前去为好 有天子一口吃的 董卓也就会给他们一口 反正是换个地方 只要是能活下去 就好 好了 诸位回去准备吧 散朝 董卓看完百官们的表情 一挥手示意假示 将小天子带下去 便带天子向百官发号施令道 百官们也习惯了 董卓在朝上的所作所为 剧都装作没看见 各自退朝回家收拾行囊去了 就在百官们离去之后 董卓便令西梁军 将宫中的职钱之物全部带上 又派士族上街 将那些平民百姓 全部驱赶起来 随他一起前往长安 在董卓的心里 那些人就是他去了长安以后的苦力 小天子要宫殿住 怎么办 那得有人建造啊 可建造的人在哪呀 长安人口贫瘠 而洛阳却是人口众多 既然这里人口众多 董卓也就不客气 派麾下士族 专挑壮年男子驱赶 在董卓下令之后 整个洛阳顿时 陷入了混乱之中 西梁兵冲进百姓之家 烧杀抢掠 奸淫妇女 无恶不作 大街上随时可见哭喊着的百姓 被持枪假释 压着出城而去 董卓本来还想挖掘皇陵 盗出历代君王陪葬的宝贝 可后来想到时间不够用 也就吸了这个想法 转而派士族将宫中的宫女 内侍全部赶出皇宫 徒步而行 至于天子留邪 则是被其率领大军亲自保护着 到了下午之时 百官集结在一起 缓缓出城 当董卓走出洛阳城后 城内却火光冲天 烟雾笼罩 百里之外 赤兔马上的刘鹏望见有烟尘而起 而烟尘飘起的方向 正是洛阳 不想他猜想 也知道是董卓纵火烧了皇宫 主公真乃神人 先前您就说 董卓会迁都长安 而此刻洛阳城中大火冲天 可见董卓已经迁都 巡优骑在马上 看着那高空中的烟雾 出声说道 攻打 董卓比本将料想的还要快 刘鹏架马直接说道 巡优知道董卓迁都 意味着传承二百多年的东汉王朝 已经快不行了 剩下的只能是苟延残喘 主公 不若您先率领荆旗进城 在下率领中军慢行 也好等待太史将军的后军 巡优见刘鹏脸上显出焦急之色 一思索 便出言见一道 刘鹏此刻迫不及待地想要进洛阳 看看那传说上千年的传国玉玺是否还在 那就有劳工答了 本将先率 陈道吉一万惊奇先行 你与皇中率领大军慢行 务必等上后军的太史词 刘鹏大军的粮草等物 全在后军之中 若是太史词所不发生战事 那他这数万大军 瞬间就会军心动摇 因此才要巡优 皇中二人 等上太史词 主公 若是曹操等人前来应该如何 循幽芒问道 毕竟他们身后的这根尾巴 太过招人讨厌 他不得不问清楚 曹操 孙奸 公孙赞这三人 确实是让刘鹏讨厌之极 好在太史词在身后设了路障 这三人想要快速到达洛阳 那几乎是不可能之事 这三人的大军多是不足 骑兵也不多 既要行军是搬开路障 还要等上后面的不足 在明天晚上能到达洛阳 就已是很快的了 不用 你等只管行军 这三人要达到洛阳 最快也要一两日 更别说其他诸侯了 刘鹏哈哈一笑说道 在点了一万惊奇后 刘鹏立即马不停蹄地往洛阳而去 百里的路程 硬是让刘鹏在夜间就行之大火 烟雾 跨坐在赤兔马上的刘鹏 一脸的封尘 此刻他望着洛阳 心中却不知该如何说 烟雾弥漫 昔日繁华的洛阳城 今朝却已不复存在 只有被大火所焚毁的院子 到处都是烟火 到处是冒着青烟的木头 还有那无辜惨死的百姓 公元一百九十年八月末 董卓不敌关东诸侯 遂迁都至长安 在迁都之前 董卓下令将洛阳的宫殿 官府 民房等全部烧毁 方圆二百里化成一片灰烬 刘鹏率领 经其到达洛阳后 城中四门巨石大开 城门上也未有西凉军驻守 在少奇的探报之中 他才得知 董卓在迁都之后 城中原有留守的五千西凉兵 可这些西凉兵 知道董卓已经走了 留下他们是做炮灰的 便在董卓离去之后 也逃出了城 就这样 天子之都洛阳 沦落到近无一人看守的废城 也使得刘鹏不费吹灰之力 就进了洛阳城 从北门进城之后 刘鹏率军行至一处民房之时 听到里面隐约有声音传出 便随口吩咐道 书志 派人去查查 看看是否有活着的 诺 陈道得令 忙跑了一波假释进去查看 千年帝都 烟火不绝 百里之处 尽是废墟 刘鹏仰天掌看 在黑夜之下 对着寂静的夜空轻轻说道 陈道再见了洛阳化为一片灰烬后 也是一脸的悲伤 此刻又听刘鹏仰天长叹 楚声安慰道 主公不必过于哀伤 这一切都是董卓所造成的 而主公也已尽力了 忽然间 刘鹏想起了他第一次到洛阳之时 就看见繁华的洛阳 当时他还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保住这繁华的帝都 可这一切 他都没有保住 董卓此贼 不过是一将死之人儿 刘鹏在悲伤过后 开口说了这么一句无头无脑之话 黑夜之中 昏暗火把照耀下 陈道听了这么一句没有头绪之话 百思不得其解 但却没有出声询问 眼前之人不仅是他的主公 还是高高在上的大将军 若真想讲话说完 也就不会说这么一句了 不大会儿的时间 从那民房中走出了一名假士 上前报道 骑兵主公 里面有署名西凉兵 现已被我等杀死 只是这户人家的主人 想要求见主公 刘鹏微微一愣 心到这户人家的胆子倒挺大 敢直言求见于他 不过他此时倒不急着进皇宫 便说道 带他过来吧 诺 假士文言 眼神中闪过一丝惊喜 快速反身回去 假士惊喜的神色 虽只是瞬间 但经于察人观色的刘鹏 还是捕捉到了 他能想象到 假士为什么会有惊喜 但他不想去说 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士族 今天也许还活着 明天也许就会成为一抹黄土 既然麾下的士族喜欢钱财 他又何必去做恶人 再说了那点钱财 他也不放在眼里 只是一小话 假士就领着一身穿文式长袍 相貌儒雅 大概有三十多岁之人而来 在下陈林子孔章 见过大将军 中年文是拱手毅礼 不卑不亢地说道 陈林 刘鹏仔细看了看其人 心中却在思索着这个陈林的往事 若他没有记错的话 此人应该是和静的幕僚 历史上袁绍在发动官渡之战前 就是此人撰写讨贼西文 骂得曹操是体无完肤 而且这个人与孔荣 徐干等人合称健安妻子 在士林中很有声望 既然知道了这个人乃是名人 刘鹏当然要将其收到麾下 他现在武将不缺 唯一缺少的 就是一个有文才之人 给他摇旗呐喊助威 让他在士林中见起声望 原来是陈先生 本将眼拙 卫时的先生之真言 惭愧 惭愧 刘鹏轻笑一声 遂拱手一礼道 陈道看见他家主公这样的神情 便知眼前这个中年人 肯定是个人才 至少也得是寻忧那样的谋士 否则他家这个性情高傲的主公 才不会随便给人给座衣行礼的 林能在此的见大将军 也是荣幸之至 陈琳说完之后 又是拱手一礼 刘鹏见陈琳都给他拱手座衣了 也忙拱手回礼 道 董卓千都长安 临走之时 将洛阳焚为一片灰烬 豪身富户皆被其积压而走 先生为何为离开这战火之地 陈琳一叹 道 在下 自和竟被宦官斩杀之后 便归隐于家 整日与师辞为伴 今日听得董卓要迁都于长安 便躲在家中一木箱里边 逃过了一劫 过了好些时候 在下以为董卓已经离去 便出了箱子 谁知就在这时 几名稀凉乱兵闯入家中 到处翻找钱财 在下与其争辩之时 幸得大将军麾下兵将所救 在下感激不尽 听着陈琳道完自己的遭遇 刘鹏遂笑道 只要先生无碍就好 此时洛阳已是一片废墟 敢问先生如何打算 陈琳可不是傻子 一听此话 就知刘鹏有招揽他的意思 按说刘鹏乃是皇族之人 又贵为大将军 当时他的民主 可他曾经听闻 大将军刘鹏式的屠夫 杀人不眨眼 有着势灵美名的陈琳 不想投身一屠夫麾下 便开口蜿蜒相聚道 如今乱世以来 再财德财浅薄 想回广陵老家 继续苦读师叔 不再参与朝廷之事 陈琳婉言相聚的意思 刘鹏算是听明白了 这次就是在消遣他 什么德财浅薄 什么回家苦读师叔 全是狗屁 若他没有记错的话 此人在董卓迁都长安后 便去冀州投了袁绍 后在袁绍战败后 又投到了曹操麾下 此人婉言拒绝于他 无非就是 嫌弃他杀戮过重 与他这般文人不服 可刘鹏现在就缺一 有名望之人 投到他麾下 为他证名声 抬声望 先生是想回广陵啊 可徐州不太平 路途有黄金余孽出没 先生独自一人上路 本将不放心 这样吧 本将派签名假事 护送先生回去 先生看这样可好 刘鹏黑黑一笑 忙客气地说道 这下倒叫陈琳犯了啥 不知该如何回答 不过在思索了片刻间 便答道 在下一人无妨 就不劳烦将军 派人护送了 这可不行 先生乃是林中 大有名望之人 怎可一人独行 若是路上遇到 居心不测之徒 岂非本将之过失 刘鹏脸色关心 与其真诚地说道 奈陈琳早已下定决心 是无论如何 都不能投靠刘鹏的 虽说刘鹏此时 一脸的关心 可若真的投靠其之后 保不准哪天做错事情 脑袋可就得搬家 他可不愿意 给这好人做事 万事都以自身之安危为重 将军保重 在下告辞 陈琳不打算 在与刘鹏纠缠 虽欲告辞而去 刘鹏可没那么傻 就这样 将眼前之人放走 最朝身后的 点为眨眼示意 跟在刘鹏身边多年 点为剑主公给他眨眼 便知其中一死 忙大步向前 拔出腰间配剑 喝道 来人 将此人拿下 诺 四周的虎狼侍卫 立即拔剑而上 将准备欲离开的 陈琳团团围住 陈琳从小胆子就小 此刻被这明慌慌 冒着寒气的刀剑一下 当时手脚颤抖 口中微微哆嗦 回过身子 望着正对他笑的 刘鹏轻声道 将军 为何拦住在下 难道是有何事 须在下效劳 陈琳双腿打颤 口中说话之时 还带着淡淡的颤音 对此刘鹏很是乐意见到 遂笑道 本将不须陈先生效劳 只是想问先生借一物 不知先生可愿借 不需要他效劳 只是借一物 陈琳听到此话 盲回道 在下有何物 将军所需 灵一定借 借你人头一用 刘鹏黑黑一笑 淡淡地说道 什么 借他人头 陈琳嘴巴掌的老大 一脸的惊骇之色 沙腿不住颤抖 惊声道 在下与将军无怨无仇 将军为何要在下的人头 本将的假释 先前从西凉兵手里救了你 你说 这是不是有恩于你 刘鹏狡诈一笑 口中带着思思杀气问道 这话问得陈琳无话可说 刘鹏的士族 确实是救了他 为此他还送了一些金钱 给那领头的假释 又过来专程来答谢一下 谁知竟弄出了这般事情 是的 大将军确实有恩于在下 陈琳想了想 便回答道 那本将有恩于你 你却不知报恩 凡一谎话其余本将 你当本将乃是傻子不成 刘鹏忽然间脸色巨变 一脸怒气地说道 自刘鹏武艺有成之后 在战场上又数次厮杀 这一怒下的陈琳满脸金色 心肝扑通扑通地跳 身子也不由地颤抖 双腿更是抖动得厉害 无意时间 竟不自然地跪了下来 在下无意欺瞒大将军 也不曾说过谎言 陈琳跪倒在地 口中惊颤地回答 刘鹏嘴角微微 扬起一丝不屑 力声喝道 你还敢说 不是欺瞒于本将 你不让本将派兵护送 乃是因为你要去投靠渤海元绍 是也不是 陈琳被这一喝 当下吓得匍匐倒地 与身体上的颤抖相比 他的心更颤抖 他不知道刘鹏是如何看出 他要去投靠袁绍的 可在他的心里 却也是这么想的 毕竟袁绍与他有救 又是四世三宫之家 其人儒雅 比之血腥的刘鹏 在他心里 却是墙上不少 在下不投袁绍 愿意投靠大将军 还请大将军收纳 陈琳在心底颤抖间 立即做出了选择 听闻陈琳愿意投靠他了 刘鹏脸色顿时一患 取而代之的 乃是一脸淡淡的笑意 上前将匍匐倒地的陈琳扶起来 被扶起来的陈琳庆兴 自己躲过一劫 忙出声泄道 刘鹏现在可是大喜 他稍微试了点手段 救下的此人乖乖来投 虽然此人胆子弱小 但这人不是氏族 又不用上战场 只是替他写写文章 夸夸他的才德 也顺便为他招纳贤财 本将的孔章 真乃幸事 奈何董贼将洛阳焚毁 无处可谓如百艳相亲 就只能先委屈孔章 等回到幽州之后 本将定为孔章百酒庆贺 你看如何 刘鹏再高兴之余 还是出声以示尊重 给其足够的面子 毕竟文人都好这一套 果不其然 陈琳在听得刘鹏说 要为他百艳庆贺之时 忙出声泄道 在下谢过大将军 刘鹏满意地 收了陈琳这个谋事之后 便以军营简陋为诱 派了百名侍卫 护送陈琳回家休息 而他自己却亲率大军 在深夜之中 高举火把 往皇宫而去 当时进的洛阳城时 刘鹏率领大军 走的是北门 北门仅靠北宫 是离皇宫最近的一条道 到得北宫之时 却见那宫中大火 依旧未灭 在黑夜之中 照亮了整座皇宫 不认二百年地宫毁于一旦 刘鹏便令士族下马 找来水桶 在附近的水井之中打满水 开始灭火 传下令后 陈道亲自带领士族取水救火 而刘鹏自己 则带领着一众锦衣卫 在宫中寻找活着的人 在皇宫中找了半天 才在一棵大树下 找到了一个小太监 素来对太监没有好感的刘鹏 直接问道 如可知 这宫中哪里有干涸的井 小太监不认识刘鹏 但见其身穿金甲 面貌俊俏 说话间带有一股王者之威 伺候过多名主子的小太监 眼力可不是差的 当下以为刘鹏是乃鹿诸侯 王回道 小的知道 宫中干涸的数十口井的小的都知道 数十口井 一听这话 刘鹏有种骂娘的冲动 历史上 说孙坚就是在一口干涸的井里面 捞到了传播玉玺 可没有说是哪一口井 好 你带本江前去 每口干井本江都要看 赏金少不了你的 暗自做好了失望准备的刘鹏 还是想一口一口井的查看 便对着小太监说道 听到有赏金 小太监忙跪下谢恩 这才在头前带路 只往那些个干井之处寻去 寻到第一口井处 刘鹏满怀希望的 派侍卫举着火把下去寻找 但是在井下矛都没有找到 只找到了一些树叶 第二口井处 刘鹏再次派侍卫下去寻找 依然是什么都没找到 第三口井 第六口井 寻到第九口井之时 刘鹏已经不抱希望了 但还是怀着侥幸的心理 派了侍卫高举火把下去寻找 在侍卫下去 之后不久 便听到一声 啊 的大叫 后又没有了声音 不大一会儿后 听到侍卫高喊 找到了 找到了 在井口之处的刘鹏 顿时一阵欣喜 盲让侍卫将其拉了上来 上来的这名侍卫 浑手尘土 在火把照耀下 可见其身上横挂着一只包袱 主公 下面是一具女尸 他的手中拿着这个包袱 小人就将其拿了上来 侍卫盲从身上取下包袱 回禀道 刘鹏看了眼侍卫 盲接过包袱 慢慢将其打开 当他打开最后一层布时 却见是一方碧绿中 带有点白色之物出现 起方圆四寸 上扭胶五龙 正面刻有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 八传字 看到这八字 刘鹏当即大喜 此欲真的是传播欲喜 传闻春秋之时 楚人便和 在山中得意蒲玉 又称为和氏璧 秦王十九年 秦破诏 得和氏璧 玄天下一统 嬴政称始皇帝 命里斯传书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 八字 已作为皇权神兽 正统合法 知信武 自秦以后 帝王皆以得此喜为福音 奉若其真 国之重弃也 得之则象征其 寿命于天 师之则表现其 气数已尽 习寒末年 外戚王莽篡权 实如子英年幼 喜藏于常乐宫太后处 王莽遣其帝王顺来所 太后怒而立之 并致喜于地 破其一角 王莽令工匠 以黄金补之 在民间以来 就有的玉喜 而得天下的典故 有了传国玉喜 百姓就会认为 持玉喜之人 乃是天命所归 主公 这是何物 点为手持双己 立于刘鹏身边 见其自孝不已 便开口相问 被点为这一问 使得 正在幻想他手持玉喜 登基为地的刘鹏惊醒过来 见四周的侍卫们 也好奇地看着他 便道 此物乃是先帝的一块宝物 如今被本将所得 实乃天意 恶来 赏小太监石巾 让其下去领赏 刘鹏将传国玉喜包好 下令道 点为身上也没有石巾 便让侍卫们 带其到陈道那里去领赏 等小太监走后 刘鹏眼中狠色一闪 轻声对点为 用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道 恶来 此乃传国玉喜 若让人得知 被本将所得 那就有无穷的祸患 那名小太监刚才 认出了传国玉喜 但却没有说出来 可见此人心机太深 不能留 点为可不是笨蛋 一听此话就明白了 拱手道 主公放心 俺这就让人杀了那小太监 怀抱着传国玉喜 刘鹏乐得眉开眼笑 在点为带侍卫 去结果那小太监之时 刘鹏也将玉喜 绑在金甲之内 不多时 点为便大步而回 道得刘鹏身前 轻声道 主公放心 那小太监已被解决 恶来 从今天起 本将怀中此物 对任何人也不能说 而且 你要时刻小心保护于他 就像你保护本将一样 刘鹏一指怀中的玉喜 叮嘱道 主公放心 点为一拍胸脯 保证道 心情大好的刘鹏 便给一众侍卫 许诺了一些赏赐 等回到幽州之后 就立即兑现 毕竟现在每日征战 钱财等事也不易处理 不过即使是口头许诺 也很是让一众侍卫 狠狠地高兴了一把 在破落的皇宫中 随便找了个宫殿上好之地 刘鹏便早早安歇了 而陈道却忙活了半夜 才将宫中大火扑灭 而那万鱼将士 更是累得筋疲力尽 便直接在皇宫好点的地方 倒头就睡 二日一早 刘鹏便在士族的吵嚷声而醒 虽穿好盔甲 走出殿外 却见到陈道正站在殿外 一脸不善地教育着士族 不知缘故的刘鹏见此 问道 书智 何事发如此大火 打搅主公亲孟 实乃末将之罪 陈道听音而转身 见识刘鹏后 王公首请罪道 陈道自请罪则后 开口道 主公 末将领兵无方 麾下士族昨夜宿银之时 竟偷到了宫中物品 末将恳请主公降罪 偷到这种事情可大可小 对于爱惜羽毛的世家来说 那纯粹是有辱家风 死亦不为过 对于君汉来说 出征打仗之时 随时偷点钱财等物 那也是有的 陈道领兵严于滤己 麾下士族发生偷盗之事 绝对是其最不希望看到的 可在征战时期 别说拿点东西 就是杀人抢掠 在刘鹏眼中 也在正常不过 况且士族们从幽州出兵征战 历经数千里 拿点钱财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不过这种习惯可不能养 否则他的幽州铁骑以后 也就同西凉兵一样了 被世人喊成过街的老鼠 这样他可就忍受不了 书至将偷到钱财的士族拉出去 按军法执行 如根本将也有多年 形势所为本将也很清楚 此事与你无关 不必自责 刘鹏在缓了口气后 缓缓说道 莫 臣道领命之后 便将守在宫殿门前的士族全部带走 再士族们弄了点干粮 随便吃喝了点 刘鹏准备率领大军出城之时 巡忧与太史次一起而来 正愁兵力缺少的刘鹏 当先下令大军 于洛阳北门安营扎寨 他则亲自率领黄忠 太史次二人 及四万铁骑 前去追击董卓 而陈道预巡忧 则是留守大营 在临行之前 刘鹏叮嘱了巡忧一些密室后 便及率领铁骑出城而去 一路及时 热行五百里后 刘鹏便领大军野外素营 这让黄忠 太史次二人拒势不解 按理以他家主公之性情 当速速行军 直追前方的董卓 却为何追了一日 就不再追了 刘鹏有自己的考虑 在出洛阳前 他就告诉巡忧 若是曹操 孙奸 公孙赞三人 率领兵马到的洛阳 就让巡忧告诉这三人 说他已经日夜追击董卓而去 让这三人速 前来支援 这三人之中 曹操定是能看见 追击董卓的好处 别的不说 就光是董卓手中的天子 那可比一座洛阳皇宫之前多了 因此 他断定 曹操定会说服其余二人 一起追击董卓 即使说不服孙奸 公孙赞 曹操也会自己 率领兵马追击董卓 根据历史记载 曹操在追击董卓之时 不慎重了李雀 郭司二人的埋伏 才损兵折将 最后是足弟曹洪 让出了自己的坐骑 才让曹操逃的一命 当曹操得知他率领兵马 追击董卓的消息后 定会快马加鞭的赶来 而刘鹏要做的 就是坑曹操 让曹操独自去追董卓 而他率领兵马 绕在曹操身后 等曹操兵败之后 再出兵追击董卓 况且 他也早已在 寒谷关的路上 安排了扶兵 董卓想就这么轻易地 将搜挂来的钱财 带去长安 那可是不行的 刘鹏还指望用这些钱财 为他逐鹿天下增加筹码呢 董卓带着几十万百姓去长安 定不会走闪现 而是会走行阳这条路 在历史上 曹操也是在行阳先受到礼 郭二人的伏击 后又被徐荣截断退路 裁兵败险些身死 刘鹏在歇息前 便派了数十名少旗 分批前往打探曹操进军之消息 和董卓逃走的消息 二而一早 昨夜派出去的少旗 便回来禀报 称董卓率领西凉军 一路压着百姓们行动迟缓 每日行不过二百多里 限距离刘鹏大军也就八十多里 而曹操那边 那也传来了消息 少旗半夜急迟 在离洛阳部族百里处 见到曹字大旗 孙字大旗 还有公孙大旗 总有兵力两万多人 且都是骑兵 听到这个消息后 刘鹏立即拿出行军地图观看 在行阳之前的地方 全部看过之后 才传召黄忠 太史词二人 前来商议兵士 等黄忠 太史词二人到后 刘鹏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二人谁愿领三千金旗 日夜前去追击董卓 末将愿意 黄忠 太史词二人起声道 在这二人的心里 领多少兵族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的主公从来不会打败仗 既然这么问 那肯定是有计策了 因此在这二人的心中 这件事 无疑是件大功劳 刘鹏见黄忠 太史词都愿意前去追击 遂笑道 汉生数次大战 立战功无数 这次就让给子役吧 谢主公 太史词忙出声道谢 黄忠遂笑了一下 大方地 将此次夺的战功之机会 送给了太史词 曹操 孙坚 公孙赞三人 正心意而来 他们也想追击董卓 劫回天子 夺得名望 可这三人却卑鄙无耻 竟想躲在本将身后 渔翁得利 刘鹏话音一落 按捺不住的太史词忙骂道 这三人也推不要脸了 从虎劳关一路追在我军身后 不费一兵一卒 就进了洛阳 现在又想跟在我军身后 行乃渔翁之事 真是无耻之极 子役且莫恼怒 静听主公之妙计 黄中听完太史词之话 在看自家主公脸上 那一抹自信的神色 便开口劝道 太史词问的黄中之言 便不再开口说话 静听刘鹏的妙计 刘鹏嘴角一笑 冲二人自信道 曹操不是想躲在本将身后 给愚人之力吗 那本将为何不能 躲在他的身后 也行那渔翁得利之事 主公让子役率 三千惊奇心夜去追董卓 难道是想 黄中脸色恍然大悟间说道 刘鹏黑黑一笑 目露金光道 就是这个意思 让那曹操误以为本将正率大军 全力追击董卓 这样他才会快速进军 诺 太史词上前领命道 刘鹏在说了一些密事之后 便让太史词领兵出发了 而他自己则是率领大军 据太史词实力跟进 一路策马奔驰 官道上烟尘不绝 铁骑轰隆 主公 曹操大军 已据我军不足五十里 黄中得到少奇的探报 盲将此事说了出来 五十里 刘鹏骑在赤兔马身上 黑黑一笑 下令道前方五里之处 且有一条岔路 传令大军从此路径 诺 行至五里之处时 却有一条岔道 道路两侧树木众多 秋风吹落之际 苦液缓缓飘下 而这条岔道北连关道 东连群山 道路可使 四骑并排而行 算不上窄过了岔道二十多里后 道的一片山脚下 刘鹏便令士族下马歇息 再派假释用树叶将关道 与岔道连接之处清理干净 确保曹操不会看出破绽 主公请喝水 黄中手提水袋 递给刘鹏说道 一路策马及时 刘鹏道还真有点渴 便拿过水袋大饮一通 遂将水袋递过去道 汉生派出去的少旗 一定要机灵 万不可让曹操察觉到什么 黄中神色一正 回道 主公放心 派出去的少旗 全是有上过战场的老兵 他们会懂得隐蔽查探 过了两个多时辰 天色也已到正午 一声急爆声响彻山谷 一匹快骑奔驰而来 并报道 曹 孙 公孙三人大军 已行至关道之上 正快速前进 往行阳方向而去 听到这个消息 刘鹏黑黑一笑 心中幻想着 曹操三人被董卓挥下伏击后 会怎么样 时间再过了一会儿 刘鹏才率领兵马缓缓而出 跟在曹操三人大军身后而行 在距董卓大军三十里外 一直打着曹 孙 公孙大气的骑兵 正快速奔驰在关道之上 孙间手持大刀 胯下一匹黑色骏马 对着旁边的曹操道 孟德 为何兼心神不宁 心中似乎有一种不祥之欲感 文太兄多虑了 此次我三人率领兵马追击董贼 乃是做了天下多少诸侯 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只要我们三人结回圣驾 就是汉庭投宫 而文太兄 伯龟兄与我曹操 都将会被后人所记住 从而轻始流明 曹操骑在一匹黄色骏马上 口中乐观地道 孙间听曹操说道轻始流明 不由地心中一动 将心中的不安强压下去 笑道 董卓乃是篡汉逆贼 我孙间恨不得拾其肉 拔其皮 在两人身边 还有一位面貌阴伟 手持大刀 身穿战甲的大汉 此人听到曹操与孙间之言 面上闪过担忧之神色 随道 孟德兄 文太兄 此番 我三人率领兵马 尾随于大将军身后 恐会得罪大将军 此人话未说完 便被曹操打断道 不归兄 大将军虽有雄才大略 但诸侯们各怀鬼胎 无奈之下 他只能独自率兵追击董卓 而我三人 却是星象盟军 星夜率兵前来持愿于他 相信大将军知道后 也会感激我三人 在此时助他追击董卓的 我等从虎牢关 便跟在幽州军身后 一路上出现巨石 大树等物 阻挡前进道路 二位可知道 这是为什么 曹操在说完之后 哈哈一笑 问向孙间 公孙赞二人 走在我军前面的 乃是幽州军 该不会是大将军 下令阻挡我们的吧 公孙赞一脸疑惑地反问道 大将军一心讨懂 该是不会做出如此之事 孙间在疑惑之后 还是选择相信刘鹏 便说道 曹操看着他的两位盟友 一笑而道 二位兄台 只有幽州军 走在我军之前 也只有他们能用巨石 树木堵住道路 可大将军为何要如此做 曹却是想明白了 孟德快快到来 公孙赞见曹操卖起了关子 急忙说道 孙间也帮话道 是啊孟德 你就快说吧 曹操在卖了一个关子后 见孙间 公孙赞二人 果然如他所料 都想知道为什么 便黑黑一笑 道 大将军之所以堵住道路 原因有二 其一是恨各路诸侯 各自拥兵 却不愿追贼 其二就是 大将军想独霸剿灭董贼的功劳 不会吧 大将军雄居幽州 手握数十万兵马 且麾下猛将如云 若要想独霸剿灭董贼的功劳 他完全不发讨董西文 也就不用邀请各路诸侯会猛讨贼 完全可以自己出兵 灭董卓而得功劳了 公孙赞先前受刘鹏的举荐 出任泰山太守 此情他一直铭记于心 此刻听闻曹操之话 忍不住为刘鹏辩解道 一间看来 孟德兄言之有理 大将军激愤诸侯们不听军令 各自率兵观看 无一人肯出兵追击董卓 因此才堵住道路 想给后来争攻的诸侯们一点麻烦 孙间骑在马上 口中缓缓说道 那都是过去之事了 现在我们要面临的 乃是董卓的西凉精兵 该如何劫回天子 救得胜驾 二位兄台 还是多想想此事吧 曹操所言不无道理 孙间 公孙赞二人拒势一阵 转而思索到 他们在这场大战中 应该得到什么利益 过了好大的时间后 曹操见二人都不说话 便黑黑笑道 二位兄台不必苦恼 曹以为二位想好了一个万全之策 既能救得天子 还能情杀董卓 救天子 杀董卓 这两件事 救了天子 乃是大功一件 杀了董卓贼是更大的功劳 首先董卓麾下的西凉兵 便是一块肥肉 其次杀了董卓后 天下人会使他们为英雄 这才是最重要的 孟德快快到来 孙间脸上带着点惊喜 盲说道 公孙赞也是一样 脸上带着惊喜 目中带有期望之色 望向曹操 二位兄台 从洛阳出发之时 大将军麾下谋士寻忧与操 乃是旧有 他告诉我 大将军率五万铁骑 前去追击董卓 请想 大将军有五万铁骑 足可追上董卓与其一战 而我们要成汉士功臣 就得等到大将军这五万铁骑败了之后 再追上董卓 将其一举歼灭 曹操眼神中闪着丝丝金光 口中缓缓道出他的计策 为何要等到大将军兵败后 我们再追 是啊 大将军有五万铁骑 而我们有二万多铁骑 一起进攻董贼 胜算会大许多啊 公孙赞 孙坚二人 不明其中缘由 纷纷开口问道 二位兄台可能忘记了 董卓在虎牢关一战败退后 其麾下的西凉金兵 仍有近四十万 除去防守三府的兵将 董卓麾下 应该还有近三十万大军 而董卓千都长安 必会料到 后面会有诸侯大军来追 所以他必会在沿途设下扶兵 大将军如此急切行军 定会中董卓之埋伏 到十兵败也是不可避免的 等大将军兵败之后 埋伏的西凉兵就会退去 任董卓怎么想 他都不会想到 在大将军兵败之后 会有另一支大军 继续追击于他 曹操骑在马背上 侃侃说道 若刘鹏能听见曹操的这番谋划 定会大吃一惊 什么时候 曹操变得如此精明了 曹操一番大论 听得孙间 公孙赞二人目瞪口呆 那事后 大将军会不会怪罪 我等不出兵相救于他 公孙赞将最担心之事问了出来 曹操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暗骂公孙赞幼稚 大将军当然会怪罪我等 可那是我等三人已斩了董卓 救的天子 乃是汉氏功臣 他又能奈何得了我们 曹操在暗骂公孙赞之后 还是出生给其壮胆 毕竟他们三人 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跑不了他 也少了其他二人 有了曹操的壮胆 公孙赞与孙间 也没就没有了意 所以听曹操之话 准备行那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在世 而在曹操等人前方二十多里处 一身战甲的太史慈 正率领三千幽州惊奇快马飞驰着 将军 我军去董卓步足二十里 少其催动快马来报 太史慈没有说话 策马行到一山坡之上 往下一看 却见他的身后 似有烟尘冒出 滚滚而起 不用猜想 他也知道 身后的烟尘是怎么回事 将士们听令 前方就是董贼 随本将杀敌建功 太史慈一挥长脊 策马奋力奔出 身后三千虎狼铁骑 随之飞奔而去 在经过大约一个时辰的追击之后 太史慈率领三千铁骑 终于追上了西迁长安的董卓大军 杀 太史慈见前方乃是西凉兵 正边打着赶路的百姓 便大喝一声 领兵杀了过去 铁骑斯明 大地颤动 正在鞭策 百姓的西凉兵们 听到身后的动静 惊慌下回身相看 却见是有敌军骑兵冲了过来 敌军来了 准备迎战 在慌乱之中 西凉军中义军司马站出来 赫令道 有了一个主心骨在 西凉军的混乱 一下子就平息了 士族们在在军司马的指挥下 快速结成一个方阵 以刀盾为前 迎战敌军 太史慈驾着战旗飞帮来 见到西凉军慌慌万中摆出阵势 不懈地笑了笑 杨起长起就冲了过去 这些西凉军乃是董卓扔下的炮灰 负责监督百姓行程 太史慈率领幽州战旗快速奔来 于西凉军摆下的阵势中杀进 只是一个冲阵 就把慌乱中集合的阵势冲乱 幽州军全是惊奇 长枪铁毛锋利无比 三千虎狼铁骑冲进阵中后 将慌乱的西凉冰们 几个冲锋间就杀得匆匆败退 当先血染的 残枝断壁扔在大地上 战场上已经没有了西凉冰 有的只是那冰冷冷的尸体 这些西凉冰足有上千人 就这样被屠戮于此 士气大胜的三千幽州铁骑 跟着太史慈继续策马追去 沿途所过 全是不依百姓 百姓们听到 后面有铁骑之声 纷纷不敢走在关道上 直奔关道两旁的小路而行 百姓们如此行为 却为太史慈节省了时间 诸侯大军追来了 相国 诸侯大军追来了 在前方的关道上 一小笑策马急奔到董卓车架边 慌张地说道 车架内的董卓 听到这慌叫之声 没好气地怒骂道 慌张什么 没出息的东西 本相早已命吕布 徐荣 郭死三人断后了 即使来的是刘鹏哪有如何 哼 滚下去 小笑不敢多言 忙策马离开 当太史慈一路势如破竹 冰封直追董卓的车架 行至一片山洼之处 太史慈忙令铁骑停下 驻马相看之下 却见四周毫不百姓身影 这一路过来 他可是 见了太多的百姓 与零散的西凉兵 而此地三面环山 且山势高大 郡险无疑 他所处的 正是那山洼之处 太史慈在临行之时 就得刘鹏之吩咐 沿途要大造声势 并且要中敌人的埋伏 本来太史慈还想不通 他为何要率军 往敌军的埋伏中走 后来经刘鹏一番解说 他才明白 原来是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狼啊 而他就是那个 被抛出的孩子 等着狼来叼走呢 见此处地势险要 太史慈心中打鼓 不知道董卓 是不是就在这里 设的伏兵 吕布在此 就在太史慈既不退兵 也不向前追击之时 左侧山峰之上 一声大鹤传了下来 山峰之上 吕布手持方天化己 看到落入埋伏中的太史慈 哈哈一笑 冲生后士族下令道 放 一声令下 嗖嗖嗖 咚咚咚咚 箭矢如雨般飞射而出 巨石如同江涛海浪般 顺山峰滚下 东龙东龙之声响起 巨大的石头 沿着高山滚到下方 啊啊 惨叫一声响起 三千铁骑立石被见识 巨石所组 多骑受到损伤 太史慈首挥长挤 砸开一块巨石 鹤令道 撤 撤 等曹将军为我们报仇 没有被见识 巨石伤到的士族们 跟着喊道 等曹将军为我们报仇 等曹将军为我们报仇 三千铁骑在扔下 七八百具尸体后 缓缓撤离山洼之处 败退出吕布的埋伏之地后 太史慈站在关道上 放声喊道 吕布匹夫 竟敢暗算你太史爷爷 不过消气校为曹操正帅 三万铁骑而来 已经离此地不足十里了 他会为爷爷报仇的 匹夫 你等着吧 吕布站在山峰顶上 将太史慈之话 听得是一清二楚 尤其是那句 曹操正帅三万铁骑而来 曹操是谁 那是董卓 恨不得亲手掐死的人 若他杀了曹操 董卓会给他什么赏赐呢 吕布站在山峰上 不由地想到 传令给郭四 徐荣 就说 本将得到消息 曹操正率兵而来 叫他们继续埋伏在山后 等曹操军过其半后 再冲出去斩杀贼兵 一脸笑意的吕布 立即冲声后的兵族下令道 诺 兵族忙出声音道 下去传令 太史慈在大吼几声后 知吕布必是听到他的话 至于其是相信不相信 就不是他能管得了的 驾 损伤了近千铁骑 太史慈的心情可不怎么好 一路都在琢磨 一会遇到曹操该怎么说 才能让其相信 太史将军 前方尘土飞扬 必是主攻援兵到了 义军司马见到尘土大作 误以为是刘鹏帅大军前来 忙出声喜道 闭嘴 你这蠢货 主攻率领兵马正与董贼激战 岂会在这里出现 主攻特派沃等回洛阳禀报军师 顺便将粮草鸭来以作食用 时间不等人 快走 太史慈说完之后 锦家马赴 急奔而走 留下那个被太史慈讯吃一通的军后 正疑惑地思虑着 他家主攻明明就跟在他们身后 什么时候又与董卓激战了 不过这军后从军多年 知道不该问的别问 不该想的别想 因此也就是疑惑了一下 便策马飞奔而出 尘土飞扬 铁骑声越来越近 太史慈当先策马奔驰着 对面而来的骑兵越来越多 在接近太史慈等人之时 当先一起出镇和问道 你等何人 为何在此 太史慈大喝一声 怒骂道 谋乃大将军 挥下上将太史慈 你这匹夫还不快快让路 小心误了爷的事 爷拿你记齐 就在前方那士族 准备出声相骂之声 曹操打马而出 道 放肆 怎么与太史将军说话呢 回过头来 曹操仔细看了下太史慈的兵士 有近两千铁骑 而且 其中有还带着伤势 这就更加证明了 他猜测的正确性 刘鹏被董卓伏击兵败了 只是刘鹏有六万铁骑 不可能败得这么快吧 在下曹操 敢问太史将军何去 曹操仔细瞧过太史慈身后的铁骑 出声问道 太史慈早就得刘鹏之兽话 见得曹操一定要慎重对待 因此 那张英俊的脸 没有任何神情变化 相反还带着焦急之色 回道 曹将军 我主大军被董卓伏击 损失惨重 正在败退之中 在下奉主公之令 回洛阳 给军师寻忧送几句话 将军送几句话 就带这么多骑兵相互 可见大将军对足下很是爱惜呢 曹操眼睛一眯 说出了这么几句话 听到曹操这话 太史慈立即明白 曹操这次是在套他的话 便顺势说道 曹将军谋赞了 实不相瞒 在下冲出西梁郡包围之时 带了四千铁骑 只是在途中损失了一些 太史慈在说完这些话后 脸色巨变 四世想起了什么急事 忙开口说道 曹将军还有事吗 在下集这区洛阳送话 就先告辞了 曹操已经得到了 他所想知道的事 便很大方地说道 将军放心 在下率领三万惊奇 就是来追击董卓 救出大将军的 将军请 曹操让麾下士族开了条路 虽对太史慈说道 太史慈在马背上拱手一礼 便率领铁骑而去 眼望太史慈率领兵马离去后 曹操回首笑道 二位兄台 现在是五等建功立业 轻史留名的机会 可敢与曹博一支战斧 战 孙坚和公孙赞掩路向往神色 同声说道 曹操大喝一声 好 当下率领骑兵急速前行 向董卓追去 太史慈率领麾下骑兵 直奔出三里外 才回头相看 见曹操等人的骑兵卷尘土 踏提声 正及时在关道上 知道此地还不太平 若是让曹操发现 定会起义 于是太史慈忙令麾下骑兵 策马而走 一路奔驰 行至三十里外 见前方有几名 少骑驾快马奔驰而来 仔细一看 见那是幽州军的少骑 太史慈心中松了口气 策马迎上 少骑驾马行至太史慈身前 道 见过太史将军 主公让在下等出来打探曹军消息 不知太史将军可有见到 本将在前面碰到了曹操大军 你等也不用打探了 这就带本将前去见主公 太史慈乐马停足肩到 少骑忙拱手道 诺 调转马头 为其带路 这次行了十里后 便见到幽州铁骑缓缓前行 当先可见的是那刘兹大骑 迎风飘扬 到的军前 太史慈翻身下马 向已经停止了 禁军的刘鹏说道 主公 末将按照您的吩咐 将曹操追击董卓的消息 偷给了吕布 又在回来的路上碰到曹操 将您兵败的消息告诉了曹操 现曹操率领兵马 直追董卓而去 子已辛苦了 此事办得不错 回到幽州后 定有重赏 听到他的谋划顺利进行 刘鹏很是高兴 便对太史慈许了一个重赏 太史慈微微一笑 谢道 谢主公 与太史慈会合之后 刘鹏便再次派出少奇 查探曹操与西良军的战事 而他自己 却率领着幽州铁骑 正在关道上缓缓而行 耳中听着太史慈 将他追上西良军后 所见的一切 已是下午时分 高高挂着的太阳 也慢慢西下 成为一抹红色夕阳 待天色慢慢黑下之时 前方的少奇才探回消息 称曹操中了吕布的埋伏 两万多铁骑损伤过半 正奋力厮杀 欲突围而去 主公 那曹操 孙坚 公孙瓒只有两万多铁骑 此时已经损失了一半兵力 不若我军在此时突进 定能杀西良军一个措手不及 黄中摩拳擦掌势地说道 刘鹏黑黑一笑 问道 汉生可是想与吕布一战 被说中心事的黄中轻轻一笑 道 末将今次再战吕布 定斩其首级 宋于主公 刘鹏可不相信 黄中能斩了吕布 毕竟上次哈宇吕布占了两百回合 就已经体力不支 今次想要胜过董卓 恐怕得等到吕布伤了重伤才行 隧道 传令下去 让士族们赤宝喝足 再过一个时辰 全军出发追击董卓 诺 黄中忙下去安排 当夜幕降临之时 一个时辰很快过去了 黑夜下 刘鹏手提长枪 立于万军之前 贺道 将士们 董贼就在前面 冲了 贺令一下 后面的数万铁骑轰隆隆地跟了上来 随时夜晚 但今夜还是有点月光的 借着月光 刘鹏率领大军一路奔驰 只往太史词 说的那个地方而去 报 主公 曹操 孙奸 公孙赞三人损兵折将 现已被西凉军团团围住 少旗前来报道 刘鹏此时真有种不想出兵的冲动 让吕布杀死曹操 除将来一大巨患 可他没有了败曹操的自信 又如何一统天下 如何灭掉各路诸侯 在几经思虑后 刘鹏决定 还是就这个曹阿满一命 毕竟这个人乃是一 个很好的对手 只是这个很好的对手 现在还不怎么成熟 汉生传令下去 紫义为先锋 率一万铁骑 先行发起进攻 本将轻率大军 随后赶来 刘鹏眉头一输 下令道 黄中正摩拳擦掌 等待刘鹏下令之时 突文此话 盲道 诺 诺将这就传令 在太史词挑选了一万战旗 领兵而走后 刘鹏黑黑一笑 道 吩咐下去 全军跟上 诺 在一阵旋风般的奔驰之中 刘鹏率领大军 紧随在太史词的前军身后 道的战场之上 撕杀声 震耳欲聋的撕杀声 黑夜之中 到处都有杀声传出 战场之上黑压压的一片 一眼看不到镜头 杀 刘鹏跨坐赤兔身上 手提长枪 冲入战场之中 犹如一尊天神将士 寒枪会成点点银花 却在这时一遍陡声 黑夜下 战场上来了数万不速之客 三姓加奴 东来太史词来也 太史词率军进入战场之后 长脊挥舞如风 直冲吕布所在处 大声喝道 正在奋力厮杀的吕布 在混杀之声 听到这声大喝 莽往声音传来出看去 却见是太史词 一路冲杀了过来 正对着哈哈大笑呢 将士们 杀曹操 取首级 赏千金 吕布向周围的西凉军下令道 等西凉冰一拥而上 去曹操投入后 吕布却调转马头 直扑太史词 三姓加奴这个词 出自刘鹏之口 但却成了吕布的标志性名字 心高气傲的吕布 最见不得别人说这几个字 况且 太史词上次在战场上侮辱于他 今日他说什么 也要杀其泄愤 太史匹夫受死 吕布猛催跨下骏马 手持划击 向万军从中的太史词冲去 太史词可不是傻子 知道以他的武艺 是杀不了吕布的 但拖住其 让麾下惊奇 迅速击破西凉军 他还是能做到的 三姓加奴来得好 太史词再吩咐了麾下惊奇 快速冲破西凉军 便手持大几向吕布迎上 两人相距数十米远 四周都有西凉兵 与幽州兵相战 吕布化吉所过之处 无不鲜血横流 战起倒地 哀嚎之声不绝 太史词也非常人 见吕布凶猛 他也被击出了狂性 在迎上吕布的同时 大几挥舞生风 直将四周的西凉军横扫倒下 光当 两几在夜幕下相撞 吕布的力气 明显胜过太史词 一几 就将太史词震的手臂微麻 太史词暗道一声好险 这吕布的力道 竟然比点位还要稍大一些 要不是他刚才快速反应过来 收回了长几 恐怕这三姓加奴 一几将会震伤于他 三姓加奴 乳还有力气 看来今日可是吃饱了 太史词与吕布相战到一起后 口中也没闲着 竟是诋毁之言 找死 吕布虎目一睁 怒容满面 话即使得山呼海啸 犹如万军奔腾之势 就在太史词与吕布相战到一起之时 进入战场中厮杀的刘鹏 却是见到了曹操 孙奸 公孙赞三人 此刻这三人被西凉军团团包围 麾下士族也所剩无几 要不是他率军与西凉军熬战 这三人早成了西凉冰刀下之鬼 而不远处的曹操三人 也看到了刘鹏 这三人先前还在疑惑 到底是何人率兵来救他们 而刘鹏的出现 使得这三人军呼 中计了 孟德 文台 伯龟 汝三人可安否 刘鹏策马急时之中 寒枪五动生风 在刺杀了数名西凉冰时 便出声喊道 混杀之中 曹操有口难言 他本是想算计刘鹏 却没想到 刘鹏没有被算计上 而他却被人家给算计了 看着幽州铁骑 在战场上到处纵横 杀的西凉冰 已经有败退之相 曹操长叹一声 大将军放心 曹与文台 伯龟皆无碍 既然人家好言相问 曹操也不能太过 便回声道 一听大将军 西凉军之中 一名长相威武的将领 转身相看过去 却见在战马之上 身穿金甲的刘鹏 犹如天神一般 正挥舞长枪 杀戮着西凉冰 他怎会在此 这名将领自言自语道 将军 我军快抵挡不住了 一人身染血迹的小笑 奔到齐身边说道 长相威武的将领 眼观战场上的情景 见到原本歼灭了 曹操大军的西凉勇士 此刻却被打得节节败退 更可惜的是 那吕布不去杀了曹操等人 却在战场上 与敌将拼命厮杀 西凉军因是巨奸曹操 便出动了大量部族 可现在与他们交战的 乃是全部战旗上阵的幽州军 幽州铁骑 又号称天下第一 在野战之上 西凉部族完全不是齐的对手 这原长相威武的将领 几个思索间 便下令道 这是刘鹏的幽州铁骑 我军此时不宜与之交战 传令撤退 将军 郭将军与吕将军 尚在战场之中 若您下令撤军 这二位将军会不会不满 小笑担忧地说道 长相威武的将领 一甩手中枪 瞥了眼小笑 这小笑乃是他的亲信 此刻所说之言也是为好 但他还不在意郭四 吕布二人会不会对他不满 随道 传令吧 小笑见自家将军 已下定决心 叹了口气 道 末 战场之上 形势一片大好 四万多幽州铁骑驰骋杀场 将多士部族的西凉军 杀得哇哇大叫 溃败而下 就在幽州军大肆杀戮西凉军时 本就惊慌无助的西凉兵 开始缓缓撤退 像是得到了撤退之令 机不再师 时不再来 得道理 刘鹏还是懂得 此刻西凉兵经此大败 必如金弓之鸟一般 他若不成事追杀 追杀西凉军 直取董卓头颅 黄中在砍翻 一名未来的急逃跑的西凉兵后 大刀微微扬起 大声道 主公有令 追杀董卓 将士们冲了 冲了 士气高昂的幽州铁骑 挥舞着手中兵器大声喊道 喊声震天破地 在黄中策马奔驰下 铁骑兵们纷纷跟了上去 而与太史词大战多时的吕布 剑几军正撤军而走 心中一惊 盲挥话急砍翻 数名幽州骑兵 又虚晃一击 逼退太史词 盲驾马奔驰而走 三姓加奴哪里走 太史词见吕布逃走 大喝一声 盲驾马相追而去 西凉兵在前面奔驰 后面 却有数万幽州铁骑相追 黑夜之下 前面跑得稍微慢点的西凉兵 不是被幽州战旗践踏而死 就是追在前面的幽州军所杀戮 在黄中绿大步骑兵离去后 刘鹏收拢了剩余兵力 便朝着战场最中间地带走去死尸横野 战骑倒地 枪毛四散 鲜血流淌 偶尔有位死透的西凉兵 还会发出哀嚎之声 当刘鹏带着点围 及一众示威到的战场最中间 见到的却是战甲破伤 鲜血染身的曹操 及孙坚 公孙赞等人 此时曹操率领的两万多铁骑 现只有百余人 偶尔还有零散的兵族 从战场四周而来 孟德 文台 伯归无事就好 却见那曹操脸上沾染的血迹 手中提着血刀 一甲破损 长发四散 犹如一匹暴怒的狮子 吼道 我等三人前来助你讨伐董卓 你却拿我三人当诱饵 让西凉郡伏击于我等 你再从率兵杀出 一举击溃西凉兵 刘飞宇 辱这是何意 是想置我三人于死地吗 看着失去了理智的曹操 刘鹏一阵冷笑 这个曹操还真大言不惭 敢说他三人率兵 是前来相助于他追击董卓的 这脸皮可谓不要脸到家了 文台与伯归也是这么想的吗 刘鹏没有理会暴怒的曹操 反而像同样狼狈不堪的孙坚 公孙再二人问道 此次出兵追击董卓 孙坚受曹操之邀 可是将他所部六千骑兵全部带出 而刚才一战 六千骑兵所剩无几 又怎能叫孙坚不心寒 本来还指望着六千骑兵回到长沙后 他就能出兵拿下荆州 干一番功名大业 可现在却成了净花水月 一切都成了空谈 孙坚却没像曹操一样失去理智 而是冷静道 大将军发习闻讨伐国贼董卓 我孙坚第一个带头响应 此番出兵追击董卓 乃是为汉士出力 却未想到竟成了大将军炮灰 这是何道道理 刘鹏微微一笑 并不答话 转而看向公孙赞 公孙赞与其他二人好不到那去 一身的血迹 脸上还带灰尘 见到刘鹏向他望来 便拱手道 在下昔日 只是边关一小将 幸得大将军提携 才能做得一郡太守 此情 某现在已还 日后 某也不再欠大将军什么了 公孙赞此时却很明白 他们三人损兵折将已成事时 哪为何还要得罪于刘鹏 不如用此次刘鹏 让他当炮灰之事 来还了上次欠下的人情 如此 既不得罪刘鹏 对曹操 孙坚二人 还能说得过去 刘鹏听完三人之言 轻声笑了笑 转而走到曹操进前 哼 的一声 曹操身边站出来一员身材高大的武将 拔出佩剑直指刘鹏 刘鹏黑黑一笑 手中长枪忽然间舞动 速度快如闪电 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之时 枪间指点那员武将的咽喉 静 曹操 孙坚 公孙赞三人据位看清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觉得在一瞬间 刘鹏的枪间就出现在了 护住曹操的那人身上 刷刷刷 曹操这边的武将 快速拔出佩剑 手持兵器围了上来 孙坚麾下的几员将领 更是拔剑怒怒而上 唯有公孙暂位上前 其麾下兵族 倒是亮出了兵器 但却被其所制止 他们能拔出兵器 刘鹏麾下可全是惊奇 此刻见有人拿兵器 指着他家主公 立即手持兵器 向曹操等人围去 人数本就只有数百人的曹操一方 见四周足有上千 幽州兵族围了过来 立即形成了一个大的圆圈 时刻戒备着 却没一人敢率先出手 曹操冷静了下来 直到是麾下将领拔剑行为 刺激到了刘鹏 便黑黑一笑道 子莲放下兵器 退后 大将军是不会杀你这只蝼蚁的 曹操之言一出 那名叫 子莲 的将领 斜眼看了眼曹操 才缓缓退下 刘鹏在曹操说完之后 不懈地笑了笑 曹操说他不会杀死一只蝼蚁 乃是为了抬高他的身份 保纳元将领一命 既然如此 子莲 不错 刘鹏在齐退下后 赞了一声 关于子莲这个人 在曹操 喊出齐明兹之后 刘鹏就知道 既是曹操的族弟曹洪 在历史之中 曹洪数次救过曹操的性命 齐人文才武艺都很一般 但齐 却有一颗忠心 这才是刘鹏出生赞齐之缘由 回过头来 刘鹏挥手示意中将退下 孟德 文台 伯归 汝三人真敢大言不惭 以为本将不知你等所想 刘鹏在众将士退下后 怒戎满面说道 在怒目相待之时 刘鹏继续道 你三人从虎牢关到洛阳 一路尾随本将 让本将在前面率兵 与西梁军血战 而你三人却归缩在本将身后 冷眼旁观 适何道理 本将念你等为我刘汉出兵逃懂 损兵折将的勤奋上 本不予计较 可你三人却得寸进尺 竟敢再次尾随本将身后 想趁本将与西梁军 两败俱伤之计 你三人在出兵击败西梁军 斩杀董卓 救得天子 剑不是之功 是否 刘鹏冷眼看着曹操等人 神色冰冷 怒火冲天地说道 曹操等人都没有想到 刘鹏竟然早就知道他们所想 但为了颜面 三人一起否认 曹操先道 曹是代吕受黄恩 岂是大将军所言的小人 奸虽不才 却也不屑此小人行径 孙坚满脸怒火 声音如同受了多大冤枉似的说道 公孙赞倒是没有发火 却是冷静道 在下三人不曾 尾随在大将军身后 只是在虎劳关时 便奉大将军之令 前往洛阳追击董卓的 看着这三人 一副君子之容 刘鹏真恶心一个个的 号称为汉氏出力 为TNZI狡贼 却连自己 干了什么都不敢承认 如此之人 不足为绿野 刘鹏在恶心过后 一脸不屑地说道 曹梦德素来不要脸 此事众所周知 而你孙坚自称江东猛虎 一头猛虎 连自己干过的事情 都不敢承认 这是猛虎吗 在本江看来 你孙坚就是一坨大粪 既想当婊子 还想立牌坊 端地是小人之作 还有你公孙伯归 一本是辽东小孝 本江念你镇守边关 对朝廷有功 特才上表于陛下 请陛下赤锋你为泰山太守 而你不思报答黄恩 却与曹操 孙坚之辈同流合污 比这小人更加可恨 刘鹏在说完之后 还往血迹斑斑的地上 涂了几口唾沫 表示他真的很恶心 曹操三人被刘鹏一顿臭骂 心中的窝火可想而知 曹操倒还罢了 刘鹏只是骂了他一句 不要脸 而其他二人 却是被骂得脸色轻红 双目炽热 一副怒火冲天之事 孙坚本想反驳 可刘鹏说的都是实情 他一时还想不出该如何反驳 便暗自轻红着脸 站在一旁默不作声 公孙赞也是一样 本想反驳 奈何刘鹏所说之话 句句乃是实情 只好同孙坚一样 站在一边暗自忍着羞愤 不再说话 刘鹏一见这三人出曹操外 其余二人被他骂得都不出声了 便黑黑一笑 带着点掉笑道 怎么 你三人为何不再反驳了 是所作所为 有失君子之风 为此暗恼呢 还是想与本将厮杀 奈何手下 只有这数百残兵败将 不是本将的堆上 便隐忍不发呢 大将军 你是想羞辱我三人吗 君子不堪受辱 还请大将军 为我等三人来一痛快的 曹操脸皮比城墙还厚 他在心中一点羞愧之意都无 转而还敢怒脸相对 刘鹏确实很想杀了这三人 可现在杀了这三人 于他生命不利 更会召来TNCR人的猜疑 说他刘鹏乃是为了同志三人抢攻 而将其杀害的 为了以后着想 刘鹏詹许忍住了杀意 对着曹操道 本将乃是汉氏宗卿 怎会羞辱于一个阴患之后 说是不羞辱 可这羞辱之话 却比刀子还厉 曹操一直以他生在阴患之家为辱 而刘鹏却说 他是汉氏宗卿 不会羞辱一个阴患之后 这不仅是在炫耀 还是赤裸裸的侮辱 刘鹏宇数字匹夫 俺敢如此羞辱于我 曹操被这话气得不轻 双目星红般吼骂道 曹操叫他数字匹夫 刘鹏可不会喧气 隧道 本将胸襟四海 不会同阴人之后一样 唯几句言辞 就能生起怒吼 可见 此人定是个无能之辈 刘鹏在说完之后 哈哈一声大笑 道 乐来 传令下去 立即清理战场 早就站在刘鹏身侧相互的点围 文言一愣 隧道 莫 骂完了曹操三人 刘鹏总算是出了一口 这几天生的闷气 刘鹏懒得 在与曹操等人说话 直接让士族们清理了战场 连夜率兵追击董卓 Big Siege 黑夜下 一清晰可见道路上的尸体 有百姓的 有西梁军的 偶尔也能看见幽州军的 四万多铁骑 被黄中带走了三万多 只留下了不到一万铁骑 不过对于刘鹏而言 黄中带去的骑兵越多 就越有有追击董卓的本钱 要是去的铁骑太少 恐怕没追到董卓 就会被吕布这个三姓家奴给吃了 当月光不在 旭日出生之时 刘鹏已率铁骑 一夜大战的黄中精神抖擞 红光满脸 一点也无疲惫之感 此时正笑着回道 主公 昨夜末将率领大军 追击西梁败兵 一路斩获无数 救得百姓数万 更是救得一位大儒 一听这话 刘鹏倒是来了兴趣 问道 汉生救得这位大儒 乃是何人 此人主公必定听过 他乃当朝中郎将蔡雍子搏接 黄中提起此人 那是一脸的高兴 当听到此人是蔡搏接之后 刘鹏小声嘀咕了一句 原来是他 知道是蔡衍的父亲蔡搏接后 刘鹏脑海中闪过一个老头 在门外叫他女儿练琴 而房间的一个男子 正趴在一个漂亮美人身上 正叫美人如何应对他父亲的画面 想到这些 不由地轻笑了一声 问道 蔡中郎何在 蔡中郎被末将安排在后军歇息 黄中拱手回道 刘鹏看了眼黄中 思到昨夜一宿未睡 将士们也都疲乏至极 想要再次追击董卓 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先不说董卓此时走到了哪里 就拿黄中昨夜一路狂杀 就得的数万百姓来讲 这些人如何安置才是问题 汉声传令下去 让大军就在此地安营扎寨 准备休息 至于那些百姓 就全都放了吧 他们愿意回洛阳的 就回洛阳 不愿意回洛阳 想去长安的 就去长安吧 刘鹏几个 思索间吩咐道 黄中闪过一丝疑惑 道 主公 这些百姓可都是壮年 不如将他们全部带去幽州 这样也可给幽州增加一些百姓 主公治下 也能多些子民 幽州据此千里 这些百姓仅凭双腿 如何走得去 再者言 Big C.H. 我军粮草已经快用完了 带上这些百姓 只能是大军的累赘 道是大军吃不饱饭 诸侯再约我们交恶 那样不仅会害了百姓 同样也会害了我幽州十万件 刘鹏脸色不喜不悲 淡然地说道 黄中听过此话后 露出一股恍然的神情 汉生去将蔡中郎请来 再将昨夜本将派氏族 打扫战场所得之钱财 全部发给百姓 让他们自谋生路去把 刘鹏坐在石阶上 一饮手中之水 缓缓道 诺 黄中领命而去 蔡伯皆在士林之中威望甚高 此次黄中能救的蔡庸 倒是叫刘鹏既欣喜又暗恼 喜的是 如果把蔡庸给拐骗到幽州 那样以后就会有文人 前来投效于他 恼的是 这个蔡庸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 若是让其知道 是自己抢了他女儿 恐怕到时候 这老头会找他老子评理 以刘鹏对自己老子的了解 若是蔡庸真的找上门评理 他这个便宜 老子多半会将狠狠训斥一顿 最后再做和氏老 将蔡眼踢给他做平妻 既然未来老丈人要来 刘鹏稍微收拾了下怡荣 毕竟这个时代中 文人还是非常讲究的 过不多时 一身黑袍的蔡庸 在士族的带领下 缓缓而来 一年多不见 蔡庸似乎老了许多 黑色的胡子 也已经有了花白 脸上皱纹也加深了许多 在熟米之外 刘鹏就大步迎乱上去 拱手一礼轻笑道 见过蔡先生 去年在洛阳一别 再见先生 却已是物是人非 是啊 大将军西年来到老夫府上之时 一身的傲气 自持才学过人 一手以血为提之师 可是让老夫惊叹许久 而如今大将军 有代假之事数十万 雄居幽州 此番更是联合诸侯赶走董卓 当的是功高权重 请恕老夫冒昧 可否问大将军一个问题 蔡庸在感叹之余 出声问道 刘鹏听了蔡庸之话 昔日的那一点成见也已放下 毕竟那时出来这个世界不长 性格还沾染着前世的一些情绪 毕竟蔡老头刚才之话 也没与他针锋相对的意思 蔡先生请说 刘鹏一笑回道 蔡庸摸了摸胡子 侧身而过 远望那连棉树里的幽州铁骑 道 大将军赶走董卓之后 是否要自立为帝了 蔡庸之言 让刘鹏苦笑不得 现在大汉天下四分五裂 门阀世家控制土地 诸侯为祸一方 他若在此时称帝 那不仅会遭到天下世人的反对 更会失去天下民心 蔡先生说笑了 彭十七岁起兵征讨黄金 六年来南征北战 无疑不是为了大汉天下的安稳 又怎会心中有如此之想 刘鹏既没有气愤 也没有窃喜 而是平淡地说道 蔡庸本以为问出这句话后 刘鹏不说翻脸 也应该不会给他好脸色 可此刻刘鹏却是回答了他之话 不过在心里 他还是有点疑惑的 自董卓独霸金师之后 天子被幽静于公 群臣被杀的杀 免得免 唯有老夫却被三日连生 坐到了这个中郎将之位上 大将军不觉得奇怪吗 蔡庸回头一笑问道说实话 刘鹏此刻不奇怪 蔡庸被董卓三日连生 倒是奇怪这个老头 再见到他之后 似乎没有提其他事 反而在天下大事上 倒是显得很关心 这没有奇怪的 董卓乃是西凉一猪狗 一朝等事 麾下却无闻人可用 而先生乃是大汉名儒 威望甚高 董卓给先生三日连生官位 不外乎就是拉拢先生 给天下世人看罢了 刘鹏轻笑一声 随口回道 蔡庸在洛阳 因为董卓给他三日连生官位之事 被一众老有相笑 还被群臣视为董卓的同党 让他好一顿冤枉 不过后来 他确实为董卓办了几件事 但却是有求于董卓罢了 飞羽倒是能看出董卓之计 可诸臣却是看不出 他们只看出了老夫是董卓的同党 许多昔日同僚 暗地之中 却恨不得将老夫食肉请皮 蔡庸像是个怨妇似的说道 此时刘鹏才明白 感情这蔡庸是在洛阳受了委屈 才导致性情都变了 不在同以前一样 喜欢谈论世次歌赋 转而喜欢天下大事了 原来这一切的原因在这呢 在下官先生 也不是喜欢官位之人 既然待在朝中不舒服 可愿与再下去幽州 刘鹏在一笑之鱼 转而问道 对于蔡庸而言 他待在那里都一样 不过董卓曾答应过他一件事 因此也只好拒绝道 董相国前些十日答应过老夫一件事 而老夫也需董相国支柱 因此就不能同大将军前去幽州了 难道先生还要去长安 刘鹏疑惑问道 蔡庸叹了口气 轻声道 此事非董相国可办道 因此老夫是非去长安不可 这下刘鹏到来的兴趣 蔡庸有何事要求董卓 难道董卓能办到 他就办不到了 道 原来如此 敢问先生 为何只有董卓能办到此事 蔡庸在愣了愣神后 一脸愁容地回道 小女被贼人张燕所掳 老夫多方派人打听 却苦无消息 而董相国却答应 只要老夫随他去长安 他就会派出假式征伐张燕 就回小女 当蔡庸说完之话 刘鹏一脸的金色 暗道这老头 原来是想让董卓出兵救他的女儿啊 可蔡庸早就被他给收入房仲了 董卓即使出兵剿灭了张燕 这老头也见不上他女儿啊 况且 张燕盘踞在黑山一带 这些年日益发展 岂是说剿灭就能剿灭的 张燕盘踞在黑山一带 董卓去了长安后 远隔千里 要想出兵救的先生之女 恐怕 刘鹏后面的话没有说下去 他相信蔡庸能猜到他的意思 果然 蔡庸脸色一边问道 大将军是说 董相国不会出兵 捉讨回女儿 刘鹏觉得 其做点事情也是应该的 便道 董卓此次兵败去往长安 并不敢再出兵前往中原 先生可想想 若你是董卓 可愿意为了一介女子 而损失数万大军 乃至长安不保 蔡庸仔细一想 也是 他只是一介文士 手无腹机之力 对董卓而言 只是拉拢天下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 若真想让董卓替他救回女儿 那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更何况董卓被诸侯大军击败 已经退回了关中 若想出兵中原 那也得中原的诸侯们答应啊 在下手握二十万大军 其中有铁骑数十万 当年在下封陛下圣旨 剿灭张燕此贼 眼看马上就要将其消售 却为料到宦官从中作梗 硬是让先帝在关键之时将其招安 害得在下折损了数万将士 此仇 在下日夜记着 先生若是信得过在下 就随在下前往幽州 在下保证不出医院 先生就能见到蔡小姐 刘鹏笑了笑 便立刻抛出诱饵 静等蔡庸上钩 蔡庸听了这话 先是一愣 后是一喜 盲问道 非语说的可是真的 你愿帮老夫救回小女 哈哈 先生放心 只要先生愿随本将去幽州 一月之内 毕教先生看到蔡小姐 刘鹏大笑一声 随承诺道 刘鹏的名声 蔡庸也听过一些 传言其性情火爆 杀敌如麻 手段嫉毒又狠 为是人所不齿 但就是这么一个屠夫 却愿你出兵救他女儿 至于刘鹏之话的真假 蔡庸不用判断 也知其说的是真话 毕竟刘鹏现在已贵为大将军 没有理由欺骗他一介如生 大将军之义老夫也明白 既如此 小女之事就有劳大将军了 蔡庸拱手毅礼 神色间带点洗衣道 蔡庸言下之意 是他 依问你随刘鹏前去幽州 也依问你 为其做事 但前提 就是要刘鹏救的蔡衍 平心而论 刘鹏也知道他抢蔡衍一事 做得有些不地道 可他内定的女人 岂能嫁给别人 这其中 还夹杂着前世对蔡衍 绅士的怜悯 先生放心 彭定慧救的蔡小姐 刘鹏一脸正色 仿佛所说之言 巨是真话 蔡庸再次谢过刘鹏后 与其交谈了一会儿 便后回到了车架中休息 太史慈昨夜信心 满满地跑去追吕布 因是黑夜之中 对道路不熟之缘故 被吕布带兵给埋伏了一下 不过幸运的是 幽州铁骑随后赶到 将吕布杀退 这才救了太史慈 受了点小伤的太史慈 此时正站在刘鹏面前 一脸不服气地道 主公 那三姓家奴 昨夜埋伏于墨将 才让墨将功亏一篑 要再有下次 墨将定斩这丝狗头 刘鹏黑黑一笑 他可不相信太史慈能斩了吕布 吕布此人虽无信仪 但一身武艺 却很是让他敬佩 据他估计 要想斩吕布与马下 恐怕得他与皇中联手 在两百回合后 才能取其头颅 至于太史慈说 他定斩吕布与马下 在刘鹏儿里 不过是据戏言 当不得真 子义 好生修养 明日就班师回京吧 刘鹏看着数万铁骑 在用木材打造简易的帐篷 所以对太史慈说道 没有剿灭董卓 他也未能斩得了吕布 此时班师回京 对太史慈来说 那无意爱 是失去了一个 利天大功劳的Juie 盲道 主公 董贼正往长安败退 我军为何要撤 不若墨将率一只惊奇 现在就去追杀董卓 太史慈的那点心思 刘鹏转眼就已猜到 可现在历史因他而该变太多 本来在历史上 诸侯盟军会与董卓有几次大战 在这中间 双方兵力都有损失 可现在的情况是 董卓的西梁军损失还不到十万 而诸侯中 就他一人在追 为防不测 刘鹏还是决定停止追击 休养过后 就回洛阳 子役 下去休息吧 追杀董贼之事 本将早有安排 刘鹏神秘一笑 开口说道 太史慈自会蒙以来 一直跟在刘鹏身边 他怎么不知道 自家主早有安排 既然不让他追击董贼 郁闷的太史慈变之后拱手告退 在路上 他一直在思索 自家主公到底派何人去追杀董卓 赵云率兵去青州平定叛乱 这个应该不可能 高懒则是在恶守虎牢关要塞 这个也不可能 那到底会是谁呢 太史慈在心中不住嘀咕道 而在寒谷关不远处的一片山谷中 赵云身着戎装 手持银枪 正依在一棵大树下歇息 赵将军 兄弟们已在这里等了好多天 也不曾见到董卓大军路过 会不会是董卓不走这条路 而是改走别的道路 一年约三十上下的军后 身穿盔甲 愁眉苦脸地说道 赵云当初奉刘鹏之令 剿灭青州黄金 但在出发之时 刘鹏却下了一道密令 奉了密令的赵云率领三万大军 从青州沿途而下 一路奔驰到此地 藏匿在山林间 依靠大树歇息的赵云 也知道 藏匿在山林的这几日中 士族们多日不曾 吃过热腾腾的饭时 据是用干饼与冷水冲击 连日下来 士族们怨声载道 流言四起 可对于这一切 他也无更好的方法 在临行之前 刘鹏郑重其事地对他说 子龙 懂贼祸国殃民 如此去定要截弃搜刮百姓的钱财 此事干系重大 切莫误实 一向出身微末的他 在幽州军能占有一席之地 多是缘由 他忠心办事 又身怀武艺 加上流鹏的赏识 才能在其麾下 占有上将之位 否则以他的出身 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 更别说独自领军出征 素来以忠义为首的赵云 在得流鹏嘱咐之后 一路小心谨慎 唯恐坏了流鹏的大事 而不让士族埋锅造饭 也是他下的令 因埋锅造饭 会有烟雾生起 那是方圆百里 都能看得渐若董卓 正好此时而来 看见有烟雾生起 必定会警觉 到时他不仅会 误主公的大事 更会害得三万优州价 长叹一声 赵云正色问道 少奇可有消息传回 旁边的军后 跟着叹了口气 回道 少奇已经派出到百里之外 却还是没有一点消息传回 秋风吹落树叶 叶子飘落到赵云面前 心事重重的赵云 双眼威闭 过不多时 淡淡道 传令下去 让将士们埋锅造饭 几天没有吃到热饭的军后 文言盲事一喜 道 谢将军 末将这就去传令 此时天色还是正午 秋阳刚过头顶 埋伏在山谷中的将士们 得知赵云下令埋锅造饭 立即跑土挖坑 埋下大锅 又有士族在在五里外的河里取来水 就在将士们准备生火之时 一声急报响彻山谷 马背上的少奇 快速跑到赵云身前 报将军 西梁军据此百里 正缓缓向寒谷官而进 等了多日 终于等到了这个消息 赵云腾的一下站起身 口中对着少奇下令道 继续打探 资压隐藏 不要被西梁军发现 诺 少奇阴声而去 山谷间正忙碌着的士族 听得少奇之报 竟放下手中之火 双眼带着西纪之色 就这么看向赵云 将士们 董贼已经聚此百里 正向寒谷官而来 临行之前 主公曾对本将说 董卓祸乱天下 查读百姓 凡我大汉沉民 皆有除贼心汉之责 你们可愿少吃一顿 与本将取了董卓头颅 再行拔酒相庆 赵云双目扫过 略显疲惫的士族 声音充满豪气的问道 幽州军军纪严明 士族在战场上 服从将军之令 乃无可厚非之事 然赵云爱兵如此 不忍责备士族 便以礼相问 那些士族们 也不是傻子 听到董卓大军 已经到了百里之外 再行生火做饭 必被西凉军所察觉 为了一顿饭食 就将性命送出去 士族们才不划算 他们都是有家有势之人 若他们被敌所杀 除了能领到点抚恤前 别的什么得不到 家中的七小也就从此 不再有人照顾 我等追随将军出去 董贼 把酒相庆 山谷之中 士族们七嘴八舌地 说着同一句话 赵云微微一笑 道 将士们 除贼心汉之机已到 而等可能杀 能杀能杀能杀 虎狼士族 被激起了心底的血性 高鹤硬道 赵云微微一摆手 将激昂高亢之声压下去 最叫来了各营的主将 商议埋伏的细节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到的黑夜之时 董卓大军还未到得此地 报西凉大军 据此二十里 报西凉大军 据此十里 报西凉大军 据此无礼 岳飞风高杀人夜 赵云亲率两万铁集 埋伏在山谷之外 而在山谷两侧 却是有一万部足手持强弓 正在漆黑的夜空下 肃穆相待 就在这等待的时间 就像过了一年那么长 官道之上 开始出现了点点火光 越往近前 就越能看到 火光如长龙一般 连绵不绝 仙头的西凉军 全是铁骑开路 在官道上侧马奔驰 黑夜之下 只看到那火把照应下 密密麻麻的身影 正快速穿过山谷 直行而去 等到马蹄声 不足行军发出的声音 左边山侧上传出一声 射 忽然间 山的两侧涌出来了无数甲事 各个手持强弓 搭上火箭 直往下射去 搜搜搜 火箭如大雨一般 从山上射下 密集如雨的箭矢 直穿西凉军的身体 山下的西凉军 发出连绵不绝的惨叫声 一个个身影快速倒下 有伏兵有伏兵 山谷下的西凉军 在黑夜下 惊慌大叫道 而山上的火箭 却是无穷无尽般的射下 那不怎么宽敞的官道 此刻所能看见的全是火 被火箭烧着一甲的西凉冰 放声大嚎 哀声四下传出 山谷下之下的西凉冰 惊慌失措之间 盲扔下兵体 往山谷外而逃 而那些未来的急跑的 便被火箭穿凶而过 当场身死 屠杀中听不到幽州军之声 只能听到破空之剑 与西凉冰的惨叫声 董卓正坐在马车中 左拥右抱着美人逗弄时 听到前方传来哀嚎之声 盲向车外的吕布问道 奉先我儿 出了何事 为何有哀嚎之声传出 吕布驻马相看 见前方似有火光传出 便回道 义父 前方出现了火光 想是前军遇到敌军的埋伏了吧 董卓心情正好呢 哪会相信吕布之话 亲了一口坐在左腿上的美人一口 随口应道 不用担心 诸侯们都在我们身后呢 谁会在前面伏击咱家 就在这时 黑夜下一匹快马奔来 道 向国 大事不好 前军中了敌军的埋伏 正向后撤了回来 董卓一惊 忙将左右大腿上的美人掀下去 跳出马车向极力之外的山谷观看 见那映日的火光 照亮了前方的官道 还有那传出的哀嚎之声 越来越明显 不用惊慌 前方定是一些毛贼骚扰我军 奉先带兵前去将其剿灭 记住 一个不留 董卓在观看了片刻后 立即出声下令道 吕布在马背上稍一拱手 便大喝一声 带着后面的西凉军奔了上去 就在吕布率领兵马前去支援之时 董卓忽然想起 走在前方的 不是他装运金钱的车架吗 盲出声问道 前方可是马车 立在一旁守卫的小孝盲回道 是的 向国 前方总有马车74辆 董卓听了这话 凶横的脸上尽是怒火 谁敢这么大的胆子 竟然敢扶兵于他 还想抢他的钱财 大怒的董卓 不再将前方之事当小事看 怒声下令道 传令刘备三兄弟 立即上前相助奉先 必不能让贼人 抢了前方的车架 怒 小孝不敢耽搁 忙下去传令 却见那遍地的尸体 散发着焦臭之味 那位死透的西凉兵 偶尔还会惨叫一声 早有准备的幽州士族 见前方的西凉兵不是逃走 就是被箭矢射成筛子 忙一哄而下 将在火海中开始燃烧的马车 用兵器打灭 或用树枝将火扑灭 前前后后 总有70多辆马车 每辆马车上的 装着沉甸甸的箱子 士族们四人一箱 快速将箱子往山谷中搬去 在士族们不到一个来回合间 就搬空了二十多辆马车 就在士族们准备搬下一辆马车上的箱子时 却见官道上正呼啸着 奔来了一匹匹箭马 身后 还跟着密密麻麻的假释 早就得到过命令的士族们 见有西凉军奔来 忙回身往山谷中奔去 吕布手持方天化己 策马急迟 见前方的人影竟然想跑 大声喝笑道 何方鼠辈 竟敢接懂湘国之物 某家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 主公 山侧两间必有埋伏 且要小心 吕布身后 一员将领靠上说道 黑夜之下 吕布看不清两次的山上有什么异常 所以哈哈一笑道 不用担心 只是一些鼠辈罢了 看本将如何杀了他们 驾 吕布大意 策马到了最前方的马车前 驻足一看 却见那马车上的箱子早已不见 马车也被烧得不成样子 地下还横七竖八地 躺着一众士族尸体 别人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 吕布是董卓的心腹 可是知道那些箱子里面 那恐怕就不是大发雷霆的事情了 嗖嗖嗖 火箭再次射下 这次早有准备的西梁军 见两侧有箭矢射下 前方的盾牌手忙举着盾牌 上前将吕布等人接应了回去 主攻 有扶兵快撤 在火箭飞射之时 一员黑脸将领 护住吕布开口道 黑夜之中 看不清两侧的山谷上 到底有多少兵马 但以那数不清的箭矢来看 人数当在三千以上 吕布将山谷上的情形看在眼中 缓缓退后 当退出山谷后 那飞来的箭矢也就射不到西梁军了 这时吕布才出声道 去禀报相国 就说有贼人抢了马车 人数大概有上万人 诺 身后一小笑 忙回身去禀报 这时 吕布身后一员亲着脸 身材魁梧的将领策马向前 道德吕布身边静言道 主攻贼人占据此处天险 我军要想过去 恐怕会损失惨重 不若莫将率先带领一只精兵 穿过那道山口 上山将其剿灭 吕布顺着青脸将领所指方向一看 不屑地道 区区一介关爱 岂能挡得本将 你等在此稍后 看本将如何杀过去 众将之中 一员身材发福地立即劝道 主攻不可 此时夜色太黑 而山上却有埋伏的弓弩手 您若只身闯过去 山谷那边必定还有扶军 您乃天下第一勇将 不惧那些蜀辈 唯恐那些蜀辈形小人之事 用暗计害您 这可如何是好 吕布虽狂 但却也知道轻重 一听这位的劝言 思虑了一下问道 那该如何 难道本将就要 被一群鼠被堵在这里 主攻不若静等一会儿 相国得到您的禀报 定会派兵马前来相助 到时让他们打头阵 我军跟在后面 一样能穿过山谷 身材发福地将领黑黑一笑 献祭道 吕布听得大喜 笑道 此计甚妙 就在吕布等人驻马停足不前时 幽州士族再次冲了下来 又往那些马车中奔去 开始搬着车架上 那沉甸甸的箱子 毛贼 谋乃吕布吕凤仙 速速放下车上之物 否则本将叫 等死无葬身之地 吕布见那快要湮灭的火中 再次出现了毛贼 而且正搬着车上的东西 大怒之间的他 立即出声喝道 而那些毛贼 仿佛没有听到 吕布的汉山之喉 依旧搬着车上的箱子 来来回回地奔驰着 这让高傲的吕布 如何受得了 一群毛贼都敢无视他 满脸怒容的吕布 伸手取下马上强弓 搭剑上弦 瞄准一个黑影 搜的就是一剑 剑是像风一样洗出 黑夜中只得到一声惨叫 一只黑影音声倒下 主攻神剑 那发福的将领剑 黑影倒下 忙向吕布谋媚道 虽然喜欢听凤承之言的吕布 这次也不例外 放声大笑后 再次开弓搭剑瞄准黑影 嗖嗖嗖的破空声响起 剑是准确无误的射准了黑影 那临死前的惨叫声 就是最好的证明 心情大好的吕布 便开始一剑一个黑影 一声惨叫 当他足足射出二十多只剑矢时 却见到黑影越来越多 而且已经搬空了前面的马车 正向后面的马车而来 调弓弩手上前射住马车 不准那些毛贼接近 吕布见他一人 力量确实有限 便不再表演 嘴下令道 吕布一声令下之后 立即有四百人组成的强弩 狩猎于山谷前 射 一声令下 四百只羽箭在黑夜中 嗖嗖嗖嗖的射出 那些黑影 在这四百多少只剑下 好像只是惨叫了几声 便没有了声音 再仔细一看 那些黑影 依旧在快速搬着车上的箱子 轰隆隆夜下战骑思鸣 提声沉重传来 前边可是凤仙 后军中一声轻贺之声传来 正暗自恼怒的吕布 听到这声音 便是一句 大耳贼还不速速前来 说在后面乃是何意 呆 三姓家奴休的猖狂 爷爷张飞在此 一声雷霆咆哮�响彻黑夜 猴声传过山谷那头 还留有回音震荡 吕布此时虽是恼怒之急 但也知道大敌当前 当以战事为重 若是丢了那些箱子 恐怕他回去不被董卓骂死 也得受一番训斥 玄德 快快上前 吕布再次出声说道 就在吕布邀请刘备上前之时 在山谷那头的 赵云浑身鲜血 正在浴血奋战之中 此次埋伏前 他就知道 这是一场恶战 为了办成刘鹏交代的事情 赵云在少骑传来消息的布置下 先行放过西凉骑兵 那到那些车架要过山谷之时 埋伏在两侧的 部族便以箭矢射击 将其歼灭 为了防止前面经过 山谷的西凉骑兵掉头支援 便由他亲自率领两万铁骑 托出西凉骑兵 魏部族争取下时间 把握者死 赵云长枪挥舞间 策马正追西凉军一员大将 见四周西凉军竟敢阻挡自己 便怒声大喝 先前过到山谷这头的西凉骑兵 足有近三万 而赵云只有两万铁骑 且这些日子中 战马与士族皆为吃吼 体力疲乏之下 一时还破不了西凉军 与其陷入了僵持之中 黑乎乎的夜下 战骑漫山遍野 厮杀生传之树里 将军 快撤吧 再站下去 我军将全部葬送于此啊 一名军后 捂着血迹斑斑的臂膀 策马追上赵云 急出生年道 赵云一枪挑飞一名西凉兵 问道 谷中情况如何 是否取到了主公说的哪些箱子 已经取了近五十车 还有近二十车的箱子未取完 将军 不能再犹豫了 否则西凉大军攻过山谷 我军将尽丧于此啊 军后见在赵云有点犹豫 再次出生求道 看着战场上阴声倒下的幽州骑兵 赵云双目星红 一字一句道 传令从小路撤军 军后捂着受伤的臂膀 忙道 谢将军 在下这就去传令 当黑夜下硝烟四庭 余下属不清的尸体 与那残枝断壁 横竖在战场上 幽州军在得赵云撤退之令后 便立即带着从西凉军马车上 抢来的箱子 从先前就想好的撤退路线 迅速撤去 在山谷入口处 留了一千弓弩手震慑敌军 其余人早已撤走 而吕布在联合了刘备之后 立即派出大军 向山谷纵身猛冲进来 早就有所准备的一千部族 将他们收集的巨石 一个个掀起来朝下面滚了下去 瞬间 山野之中 回荡着巨石轰隆隆滚动的声音 两边山坡上 同时滚下如此多的巨石 让猛冲进来的西凉军一阵猛颤 接着就是那凄厉地惨叫声 巨石一个接一个地滚落下去 不仅将本就不宽的道路堵住 还将正在猛往山谷内猛冲的西凉军下了回去 再将所有巨石滚完之后 这一千士族 快速离开山谷 向谷中另一条小道上直奔而去 赵云选择在此地伏兵 便是想到了此处有一小道 从这条小道能直出轩原关 也就能甩掉后面的西凉军 将军 西凉骑兵追了上来 正在策马集市中的赵云 听闻少奇的探报 立即眉头一皱 他想不明白 为何这西凉军追得如此之快 传令下去 让部族率先行进 骑兵断后 部族走得慢 若被西凉军追上 肯定是死路一条 而骑兵断后就不同了 即使西凉骑兵追上来 也可以与其一战 最后还能从容撤退 因此 赵云才下此命令 诺 少奇立刻下去传令 将军有令 步军先行 骑兵殿后 黑夜中 狭窄的小道上 少奇骑着快马 迅速传着赵云的军令 当部族率先行路后 赵云认为道路狭窄 西凉骑兵也不好行走 便令士族在黑夜中 快速砍伐树木 将树枝等物 全部扔在他们走过的道路上 赵云此令一下 当下就延缓了 西凉骑兵的速度 一夜急迟 天色放亮之时 赵云率领不到 两万人的大军 行至关道之上 此时他们才算 彻底摆脱了 西凉军的纠缠 昨夜战时过急 赵云还没有仔细 清点兵力 此时一查 三万大军 整整折损了 一万二千余人 其中大多数都是 幽州铁籍 此时的赵云一片惆怅 他觉得自己 不仅对不起主公 还对不起那些 昨夜与他 浴血奋战的士族 在一片山林间 让士族们 吃了点干粮后 赵云在往洛阳 派了支少奇后 便率领兵马出发 而此时他走的路途 却是返回幽州之道 洛阳 在城北大营 刘鹏高座主位 左右站着寻忧 黄中 太史词 陈道 典威等人 连日讨伐董卓的疲惫 在这几日休养之中 一扫而光 换来的是一副 精神极好的面容 攻打 子龙派来少奇 向本将请罪 你猜是为何 主位上的刘鹏 少有的倾笑问道 寻忧站在左侧第一位 文言习惯性地摸了摸小胡子 不确定地回道 主公 依在下看来 子龙将军能自己请罪 无非是他没有办成 主公交代的事情 或是他损兵折将 打了败仗 子龙一赶长枪 由万夫不当之勇 怎会损兵折将 依此看来 定是子龙在给主公办事之中 出现了一点小疏忽 这才请罪的 太史词等寻忧说完之后 立即站出来 为赵云说话 刘鹏笑了笑 看着众人脸上的神情 道 如攻打所言 子龙确实损兵折将了 本将交与他的三万大军 而他却只将半成之数带了回去 听完刘鹏之言 众人心思万千 唯有寻忧微微一笑 拱手一礼道 那不知主公会 如何惩罚子龙 这也是众将所关心的 几人都争着双目 近待刘鹏的决定 然而刘鹏只是微微一笑 扭转话题道 子龙之势暂且割下 等回幽州后再行商议 眼下盟军是四分五裂 诸侯都互相咬了起来 攻打怎么看 刘鹏知道他麾下的这些将军们 带兵打仗或许还许 可一遇到这动脑筋之势 皆说不个法子 他也就不问武将们 转而问向寻忧这个兵法大家 下面站着的寻忧 思虑了一会儿 言道 前几日东郡太守 乔茂因粮草一事 与周牧留带交恶 昨日夜时 带颖兵 恭敬乔太守大营 将其杀害 又将其布取 而盟中既无人为乔太守说话 也无人恳请主公 为貌主持公道 可见盟军人心混乱 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更兼主公与曹操 孙奸 公孙赞交恶 而袁绍又在拉拢这三人 想必这是为何 主公已经知道 忧也就不多言了 刘鹏哈哈一笑 骂道 志大才疏 无能之辈也想做这个盟主 你怎么看 既然有人想做盟主一位 主公何不将这盟主之位 让于他呢 寻忧微微一笑说道 不行 这怎么能行 主公乃当是真英雄 做这盟主一位 乃是天经地义 其他诸侯何德何能 竟也要做这盟主一位 太史词当先蹦出来 一脸不悦地说道 退下 听先生说完 刘鹏见太史词 这几天战伤养好 又开始出言捣乱 便冷着脸 将其赤退 主公 留在洛阳 只能是与各路诸侯为敌 不若退一步 另谋一事 总比在这个废弃之地强 寻忧似乎暗有所指地说道 刘鹏知道历史进展 他也听明白了寻忧之言 依照历史 诸侯在将董卓赶出洛阳之后 便安心地在这洛阳当起了主人 今日他打你 明日你打他 都是为一些鸡毛蒜皮之事 最后无奈之下 盟军解散 各路诸侯各回封地 这才开始了诸侯歌剧 寻雄争霸的世代 而寻忧的意思更加明确 他劝自己另谋一事 不要待在洛阳这个废弃之地 而那另谋一事 自然指的是 如何拿下冀州 由此可见 寻忧是想让他将盟主一位让出 率领兵马返回忧州 与袁绍一样 图谋冀州 公达言之有理 可本将有一事不甘 你能否为本将排忧解难 刘鹏黑黑一笑 少有的嬉笑问道 主公有何不甘 可否说来听听 若忧真能为主公排忧解难 那自是乐意效劳 寻忧在心中 也略微猜出了是何事 因此才模棱两可地回答 刘鹏这次不笑了 而是正次说道 本将这次讨董 受了两个有名之事 一是大如蔡庸 二是才学过人的陈琳 其次还受了一个张辽 可谓独像公达一样的才能之事 却未遇到 你说本将如何甘心 主公何时将张辽收到麾下了 太史词一脸的惊奇 也不怪太史词现惊奇之色 而是张辽由他看守 现在张辽投他家主公麾下 而他却还不知情 这能不让他惊吗 现在还没有 不过在将来 本将麾下的一员梁将 刘鹏口中自信地说道 太史词这时才松了口气 心道 只要不是自己失职就好 寻幽暗叹一口气 果不其然 他还是猜准了 既然主公有意 他便前去一世又如何 便道 主公 在下晚上就去拜见此人 至于成与不成 优势为把握 刘鹏一笑 他对于寻幽这种谨慎的性格 很是欣慰 所以道 公达但去无妨 如此 幽就遵主公之命 寻幽为一拱手 松了口气回道 刘鹏在与诸将安排了一些事情后 便将众人给打发了下去 赵云蛇兵损将之事 他早有所料 因此也就没有吃惊 至于回去幽州在商议 如何惩罚赵云 那就是一句托词 他如今是主上 就要有主上的兄弟 麾下大将为他出生入死 不上次也就罢了 若在惩罚 恐怕他失去的不仅是明星 连麾下众将之心都失去了 还有赵云从西凉兵手中 抢出来的那五十多箱金钱 有了那笔金钱 在招个五万八万的大军不在话下 况且乱世之中 手中只要有钱有粮 不愁没有兵甲 唯一愁的就是没有粮将 他的麾下 虽然云集了三国时期的很多名将 但这些人之中 性情各有缺陷 以后还需得好生吊教 唯有镇守幽州的高顺 文聘二人乃是智谋之将 可堪大用 赵云性情沉稳 然其妇人之心太重 以后也得好好调教一下 要说到人才 他此时还真想起了一人 只是这人现在还不知道在哪 就在刘鹏思索这人之时 侍未进的大仗 并报道 主公 陈灵求见 叫他进来 刘鹏回过神来 吩咐道 陈灵自被他收到麾下后 还没给其一官半职的 怎么说 此人也算得上满腹经伦 本质人才不可浪费的原则 刘鹏端坐于主位之上 静等其进来 过不多时 一身文士长袍的陈灵走了进来 道德仗中后 拱手一礼 道 在下见过主公 孔章来了呀 这几日过得可好 刘鹏微微一笑 口中轻问道 陈灵此时已投靠刘鹏 见主公问自己过得可好 盲回道 老主公挂念 在下这几日过得甚好 先生过得好就行 前几日本将 一直忙于军务 未能招待先生 实施罪过 知道文人都爱面子 刘鹏便给陈灵最大的面子 让其为他死心塌地的 办事未等的陈灵开口 刘鹏再次说道 先生今日寄来 那本将也就将一些事情 给先生说一下 看是否符合先生之意 主公请说 陈灵亲生一道 便一副昔耳恭听之事 刘鹏神色一正 口中不紧不慢地道 先生乃是当时明示 胸中怀有智政之略 可愿做广阳郡太守 陈灵稍微缓了下神情 按住心底的喜悦 道 主公 这恐怕需要天子的圣旨 先帝在世之时 设立了周牧 而周牧不仅掌管一周军政 还有任命一郡太守的权力 陈灵明知刘鹏乃是幽周牧 却还是问出此话 可见其并不是拒绝 而是在庄清高 本将乃幽周牧 为朝廷镇守一方疆域 治下的官员调动 就不用劳烦天子了 再说 天子现在被董卓挟持到长安 就是想给先生一张圣旨 也办不到 刘鹏黑黑一笑 神色间完全没有把天子当回事 如此 在下愿为主公效劳 陈灵可不傻 宜骏太守乃是提高他名望的机会 他又怎能错开这难得的时机 刘鹏再将陈灵给抬聚了一会儿 便让旗下去休息 他抬聚此人 乃是看此人文采斐然 可治理一方 再说了 那广阳郡太守的治所 就在济县 与他的府邸 不过数条皆罢了 有需要此人之处 随时可照其效力 还能将一句名誓交出去 倒省了他不少心 下午时分 各路诸侯齐聚刘鹏的中军大仗 会蒙时的十九路诸侯 也变成了如今的十八镇诸侯 大仗之中喧嚣声不绝于耳 诸侯们各自说着 董卓如何败亡 下一步 他们就要打进关中 救出天子 刘鹏聆听诸侯们的豪气大论 却不出声 只含笑相望 过不多时 老陶欠站到帐中 声音洪亮的道 诸位 现在董卓已经逃到了长安 我等只需在休养数日 便率大军破了寒谷关 持取长安 救出天子 是啊 董卓空有五十万大军 却不堪一击 一带看来 不出数月 我等就可在长安把九炎欢 坐在右侧第四位的流带站起来 大发豪气之言 要去长安可以 可张太守迟迟不发粮草 在下的士族 已经三天没有吃过饱饭 这要是与西梁军厮杀起来 岂不是白白送死 袁叔一脸气愤 出声说道 是啊 我与孟德 伯归三人追击董卓 兵马损失过半 张太守 到现在 也未见 给我三人送一兵一粮 是何道理 孙坚一脸怒气 只是张淼说道 本将自从逃董以来 挥下兵马损失不知反解 张太守这段时日 却连我军的粮草供给都断了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盟军容不下我袁绍吗 还是张太守坚守自盗 私自将粮草给吞没了 袁绍目不挟视 口中冷冷说道 此时的张淼真是有口难言 这段时日粮草紧缺 他挥下的士族 每日都只是喝着青粥 又乃来粮草供给各路诸侯 大将军 诸位 在下自认盟军粮草官以来 每日忙得不可开交 为的就是 诸位及大军能够有粮草可用 可眼下秋收刚过 各地赋税也未交上 一时粮草不济 还请诸位多包涵 诸位也可放心 最多十日 粮草必定到达 张淼站起身 朝着众人一拱手 开口说道 十日 本将的大军昨日就已断粮 要是等上十日 本将挥下的数万兵马 也该饿死了 张太守 你不说无粮吗 可敢让本将率领兵马一艘 袁绍眼睛眯起来 不紧不慢地说道 是啊 张太守说无粮 那么可敢 让我等一艘 孙坚在袁树之话 冷声和问道 张淼此时心中 升起一股寒气 面对诸侯的咄咄逼人 他实在忍无可忍 向刘鹏一拱手 怒道 盟主 在下从没有 克扣过诸侯们一颗粮食 可现在 他们竟然想搜我的大营 此事还请盟主决断 诸侯们的意思 刘鹏也明白了一些 看起来这些人闹得很凶 其实都是在试探他 看看他是否会保张淼 而张淼 只不过是他们 用来问路的一颗石头罢了 诸位 张太守自会盟以来 为我盟军承担粮草供给之大任 其所作所为 无异不是为了盟军能早日击败董卓 救出天子 诸位多想想 如此为了汉世大业着想之人 岂会克扣你等粮草 实不相瞒 本将麾下大军 也只有两日之粮了 刘鹏叹了口气 为张淼倒是说了句实话 谢盟主 张淼盲是义礼 少麾下大军 已无两日之粮 请问盟主应该如何 袁绍见刘鹏为其说话 口气不悦地问道 袁绍敢如此跟他说话 为了什么 刘鹏自是明白 在众诸侯的注视之下 刘鹏冷冷一笑 怒道 你等来讨伐董卓 为何不自带粮草 却要张太守为你等筹备 现今董卓出了洛阳 你们便开始内讧 如此无才无德无谋之辈 本将修宇而等为武 至于汉元少原本出 不思为汉元加上小报仇血恨 却伸手问本将要粮草 汉真是一介匹夫 无谋匹夫 汉不是想要粮草吗 长安有的是粮草 如敢去取否 刘鹏朝着袁绍一笑 立即破口大骂道 诸侯们此刻静悄悄的 都低着头颅不再说话 仿佛没听到刘鹏的怒骂 袁绍见刘鹏骂自己是匹夫 当下脸色清黑 本想让他元加固立为他出头 但转眼一看 诸侯们各自抵着头 没有人看他 就连袁束这个堂地 此时也是低头以对 见无人给他说话 袁绍冷哼一声 站起来怒道 我袁绍为大汉江山舍身忘死 从渤海来到洛阳 一路损兵折将 数次大战西凉贼兵 而盟主却不肯给粮草 反说我袁绍乃是无谋匹夫 如此 请恕我袁绍告辞了 本处兄息怒 无短有黑的曹操 见袁绍动了真怒 忙站起来打圆场 袁绍欲离开之时 听到曹操之话 更加怒道 孟德玉让我如何息怒 家仇未报 国贼未除 盟主就已容不下我袁绍了 不会 盟主乃汉皇后裔 断不会如此 是吧 盟主 曹操转脸一笑 在安慰袁绍之时 还不忘拉刘鹏下水 刘鹏可没有供着这些人的脾气 遂回道 再下容不下窃国之贼 也容不下蜀木寸光之辈 就在诸侯们暗自恼怒刘鹏之话时 却再次听到 本将自出幽州后 东边先被人不知深浅 竟率领大军前来攻城抢掠 本将为朝廷坐手一放 岂能放任胡人放肆 因此 本将遇回市幽州 早日剿灭鲜卑胡人 非语不可 你身担负讨贼大任 若你离去 我等又该如何讨伐董贼 救出天子 本来作弊上官的刘鱼 见诸侯们内讧 本是不详理的 奈何刘鹏要率军离开 因此才忙出言道 是啊 盟主 若没有你 我等该如何对付董卓 又怎能才救出天子 自古以来 有骂架的 就有劝架的 荆州刺史刘彪可 不想刘鹏就这样走了 怎么说 刘鹏都是他们皇室中人 若刘鹏走了 那盟主谁来做 一二才出言道 接下来 大半诸侯们都起身 说了劝慰之话 刘鹏可不是为了作秀 而是真要离开 因此也就回道 幽州乃我朝边地 岂能让胡人放肆 诸位放心 本将回师剿灭了鲜卑 就会率领三十万铁骑 亲自讨伐董卓 必就天子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众诸侯再次开口挽留 毕竟刘鹏骁勇善战 自会蒙到现在 还不到三月之时 便已带领他们 破了虎牢关 进了洛阳城 若在有三月的时间 也许还能带着他们攻破长安 建立万事之功 诸侯的意思 刘鹏也很清楚 他们都想借着自己建立功名大业 可现在 刘鹏已经到达了自己的目的 是断不会继续讨伐董卓 便再次拒绝了诸侯们的 好意 众诸侯见难以挽留下刘鹏 便也不再提此事 过了一会儿 诸侯们开始各自回了大营 唯有一众汉室宗亲 被刘鹏留了下来 来讨伐董卓的宗亲友 青州刘鹅 金州刘表 眼州刘代 加上刘鹏自己 也就四人而已 四人中 刘鹅按辈分来算 是比刘鹏三人高出一辈的 至于刘表与刘代二人 则是与他同辈 不过这二人年龄都比他大 非与独留我们 可是有何要事 刘表 在帐中四人时 率领出声问道 其余两人也有此问 但刘表既已问出 他们也就不再问 静看刘鹏如何回答 黄叔 两位皇兄 鹏不日将要退回幽州了 临行之前 却有一事相告 刘鹏在朝三人拱手一礼后 继续道 献金天下 群雄并起 诸侯看似同心讨伐董卓 实则各自盘算 鹏任盟军之主 可对自家之人照顾一二 若鹏离开后 诸侯就会排挤汉家宗亲 与其如此受他们排挤 还不如与鹏一样 各自领兵回封地 静观天下大事 如此 尚可保祖宗基业 下可安民心 刘鹏之言过后 三人一起陷入了沉默 过不多时 刘带疑惑问道 飞羽要保祖宗基业 当继续讨伐董卓 却为何又要回幽州 宫山兄长 依鹏所料 诸侯在鹏离开后 会慢慢内讧 最后四分五裂 各自领兵而回 至于讨伐董卓 连你们都不肯助我 那些诸侯岂会出兵 刘鹏在说完这些话之后 脸上涌出一抹自嘲的神色 刘鹏话音一落 三人俱是尴尬无比 刘鹏在虎牢关追击董卓之时 他们确实也曾 想过出兵助其 但最后见诸侯们都无动静 也就没有相助 此事现在 被刘鹏隐晦地点出 三人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鹏话到此 至于黄叔与二位兄长愿意听否 就不是鹏的事了 刘鹏黑黑一笑 若无其事地说道 在与三人说了回家常理短后 刘表率先提出告辞 其余二人也是一样 跟着告辞而去 晚时 巡幽回迎 主公 幽无能 未能办到主公所期待之事 巡幽进得帐内 一踏而道 刘鹏早就由此准备 因此也不觉得吃惊 便将巡幽好言安慰一番 才告知其准备下去 明儿离开洛阳 当得知要回幽州 巡幽一脸的喜色 道 主公明见 现下洛阳风起云涌 时不利于我军 在此长期驻扎 另外 我军粮草也已不足五日 要想回到幽州 主公还需再想一个办法 愁到十日之粮 粮草之事 刘鹏早有准备 因此在巡幽说完之后 便道 此事本将在前几日就有所料 因此 在那日回来后 本将便给文和写了信 让其立即押运粮草 前往洛阳 可幽州距此千里之远 信使回到幽州 便需十日之多眉 那时我军早已断粮 如何支撑地下去 巡幽脸色一变 说完刘鹏轻笑一声 忙打断巡幽之言 此时巡幽才反应过来 暗骂自己莽撞 忙道 主公请说 在此之前 本将已派舒制邪 钱财到周围县城买了粮草 应该能坚持五日之多 再加上我军还有的两日之粮 让大军行至济州 应该不成问题 道时温和也必能带来粮草 刘鹏黑黑一笑 自信道 原来如此 巡幽一脸的恍然大悟 他在前几日 还奇怪沉道 为何早出晚归 原来是去买粮食了 可他掌管大军粮草 未见得一粒米 入得粮草大营 这又是为何 看到巡幽脸上的表情 刘鹏便知道 其在想什么 出声解释道 为防止诸侯眼红 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本将派人将那批粮草 全部囤积在城外 派了三千铁骑看守 明日我军出城之时 便可一并带上 主公英明 巡幽回过神来 盲赞了一声 刘鹏白手一笑 转而说道 公达 你说本将派人扣了细致 才会怎么样 听了这话 巡幽刚才还稍微 有点喜色的脸离石 变成金色 在心中 直探他这个主公 天马行空之谋 同时忙出声道 主公此举万万不可 明若扣了制裁 曹操定不会罢休 其他诸侯也会与主公为敌 如此 诸侯内讧将会演变成大战 于天下百姓不利 于大汉王朝不利 恳请主公三思 哈哈 诸侯大战又如何 此次讨伐董卓 本将挥下十一万幽州军 以死伤三万人之多 再损失个三万人又如何 刘鹏脸色一变 不懈地说道 主公 为细致才艺人 而引起诸侯混战 此事不值 巡幽扑腹于地 口中再次劝道 巡幽之想 刘鹏最是清楚不过 不过他还没有想与 所有诸侯为敌 只是想震慑诸侯们一下 顺便让他们知道 在这个天下 谁的实力强 谁就是主子 此事不用再说 你且下去休息 明日准备回识幽州吧 下去见主公心意已决 巡幽暗叹一声 起身退下 在巡幽去后 刘鹏皱眉思索道 以他如今的实力 在诸侯之中 乃是最强盛的 但袁绍 袁术 曹操等人联合起来 实力也不容小觑 可曹操等人这几日联合起来 定是在对他酝酿着什么阴谋 若不显示一下实力 这些人还真以为他好欺负 来人 刘鹏坐在主位上 冲仗外一喊 当先手按佩刀的点围 大步而进 拱手道 主公 戏制裁现在何处 刘鹏出声问道 点围憨厚的脸上 浮现出一缕笑意 道 此人被曹操安置在一处民房中 四周皆有军事把守 既然知道了 此人不在曹操军营 那还等什么 刘鹏当下就命令 点围带侍卫将其抓回来 不过担心戏制裁逃跑 刘鹏又派太史词 率领两千铁骑从旁协助 夜晚子十一更天 已经被焚毁大步的 洛阳一条小街上 有三百多身穿盔甲 肩披黄色披风的甲氏 正在黑夜之下缓缓前行 脚步清零 而在这些甲氏身后三里之处 太史词帅领着两千铁骑沿街巡查 道的一处算不上豪华的防射前 身躯高大的点围 站在不远处 冲旁边的二人下令道 暗帅二百侍卫 从正门而入 你二人帅其他人从后门而进 务必要小心 不要弄出声响 惊动了旁边 点围说完话 冲旁边之处一指 这二人也不是愚蠢之辈 冲点围所指方向看去 据是明白其意 原来在那防射不远之处 便是曹操的大营 黑夜下 营门前火把闪动 直照那曹子大齐 行动开始 等二人各自领了五十人 绕后门而去时 点围将双脊插在背上 马里地拔出手中佩刀 带领着两百侍卫 悄悄地往那防射门前而去 快到的进前时 点围向身后两名侍卫指了指 然后向那防射下 站着的两名甲氏 做一个抹脖子的首饰 这两名侍卫跟着刘鹏 也有好几年 对这个首饰很是熟悉 二人得到首饰之后 举两出短刀 借黑夜的掩护 冲着那两名侍卫处 缓缓走去 就在防射门前的 两名甲氏打盹之时 黑夜下跳出来两个人影 对着二人的脖巾间就是一刀 两声痛苦哼声响起 这两名甲氏 阴生栽倒鱼的 解决了这两人 点围立即带着侍卫们上前 到的大门处 猛地一脚踢过去 不怎么结实的大门 直接被踢开 这座院子 点围在前几日 就派人摸得一清二楚 因此 带着侍卫们在进的大门后 留了五十人把守前门 亲自带着其他人进入了内院 应是夜晚 院子中 只有五名巡逻士族来回巡逻 在门口大门发出声音之时 这五名士族便急忙去查看 到的半路之时 正好遇见了点围众人 在这五名巡逻士族的惊慌之下 点围带人快速将其灭口 只传出了几声惊慌尖叫 继续向前走去 点围冲身后 众侍卫 一指其他房间 又做一抹脖子的首饰后 便亲自带着二十名侍卫 往一处灯光明亮的房间走去 咣当 一声 房门阴声而开 点围带着侍卫走进房间 见灯光之下 一名年约三十多岁的文士 正手拿竹简 细心看着上面的东西 对近来的众人视而不见 仿佛早就有所料 先生 我家主公有请 点围向前三步 道得文士进前 陈生说道 文士依旧看着竹简 不过口中倒是回了一句 等一会儿 待在下将这篇兵书读完 点围可不是傻子 现在多单个点时间 保不准曹操大军就会前来 因此 见他再向前两步 胡掌伸出 一把将那文士所读之竹简抢到手中 憨实一笑 道 先生还是现在就随俺去的好 文士抬头打量了一下点围 见其长得五大三粗 便起身问道 你家主公何人 先生 据后自会知道 点围丝毫口风不露 冲身后的侍卫一挥手 立即有两名侍卫上前 就在那两名侍卫上前之时 文士出人意料地说道 不用 在下会自己走 看其表情不似像奸诈之人 但点围还是放心不下 在其身后安排了多名侍卫 又在左右前各按了十多名侍卫 才带着众人走出那处防射 黑夜中 在点围带人离去之后 便传出了杀戮之声 不过只是一小话 而且杀声不大 四周无人可听见 幽州军大营 此时已是丑时 中军大仗美 刘鹏手持配剑 正仔细看着祖宗传下来的冥帝剑 自他拿到这把剑起 除了贾许曾带在身边过 其余众人皆无此殊荣 而今天 刘鹏瞧着这把剑 思索着 以后该用什么为信物 毕竟这把剑太过珍贵 若是一个不慎 将其损坏 以后 他可就少了一件 相当于圣旨的宝物 说到圣旨 他的手中 现在已经有了传国玉玺 还能少得了圣旨吗 不过 传国玉玺之事 除了点为知情外 其余众将无疑人之道 毕竟此事太过重大 一个不好 就会遭到天下诸侯的围攻 因此对于此事 他谁也没提 只将玉玺藏在安全之地 正幻想着他妖玄明帝剑 灭了诸侯 一统天下之时 帐外侍卫道 主公 点头领求见 点为回来 那肯定是事情办成了 刘鹏黑黑一笑 将佩剑挂在腰间 向外道 让他进来 诺 侍卫在外应了一声 几声沉重步伐传进帐中 点为率先进来 身后跟着一身穿纹式长袍的中年人 在中年人走进之后 刘鹏便坐在主位上仔细 打量着奇人 圆形脸盆 眉目间带有一丝木气 脸色青黄 身高七十左右 身上的长袍 都被洗得退了颜色 首发 微微一笑 刘鹏起身走下 到的中年人面前 问道 智才恐怕已经猜出本江之意 那么本江也就不绕圈子 智才可愿转投于本江 驻本江成霸业 一统这纷乱天下 细致才听刘鹏之话 再看看 其人二十二三的年纪 见眉醒目 白皙脸庞 下巴微微有一丝胡须 其身着金甲 腰间悬挂一口宝剑 端的是依俊俏美男子 在打量过后 细致才轻笑一声 道 世人禁知大将军骁勇善战 文采武略非凡 却不知大将军 还是世上少有的美男子 见其出口 避免自己所问 但其之话语 却也是让他有所喜悦 刘鹏盯着戏智才一字一句道 先生 还是先行 回答本江之话为好 否则先生 就只能去见曹操了 提到曹操 戏智才眼中 闪过一丝慌乱 但瞬间 却已消失不见 不过这丝慌乱 却是没有逃过刘鹏眼睛 戏智才自信一笑 道 在下乃山野村夫 却知道 忠臣不是二主 良情择目而欺 既然在下已落入大将军之手 一切就凭大将军发落 是杀是寡 在下怨领 忠臣不是二主 良情择目而欺 刘鹏冷哼一声 不屑道 智才乃大能之事 当之曹操多疑如虎 非是民主 而你也非忠臣 为何就不能转头于本江 戏智才苦笑一声 未料到刘鹏如此厉害 竟将他主公之毛并摸得一亲二楚 虽反驳道 我主虽多疑 但却从不怀疑下属 反而对我等体恤有加 更是身怀韬略 假以时日 必能成就一番大业 至于在下非是忠臣 此话乃是何意 在下还想请教一下大将军 戏智才在说完此话之后 眼睛一眯 静等刘鹏之回答 刘鹏别的没有 头脑中算计人的本事 却是不逊于假许 此刻见戏智才问出这话 就知道 此人很重视民洁 否则是不会有此之问的 嘿嘿一笑 刘鹏转过身子道 所谓忠诚也 当时对其主一心一意 不离不弃 而先生在被本将麾下 抓住之时 却没有逃跑 也没有反驳 而是跟着本将麾下之人 来到了这座大营 先生可想想 曹操与本将之间 已经有了间隙 既是间隙 那就是有仇 而你却站在仇人的大营内 是不是不忠也 若你真是忠心 为何不在本将麾下 抓住你之时 不拔剑自吻于当场 青黄的脸庞上 闪过一丝犹豫 正如刘鹏所言 他就已猜到来人是何人麾下 但因为心中还抱着一丝幻想 这才没有自吻 反而装作平静之态来到此间 细致才沉饮一会儿后 嘴角微微扬起 反问道 是啊 在下已是不忠之人 那大将军 为何还要在下投靠于您 难道大将军就不怕在下 有一日弃你而去 本将非是曹操那个无能之辈 岂会让你有投靠他人之机会 刘鹏放声一笑 言语间充满强烈自信 细致才听到这句回答 眼神中出现一丝赞赏 然其还是回道 不管怎样 在下始终不能投入大将军麾下 还请大将军包含 为何 本将在黄金之乱时 便已四下派人寻你 本来以为你隐居在野 一时难以找到 却为料到 已经投靠于曹操这个阉人 令本将既心痛 又惋惜 刘鹏见戏致 才这丝拿中意识说服不了 转而打出人情牌 果然 戏致才听完后 一脸唏嘘道 多谢大将军 然在下在黄金之乱时 便已举家去乡下躲避 倒是错过了一次夹击 就在刘鹏暗自欣喜之时 戏致才却说道 致才现在投靠曹公 就得为曹公敬忠 请大将军次再下一死 来是再下 定报大将军之恩 此刻刘鹏有点傻眼 这戏致才 脑袋是被驴踢了 还是被门家了 竟对曹操这个武短之人如此忠心 看此情景 刘鹏便知此事急不来 等以后再慢慢来 道 致才真乃忠义之人 本将却是不忍杀你 但也不能放你如此 你既没有背叛曹操 也未投靠于本将 还是民中义之人 恶来 带志才下去休息 再让公达给志才送点吃的 再送一些被褥 天气渐凉 身体不容有恙 刘鹏便不再想与戏志才交谈 但令其下去之时 却还是做出一番民主之姿 希望戏志才能改变主意 但令他失望的是 自始至终 戏志才都没出声感谢 更是连头都懒得回一下 不过刘鹏也不沮丧 他得不到 曹操也得不到 再说他麾下已有贾许四人 在谋略之上 不输其他诸侯 相反还比诸侯们还强一些 毕竟那个鬼才郭家还未出现 即使郭家出现 也只能是他刘鹏的 别人想的别想 一夜无话 二而一早 幽州君便拔银收拾行囊 准备回师幽州 诸侯们在得知 刘鹏今日就要回幽州 便全部前来送行 连失去一元顶尖谋士的曹操 都有前来 不过看其心情不好 搭拉着脑袋 一脸的愁眉苦脸 与诸侯们相交谈的刘鹏 暗自看见曹操之神情后 脸色为之依稀 若他所猜不错 失去了谋视的曹操 此刻还不知道 是谁解走的戏制裁呢 在与诸侯们化别后 刘鹏便踏上赤兔马 回师幽州 而就这空间的功夫 一排排整齐的战骑先行而出 有好几万骑 骑骑相接 一眼望不到尽头 就在铁骑出了迎门后 后面立即出现了一辆辆战车 足有数千辆之多 诸侯们看得目瞪口呆 既羡慕又吃惊 他们与刘鹏共脚董卓这数月之中 相互也了解一些 却不知道 刘鹏何时有这么多战骑 还有那数千辆战车 等到战车缓缓出营离去后 一众诸侯全愣在当地 此时各自后悔 为何没与刘鹏互相攀点交情 尤其是中原诸侯们 他们地处中原 没有上等战马 此时却见到刘鹏有这么多铁骑 而且那战马他们 也都仔细瞧过 全是上好战马 若是与刘鹏早点攀上交情 兴许他们 还能从其手中买一些呢 可现在人家走都走了 还如何攀交情 大将军会蒙之时 有数十万兵马 与董卓大战数次 却仍有这么多兵力 可见这幽州军战力之强 说话的乃是上党 太守张扬 此人所在之的也有缠马 不过却都被控制在胡人手中 在下刚才注意看了一下 大将军麾下战旗还有四万多 由此可见 其麾下军事 对着众人哈哈一笑说道 大将军可真骁勇 只带十余万兵马讨伐董卓 班师之计 却仍有七万大军 这还不算驻守虎牢关的两万人马 一脸带着羡慕神色的元素 再看着幽州军远区的身影 口中阴阳怪气地说道 哎 诸位 在下可是听说 大将军建青州 黄金余孽 抢州夺县 十分震怒 便派赵云率领三万大军前去剿贼 如此算来 大将军应该拥有不下十二万大军 其中幽州铁集 就有近六万之多 徐州刺史老陶茜 不知从乃得到的消息 此时给众人抖落了出来 诸侯们一听 六万多的铁集 中原诸侯拥有铁集最多的 也就五千之重 而刘鹏一人 就有如此强大的铁集 且数量远超重诸侯 这让诸侯士既心惊又无奈 不说诸侯们再次吃惊 刘鹏率领大军出洛阳城后 也是一脸的吃惊 他明明记得自己在洛阳 只有五万多兵力 何时多增加了一万人 这些人是从乃冒出的 传黄中前来 出了洛阳城外三十里处 刘鹏冲侍卫下令到 旁边的侍卫立即策马前去传令 此事不搞清楚 他的心里总感觉不舒服 没有一个上位者 会喜欢自己控制的力量有所变动 而他自己却不知道 刘鹏不是圣人 他也不例外 黄中在接到刘鹏的传召之后 立即策马而来 到的近前 黄中还未回话 刘鹏就冷着脸问道 汉生 为何军中会增加士卒 见主公如此神色 黄中立即回道 主公 前几日在追击董卓之时 末将曾救了数万百姓 那日回师洛阳后 这些百姓不愿去长安 末将便自作主张 挑选了一万两千金状 暂时先编入我军 此事未向主公禀报 乃是黄中之罪 请主公降罪 黄中说完之后 立即翻身下马 半跪于地 赤兔马上的刘鹏 看着黄中脸上表情 淡淡问道 汉生 你一向不会自作主张 此事到底是谁的主意 黄中微微一愣 不知该怎么回答 但见主公脸上表情肆意知道 在回过神后 黄中还是决定说出 便道 军师说 百姓在长安无吃无助 迟早会饿死街头 便派末将前去挑了些精壮之事 刘鹏脸上浮现出一丝恼怒 但在片刻间便已消失 最朝地下的黄中看了一眼 淡淡道 起来吧 谢主公 就在黄中站起身子后 刘鹏直接打马而走 看不到其现在的心情 不过黄中不傻 他能从主公之话中听出一些端倪 但此事是寻忧交代 他也不好拒绝 大军到了洛阳城外后 陈道亲自带人 将囤积在外的粮草押韵而来 道德虎劳关 在会合了高朗麾下的两万大军后 刘鹏便率军直往幽州而回 沿途所见 附近村庄烟火全无 百里之地 竟见不到寥寥几人 可见董卓入主洛阳后 这些住在洛阳周边的百姓 不堪暴虐 早就搬迁离去 映日下的夕阳渐渐远去 秋风吹落树上的黄叶 此情此景 让刘鹏心头一阵舒爽 心情也为之好了许多 九万大军从虎劳关而出 一路加速行军 在半月之后 到达冀州南皮城外 安营扎寨南皮城 乃是渤海军之所 也是袁绍的太守府所在 南皮本来只是一个小城 却因袁绍到此修固攻势 加紧城池防务 城墙也变得比先前高大坚固 主公 袁太守麾下 似乎不愿我军驻扎城外 巡忧骑在马上 仅靠刘鹏笑道 南皮十里之外的一座山头上 刘鹏侧马而立 眺望远方戒备森严的南皮城 不屑道 袁绍麾下不愿意我军驻扎在此 那是他们的事情 而本江要驻扎这里 那是本江的事情 这话夜的巡忧一个大红脸 不知该如何去接 主公 我军营中之粮 只有一日可用 若闻和明日还送来粮草 恐怕我军难以回到幽州 巡忧转说到历史 脸上带着点点焦虑 刘鹏在心中更是焦虑 可在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大军未动 粮草先行 可他是大军回师途中 粮草便已用完 传令下去 让书志在带钱财 去周边县城买些粮草 另外 不要将我军无良之事 告诉猪将 以免动摇军心 刘鹏神色不动 口中淡淡下令道 莫 巡忧叹了一口气 在马背上拱手一礼道 回到大营 刘鹏便召集众将议事 等皇中 太史词 高兰等人到了后 刘鹏微微一笑 开口道 冀州乃是河北大洲 其的妇柔 其名附属 有百姓近三百多万 代甲之士二十多万 本将看着这片土地 甚是欢喜 你等可有妙计 让本将的战旗 插遍冀州大地 众将一听 便已知合议 每次出征 军事刘鹏亲自制定策略 这次他想看看 麾下大将们都有何策 主公 末将只需三万铁级 趁夜袭击夜城 必能一举将其攻克 太史词率先站出来 自信说道 主公 末将只需两万铁级 也能攻克冀州全境 这次是 皇中站出来大声道 高兰一支统领不足 见二将争先恐后的抢攻 他也不甘落于人后 向前一步道 主公 韩复不在冀州 其挥下兵马各自分散 末将愿率三万不假 十日内拿下夜城 一月之内 攻取冀州全境 众将之中 唯有陈道没有上前请站 书志 你有何计 刘鹏一瞥 陈道那眉头微皱起的表情 出声问道 陈道舒展眉头 站出来回道 主公 现天下诸侯都在讨伐董卓 若主公此时出兵攻伐冀州 恐会让各路诸侯 停止讨伐董卓 转而讨伐主公 书志 如这事何话 主公用二十万大军 去冀州一如反掌 何须担心那些 建立妄议的诸侯们 太使词跳出来 大声说道 紫义在下指示 陈道之话还未说完 刘鹏便出声打断道 不必再说 书志言之有理 现诸侯们还在讨伐董卓 本将即使在喜欢这片土地 那也得等到诸侯们反叛朝廷 不听亡令之时 主公 那不攻冀州了 太使词嘴巴掌的老大 开口问道 就在刚才 他以为刘鹏是要娶冀州 这才率先请命的 刘鹏知道太使词的毛病 懒得多说 直接道 冀州是要攻取的 但不是现在 你等先行退下吧 本将歇息一会儿 众将依令而退 待在大仗中的刘鹏 此时不知该如何形容他 挥下这些大将 刚才他问到有何计谋 这些人实质性计谋没有 只说出了袭击二字 可他们怎不想想 冀州岂是那么好袭取的 黄中 太使词 高揽三人俱是想出兵攻取 算是三元猛将吧 陈道却想的是 攻取冀州之后 诸侯们会不会讨伐于他 为律圣 先律拜 陈道能想到这些 可见若是让他守一方城池 吵声惊醒了梦游故乡的刘鹏 来人 营中出了河市 为何如此嘲嚷 刘鹏翻身下榻 手提长枪喝问道 帐外精神抖擞的点为 文言耻解而尽 剑自家主公手持长枪 一甲也被穿戴 赤脚站在地上眉 神情不怒自威 主公 甲先生押送粮草 一早就进了大营 只主公在歇息 便与众将在外等候 点为芒将事情道出 原来是甲许来了 刘鹏芒将手中长枪扔下 将一甲穿戴起来 再让士族打来水 洗漱干净 才传贾许与众将一起进来 拜见主公 进的帐中 一脸习意的贾许 到得刘鹏身前 芒拱手作一道 刘鹏看着老狐狸的脸色 温怒道 文和一路辛苦 本将等你等的望眼欲穿 你能给本将说说 粮草为何迟缓多日 是本将在幽州 没有一颗粮食 还是道路难走 听到这话 贾许一脸金色 芒跪下道 主公并不是幽州无良 实乃在下之罪 你有何罪 说来听听 刘鹏冷笑一声 贺问道 如今的刘鹏 已非当任那个傲姓少年 其身色间一举一动 皆有不怒自威之事 跪在地上的假许 在金色之间 心中却不住嘀咕 看来萧雄比奸雄更可怕 在下接到主公输信后 因担心军中无良 便急忙带领两千士族 押运粮草而来 却不曾想 路途遇到黑山贼张燕布下抢劫 在下无能 便舍弃了一部分粮草 带领士族绕道而来 这才寻的主公 假许诚惶惶惶惶地说道 黑山贼张燕 此贼竟敢抢掠他的粮草 正好老丈心脏一起算 刘鹏坐在主位上 拳头捏紧 满脸怒火 暴怒道 张燕匹夫 竟敢抢劫本将军粮 传令集结大军 本将要杀上黑山 取其狗命 主公息怒 左右文武好久都没见到 刘鹏发如此大火 据贵地说道 息怒 可笑 一介山贼 都敢不把本将放在眼中 你等身为臣子 更因为主分忧 岂能跪于 地上口呼吸怒 刘鹏见眉一皱 怒声而道 主公暂惜雷霆之怒 荣在下先行回到幽州 调遣冰江 来日再灭张贼 假许见刘鹏 虽是怒骂张燕 然其表情不似作假 便已猜到奇异 忙出声搭台唱戏 不用等到来日 本将近日 就会剿灭张贼 烧弃贼穴 毁气贼窝 众将可胆随本将出兵 刘鹏拔出腰间配剑 陈生问道 众将见主公已下定决心 要灭张贼 君不再多言 立刻其声道 我等愿随主公出兵剿贼 主公不可 张燕在河北经营多年 挥下黑山贼来去如风 一号称有百万之众 我军只有七万精兵 且征战多日 士族疲惫 此时出兵 只会增贼气焰 不若主公在此留下一只精兵 用于监视张贼动向 轻率大军回幽州 等士族恢复战力 便率雄师出烟 一举荡平此贼 贾许知道这出戏 还得由他唱配角 便出声静言道 寻幽贵在贾许身后 听到主公与其之对话 总感觉不对 幸好贾许最后一句话 让他猜测到了实情 主公 在下同一文和先生之言 黑山贼张燕 只是一介匹夫 不值得主公动气 反之此贼得知所结粮草乃我主之物 必会心惊胆战 主公则让其胆战心惊一段时日 等士族休养生息过后 再出兵灭掉此贼 易如反掌 寻幽之言 听在众将心中 乃是献媚 可听在刘鹏耳中 却不是如此 他自认为隐藏得很好 不料先是被贾许看破 后又被寻幽看破 而这二人看破之后 却都同一时间 给他搭台唱戏 有了两位谋士之言 刘鹏的怒火 也就快速灭了下去 但对于张燕的愤怒 却是不假 刘鹏想要图谋冀州 就得有一正大理由可用 而在这时 他的粮草 被盘踞在黑山的张燕所抢 这正是一个契机 有了这个契机 他便可打着灭贼泄愤之游 长期驻兵于冀州土地上 至于到底灭不灭张燕 那就得看韩复 与袁绍是否配合 当下刘鹏以灭贼为由 命皇中帅两万铁骑 长期驻守冀州 查贼动向 寻贼老巫 等士族休养生息过后 他便亲自替雄师出幽 皇中分了一半之多 足够两万铁骑三月之用 在兵力方面 刘鹏更是不会吝啬 大手一挥 将营中精兵挑选两万 拨给皇中统领 等诸事安排妥当 刘鹏便率领 剩下的五万大军而回 行军路途 贾许眯着小眼睛 打马靠在刘鹏左边 轻笑道 承天在幽州之时 曾接到过西凉探子发来的消息 不知主公有没有兴趣听 说 如果不是好消息 那文和你 就得替承天受罪 在幽州给本将喂养牲口 刘鹏眼睛直视前方 口中淡淡地道 多年接触 贾许还是知道自家主公脾气 别看其嘴上让你喂猪 其实就是 叫你有话快说 本来他一介文士 长期受主公如此之言 应是耍文人之傲性 来对抗自家主公的报言才对 可贾许更加明白 若是他不反驳主公之话 兴许以后 一直会是其麾下第一谋事 可若反驳次数过多 不知进退 那他这个看似贤明大义的主公 绝不会手软 该杀之时依旧照杀 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点 无妇人之人 在下说的既非好消息 也非坏消息 乃是不好不坏的消息 贾许轻笑一声 一缕下巴胡须说道 刘鹏此刻心中 在思索着其他之事 但听闻贾许的 不好不坏消息后 见没一条 道 这世上还有不好不坏的消息 你且说来本将听听 手里胡须的贾许 策马在网金前靠了靠 低声道 成天派人找到主公 曾在平定枪人叛乱时 最想得到的武将 庞德 他在哪里 刘鹏当即叫出声 盲问到其所在之地 假许心思极转 换上沉重的表情 道 据探子所传消息 庞德乃是西梁 马腾麾下的一员偏将 话说到这里 刘鹏便知道 这就是那所谓的 不好不坏之消息 庞德自令明 三国时投靠龙溪马腾 因其膳食一口大刀 武艺超群 在马腾麾下很受重用 建安年间 马腾死后 马超又被曹操大败 弃身于米贼张鲁之下 十年曹操惊略汉中 米贼张鲁投城 庞德与众将归降 庞德归降曹操之后 曹操爱奇之才 受利益将军 封官内庭后 十亿三百户 建安二十四年 庞德率拢西兵屯扎樊城 协助曹人立错关羽 两军对垒期间 长期白马尸程奔杀 曾一箭射中关羽面额 威风八面 故蜀军士兵都十分的惊怕 称他为白马将军 十指暴雨季节 汗水泛滥 樊城一带平地积水五六丈 曹军被迫与敌军水战 他率 朱将与关羽殊死搏斗 剑即射净 又短兵相接 而他格斗易怒 胆气欲壮 而洪水尽盛 蜀军的围攻更加猛烈 于是庞德对天启示说 乌文良将不切死以苟面 壮士不悔皆以求生 今日无死七夜 这时 手下将士大多投降 而他独成小舟往来冲荡 阴浪高舟帆 弓箭飘尸 被蜀军擒货 关羽敬重他的刚毅威武 以封将劝降 但他却怒目不贵 并高声赤马 庶子 何谓将也 谓王代甲百万 威震天下 如主刘备雍仁儿 岂能敌耶 无宁为朝廷之鬼 也不为贼将也 于是被关羽所杀 气劫豪迈 谷度棱缩 最称一代名将 庞德乃是刘鹏最喜爱的一员武将 其蒸蒸铁骨 可比赵子龙 此番听到七头到马腾杖下 刘鹏竟不知该说什么 主公不必哀伤 在历数年 等主公一同北方 率百万之军踏破西梁 道时许愿亲自前去为一说客 助主公得此勇将 贾许看出了刘鹏的心情 所以说道 知道贾许是在安慰于他 刘鹏轻轻一笑 道 闻合 人生一世 气节尤为重要 令明知气节 乃是本将最为欣赏的 令明 贾许轻轻低唤一声 刘鹏这才想起 刘鹏另明 本将在早年听人提到过 此人生性耿直 忠肝义胆 乃不可多得之人才 刘鹏不解释还好 这一解释 道教贾许一阵疑惑 不过好在刘鹏 趁机拉开话题 问了一些关于幽州的事 十月初 汉大将军刘鹏 讨伐董卓而回 这年秋季过后的十月 尽管感觉还有一丝的含义 却不怎么明显 带着些许微温 让开讨董氏族们 脸上的一丝笑意 周牧府后院大厅中 身着戎装的刘鹏 正给主位上的老爷子 行着大礼 口中道 而拜见父亲 精神还好的刘鹏 见儿子满脸风尘而回 却在第一时间能来看他 老怀欣慰 笑道 我而此番讨董 一路辛苦 快下去歇息去吧 你我父子晚时再说 说实话 这一路风餐露宿 日夜行军 他还真有一些疲惫之感 遂朝刘鹏再次拜道 那父亲先歇息 而晚时再来 出了刘鹏的院子 风尘扑扑的刘鹏脸上 露出一丝喜色 刚才他进去看望老夫之时 见其精神饱满 神态比洛阳时还好 心中不觉 有丝欢喜 老夫刘鹏 是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儿子 外的唯一亲人 在心底最深处 他希望其永活于世 可人都有一死 不管是谁 都免不去生老病死的常规 这也是他一回来 就来探望老夫之原因 回到自己院子 刘鹏见过他的发妻杨氏 在他出征以后 夜晚孤寂之时 总能想到 这个端庄典雅的女人 或许是夫妻的缘故 也或许是他们之间 有了一个儿子的缘故 杨氏身着黄色长裙 摇曳级的 妇人明显的发际高高盘起 黑色秀发梳理 落极腰间 脸上白皙的肤色 红润有光 月儿看似犹如一尊 让人不敢直视的仙子 见过夫君 杨氏樱桃小嘴眼笑 扭着诱人身躯到的镜前 轻轻一礼拜下 看着眼前秀眉凤母 欲夹英纯 身形恶挪的家人 刘鹏叹了口气 轻声道 今日太过劳累 你先下去吧 晚时将炎儿带来 杨氏身为大家闺秀 自是不会撒娇 只见他轻轻一礼 朱唇轻起道 那夫君好生休息 切身倒退 刘鹏在杨氏离去之后 便在侍女的服侍下 缓缓入睡 天色微黑之时 一日大睡的刘鹏 才从床踏而起来 在洗漱过后 便带着侍卫 前往前府大厅 一路锁过 后院中女侍卫到处守卫 先有家丁出没 刘鹏暗自赞了一句小蓝 曾经她是随口一提 没想到这个女人 就给她办得很是妥当 自周莹之事后 刘鹏便把府中家丁全部分到前院 负责打扫前院的卫生 与一切日常供需 而后院之中 也不要仅一位守卫 全部换成小蓝统领的女侍卫把守 此刻所见 刘鹏甚是满意 这些女人都是她的私房品 身前岂能天天有男人转悠 那样迟早出事 对她来说 周莹出去会见昔日秦郎 两人虽没有做那肩负之事 却也对她造成不可磨灭的印象 要是别的女人 她还不至于如此 可周莹是她的妾室 是她同窗共枕的女人 一路到的前府大厅 刘鹏跨步而近 见厅中朱文武全部到齐 便轻轻一笑 往主卫上走去 拜见主公 大厅两侧 文武们齐聚于此 向刘鹏拜道 上了主卫坐下 刘鹏一双明目 快速扫过厅中诛人 见四位谋士全部在此 武将中唯有皇忠 周苍二人未道 本将今日班师回来 城中老又无不出城相迎 可见儿等在这段十日之功绩 为此 本将先见儿等一杯 话音一落 刘鹏端起茶几上的酒杯 一饮而下 恭喜主公将董卓赶到长安 为汉师立下汉马功劳 贾许这个老狐狸 见众人未说话 便先行端着酒杯说道 我等恭喜大公大圣董贼 文武们也并非蠢人 听贾许之言 便齐声喝道 对于刘鹏来说 这没有什么好庆祝的 遂白手 让众文武落座 当众人落座之后 刘鹏朝着身后 坚挺而立的点为 一笑之声道 额来 今日美酒畅饮 你且去下方落座 谢主公 点为闻道美酒之香 肚中酒虫悄然而出 历时应声道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主公 云率军习取董卓大军不利 请主公降罪 赵云走到厅中 半跪余地 自请罪则道 对于赵云舍损 一万多士族之事 在刘鹏看来没有什么 天下没有战无不胜的将军 更何况 只是折损了一点兵力 对他自身实力没有什么 随笑道 子龙何出此言 战场厮杀哪有不死人的 自他们从军那日起 每个士族 都应有战死疆场之准备 子龙将军忠肝一胆 此非战之罪 在下认为 主公应该赏赐子龙将军 田丰在赵云率领大军回来之后 便对当日厮杀之事做了调查 结果证明 非是赵云败军之责 因此才在此时为其说话 袁浩既然如此说 那本将就赏子龙 那就赏子龙一桩差事如何 刘鹏实在想不出 应该如何赏赐 便以另一式遮掩 赵云神情一阵 忙道 请主公示下 本将遇见一支万人长枪铁击兵 而子龙的枪法 适合战场厮杀 由你操练这万人长枪铁击 足能为本将建立一支 横扫天下群凶的精兵 刘鹏顿发豪情 眼神扫过麾下文武 带着异样的味道 云必不负主公厚望 赵云神色虔诚 略显激动地说道 接下来 刘鹏再发豪情 以沙场征战为题 举九做了一首 让众人惊叹不已的诗文 印马渡秋水 水寒风四刀 平沙日未末 暗暗献临桃 昔日虎牢战 咸言意气高 洛阳足筋骨 白骨乱鹏高 此时本是王昌龄的赛下去 却被刘鹏此时给赢了出来 幽州粮食丰收 府库充裕 在下建议主公 发榜招募精壮 囤十万大军 以利日后 贾许自那首诗中 听出了另一层意思 王靖言道 先发制人 后发受制于人 刘鹏可不会等到 诸侯们势力发展起来时 再慢慢囤兵备战 他的意图很明显 就要要趁着诸侯们还未发展 他要先壮大自己 再而图谋中原 主公 府库虽是充裕 可幽州已经有二十多万大军 再招十万精兵 粮草消耗会日益俱增 秦主公明鉴 等明年秋收过后 百姓赴税上交 再招募君族 亦是不迟 掌管幽州名政的举授 在听到贾许觐见之言 忙出声道 举授是从幽州一方民事考虑的 而贾许是从利益方面考虑的 两相比较 各有各的道理 刘鹏黑黑一笑 道 本将赶下断言 袁绍 曹操这些人用不了多时 就会各自打道回府 诸位可想一想 这些诸侯们不讨伐董卓 而回到封地 他们想做什么 诸侯会成绩壮大自己 以图在这乱世之中 占得一席之地 田锋摸了把山羊胡子 神态自若地说道 刘鹏看了眼田锋 觉得此人虽然迂腐 但智谋还是有的 比之陈灵则是强了许多 所以笑道 诸侯们会壮大自己 那本将就要 在这苦寒之地 等着被他们宰割吗 不 本将要在诸侯们之前操练士族 囤积粮草 为汉室一举灭掉诸贼 主公英明 就在一众文武 还在为刘鹏之话 感到震惊时 老狐狸贾许 已经率先献媚了 主公英明 武将们经贾许之言 忙出声道 他们可都盼望着 建功立业 扬名立万 一个志向高大的主公 才是他们最需要的 否则自持一身武艺兵法的他们 岂非毫无用处 乱世之中 正是英雄辈出之时 谁都想成为千古流明之人 而要做到千古流明 就看他们选择的主公 是一代守土之君 还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主 被于武将们而言 刘鹏有勇有谋 乃是不可多得的民主 亦是少有的雄主 好 此事就交由元昊 本将身体不佳 就先回去歇息了 而等尽管吃喝 本将别的没有 韭菜管够 刘鹏哈哈一笑 将招募士族之事交给田锋 所以离去 身边没有了点围 刘鹏还真有点不适应 进了后府 直接回了自己的院子 本来他想去给老头子请安的 但看夜色已经很深 想必老头子已经入睡了 他也就惜了心思 不去打扰 进了房间后 灯光下一人正暗自休效 刘鹏随手关上房门 问道 为何不见炎儿 杨氏上前微微一礼 轻声道 炎儿已经睡着了 切身就没带他过来 请夫君恕罪 自己家人不必如此 以后这些繁文入节 能免就免了吧 刘鹏哈着酒气 走到杨氏进前 仔细端向着一人绝美容年 口中缓缓说道 杨氏微微一愣 不明刘鹏话中何意 遂到夫君乃是当朝大将军 又贵为皇家后裔 切身岂能有失礼节 现在倒轮到刘鹏一愣 刚穿越而来之时 他对汉朝的礼节 还是很喜欢的 至少没有清朝的那种三跪九拜 但是时间长了 就是简单的行礼 他看着都有点烦 本是好心说免去这些礼节 没想到这女人不仅不欢喜 反而还坚持 看来这根深蒂固的帝王之念在世家 百姓家已经扎下了根 不说这些了 最近府中没有出什么事吧 刘鹏几步走到床榻前 口中随意问道 杨氏迈着轻盈步伐 缓缓跟上 回道 府中一切还好 父亲的身体最近也有恢复 就是雪儿妹妹快要临盆了 刘鹏要临盆之事 他在行军路途上就已经算过日子 因此才能提前赶回 准备得怎么样 刘鹏眼神闪过一丝温柔 轻声问道 杨氏在刘鹏出征的十日中 派人将刘鹏的身份打听的是一清二楚 知道其乃是幽州四大商谷家族前家之女 本是要嫁给乌幻王为王妃的 后不知哪里得罪了自家夫君 落得一个满门惨死之结局 而刘鹏就在这个时候 被自家夫君给带回了刘府 后又被刘成收为义女 对外却说 刘鹏是刘家的下人 此刻见夫君眼神中的温柔 杨氏突然间有点微微庆幸 幸好他没有在刘鹏不在的时候 对刘鹏怎么样 否则他这个正妻之位就不保了 女人天生善妒 没有哪个女人喜欢自家夫君不疼爱他 反而疼爱别的女人 即使如端庄大方 有着高贵气质的杨氏也不例外 夫君放心 父亲已将府中最好的奴婢 派去伺候许儿妹妹 杨氏吹弹可破的嫩脸上 闪过一丝嫉妒 带着点醋一回道 刘鹏不是傻子 听出了杨氏的不满 随口说道 夜深了 歇息吧 杨氏脸色羞红 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遂以低不可闻之声道 诺 夜深人静 前府大厅热闹非凡 一众文武举酒相喝 嘈杂声 二日一早 早起的刘鹏 依旧在院子中练起枪法 手中长枪挥舞生风 惹得一众侍女眼嘴偷笑 主公 陈琳 蔡庸二位先生求见 点为喝了一夜的美酒 精神却是不错 迈着大步前来禀报 收回长枪 刘鹏不禁暗想 这二人一起到来 是为了何事 在到的幽州之后 他就派麾下之人 找了两间宽敞的院子 并嘱咐人 给送了多名丫鬟家丁 这二人应该在家享福财室 一大早的就来找他 这不合乎常理啊 到的前府大厅时 陈琳 蔡庸二人已经在厅中等候 看两人茶杯中 已经没有热气 不用猜 刘鹏就知道 这二人已经来了许久 随笑道 二位先生来得好早 在幽州这苦寒之地 可是否住得习惯 陈琳 蔡庸同事行过礼后 闻名天下的蔡庸率先说道 多谢大将军赐下福愿 老夫过得尚且还好 老主公挂念 在下也过得甚好 陈琳跟着回道 刘鹏这就奇怪了 这二人都过得很好 为何大清早的 就跑来找他 问道 两位先生一大早就来找本江 可是有事 打扰大将军清梦 乃老夫之罪 但老夫既来到此地 就该为大将军效力 岂能贤富在家 辜负大将军美意 蔡庸神情没有一丝做作 坦然直言道 在下也是一样 始主之路 为主分忧 乃是分内之事 陈琳向的跟屁虫似的说道 刘鹏算是想明白 这是为何了 这二人昨日来到幽州 夜师本该为他们设宴接风 而他却忘了此事 只顾麾下的一般文臣武将 难免不会叫这二人猜想 因此一大早前来 就是为试探他的 二位先生一路劳累 本该让先生们在家复闲几日 好修养身体 但先生们既然不想在家 本将这就为两位先生安排 夜师白酒 给先生们接风洗尘 刘鹏黑黑一笑 为二人去了心中疑惑 乐来 去将文和传来 让他将广阳太守大应带来 诺 表位靠在大厅边上 听令而去 接下来 刘鹏在同二人聊了一些闲事 在贾许来了之后 刘鹏大手一挥 将广阳太守大应 交给了陈林 并安排侍卫护送上任 待于下蔡庸之后 刘鹏哑然一笑 道 本将既已答应先生 就断不会食言 先生 还请随本将去一趟内府 好 蔡庸不知刘鹏 请他去内府何事 但依他的猜想 刘鹏不是让他去教导刘家子女 就是让他去见老友刘成 这两样事情对他来说 都是求之不得 因此也就爽快地回到 一路穿过后院 到得一处清静优雅的小院子时 刘鹏对着门口的侍女说道 去请夫人出来 诺 侍女去后 蔡庸却有点迷糊了 难道是大将军的夫人 要学习诗词 可刘鹏的夫人 她是知道的 乃是杨家的女子 此女她之前在洛阳就有所耳闻 乃是名栋京城的才女 与她家女儿并列 被洛阳好事百姓称为两大美女 这样一个才女 要让她来教 况且 这个女人还是刘鹏的夫人 算是上半个主母了 主公 这 蔡庸有点为难得道 先生捎带 等剑内出来 先生就会明白的 刘鹏淡然一笑 明白蔡庸的为难 随笑说道 过不多时 一身白色衣裙的蔡眼 身姿曼妙 缓缓而来 刘鹏在看着美人到来之时 观察了一下蔡庸的表情 见其脸色迷惑 双眼直钉蔡眼 蔡眼此时发际高盘 其眉目的风情与少妇无异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 以非厨子之身 蔡庸嘴巴张得老大 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蔡眼来 脸上不仅带着惊奇 还有淡淡的迷惑 在离不远处 蔡庸快速迎上去 神色激动 嘴中颤抖地问道 你 是眼吗 蔡眼此时也未想到能再见到老妇 本来他以为是自家夫君叫他出来的 却不料 想在半途中见到了老妇 一时羞得粉脸微红 不知该如何回答父亲之话 一见蔡眼如此表情 蔡庸赶下断言 这正是他的女儿 盲问道 叶儿 你怎会在此地 你不是被张燕抢去了吗 说完这话 蔡庸又觉得不妥 哪个当父亲的能问女儿这话 盲道 叶儿 没事就好 只要无事就好 老妇谢谢大将军 蔡庸喜见女儿 以为是刘鹏出兵 将他女儿救了回来 盲转身向拜道 聪明的刘鹏见其相拜自己 转眼间就猜到是蔡庸误会自己了 所以急步上前 看了一眼正低头不说话的蔡眼 过去将其柔嫩小手拉起来 轻笑一声道 见过岳父大人 此话一出 惊得蔡庸不知所措 口中惊颤道 大将军 这 这是何意 刘鹏看着蔡眼那精致的容颜 脸现羞愧 他一时也不知该如何答 但男子汉大丈夫 就要敢作敢当 虽看着惊恶的蔡庸 出言道 在下西年半城山贼抢了眼 此事还请岳飞大人原谅 蔡庸听了刘鹏之言 转身看着自家女儿 问道 他说的 可是真的是他抢了你 京修中的蔡眼 不知该如何回答 若他回答 是被自家夫君抢来的 那天下人会如何看待他夫君 一时没了主意的蔡眼 只得抬头向刘鹏求教 明白蔡眼的无奈 刘鹏轻轻一笑 握住那柔软小手的力道 加了几分 道 也儿 岳父大人既然问 你就将事情说出来吧 夫君 蔡眼微微一惊 急忙相问 无妨 说出来吧 刘鹏自信一笑 说道 蔡庸看着自家女儿 与刘鹏在一边 做那羞人之事 气得老脸通红 不等蔡眼开口 就出声讯赤斗 事风日下 你等尽如此做派 真是玷污风景 气煞老夫 父亲 女儿当初在京城之时 就已对夫君暗生爱慕之情 随后 蔡眼不顾羞涩 忙开口辩解 刘鹏当然明白蔡眼的难处 便接过其话 道 在下知道一耳的花轿经过闪现 特待人结了下来 此事未与岳父大人秉明 还请恕罪 蔡庸这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刘鹏说 他能在一月内 就让自己见到女儿 原来女儿蔡眼 是被他抢掠的 却嫁祸给了张燕 还恬不知耻地 称自己为岳父大人 老夫不是你的岳父大人 蔡庸脸上怒火一片 沉声赤道 不管怎么样 自己总是抢了人家的女儿 给这老头发泄两军 也是正常的 因此 刘鹏放下脸面道 此事却是在下做的不妥 还请岳父息怒 蔡庸暴怒 火气十足地喝道 老夫不是你的岳父 当不起大将军如此称火 父亲息怒 此事是女儿的不对 蔡眼看着父亲暴怒发火的样子 盲开口道 你有何不对 此人乃汉氏宗亲 却行此卑鄙无赖之事 当的是可恶之急 你且放心 卫夫这就去找安阳后评理 看他教养的儿子 蔡庸一指刘鹏 怒声道 父亲不要 也而是 自愿嫁给夫君的 并不是夫君抢来的 蔡眼见父亲转身欲走 盲出声道 蔡庸现在可不相信女儿的话 刚才刘鹏明白地说道 他女儿在经过闪现之时 是被他动手抢去的 他都承认了 你还替他开脱 老夫教养你十几年 你怎能如此糊涂 蔡庸回身看了眼女儿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女儿不糊涂 夫君对女儿很好 而且 女儿也喜欢待在刘府 蔡眼忙回到 站在一边的刘鹏 听着父女俩的对话 不由得想到 这个时代的女人真好 比前世的那些女人 不知好了多少倍 自己将她抢来 只得安置了一个切实的名分 就让每人对她死心塌地的 看来以后的多抢几个 女儿转而怒向刘鹏 刘鹏心中不由地 生出一股闷气 这老头想怎么 他连岳父都叫了 还是怒火不平的样子 这时还在骂他 碎脸色一变 冷哼一声 讽刺道 蔡老头 本将不仅抢了你女儿 还要供养你女儿一辈子 你能怎么 是去向天下人诉说 还是去长安找小留邪平礼 或者是想去找家父 数子 你敢直呼天子明慧 当的是狼子野心 蔡庸脸色大变 怒声回道 直呼天子明慧 他这个天子有名吗 有识吗 他不过是董卓私利的 一个玩物罢了 若这个天子真有气节 他为何不自杀 以谢天下 却仍是做董卓的掌中玩物 可见他已经不陪当这个天子 因此本将称他一声 小留邪算是高抬他了 刘鹏脸色不变 口出不屑之言道 放肆 身为人臣 岂敢言天子呼 蔡庸眼睛 正得如同龄般大 怒声斥则道 这老头还上骂上瘾了 刘鹏嘴角扬起一丝邪笑 准备给这个老头来点狠的 虽将身前不知所措的蔡炎 拉到身后 不屑道 仁臣 如还知道自己是汉臣 辱食汉禄 为何不与天子分忧 却与董卓为伍 残害忠良 祸害百姓 如这逆臣贼子 可敢再言人臣否 夫君 身后的蔡炎 一拉刘鹏一袖 忙开口道 你 你 蔡庸背弃的一口气接不上来 怒而直指刘鹏 本将可否言对 明满天下的蔡先生 为了功名利禄 却与董卓涉属一窝 端帝是不为人臣 不为人父 本将救了辱之性命 辱却恩将仇报 端帝是小人之行径 刘鹏没有理会蔡炎 继而继续言道 老夫是金钱如粪土 是功名如过眼烟云 怎么与董卓涉属一窝了 有怎么不为人臣 人父了 数字 你若不与老夫说清楚 老夫这就给天下诸侯发文 让他们看看 辱这真实面目 蔡庸心中一团怒火 口气火药十足地质问道 来人 将夫人送下去 刘鹏看了眼不远处的侍女 岁下令道 夫君不要 蔡炎一脸不愿 漂亮的脸蛋上闪着泪花 口中嘀呼道 刘鹏要好收拾下这个蔡老头 岂会放任蔡炎站在身旁观看 遂一摆手 两侧是女友上 将蔡炎就给拉了下去 放肆 如这行为与禽兽合意 蔡庸见两侧的侍女 将女儿给拉下去 可怜她一介文士 手无负机之力 就不得女儿 只能出声怒骂刘鹏 蔡先生 本将既你学识超凡 又是眼儿的父亲 这才将你带回幽州 否则本将才懒得管你的死活 刘鹏冷脸相望 口气冰冷道 那老夫还要谢谢大将军了 蔡庸胡子在风中摇摆 口中却讥讽道 那倒不用 只是先生路途劳累 本将会派人安置你好生歇息 等过些十日 本将再派眼儿去看你 刘鹏懒得再跟这种俘虏生气 便出言打发道 那你先交出老夫之女 否则休想 蔡庸好不容易见到了女儿 岂会被刘鹏所吓住 来人 将本将的岳父大人 请回府中歇息 再派人严加保护 刘鹏冲一边的女侍卫 淡淡地吩咐道 诺 一声令下 左右四个女侍卫上前 抓住蔡庸 将其强硬带走 那蔡老头一边被压着走 一边还怒骂 刘鹏数字 速将老夫之女交出 否则老夫去找安晴陛下评礼 刘鹏听了蔡庸的怒言 一脸的不屑 天子要是能给他平礼 那这个天下就不会乱了 诸侯也就不会拥兵自重了 考虑到 蔡庸今日心情不好 刘鹏也就没有去打扰 有些事情 还需他自己慢慢想开 昨晚得知 刘鹏就在最近要临盆 对于人生中的第一个女人 刘鹏还是非常关心的 前脚从蔡庸的院子出来 后脚就往刘鹏的院子而去 夫人小心 院子之中 一名侍女搀扶着肚子高高隆起的刘鹏 正在院中缓缓走着 刘鹏行至院中之时 却是见到刘鹏已非当任那个清冷美人 其身色尖带着淡淡的笑意 只是那臃肿的身材 怎么看都不像以前那个身姿迷人的刘鹏 知道怀孕期间的女人都会如此 可刘鹏的心中 还是有一点失望 她想在心中永远记住刘鹏的美 还不是一个怀着身孕 皮肤高肿的女人 望着刘鹏脸上那淡淡的笑容 刘鹏黑黑一笑 站在当地朗声道 雪儿心情不错 正在来回走动的刘鹏图文 这熟悉的话音 忙回头一看 见识自家夫君 大喜之下 忙让侍女搀扶着他走过去 见过夫君 刘鹏在侍女的搀扶下 微微行了一礼 小心身体 别来回走动 对未出生的孩子不好 刘鹏对着满脸喜色的刘鹏 轻轻一笑 动情地说道 谢夫君关心 刘鹏微微一笑 轻盈轻脆阴道 时光流逝 岁月匆匆 转眼之间已到十二月底 这一年 诸侯在十月底因粮草不牧 而大打出手 长沙太守孙坚 率先领兵返回长沙 接着惠盟的一众诸侯 一个接着一个离去 最后只剩下原氏二兄弟 这两兄弟见诸侯都撤兵而走 也紧接着撤兵而回 至此 轰轰烈烈的逃动盟军正式瓦解 汉莫军兄逐入的场面拉开帷幕 幽州大将军府 主公 太氏将军 已压着两万大军 所用三月之粮出发 不日就可给皇将军的两万大军送去 只是在下有一事不明 还请主公试下 举兽身着棉袍 站在厅中禀报道 上方主位上的刘鹏 也是一身棉袍 脚下穿着一双陆皮制成的靴子 正拿着一部竹剪观看 随声道 公于有何不明白之处 尽可到来 主公让皇将军兵屯于黑山附近 却为何屡屡与贼寇不战 这样不是徒劳无功吗 举兽叹了一口气 拱手一礼问道 举兽所担心之事 刘鹏也很清楚 皇中两万大军消耗的粮草虽不多 一个不好 粮草还容易被沿途的山匪所抢 上次就是因为皇中 所部三月之粮被抢 这次刘鹏财派 太使慈亲率五千铁骑相送 举兽日夜操劳 勤勤恳恳地屯田姓名 到头来所得之粮草 没用到自己人身上 反而被山贼所抢 这种心情 刘鹏很是明白 所以解释道 皇中的两万铁骑名 为监视黑山贼 实则乃是监视冀州 与冀州这幅圆辽阔的土地相比 张燕此贼只是借辣之极 不足为虑 宫羽可有明白 举兽脸色不变 不过在心中却是佐证了他的判断 自家主公果然在打冀州的主意 主公 冀州含富拥兵近二十万 虽多是不足 然其不可小觑 还有那渤海的袁绍 此人野心勃勃 无时无刻 不再打着冀州的主意 主公若想在这二人手中夺得冀州 恐不是建议事 举兽站在下边缓缓分析道 怎么夺得冀州 刘鹏早与老狐狸贾许商议过 只是未与其他人道明罢了 宫羽 来年定是场矿日大战 趁此时闲暇 你可要多多歇息 刘鹏黑黑一笑 手拿竹简 口中带有别样之意地说道 诺 举兽从刘鹏话中得到了一个准确消息 那就是明年有大战 不用猜想 他也知道 自家主公肯定早有计策 因此他倒不担心 遂拱手告退 等到举兽离去后 刘鹏才将手中的竹简扔掉 转而沉思起来 现在他拥有三十多万大军 其中有十万精壮 乃是最近招募的 其战力还未形成 不过有高顺操练 他倒不担心 将其练不成精兵 剩下的二十多万大军 再次被刘鹏扩建 以重金购的五万匹上好战马 又命将人打造出长枪 短刀等兵器 原有的六万骑兵 因讨伐董卓 损失了近两万 只余下四万多骑 刘鹏再得上好战马 兵器后 立即将骑兵扩建到十万 其中近六千铁骑 所用战马乃是上好的西凉战骑 除却黄中所统领的两万铁骑 在继承外围 还囤居了五万铁骑 由赵云负责日常操练 剩下的三万铁骑 则是被刘鹏拨给了陈道 值得一提的是 陈道在回到幽州后 便主动请求率领兵马 前去辽东镇守 而刘鹏顾及辽东以西的胡人 便令陈道卫上将 轻率三万铁骑前去戍边 换回正在辽东守卫门户的文聘 文聘回来之后 刘鹏便将上古等地的防务 继续交给其守卫 其副将周仓 因战功积累 被刘鹏任命为前军校尉 负责守卫继承的城池防务 而高揽因战功过多 被刘鹏任命为中军校尉 负责驻守逐鹿一带 四级窥探济州 对于高顺此人 刘鹏不仅放心 而且还将新招募的十万金状 全部交由其操练 其原先麾下的一万县镇勇士 依旧归其统领 王成 贾雪二人在这段时日中 也各自派出麾下的探子 将冀州的消息 源源不断地传送过来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刘鹏悠悠叹了口气 缓步出了大厅 已是寒冬十二月 北地如同往年一样 大雪飘零 暴风不止 站在大厅外 刘鹏抬眼向天空而望 雪下的很大 洁白无瑕的雪花纷纷落地 霍落在屋顶 洒在地面 犹如天女散花 又仿佛天使从遥远的天空 慢慢地降落 为大江军府 又增添了一道独特的美景 主公 夫人请您回去用膳 点为一身戎装 身下穿着棉衣 脑袋上顶着多日不待的皮盔 此刻竟站在刘鹏身后 拱手说道 派人回夫人 本将去雪儿那过夜 就不用膳了 刘鹏转眼一丝 考虑到流雪才伤孩子没多久 正需要人安慰 便淡淡回道 诺 那俺这就派人去告诉夫人 点为憨实一笑 口中哈着热气说道 吩咐过侍女之后 刘鹏带着点为 一路踏着雪花 缓缓往流雪的小院子而去 两个多月前 流雪为他 生下了一个女儿 本该是可喜之事 可老爷子却不怎么欢喜 古代人讲究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因此 女子地位卑贱 不能传宗接代 而男子却是宝贝疙 老爷子也不例外 蜀代单纯的他 终于见着了两个孙子的将士 本想流雪在生的男儿 那他可就有三个孙子了 谁能想得到 流雪偏偏生了个女儿 此事一度让老爷子不快 孝顺的刘鹏 在得知老爷子的不快后 立即将四岁多的小刘旭 送往老爷子住处 由老爷子亲自教导 本来小刘旭白昼 由徐优教导 晚时自己练习 但刘鹏考虑到 自家父亲就喜欢这些诗词 因此便直接让小刘旭 过去跟老爷子学习 这样不仅让老爷子 感受到天伦之乐 还不耽误小刘旭的启蒙教育 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的刘鹏 在流雪生下女儿后 算得上是儿女齐聚 踏着纷飞大雪 进得流雪房中后 刘鹏双手一搓 哈了口热气 问道 孩子呢 切身让侍女抱下去喂奶了 恢复了完美身材的流雪 一举一动 都带着摄人的魅力 眉目之间 那股淡淡的忧伤 也随着孩子的降声 慢慢消失了 刘鹏走到房中的茶几上坐下 眼神直勾勾地 看着站在床榻边上的流雪 黑黑笑道 雪儿最近可是漂亮了许多 让为夫越来难以把持了 即使生完孩子 流雪还是童先前那样容易害羞 现在被刘鹏这么一说 立即小脸羞红 低下头去 口中 以蚊子可听见的声音道 夫君今日怎么来了 切身还没有准备膳食 不用准备膳食 你刚生完孩子 不要太过操劳 刘鹏走上前 抓住流雪的小手柔情说道 害羞的流雪 感受着自家夫君手 长出传来的温度 接连着心也跟着 慢慢暖和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流雪感觉到自家夫君 越来越不正经了 所以转移话题 问道 夫君 妾身生下孩子已有多日 却不曾起过名 刘鹏一拍脑袋 他竟然给自家女儿 忘记取名了 要是此刻流雪说起 他还真得忘了 虽说流雪只是个妾室 其生下的女儿 按照东汉的规矩 是不能取名的 但刘鹏乃是当朝大将军 堂堂的宴后 他的女儿怎能无名 遂道 今日大雪飘飞 狂风肆虐 就起名为刘妃吧 正好与你的雪字相近 谢夫君 流雪在为女儿 说出起名时 心中还有思担忧 害怕刘鹏 以女子无才便是德 或以她是妾室为由 不肯给孩子取名 现在一听给女儿 取了的妃字 盲出声谢道 你好好休息 来日为夫再来看你 刘鹏微微一笑 出言道 不若夫君今夜留下吧 聪明的刘雪 一见自家夫君的神情 就知道他家夫君 又在想着那事了 最羞涩地滴着头颅 轻声说道 好好休息 刘鹏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他不是不想留下来 相反他很想留下 出于对这个女人的疼爱 他还是忍住了心中的杂念 刘雪才生过孩子两个多月 若此时他与其同房 必会对其身体造成伤害 于日后会有更大的隐患 因此他才在扔下一句话后 转身离开 回来两个多月 刘鹏在杨氏的房间里 带了足有进一月 其他的时间 不是放在菜眼这个美人身上 就是放在了府外的和后身上 让他在这个冬季 又过了一把帝王般的享受 主公 咱们这是去啊 点为哈着冷气 跟在刘鹏身后问道 去外府 挨着冷风的刘鹏 只说了这么三个字 就匆匆前行 可怜的点为 以为刘鹏 今晚要睡在流血哪 便早早地找了个 离刘鹏比较近的房间 准备休息 可难想到 他这个主公 又不睡流血这 反而带着他 顶着寒风去外府 主公 俺去千马 外府离刘鹏的大将军府 足有十多里路 要靠着两条腿走去 不知要走到何年何月 因此点为忙说道 嗯 再带百名锦衣卫 与本江同去 顺便派人传小兰 带二十名女士前来 刘鹏在雪地中停下脚步 挫着双手说道 诺 点为活动了一下筋骨 忙下去传令 站在雪地中 刘鹏真是感觉到 二十一世纪 那些专家说的 零下四十度 是什么感觉了 冷嗖嗖的风直往他怀里扑 天上那鹅毛般的雪花 都覆盖了他的头发 过了好些时候 点为才带着侍卫 牵着赤兔马而来 主公 蓝总管正在调集女侍卫 随后就来 点为将赤兔马交给刘鹏 大口哈着冷气说道 骑上赤兔马 刘鹏原地打转一圈 开口道 天降大雪 恩泽苍生 来年必不负上天厚望 点为等一众侍卫 最没听刘鹏在说什么 只不过他们都知道 那话定不是对他们说的 因此也就站在原地等着 北风呼啸 大雪飘扬 大将军前厅通道处 体型修长 衬托着合体的皮甲 说不出的迷人 公子 您照奴婢前来何事 小兰再带着一众女侍卫 来到刘鹏身前 盲行李问道 武士 本家要去溜达一圈 特召你一起 走吧 刘鹏看了眼小兰那诱人的身躯 心中的浴火悄然而生 但此地不是做那事的地方 因此吩咐了一声 便催动胯下 赤兔马飞奔而出 直往大将军府外而去 寒风凛冽 大雪飞扬 刘鹏头顶雪花 脸部被寒风吹得 一阵轻一阵红 由于他的赤兔马速快 因此 在道德半路之时 便将众人给甩在了身后 为了不让众侍卫找他 刘鹏只好停马驻足 立于风雪中 等着后续之人 过不多时 侍卫们与女士们一起赶了上来 主公 大雪覆盖道路 前方很是难行 点尾洞的脸色发青 口中说话都有点结巴 但还是出声说道 侍卫们与点尾一样 都是被马速度扇起的 寒风吹得脸色发青 眉毛上还黏着淡淡的雪花 在看小兰与一众女侍卫之时 刘鹏真想大笑三声 小兰此时被动得脸色惨白 骑在马上的郊区微微颤抖 正躲在侍卫们的中间 双手捂着脸 来回地搓动着 刘鹏黑黑一笑 打马奔驰到小兰身边 在侍卫们惊讶的神色中 一把拽过骑在马背上的小兰 将其放到自己身后 两人同乘赤兔马 急驰而出 公子 小兰坐在赤兔马身后 脸色飞红地叫了一声 别说话 好好带着 等本江一统 这汉室江山 就那你未妾 在此之前 你可要帮本江看好后院 不许出事 刘鹏架着赤兔侧马狂奔 却斜着身子 对小兰郑重其事地说道 公子放心 小兰会帮公子看好后院的 不会让夫人们受到伤害 小兰伸出动得微红的小手 慢慢抱住刘鹏的腰间 将郊区贴了上去 柔声回道 驾 到了一处很大的府邸前 刘鹏勒马停足 翻身下马 随手将后面坐着的小兰抱了下来 此处女士太少 以后你要多留意此处的安危 刘鹏看着被大雪覆盖的府邸 口中淡淡吩咐道 小兰认识这座府邸 但对里面住着的三个女人 却不怎么了解 只知道自家公子每隔几天 就会来这里潇洒 而且 这里面除了她的女士外 还有很大的歌迹 也住在此地 公子 此处乃是那肮脏之地 还请公子以身体为重 以后少来这里 小兰皱着眉头 放开胆子敬念道 你怎会知 此处乃是肮脏之地 刘鹏华的一下脸色巨变 冷声相问道 这里面的女士 都是奴婢所统领的 其中一些事情 奴婢也都知道 小兰见刘鹏的脸色 就知道 那是雷霆之怒的前兆 忙开口回道 刘鹏在里面秘密训练了一批歌迹 人数大概在三百人左右 此事就她与贾许之道 其他人一概不知 而负责训练 这批歌迹武艺的 就是貂蝉此女 此事对她来水 有重大的干系 因此 她才谁也没有告诉 就连整日贴身保护她的点围 也不知其中内情 会想到她的一个疏忽 竟连小兰都知道此事了 里面那批歌女对本 将有莫大用处 此事干系重大 让你麾下的那些女士 都给本将把嘴放言识点 否则本将家伐处置 仗毙 刘鹏神太冷淡 口中语气更是清冷 已经好多日子 没见过刘鹏发火 小兰此时 再见那冷冰冰的神情 丰满的身躯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忙颤声回道 公子放心 奴婢会传下令 不会让他们到处乱说的 如此最好 否则本将不介意 将他们一起送到寄营里 刘鹏冷哼一声 狠声道 没过多时 后面的侍卫们陆续而来 刘鹏让点位敲开了府门 亲自带着一众女侍卫 往后院儿去 而那些锦衣卫 则全部留在了前府休息 道德一处开着梅花的院落前 刘鹏挥手让女侍卫们停下 只带了小兰一人进去 也许是下着大雪的缘故 和后今日的心情不错 站在窗子外 看着外面的雪景 大雪就像花瓣一样 一片片的滴落下来 圆圆不断地落在地上 会成一眼望不当尽头的雪景 育儿 一声轻唤 召回了和后的思绪 和后转身看去 却见是那个在宫中偷情的男人来了 再放眼一看 却见其身后 还跟着一名二十三四的女子 此女身穿铠甲 身材高挑 算得上是个美人 而小兰也在打量着前面 这个身穿白色貂皮棉衣的女人 这个女人她看了几眼 也确定不了其的年龄 好似有三十岁 又好似有二十多岁 那眉目间的风情 与那玲珑剔透的身躯 让她感觉到自卑 再看那女人行走间的旗帜 犹如高高在上的皇后 一身贵气 今日怎么有时间来看妾身 和后迈着小步 扭着勾人的腰肢 边走边笑问道 刘鹏黑黑一笑 没有说话 转身冲小兰吩咐道 去准备韭菜 诺 小兰忙拱手一礼 转身退下 在那个妖媚的女人面前 她感觉到 自己都快喘不过气了 正巴不得出去呢 怎么 这个女子 不会是你新收的宠妾吧 和后媚眼一条 带着点调笑之意问道 皇嫂说笑了 此女乃是小弟家中的一个侍女 因其办事稳妥 小弟这才将她带在身边 处理一些后院杂事 刘鹏上前一把抱住和后的膝腰 双手一边到处乱摸 一边回道 和后也不是省油的灯 见男人如此急切 便施展出浑视本事 取悦于男人 果然 两人挤进撩拨 终是把持不住 一个见了美色控制不住自己 一个酒汗甘甜 未经雨露滋润 过不多时 房中 传出了男人的粗喘声 夹杂着女人舒心的身影声 风雨骤停 云邪雨昕 刘鹏与和后赤裸着身体睡在一起 从刚才那激烈的战斗来看 两人像是不分胜负 和后将凌乱的绣发 往上剥了剥 便靠在刘鹏的胸膛前 柔声问道 飞雨 你不会嫌弃切身吧 晚女人无数次的刘鹏 岂会不懂得 此时应该如何应对 随轻轻一笑 道 月儿有着倾城容颜 为夫喜欢还来不及呢 如何会嫌弃于你 那飞雨答应切身一件事 和后心思一转 修长指甲划过刘鹏的胸膛 撒娇道 和事 刘鹏可不敢随便就答应 这个女人曾是一国之母 要是她提出的事情太有难度 搞不好会引火烧身 因此这才慎重问道 你先答应人家 人家一会儿就告诉飞雨 和后赤裸着胶躯 秀丽柔软的小手 拉着刘鹏胳膊轻声淫道 和后越是这样 刘鹏越是不敢答应 随杨庄生气道 月儿 你整日无忧无虑 竟于此地养心 可为夫 却为汉事这破败江山而奔波 你有何事 速速道来 和后听了刘鹏的不悦之言 绝美的容颜露出一丝无奈 随后悄然无声 刘鹏还在奇怪 怎么没了声息 转眼一看 却是看见和后赋在她的胸膛前 美人泪从脸上一颗一颗滑落下来 那感觉好像 听到一种异常悲怆的鸟叫声 侧脸白皙无瑕 凝黑的铜 静静地还在滴着泪 一待咽后 浮在自己身上哭泣 哭得却是无声无息 时间像是过了好久 刘鹏无奈之下 淡淡回道 好吧 答应你 听到床榻上男人答应 和后轻浮泪珠 娇笑一声 道 妾身如今已过三十 身下就只有贝尔一个子嗣 却未曾想 贝尔竟被董卓这个恶贼所害 说完这些话 刚才从杯转喜的和后 又恍然间从喜转杯 历时泪声语下 刘鹏也知道 一个女人失去亲生孩子 是很悲伤 但他想不明白的是 这是和他有什么关系 刘鹏登基之后 本可以历经图治 忠心大汉 可怪就怪他们 和家权势太大 而和静那个匹夫无谋 更是引得董卓进兵洛阳 才造成了后面的流变身死 玉儿小心身体 刘鹏手掌轻抚那光滑的脊背 出言安慰道 低声哭泣了一会儿 和后便在刘鹏的抚摸下 再次心情好转了起来 就在刘鹏准备提枪厮杀之时 和后 一家将长枪给梁在了外面 和后知道 刘鹏虽然答应了 可也会反悔 因此 锦家御门官口中奄然一笑道 飞语 切身想 想 这和后到底想怎么 刘鹏正在浴火的燃烧下 趴在那柔软的胶躯上下起手 随意道 玉儿想什么 快快到来 切身想要一个孩子 和后柔软的双手 环抱刘鹏虎妖 柔声说道 正在做着此事 刘鹏以为 和后是在与他说笑 所以大笑着 分开美后的两条美腿 道 为夫这就给你孩子 血液最窝美人稀 许以来是在相遇 刘鹏此时 与和后就是这样 两人如同那浪水洪流 一发不可收拾 二日清晨 大战一夜的刘鹏精神抖擞 在和后的服饰下 穿戴整齐 用过膳食之后 便与美人调笑一番 才告辞离去 昨夜他只顾及自己风花雪月 却忘记了随他而来的点围 及一众侍卫 幸好小兰此女猜到刘鹏 要在这里过夜 便派人在前院打扫了几间房子 让一众侍卫住了进去 出了和后的院子 身心舒爽的刘鹏 一边哈哈大笑 一边又往后院部远处的 另一座院子而去 公子 奴婢将带来的二十名女士 全留在这里 但人数还是不够 现在府中之剩下三百多女士 还要分派其他女士去 另外两座院子把守 小兰跟在刘鹏身后 将此事提了出来 这是在刘鹏看来 根本不是什么事 大手一挥 道 回到府中后 去找贾先生 让他取三千斤 再招募一些女士 将他们操练成精卫 再分批把守这些府邸 诺 小兰听到还是在招募女士 便闷闷不乐地应了声 依刘鹏的观察 和后 隐士 貂蝉三人住的这座院子 最少有近一百女士为把守 而同样这么大的院子 还有两座 仅靠小兰徽下的那些女士为把守 他还是不太放心 因此 才决定再招募一些女士 现在洛阳等爹 逃难来到幽州的百姓 卖而卖女的数不胜数 想买上千女士为 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只要怀中有金钱 在乱世之中 很少有买不到的 眼前这座院子清静优雅 与和后那梅花四开的院子 截然不同 公子 奴婢在外等您 小兰走到院门前 突然出声道 一起进去吧 否则本将想在这里看看 刘鹏黑黑一笑 双眼盯着小兰那高耸的胸脯 打亮了起来 看其架势 就是要在此地行那 修人之事的前兆 小兰吓了一跳 她可是知道自家公子的脾气 若是将其惹怒 说不定还真的在此地 将她给小兰陪公子一起 后退了两步的小兰 忙出声道 刘鹏见其受怕的表情 哈哈放声大笑 随迈动步伐 向院子中而去 她的表情忙跟上去 大雪纷纷 寒风凛冽 这座优雅小院子中 偶尔会传出歌舞之声 还有淡淡的乐曲之声 拜见公子 门口四名侍女见识刘鹏 忙直见相拜 去将貂蝉小姐请来 本将在她闺房等候 刘鹏不想看到那些歌迹 所以吩咐下去后 便往貂蝉的房间而去 小兰跟着刘鹏 缓缓到的房门前 轻声道 奴婢在这里等公子吧 天寒地冻 冷风直吹 外边太过酷寒 一起去找一间近视 给本将扑下被子 在那里等待本将灵性 刘鹏在房门前 瞄了眼小兰那巨大凶器 随其笑道 小兰一听这话 就明白她家公子想干什么了 随羞涩地低着头 轻声言道 奴婢去给公子准备房间 说完这话 立即转身离去 刘鹏现在越来越喜欢 动弄这个小兰了 记得一个月前 她与蔡衍在房中大战之时 此女打扰到她的兴致 被她给抓上床 狠狠地蹂躏了一番 进了貂蝉的房间 刘鹏随意打量了一下 很简单地装扮 除了她发明的一张桌子 两张椅子 一张小茶几 还有一张床榻 其余都是些装饰物品 笔之河后的房间简朴之极 静静地在房间中待了一会儿 便听到有轻微的脚步声传来 刘鹏大马惊刀地坐在椅子上 静等美人前来 片刻间 房门被推开 一身白色衣裙的貂蝉 出现在刘鹏的视线当中 也在地妖绕着 发出诱人的邀请 这女子的长相 无疑是极其燕野的 但这燕野与她的神态相比 似乎逊色了许多 她的媚眼含笑含翘含腰 水遮物绕的 媚意荡漾 性感的嘴角微微翘起 红唇微张 欲引人一轻方泽 这是一个从骨子里 散发着妖媚的女人 她似乎无时无刻 都在引诱着男人 牵动着男人下身的神经 见过大将军 家人迈着秀美的眉腿而来 微微俯身行了一礼 轻妙之音骤然传出 刘鹏坐在椅子上 双眼几惊打亮 忠实开口道 貂蝉小姐多理了 不知小姐在这里 可否住的习惯 貂蝉媚眼含情 脸部轻疑 杨杨引耳回道 谢大将军关心 奴家在这里住的 还算不错 那些歌女怎么样 将心思收回来 刘鹏淡淡一笑 出声问道正事 他们都还好 学得也很快 貂蝉眼嘴轻笑一声 眉目传情似的回答 貂蝉的魅与和后的魅不同 貂蝉是那种 魅到骨子里的美人 而和后却是神态魅 两人各有千秋 刘鹏细细观赏了一会儿美人 随意道 来年二月 准备搬到大将军府吧 诺 貂蝉风眼之中 闪过一丝狐疑 随应声道 刘鹏今日来此 只是为看一下美人 现在美人看到了 他也就不耽搁了 随倾笑一声 道 本将还有他事 就不多耽搁了 貂蝉小姐保重 大将军保重 刘鹏最后看了一眼貂蝉 虽大步而出 外面大雪纷飞 却比不上他心思之快 自十月回来 这是他第三次前来看望貂蝉 而每次所见 他都能若有若无地感觉到 貂蝉身上那股抗拒 或许是他多虑 但他总觉得 这个女子对他戒心很大 一个男人 未尊的世界中 是什么能够让一个女人 对其他男人存有戒心 恐怕也有其他男人了 其他男人嘛 刘鹏漫步风雪之中 嘴角弯起一道弧线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公子 蓝总管请你那边 不远处迎上来一名直见女士 起拱手里道 刘鹏点了一下头 任由前面的女士带领 往后愿意出 看似僻静的小院去 不大的功夫 就一道棋地 吩咐女士守在外面 刘鹏黑黑一笑 快步向前 推开正中那扇房门 遂大步而进 公子 小蓝坐在茶几下的小凳子上 见刘鹏推门而入 忙站起身道 刘鹏打量了一下房子 里面很是简朴 除了一些必要的邓椅 就是两床被子 而且那两床被子 此刻都捂在床上 看来小蓝早有准备啊 爱河如水 春潮如淡 一个友情 一个友谊 干柴遇上火苗 一点就燃 昨夜大战多次的刘鹏 白昼又在这个小院子内开始征伐 春些雨昔 即使武艺 到了如今之境界 却受不了连续大战 床榻之上 刘鹏类的汗水直流 身边的美人早已晕了过去 可见方才战斗定是惨烈至极 到的下午之时 美人悠悠行转过来 刘鹏也恢复了一些精力 收拾好之后 刘鹏派人找来点围 及一众侍卫 遂策马而回 在大将军府中 小蓝成为刘鹏女人之事 早被下面的人传得沸沸扬扬 即使贾许 田丰等人见了小蓝 也是客客气气 没有那个人 敢把小蓝当作下人使欢 稍微有经验的一些人 早已看出小蓝飞完毕之身 这代表着什么 大将军府中的人都很明白 包括刘鹏的正妻杨氏 因此 小蓝在大将军过得还不错 既没主子刁难 也无下人耍横 回到大将军府 刘鹏到前府安排了一些事情以后 便着手处理军务 现在幽州正是有举授 他倒不怎么担心 可这军务 却是不能交给旁人处理 乱世之中 谁手有兵有粮 谁就有夺得天下的机会 因此 刘鹏对军务之事 一向是亲力亲为 主公 周校尉为求见 门口守卫的侍卫进门禀报道 刘鹏一边看着竹简上的花名册 一边随声下令道 让他进来 过不多时 一身戎装 妖玄佩刀的周苍 大步走了进来 道德厅中 拱手一礼 正色道 主公 方才接到黄将军飞骑传书 莫将担心他人误事 便亲自送来 周苍说完之后 从怀中摸出一团竹简城上 刘鹏接过竹简 一边猜测 黄中为何飞骑传报 一边快速打开竹简 将竹简看完 刘鹏抱贺一声 匹夫 一声大喝下的周苍芒 匍匐倒地 口呼 主公息怒 强自忍下心中的怒火 冷声道 将贾许 寻幽 田峰 举寿 赵云 高顺 等人召来议事 再给上古文聘 辽东辰道 逐鹿高揽巨发书信 让他们火速回来议事 诺 周苍连忙起身 下去传令 天黑之时 大将军府 谋事武将拒来议事 袁绍匹夫 妻无太甚 净但唆使韩复小人 劫无粮草 伤无上将 实乃可恶之极 而等可有粮策 驻本将灭了袁 韩二贼 经 一众文武俱精 任谁也想不到 就这么一件小事 刘鹏就要发兵灭了袁绍 韩复二人 主公不可 此时正值寒冬腊月 暴雨飞扬 韩风刺骨 万万不可出兵 就在文武们 还未缓过神态之时 巡忧已经站出来近年道 是啊 主公 此时不是出兵最佳时机 田丰也跟着站起来回道 刘鹏冷哼一声 道 本将何时说要出兵 剿灭元 韩二贼 本将是让你们想一个计策 看如何才能不动兵甲 就能灭了这二人 否则本将胸中 这股闷气难以消失 不动兵甲 就想灭掉袁绍 韩复二人 此时可算是为难住了众人 主公 不若派遣使者前往冀州 让韩复赔偿钱粮 若那韩复不愿赔偿钱粮 主公道使手之大义 等来年三月兵和化解 苦草发芽之时 再发兵二十万 征脚元绍 韩复二人 田丰摸了摸山羊胡子 轻轻易礼 献祭道 若那韩复愿赔偿钱粮 又该如何 刘鹏转眼一丝 问道 田丰微微一笑 上前三步道 若那韩复愿赔偿钱粮 主公则将其收下 等到来年三月之时 依然出兵 先生 主公乃汉皇后裔 岂能做此言而无信之事 赵云坐右卫之上 听田丰如此之言 盲站出来反驳道 子龙退下 听袁浩先生道完 刘鹏一摆手 另道 赵云无奈之下 拱手一礼 坐了回去 巨峰夜观天象 冀州短则半年 静则一年就会易主 而主公在得到韩复赔偿的钱粮之后 便出兵冀州 一举剿灭黑山贼 这也算是报答韩周牧的一番情谊 田丰到完之后 直接坐了回去 刘鹏神态不动 脑海中却在反思着田丰之际的成功性 至于那夜观天象之事 刘鹏完全将其忽略 这些个文人明明是猜到的 却要搞到那天象上去 以此让人深信不疑 不过他不吃这一套 田丰言下之意是 韩复如果赔偿钱粮 明年三月出兵剿灭黑山贼张燕 这个剿灭却不是真的剿灭 而是有着一个进兵冀州的名义 如果韩复不赔偿钱粮 那就要立兵莫马 等到明年三月 邪大意出兵剿贼 刘鹏真希望诸侯们快点乱起来 这样他以后行事 就不用再顾及这个汉室宗亲的名头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攻打哪个诸侯 就攻打那个诸侯 这才是他所期望的 不过这种事 很少有能如愿的 文和 攻打 攻语 你三人是何意 刘鹏明目一扫这三人 出言问道 这三人都是智谋之事 除却填锋之策 他三人还未有比之更好点呢 因此三人互望一眼 君站出来道 我等负义 负义 刘鹏微微一愣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什么时候他挥下的人心如此之奇 其实在心中 刘鹏也倾向于填锋之计 既然挥下谋士们 都是这个意思 他也就懒得再想 直接问道 何人愿出使冀州 在下不才 愿去冀州走一遭 田锋微微一笑 再次站出来请命道 冀州距离幽州 也就六七天的行程 一来一回 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况且 刘鹏还有一件事 需要一位有胆识之人办理 而毛遂自见的田锋 正符合刘鹏的要求 既然袁浩愿去 那本将就赐你铁骑一千 大将一员 也好在沿途护你周全 刘鹏眼神清明 正则说道 谢主公 田锋也担心路途上安全之事 未料主公早已替他想好 随处声谢道 刘鹏挥手让其退下 转身朝着周仓道 周仓 本将给你惊奇一千 沿途保护袁浩 你可愿去 末将愿去 周仓是个五人 没闻人那么多花花肠子 直接应声道 夜色已深 诸位都回去休息吧 田锋 周仓二人留下 本将有事有交代等 刘鹏打了一个哈欠 随白手下令道 众人也知道 主公留下田锋 周仓二人是有事要交代 他们也不便多问 随成群结伴地出了大厅 当厅中指欲下二人时 刘鹏一改气愤神色 转而淡淡地吩咐道 你等去了济州以后 要给本将拉拢两员将领 作为内应 以方便本将攻取济州 主公 这二人是 田锋眉头一皱问道 居翼 张和 此二人都是韩副麾下将领 却素来不被韩副所重视 这二人中的居翼 恐怕早已暗中投靠了袁绍 而等刑事切记小心 刘鹏一脸正色 神情肃穆地说道 主公即已知居翼暗投袁绍 却为何还要拉拢此人 田锋有点糊涂 所以问道 袁绍说是韩副 出兵夺本将两草莓 其目的就是为引起 本将与韩副相互大战 他好从中得到余力 而这个居翼 师生已经投靠了袁绍 以若拉拢他时 他定会将你如何到的冀州 又有何目的 全然告诉袁绍 刘鹏黑黑一笑 目露金光道 刘鹏的意思 田锋有些明白了 原来是暗中拉拢此人 再给此人送一些假消息 到时候 此人得了消息 必会传给袁绍 而袁绍得到假消息后 反摸不清楚 幽州真正的动向 主公之意 在下已然明白 只是这居翼暗中投了袁绍 却不知另一人 田锋话到此处 便不再深问 他相信自家主公会说明白的 此人本将也猜不透 至于他是否投靠袁绍 先生去了冀州后 还怕不清楚 刘鹏伸了的懒腰 随意地说道 田锋思索了一下 就明白这是为何了 所以问道 主公若无他事 在下二人就告辞了 还有一事 黄中来报 太史慈被韩副部下所伤 恐怕近段时日难以动武 袁绍到了冀州以后 便以本将之令 让黄中派三千铁击 护送太史慈回幽州养伤 顺道将他不所需粮草带回去 田锋听了这话 一脸地不赞同 王道 主公 韩副 袁绍 既然能劫我军粮草一次 也就能劫第二次 在下建议 还是由黄中将军 在冀州买一些粮草 等度过年关之后 主公再派人送粮草也不迟 刘鹏仔细一想 正是此理 袁绍和韩副这两个鼠辈 能合起火劫一次粮草 就会劫第二次 当下也就吸了再送粮草之意 转而走到茶几前 拿起一方空白竹简 提笔快速写了一封书信 信写好后 刘鹏将上面的墨汁吹干 将其合在一起 用蜡封柱 亲手交到田锋手中 道 此信乃是本将写给中山无极增加的 你到冀州之时 沿途经过无极限 可持此信前去拜访 必会为黄中所部买到粮食 至于金钱 出发之时去文和那里取上三千斤 一路也可助你少些烦心之事 田锋没想到 自家主公考虑的如此周全 当下立即感谢拜道 田锋二日之后便收拾停荡 启程前往冀州 袁绍 韩复二人的小人之作 虽是让刘鹏心中不快 可他也放在心上 此事说来说去 都是袁绍那个蠢货想的冀州 便是挑拨离间之计 可袁绍这个蠢货 也太小看于他了 区区一道离间计 便想让他与韩复相战 此人倒是打得好算盘 可惜智商太低 也只有韩复那个傻子看不清楚 还傻乎乎的 给袁绍充当先锋了 历史上 袁绍就是用离间计 才让公孙赞与韩复大战 最后韩复不敌公孙赞 袁绍便大意凛然地 为韩复出谋划策 最后趁其不备 将其麾下的军士 拉拢到他的阵营中 才一举灭了韩复 夺得冀州这块宝地 而他不是公孙赞 岂是那么容易 就给袁绍匹夫当枪使 年关将近 刘鹏便令假许 循优二人将从洛阳带回的钱财 取出一些 给新招募的士族当安家费 来年就要征战 到时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刘鹏早点给这些士族钱财 这些人也能早享受一日 否则战端一开 即使身上有钱 也无处可花 呼呼 狂风呼啸 大树在狂风中摇晃 一条条树枝 就像一条条狂舞的马鞭 在空中抽打着 冬季的夜晚 雪 洁白的雪 在除夕之夜 轻盈地 悄无声息地飘着 北地迎来了除夕之夜 幽州百姓在衣室无忧下 舒服地过了一个大年 大年到来之时 去往冀州未始的填锋 周苍二人未能回来 幽州 只有贾许 巡幽 菊寿 赵云 高顺 典威等人在季县 年冠之夜 这些人聚在大将军府高歌饮酒 庆祝一年一季的除夕之夜 大年过后 刘鹏夫人杨世卫 典威说了一门亲事 女方乃是季县的一个商谷家族庶女 长得貌美如花 与典威那黑憨的外表 却不甚相配 不过既是大将军夫人亲自提亲 这个商谷家族 哪有不答应的 立刻高兴地 接纳了典威这个孤业 在阳光明媚的三月初 刘鹏亲自主持 为典威选了一座大院子 又将一些贵重物品作为聘礼 送给了那个商谷家族 得到大将军派人送来的聘礼 商谷家族未敢耽搁 立即安排新娘子过门 有了刘鹏的出面 典威终于在三十岁 娶上了一个漂亮媳妇 在新人大婚之时 幽州千代以上官员 大部分都来庆贺 而刘鹏只是在喜严开始之时 亲自送了一份贺礼 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原来是田丰出使冀州回来 同时也带回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在今年二月初 袁绍开始大量招募兵足 囤积粮草 招纳文成武将 在渤海短短一月间 就扩充兵勇到七万之数 而且还在附近之地招纳流明 开荒屯田 袁绍这副大干一场的架势 让刘鹏哭笑不得 他在幽州招募兵足 那是因为幽州不缺乏劳力 他敢开荒屯田 那是因为幽州荒芜之地太多 而袁绍所在之地渤海 本就是一地平民弱的小郡 如此大规模招募兵足 非得导致百姓十有九家无难丁 况且 渤海富庶家族也有那么几户 这些家族靠的就是土地 袁绍招纳那么多流明 哪来的土地分给这些人 而那些富庶家族 岂能将土地送给那些流明 因此在刘鹏看来 袁绍这是自取灭亡 本来他以袁家四世三宫的名望 想要夺得对冀州的控制 只要安抚好这些世家 再许其一点好处 赶走韩富 自立周牧 乃是轻易之事 田丰出使冀州两月之多 屡与之韩富相商 却最终得不到消息 韩富说是会赔偿梁草 结果一个多月 也没见梁草的影 等不住的田丰去催促了一下 韩富说再等一个月 梁草就会从各地争调而来 已经办完刘鹏交代的事情 田丰便不再等那所谓的梁草 直接成夜带着周苍 及一千铁骑出城 在五六日的行程中 快速回到了幽州 此时的寒冬早已成为过去 后继的冬雪也已化成水花 三月下旬 过了一个舒服大年的刘鹏 命陈灵钻写了一篇讨伐袁绍 韩富的习闻发往各地 习闻中痛骂韩富是袁绍找牙 二人图谋不轨 玉钻汉是江山 陈灵文笔确实没得说 骑得刘鹏之令后 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不失华丽 且通俗易懂的习闻 习闻发出之后 刘鹏便开始整顿兵马 择日攻取冀州 此次刘鹏出征 率不齐二十余马 随军谋士有寻忧 田丰 大将有高顺 赵云 太史词 高兰 文聘等五江 而他离开幽州后 军务全部由陈道处理 正式由举授处理 大军的粮草用物 则由贾许管理 三月末 刘鹏正式祭天 祭的 祭州韩父 渤海元少 此二贼相互勾结 与贼寇张燕为友 共结无粮草 杀无将士 此仇不共戴天 将士们 此战可能胜否 点将台上 刘鹏拔出腰间配剑 直升贺道 杀 杀 杀 点将台下 数十万将士 发出震耳欲聋的喉声 耀眼的金甲 发出闪闪光芒 刘鹏见士气大震 遂一百首 制止了将士们的贺声 出发 冷冷肃杀两字 从刘鹏嘴中蹦出 此次出征 刘鹏将他的大将军旗 换成了燕自大旗 战国之使 幽州就是燕帝 因此 他用燕自大旗的用意 诸侯们不用猜测 也都能明白 荆旗飘扬 战鼓雷鸣 铁骑斯鸣 甲氏凌利 二十多万大军出征的情形 在幽州已是多年不见 各家各户百姓 闻大将军刘鹏再次出兵 据从家中出来送行 时下 汉室衰微 天下能有能力一统 这纷纷乱世的 只有寥寥数人 而刘鹏 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百姓们的眼睛最是雪亮 刘鹏自到幽州后 年年出兵大战 年年凯旋而归 即使如凶残的乌桓人 也飞其对手 反被赶出了幽州地界 而且 刘鹏对百姓很好 既不苛刻 也不愚弱百姓 因此 百姓们才会拥戴于刘鹏 在出兵之际前来送行 就是最好的拥戴 关到两侧惊奇四漂 持枪跨其的铁骑 轰轰而过 燕帝能否在这乱世之中 成为一块净土 就要看他们的主人刘鹏 是否能有一统天下的实力 在行军之路途中 刘鹏坐在战车上 身前的茶几上 还摆放着各种茶具 毫不惬意 日过正午之时 刘鹏出言问道 二位先生 可猜测一下 本将有几成把握拿下冀州 五成 田峰思虑了一下回到 六成 寻忧习惯性的一摸小胡子 出声回到 刘鹏自信一笑 随意问道 那二位先生就各自说说 为何是五成 又为何是六成 却为什么不能是十成 那在下就先说了 主公与韩父 袁绍二人争雄河北 先不说各自兵力及胜算 就拿中原诸侯来说 主公坐雍烟帝 麾下代甲之士二十多万 铁骑十多万 猛将如云 实力强过韩父 袁绍 若再得到冀州 那岂不是自家门口 放了一只雄狮 他们岂能入睡 因此 在下敢断言 中原诸侯 绝不会坐看主公得到冀州 反之还会出兵助韩父 袁绍 填峰之言的五成之术 原来是担心中原诸侯 刘鹏嘴角挂起一抹讽刺之笑 遂不在意的道 中原诸侯 不过是一些鼠辈罢了 没人敢与本江为敌 公达说说 你的六成是何道理吧 田峰一下 被刘鹏之话一的说不出话来 信信退下 在下认为 主公兵精良多 且此次出兵之术 有二十多万 而韩父 袁绍二人的兵力加在一起 也不过三十多万 且他们还要防守各地 因此 能出战之兵力 也就二十万左右 因此 我军与其兵力相等 视为五五之术 而主公是一人 他们是二人 二人者 同盟也 同盟岂会不同是操戈 主公胜就胜在此处 巡忧是兵法眼光看待战士 田峰是以天下大局的眼光看待时局 这两人说得都不错 可惜田峰却错看天下诸侯了 攻打所言 颇具兵法精髓 刘鹏轻轻一笑 出声赞道 主公过奖 巡忧 再马上微微拱手 笑着回道 田峰见刘鹏如此自大 王静言道 主公切不可小觑天下诸侯 这些诸侯成一方霸主 各有各的才略 袁浩高看中原诸侯了 一群鼠辈却被你说成霸主 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刘鹏目视前方 口中随意地说道 四一点都不在乎 中原的陶茜 刘代 刘鱼 公孙赞 曹操等人都有雄才 主公不可小觑 田峰见自家主公如此狂傲 听不尽他的忠言 王举出数位诸侯为例 刘鹏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换了个姿势躺在战车上 懒洋洋地指道 陶茜不通兵事 且性格懦弱 无能之辈罢了 刘代虽是本江堂兄 却也是一个庸人 不值一提 本江皇叔刘青州 不通兵事 麾下无慎大才 盛世当中 定是一朝栋梁 乱世之中 却只是一方人均 至于那公孙赞 曹操两只蜀辈 不足成大事 更不足为律 这些素有名望的人 成了刘鹏口中的蜀辈 庸人 田峰暗叹一口气 不知他当初是否看错人了 错把庸主看成雄主 刘鹏在说完这些话后 就注意观察两位谋士的表情 寻忧和往常一样 脸上没什么奇怪的 倒是这个田峰一脸的沉闷 像是在后悔着什么 刘鹏不傻 虽不知其在想什么 但绝不是什么好事 虽出声赤道 袁浩放肆 心中暗骂他人 非是君子所为 况且 本将还是如主 如其感如此 田峰正在心里暗叹 自己看错人 后悔不已之时 听到刘鹏的喝声 盲事一惊 惊道 主公恕罪 在下梦浪了 下次再有不满 竟可以道出来 不用在心里暗骂本将 刘鹏知道 田峰是个刚行之人 因此也没怪罪于其 在下不敢 田峰盲出声回道 其实在心里 他还是有所震惊的 他心中所思何事 为何自家主公能知道 难道他这个主公 真的才情怠世 所以才不把他人 放在眼中 这么一想 田峰又觉得 可能正是此理 且不管田峰怎么想 刘鹏率领二十万大军 征伐冀州的消息传出 河北震惊 诸侯惊呆 谁都没想到 董卓还在作恶 天子还困在囚龙之时 汉大将军 竟然出兵攻打领境诸侯 启发出席文 送往各地诸侯 乘氏为报韩复 袁绍和伙劫他粮草之仇 这财份起兵讨伐 诸侯们不是傻子 刘鹏新兵报仇是假 夺取冀州才是真 一时间 河北之战 成了诸侯们最为关心之事 各地探子源源不断地进入冀州 打探战事 而另一边 韩复在得到刘鹏率领 燕帝大军前来讨伐他时 一下惊慌失措 不知该如何是好 刘鹏从十七岁 就开始率兵征讨四方 且骁勇善战 麾下猛将如云 兵足惊悍 这些年中 韩复不知听到多少 关于刘鹏的传言 本来以为刘鹏出兵 打他只是一句戏言 却不曾想到 在这个时候 刘鹏竟然真的出兵了 本出害无 本出害无呀 冀州夜成州幕府中 韩复一门而叹 一副悔不当初之情 主公 那刘贼就是看中了 我冀州附属 这才引兵前来攻取 当下之急事 主公速速调遣大军 一句刘贼 荒神中回过来问道 博典 老夫兵威将寡 如何是那刘鹏的对手 这可如何是好 主公不必惊慌 渤海袁绍正在招募兵足 主公可发出信求 契为援兵 共同出兵 抗拒刘贼 如此一来 主公得袁绍之助 定不拒刘贼兵威 闽纯神色泰然 似有大将风度回道 哎 老夫前番派兵 劫刘鹏军粮 就是受他挑唆 如今贼兵大举来犯 他未求自保 如何可出兵驻屋 韩副一声长叹 不抱希望地说道 敏纯微微一笑 回道 主公多的是粮草 只需送一些给袁绍 再承诺等赶走刘贼 再送一些粮草给其 以袁绍如今的实力 粮草才是他最为缺乏的 他也必会答应主公 他真的会答应吗 韩副游不自信地反问了一句 敏纯暗叹一口气 为自己拥有这样的主公而悲哀 遂道 会 他会答应的 得到了敏纯的肯定 韩副立即道 传令下去 命耿武 李立 居易 张和四将整顿兵马 随无出战流贼 诺 敏纯连忙到了一声 下去准备 刘鹏率领二十万军 一路从桌县 泛阳而下 兵风直指中山国 在禁军途中 刘鹏两次传下令 命向黑山一带的皇忠 所不向真定一带前进 牵制韩副在这一带兵力 中山国治所 卢奴成兵不过两万 且地小承弱 西连兵州草原 对韩副来说 只不过是个鸡肋罢了 但对刘鹏来说 这是他攻取冀州的 第一道门户 十分重要 数日行军 燕军抵达中山国阳城外 五十里处 今日 天气晴朗 万里无云 高阳悬挂头顶 刘鹏身穿金甲 手持长枪 正跨坐在赤兔马上 欣赏着四周的风景 主攻 此地处平原地带 且四周一山而立 地势平坦宽敞 我军是否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田风策马跟在身后 眼看四周地形 出声问道 刘鹏心情大好 直接道 不用安营扎寨 本将要在三人内 连下八线一郡 给世人看看 得罪我刘鹏是什么后果 主攻 兵法云 疲惫之师 当栩栩缓禁 不能贸然前行 田风策自家主攻 狂妄之兵幼犯 忙以兵法劝道 刘鹏眼睛一扫 不屑道 兵法胡言乱语 须知兵法乃是个人领悟 就依韩父而言 他能料到 本将连大营都不见 就敢直接出兵 取他城池 不 他料不到 他只会料到 本将率兵来此 必要休整 几日再进军 因此 他才拖拖拉拉的 到现在也没整好大军 刘鹏在嘲笑过后 一改刚才狂妄表情 肃怒下令到 传令前军上将赵云率三万铁击 三日之内 将中山国八线全部拿下 否则军阀处置 诺 身后令骑兵策马出动 即刻下去传令 令高顺 高揽 太史词 文凭立即加快行军速度 本将要在日落之前 到达卢奴城 刘鹏随之再次下令到 诺 在一名 令骑兵奔驰而去 有了刘鹏之令 各应不敢怠慢 快速向卢奴城赶去 关道之上烟尘弥漫 铁骑狂奔 之后密密麻麻的部族 缓缓开进 卢奴城内 报 大将军兵马已到十里开外 正向我乘奔来 中山相辅之中 一名少骑快速奔进大厅 跪地并报道 大厅主位上 坐一年约五十的老者 此刻听闻如此骇人军情 盲向左右问道 韩史军的大军何时能到 主公 韩史军的大军还没传来消息 下策一名三十多岁的将领拱手道 老者一听 破口大骂道 刘鹏兵马眼看 就要破城 他的大军为何还不到 是要做看本相兵败被杀 还是他含富匹夫 根本不救中山 主公 大将军拥有二十万大军 凭我一成之兵力 难以与其相抗 不若您献出城池 改投大将军 如此 您不仅能保得助官位不丢 还能在大将军麾下 站得一席之地 三十多岁的将领拱手一礼 上前三步 道得老者目前低声道 这 这可行吗 老夫听说大将军杀人如麻 我若投降于他 不知能否保住性命 至于那官位之想 就不要再说了 老者神思片刻 疑惑地道 主公放心 在下有一同相在 大将军麾下当差 此人告诉我 大将军素来敬重文史 您又是冀州陈家之人 相信大将军定会礼待于您的 三十多岁的将领连忙答道 当真 老者眼神中闪过一丝西记 忙问道 主公 千真万确 三十多岁的将领立即回道 听到将领之言 老者思虑了一会儿 平心静气地说道 将赋税 名册 本相的大印全部带上 再派人告知大将军 我等开城起降 诺 将领应了一声 忙下去安排 城外 惊奇飞扬 战鼓轰阵 城牌的铁骑黑鸭鸭屯在卢奴城外 密密麻麻的假释 手持枪矛 迎风二立 主公 中山国相陈涛帅 一众官员出城请降 前军太史辞策马飞奔而来道 刘鹏黑黑一笑 大军刚到冀州地界 就有人率众投降 这对他来说 是莫大的声望 所以问道 元昊 公答 你二人可知者 陈涛是何许人也 寻忧 田风二人面露难色 似不清楚 你二人不知 刘鹏反问一句 在下二人清楚 寻忧忙回道 这让刘鹏有点搞不明白 麾下这二人是何议 寄清楚 却为何不说 难道此人非常有名 还是这二人在故弄玄虚 所以脸色一冷 问道 寄清楚 那就速速道来 田风心直口快 他也不怕刘鹏责罚 所以回道 陈涛乃是陈夫人的祖父 陈夫人 刘鹏大为疑惑 这陈夫人是谁 最奇怪道 这陈夫人乃何人 本将却不曾听过 寻忧 田风二人相识一笑 道 主公后院 自己的后院 刘鹏轻轻道了一句 却在下一刻突然明白 这陈夫人乃是何人了 他们口中的陈夫人 不就是自己抢来的玩物陈氏吗 难道陈涛此人是陈氏的祖父 子义 传令下去 本将准许他们现成投降 既然是陈氏的祖父 刘鹏就当看在陈氏 让他玩了多年的份上 遂下令道 莫 太使辞一拱手 就策马前去传令 卢奴成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既城墙堪比居庸城 若想强攻 必会增大伤亡 现在陈涛县城 对刘鹏而言 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呢 刘鹏率领两位谋士 几点为一众侍卫率先开路 往城门处走去 道得近前 刘鹏率先下了赤兔马 道得一老者面前 遂拱手一礼 道 先生真乃汉事忠良 今日能助鹏拿下此城 当时功劳甚大 其名当涌传后世 老者看着眼前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非是传说言之中那般虎辈熊妖 而是一个俊俏的青年 若是青年身传金甲 内衣领子上的后服流露在外 他还不知 这青年就是名震天下的大将军刘鹏 老夫成小明弱 不敢与天兵相抗 特献出城池 望大将军收纳 老者说完之后 王从身后将领手里 取过花名册 国相大印 双手奉上 陈国相治理一方 乃是汉士有功之臣 本将此番只为除去韩妇 袁绍两个小人 其余人等 一概不罪 至于这些东西 依旧由陈国相保管 至于这卢奴城 依然由陈国相治理 刘鹏黑黑一笑 伸手将名册等物推辞不要 转而淡淡说道 老者先前还以为 此生在无妄作官 未料到刘鹏竟如此大方 将这国相大印又推给了他 如此说来 这中山国相依旧是他 老者心头一乐 忙道 在下已在府中备下韭菜 还请大将军 及一众将军赏光 如此就由老老陈陈国相了 刘鹏淡淡说了一句 随陈生下令道 太史辞率领一万战车兵 驻守西门 文聘率三万部族屯于北门 高顺率领五万部族进驻城内 接手防务 高揽率领盛下不齐 在城东安营扎寨 诺 一连串的命令而下 武将们各自下去准备 走 刘鹏心情大好 率先进了卢奴城 道德中山国相府邸 在陈涛的刻意谄媚之下 刘鹏高居大厅主位 下方坐着刚才投降过来的一众文臣武将 还有田峰 巡忧 典威等人 我等静大将军一杯 卢奴城投降过来的众人 在酒宴开始后 立即向刘鹏进道 刘鹏拿起酒杯一笑道 诸位都是中山国的顶梁 昨日是何官位 今日乃至以后 依然居何官职 刘鹏说完之后 朝着众人哈哈一笑 虽将酒杯之酒 由饮而尽 下面的众人可不是傻子 刘鹏之话 他们都听明白了 那就是 他们先前是什么官位 今后依旧是什么官位 这对他们投降到刘鹏徽下来说 乃是皆大欢喜之事 谢主公 一众人在明白自己 官位保住之时 忙下拜道 而且也从先前的大将军 变成了主公 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后 刘鹏当下了解了一下中山国的兵力 原来中山国有两万多部族 骑兵不到二千之数 且大多数都是老弱 而且兵器缺乏 操练也很是一般 刘鹏既然拿下了这座城池 那就得按照他的规矩来办 岁下令统领兵马的君曹 令其明日到文聘 帐下人君司马 其所部将士将老弱全部裁去 只余一万精兵 若是还余不下一万 那就全部裁撤 裁撤过后剩下的兵马 则全部并入高顺帐下 君曹在当地 只是一个统领兵马的小吏而已 但到了刘鹏帐下人君司马 就属同官生一级 高兴还来不及呢 哪会反对 因此 裁剪士族之事 就这么定了下来 至于政务上的事情 刘鹏则全部交给陈涛处理 他不顾问 酒宴散后 刘鹏与田峰 巡游三人便住在了国相府中 他们所住的院子 乃是一处大院子 四周乃至国相府 都有锦衣为把守 且在城中 高顺的五万精兵 已经驻扎下来 因此 刘鹏毫无担心地住了下来 在刘鹏的房间内 点位正站在房间中 低声问道 主公何不再派另一人前去 俺老典还要保护你的安危 哪能轻易离开主公 刘鹏不由的一阵气节 他刚才在酒宴上司到城市 被他玩了这么多年 虽是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但其与家人数十年未见 也该将其接来 与家人团聚一段时光 这样也算稍微补偿下这个女人 因考虑到点位新婚不久 便派其回去将城市接来 顺便与新娘子 还能缠绵一日 可这憨货就是不回去 算了 你既不愿意回去 就派人给周苍捎句话 让小兰派些女侍卫 将城市接来 刘鹏叹了口气 吩咐道 诺 那主公歇歇 俺退下了 点位憨实一笑 退了下去 赵云率领惊奇 在三日内的时间 连下八座县城 其中六座县城 得知卢奴城已失 便立即放下兵器 降了过来 其余两座县城 因赋予顽抗 被赵云率领的铁骑踏破城门 从而取得 当天下诸侯接到 刘鹏兵不血认地 拿下中山国的消息后 据震惊不已 刘鹏出兵未有十日 便取得冀州一郡 若长时间下去 冀州被其占领 恐怕是板上钉钉之势了 冀州穆韩复 在接到刘鹏拿下中山国后 忙下令沿途重兵把守 又下令从各郡县调来兵足 拱卫他的治所夜城 渤海太守袁绍 在接到韩复的求援书信后 看在粮草的份上 下令集结四万精兵 又带了炎粮 文丑二将 由其亲自统领 日夜前来增援 刘鹏在得到中山国后 下令大军再次休息数十日 而少奇却是源源不断地 被派出去探查军情 要想取得冀州 有两条路途可走 一是 趁着韩复收缩兵力 分派诸将前去 将那些兵力弱小的郡县攻取 二是集中兵力 只取冀州治所夜城 可夜城内有韩复数万大军 沿途也有数万兵马 想要强行攻取 恐非一世 麾下的两位谋士 意见也不统一 巡忧认为应该一鼓作气 踏过真定 只取夜城 如此省时省力 可达到破旗一城 收取一州之目的 而田丰则认为 应该先分派诸将 攻取那些兵力无几的郡县 最后多路大军 共向夜城进取 定能一举拿下冀州 两位谋士意见不一 刘鹏也有点犯难 按照他的思路 应当先破真定 再挥师直逼韩复 最后一举将其灭掉 可现在的问题是 真定沿途的关卡 都有韩复重兵把守 若想短时间破旗 难上加难 最后刘鹏又召见了诸将 询问了他们的意思 这些武将中 各有各的看法 弄得刘鹏是一阵烦恼 在过了两日后 刘鹏最终下定决心 刘高揽驻守中山 负责后续粮草押育 而他则亲自率领大军 一路直取夜城 就在众将各自得了命令 下去准备行军时 二十余名女侍卫 护着城市来了 已经二十七八的城市 依稀艳丽 岁月那漂亮脸蛋上 也未留下沧桑 身着粉色衣裙的城市 笑脸盈盈 轻步走到刘鹏身前 微微一礼 轻音笑道 公子换奴婢前来何事 刘鹏挥手 将左右平退 淡然一笑 道 昔日本将抢你之时 离金岁已过六年多 这六年中 本将算不上对你好 但生活上还是可以的 如今本将常年在外征战 居家之日不多 不能再单个于你 公子这话何意 城市大为兴起 这六年之中 刘鹏与他在一起 无非就是欢场纵横 从未说过如此之话 今日这是何故 不明白 奇异的城市 在短暂失神后 青年问道 再过多年 你就会容颜消退 那时你膝下无子 日后该如何 因此本将不想再单个于你 特将你接到此地 就是为派人 将你送回臣家 好好找一人家 生儿育女 度过余生 刘鹏眼神中 闪过一丝杀气 不过在瞬间就消失不见 转而清淡地说道 公子不要 妾身不要回臣家 昔日虽是公子抢的妾身 但亦是妾身心甘情愿 如今公子 要将妾身送回娘家 这是为何 是妾身那里 惹得公子不喜 还是公子嫌弃 妾身容颜消退 不想再留妾身了 陈氏一惊 盲跪于地上气声道 这些年 他待在刘鹏府中 闲暇之时 与刘鹏共度风月 在长时间的接触中 意不由地对其倾心 他明白自己 是一介残化败有之身 连妾身的资格都没有 因此 他也不奢望 只希望刘鹏在闲暇时节 可以来找他 起来 本将只是为你余生考虑 并无强行赶你之意 说这句话时 刘鹏眼神中多了丝温柔 遂伸手将其拉起 任谁与一介美人相班六年多 都会对其有一丝好感 刘鹏也不例外 他之前说那些话 就是为试探陈氏经过这些年 其性情是否改变 结果也让他大吃一惊 不曾考虑到 当初那个有点傲气的艳丽美人 如今非是昔日之行 多谢公子 陈氏站了起来 轻视眼角泪珠 口中喜谢道 刘鹏青懒美人掀喜腰枝 轻笑道 本将不日就要出兵攻打叶城 既然你来了 就随军伺候本军衣食住行吧 谢公子 被揽着妖枝的陈氏 未想到这种好事 竟然轮上他了 羞涩地将头埋进刘鹏胸膛 出声喜谢道 哈哈一笑的刘鹏 轻轻推开怀中美人 笑道 依祖父陈涛 如今就在这座府邸之中 依可带女士前去见一下 以叙佳人思念之情 微微一惊的陈氏 初听此话 惊喜道 妾身还有再见祖父之日 谢谢公子 谢谢公子 别再哭泣 来 刘鹏淡淡一笑 出手给其轻扶居泪花 来人 宋夫人去见陈国相 刘鹏朝外喊了一声 吩咐道 在陈氏的千恩万谢下 一众女侍卫将其带了出去 一日 刘鹏进起二十万大军 直扑长山针钉 行军本就不应带上女人 而刘鹏却打破了这个常规 陈氏不会骑马 刘鹏便给其弄了一辆马车 而那二十余名女侍卫 也都没有回去 沿途保护尘世 君汉们何时见过如此景象 一群漂亮女子骑着战马 穿着盔甲 手中还提着佩刀 长期见不到漂亮美人的君汉们 此刻在航军路过时 都要向那些美人瞄上几眼 主公 这成何体统 田丰眼见君汉们心不在焉 有的甚至为看眼漂亮女人 只踩到前方士族 还尤为不知的样子 忙出声道 是啊主公 自古以来 就没有带领女子征战的 这样下去 迟早会扰乱军心 寻忧俗读兵法 甚至士气之缘故 随处声道 战车上的刘鹏 却是哈哈一笑 白手道 命令停止前进 诺 令骑兵忙下去传令 主公有令 停止前进 当大军全部停下之时 刘鹏从战车上站起来 手按腰间配剑 喝道 将士们 而等打仗 不就是为了钱财 美人吗 此刻那冀州夜城 就在你等眼前 只要等誓死如归 一路直破夜城 本将保证 只要里有战功 你们都会得到应有的赏赐 美人 钱财 功名 这些都有 告诉本将 美人你们喜欢吗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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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道之上 君汉门的此起彼伏之声不绝 直震天际 好 喜欢就好 现在本将链等加速行军 早破真定 早报美人 刘鹏大手一挥 豪气道 早破真定 早报美人 君汉门被刘鹏口中的美人所有 俱加快速度而行 主公 这成何体统 以美色相诱 这如何使得 主公快快收回成命 当不得如此 田丰建军 汉门为了美人 竟然行军速度比先前还快 马上禁言道 元昊放心 此事本将早有颠量 那冀州含富匹夫麾下军营 接养了银记 本将的冀州后 挑选一些年轻漂亮的美人 赏赐给有功将士即可 刘鹏不在意的一摆手 笑着说道 就在田丰准备再次禁言时 刘鹏却将其打断道 元昊 攻达 黄中所不现就囤于真定一代 本将想让黄中放弃真定 转而率领铁骑直取叶城 此事如等认为可行否 田丰 徐游二人骑在战骑上 皱眉苦思 此事有几成把握 主公 在下认为可行 黄中将军领两万惊奇 从真定绕道取叶城 必能将归缩在叶城的韩富 赶出城外 到时 以我幽州铁骑威力 灭骑还不是一如反掌 田丰眉头舒展开来 缓缓说道 在下也认为可行 韩富在我军沿途 都增派了兵足 而黄中将军 就当是为大军先行探路 不管成与不成 与我军都有力 寻忧眼中闪着睿智的光芒 一笑而道 难得有一次 两位谋尸意见一样 当下刘鹏便不再犹豫 直接命令 少气前往黄中处 命气快速率领铁骑 去捅韩富的老巢 而在夜城中的韩富 此刻聚与袁少坐在一起 本初 你看如何是好 那刘鹏亲率二十万大军前来 老夫手中无强兵猛将 该如何应对才是 韩富坐在主位上 哀声叹气地问道 文杰不必担忧 少道是有一计 就是担心文杰不允 袁少微微一笑 大意凛然地说道 韩富此刻被刘鹏大军所下 整日吃睡不好 就想着如何保命了 此刻听闻袁少之言 喜问道 本初有何计策 快快到来 袁少脸上愁愁不定 思虑片刻回道 文杰 你可知 刘鹏乃是何人 汉氏宗卿 当朝大将军 韩富一语回道 不 文杰错乎 那刘鹏双手血腥 手段毒辣 孰不闻其当年在幽州 是如何屠戮乌还人的 又是如何对待世家的 袁少黑黑一笑 回道 韩富此刻 暗骂自己 被猪油蒙了心 当初劫刘鹏粮草之时 就应该会想到 有今日之祸 都是听了袁少的谄媚之言 才遭此祸 若是任由刘鹏入主济州 那文杰可就成了千古罪人 清明不保 反悔落下一个无能骂名 袁少看着韩富的表情 一笑轻声说道 袁少的讥讽之言 让韩富凉透了心 他遭今日之祸 还不是为帮他袁少 现在大敌当前 袁少却来嘲讽于他 让一向自诩为袁家门生的韩富 一阵失望 但失望归失望 眼前之事还需解决 随道 本初有话就请直言了 老夫静听 少不才 来到激州之后 多猛文杰照顾 感激不尽 此次留棚之祸 全是殷少而起 少院替文杰挡过此劫 袁少一脸大意 口若悬河地说道 多谢本初 但老夫身居周末 当保得一方土地太平 刘鹏就是有百万大军 有你我二人的联手 还怕抵抗不住 韩富一改 先前之懦弱 出言道 袁少在心里 却是将韩富骂了的体无完肤 脸色上却没显出如何波动 直言与韩富商量 如何应对刘鹏大军 这日 刘鹏率领二十万大军 屯于真定城外 通通通 战鼓声四起 镇天鼓声笼罩着整个真定城 城外不远处 那鲜红的燕子大旗 迎风飘扬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甲氏 密密麻麻助力着 寒枪铁毛在映日照耀下 闪着明亮寒光 一字排开的铁骑阵势 威武不凡 偶尔有传出的战马斯鸣声 也被淹没在肋骨声中 子龙 此处势辱家乡 本将便派汝出战 刘鹏跨坐赤兔 首提长枪 立于燕子大旗下 神色肃穆说道 赵云一提长枪 抱拳一礼道 主攻少代 末将这就出阵挑战 驾 赵云话音一落 催马出阵 在万军阵前奔驰于空旷地带 城上的人听着 我乃常山赵子龙 而等石像的 速速献出城池 否则城破人亡 玉石俱焚 赵云立于二十万大军阵前 中气十足地 向城墙上的冀州兵喝道 城墙上 将军 怎么办 那赵子龙一身武艺 堪比文丑将军 我等启示其对手 一名二十多岁的军后 在听闻赵云喝声 在看燕军阵势 吓得身体颤抖 这名将军有近四十岁 脸上一条掌形道刀疤 显得争鸣恐怖之极 此刻望着燕军几十万大军 心里也不由 倒抽一口凉气 口中却道 我军尚有三万之多 且韩史军的援兵 不日就可到达 有什么可担心的 那这赵云怎么办 军后看了眼阳光照耀下 那身着银甲 手提银枪的赵云 出声问道 刀疤脸将军神色一阵 狠声道 那赵云有枪 本将也有枪 何距于他 一起在城上观阵 看本将如何斩的赵云首级 立得大功 将军小心 军后忙 出声道了一句 刀疤脸将军脸色冷笑 手提长枪下了城墙 支牙呀 年九十休的城门 被从里面打了开来 一伸着黑色盔甲的 刀疤脸策马冲了出来 赵云 谋乃长山王子冲 看某驱如首级 刀疤脸一声大喝 反手提枪 策马冲了上去 赵云听其自称王子冲 便在脑海中思虑了一下 确认没有听过此人 再看其正策马朝自己而来 手中长枪 却是反提于身后 就知道此人勇武一般 遂冷笑着策马迎上 争 两枪相撞 赵云使出八成力道 一枪就将王子冲震落马下 遂长枪一晃 枪奸指点气搏金之处 如可愿将 赵云跨坐战旗 寒生问道 刀疤脸 知道自己记不如人 索性眼睛一闭 只躺在地上 做出一副要杀药寡碎你的架势 再问一次 如可愿将 赵云双目一睁 冷声相问 刀疤脸这次微微睁开了眼睛 叹了一口气 道 某记不如人 但某还之忠义二字 要无投降 万万不能 至于无这颗人头 如可以拿去妖宫吗 刀疤脸说完之后 眼睛再次闭上 等待赵云下手 要是刀疤脸跪地求饶 赵云也许会将其一枪刺穿 燃其蒸蒸铁骨 乃是一条汉子 赵云不忍杀之 遂掉转马头 但但说了一句 你且保重 便策马而去 赵云策马回到中军大旗下 翻身下马道 主公 末将无能 未能擎的敌将 请主公责罚 刘鹏脸色本就不好 此刻 在听赵云之话 脸色陡声寒气 手中长枪蹭地一下出手 直辞到赵云胸膛前才停下 冷声道 赵云 战阵之上 起飞而戏 以私纵敌将 还敢欺骗本将 主公不可 子龙将军忠心耿耿 求主公饶其性命 准其戴罪毕宫 田丰眼见刘鹏生怒 忙下的战马 跪于地上替气球情道 刘鹏冷冷一笑 贺令道 来人 将赵云押回去 绑于大营门口 本将明日要取他头颅 主公 赵将军只是一时糊涂 还请主公放过他吧 一边的巡游连忙下马 半跪于地球情道 主公 子龙一时糊涂 求主公饶过他吧 点尾眼见赵云性命不保 跟着下马求情道 锦衣卫们却不管你是谁 四个大汉直接上前 将赵云压了下去 刘鹏看着真定成一阵冷笑 隧道 你等不用替赵云求情 传令撤兵回营 主公 为何要回营 我军只需一日强攻 必能拿下这座小城 田丰忙出言道 明金收兵 刘鹏没有理会田丰 转而含着脸下令道 叮叮叮 清脆之音响起 燕军在这明金声中 缓缓退去 将军 燕军撤了 军后高兴地对着刀八脸说道 刀八脸转身看着燕军缓缓撤走 眼中闪过一丝担忧 刚才赵云被燕军假设驾驶离开之时 他正好到的城墙上 将这一幕看在眼中 几乎不用猜想 就知道赵云因为放过他 才会被燕军主将责罚 传令赤后出动 立即探查燕军大营动向 刀八脸看着燕军撤走的身影 冷声下令道 诺 军后立即回道 转身下去安排 燕尘弥漫 燕军山海呼啸 朝勇般撤回大营 军事密布 假设四散开来 守护着中军大仗 主公 赵将军跟随您多年 立下战功无数 请主公恕他之罪 准他戴罪立功 大仗之中 田丰丹西贵的 双手抱拳 神色紧张地说道 请主公饶恕赵将军 战中两侧站着的武将们 纷纷站出来求情道 刘鹏坐在主位上含着脸 四周寒气令人生畏 冷声道 你等不用替赵云求情 本将也没真想杀他 但他犯了军法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将其重则二十军棍 以示惩戒 谢主公 众文武听到赵云不会被杀 盲泻道 刘鹏此刻心情确实很愤怒 赵云是他麾下大将 他待其一向不薄 可今日 赵云在战场上撕纵敌将 导致大军士气受损 他若不将其惩处一番 军威何在 军法何用 高顺 文聘留下 其余人等退下吧 刘鹏脸色稍缓一点 岁下令道 诺 除高顺二人留下 其余人等应声退下 你二人找一身才与子龙相向之人 将其掉于银门之前 再放出风声 就说 本将明日早要拿赵云记棋 与此同时 你二人布置下去 在营中四周埋下伏兵 刘鹏眼神中带着一丝奸诈 冷冷一笑道 高顺眉头一皱 向前一步 沉声道 主公认为 有人会来截子龙 文聘经高顺之话 显然也联想到了 自家主公不寻常的举动 不确定道 主公是想又真定守军前来截营 不错 子龙素来忠意 而他能在战场上 放敌将一命 足能言明 那敌将也是重情义之人 如此 当他得知 子龙要被本将祭祈 岂能不前来相救 刘鹏冷眼一笑 出声道 主公 子龙重情重义 可那敌将非是子龙 他若不来 又当如何 文聘遂将心中疑问道出 他要是不来 那就更好 子龙能认清 此人是不是忠义之人 也就不用本将多言了 刘鹏狡诈一笑回道 你二人也不用多问 到了夜晚之时 自会见分晓 高顺 文聘二人拒势一阵 忙退下去准备 大仗之中 一般文武权都不见时 刘鹏一身懒腰 向后帐而去 公子回来了 陈氏身穿黄色衣裙 喜笑着迎上来 多日未曾有雨露滋润 干涸寂寞的陈氏 今日特意打扮了一下 显得艳美无边 其身姿曼妙 柳妖鲜细 肌肤雪白 如同二八家人一样美艳 嗯 刘鹏随意应了声 眼睛中的浴火却是 裸露在空气之中 直盯着陈氏 那半路在外的凶器观看 在欣赏之余 眼神中带着戏虐 向那神秘 楚观赏着 口中还道了一声 好 陈氏见此 知道 他已经成功勾引起了 刘鹏的欲念 遂轻浮衣袖 莲花一步 清脆妙音道 公子在外征战辛苦了 妾身煮了一点热茶 可以去火 公子要不要尝点 要尝 不过却不是品尝茶水 而是品尝你这个 哈哈 刘鹏放肆大声一笑 虎不生风 上前一把 将美人揽腰抱起 后帐之中 男女解下衣服之声 还有美人的妙音 进传至帐外 另一群军汉们憋红着脸 甘大地住在外面听着 阳光明媚 大地出春 万物鲜活 而在刘鹏的大帐中 此刻 却是暴雨隆隆 狂风不停 波涛一拍一拍滚向沙滩 回荡之音游传 几度风雨过后 男人粗喝一声 美人一声云奋骄迎 帐中风暴停歇 令守卫在外的军汉们 长舒一口气 常年见不到美人的他们 正是血气方刚之时 如何受得了这种诱惑 此时云蝎雨昕 臣氏绣发凌乱 额头上浮出一丝汗水 庸满的骄迎道 好生休息 一改往日沉闷的刘鹏 在蒸发完事后 一脸的享受 身心俱得到了满足 最好声道了一句 便下床穿戴一甲 切身服侍公子吧 臣氏见刘鹏 准备自己穿戴一甲 向来有着小心机的他 如何肯错过这次羡媚的机会 随其身道 不用 以自行休息 本将自己来就好 伸手示意臣氏哦 继续休息 不用服侍于他 将一甲刚好起来 刘鹏挂上配件之时 外仗军事禀报道 主公 少旗有军情禀报 让他进来 刘鹏一笑 喜色镜上眉头 开口道 走到前面的中军大仗 刘鹏大马惊刀地坐上主位 端起茶几前的茶水 稍微抿了一口 却见少旗匆忙而静 主公 韩父与袁绍共率十二万大军 于昨日出的夜城 正往真定快速行来 刘鹏一听 老匹夫来得还挺快 连袁绍这个吴某匹夫 也跟着一起来了 这两人来得正好 他正愁一关一关地攻下去 何时能取得冀州 现在两只匹夫自己送上门 那可就怪不得他了 你先下去 刘鹏对着跪在地上的少旗白手道 等少旗退下之后 从美人身上舒服了的刘鹏 拿出行军地图观看起来 在真定城通往夜城之路上 沿途最能屯兵之地便是高义 此处距距路很近 粮草也能攻击 来人 传两位军师前来 边看地图的刘鹏 顺着高义往下看去 却见湘国 赵国聚党在夜城之前 便传令道 俗话话得好 三个臭皮匠 顶格诸葛亮 他与寻忧 田丰三人家一起 恐怕诸葛亮也不是对手 刘鹏黑黑一笑 收了地图 现在情形已很明了 真定城市招不保兮 韩复 袁绍不是傻子 既知此处被迫乃是早晚之事 必不会出兵救援 反而会屯兵巨入一带 尤其是高义之地 依靠关卡阻挡他的兵风 过不多时 寻忧 田丰两个臭皮匠接连而来 献韩匹夫 袁匹夫 两人率十二万大军 出夜城来与我军一战 你二人有何见解 说来听听 刘鹏骂着袁绍二人匹夫 却是问及道 主公 真定城小明弱 守军不过四万 且多是老弱步履 我军只需一日便可将其拿下 韩复必定会再次调兵 加紧对我军的防御 道师主公指 须令黄中将军虚晃一枪 沿上爱之地南下 一举攻破夜城 田丰摸着山羊胡子 眼睛笑眯眯地说道 夜城大军被韩复老贼带出七八万 也应有五万之数 要先一举拿下 恐黄中两万铁骑不够 主公应当再派一支部族 协助黄将军一举拿下此城 寻忧补补充道 黄中要攻下 夜城这就兼城 恐最少也需十日 要是那时 韩复与袁绍相继回兵 黄中可就处于夹击之中 刘鹏思虑一会儿 问道 韩复得到夜城危险的消息 必会回兵增援 到时夜城恐怕不能拿下 反而会将韩复这个老夫 下得归宿于城中 如此可就坏了本将大事了 主公默示望望 韩复 袁绍二人正引兵马 前来与我军大战 届时 他若敢回军夜城 主公只需率领一支金旗 严其身后追赶 道师不仅能大败于旗 更能夺得夜城 寻忧轻轻一笑 十年书 看了多年兵书的刘鹏 此刻不经一阵 一扫方才担忧 笑道 攻达却是言对了 是本将太过于担忧 而忽略了兵法之精髓 主公 方才来试图中 在下见到营中士族政 四下集结 一副大战之事 敢问主公 可是打算夜城真定城 田锋扭转话题问道 刘鹏哈哈一笑 本将有二十万大军 区区一座小城 值得本将夜城否 那主公这事 田锋有点疑惑了 不调兵攻城 又为何集结大军 这是为何 虽问道 看着寻幽脸上的坦然之色 刘鹏望着其说道 公达既然已经猜出 不若就解了袁浩的疑惑吧 寻幽自战场上 见刘鹏要杀赵云之时 便深有疑惑 赵云身为幽州大将 乃是刘鹏的心腹 今日不过是一点小事 就招的刘鹏要将其杀死 这不合乎常理 更令他疑惑的是 刘鹏在撤军回音之后 并没有先前在战场之上的怒气 只是稍微表现出了一点含义 由此可见 刘鹏是在拿赵云作戏 可如何作戏 他却没有想明白 却就在方才来营时 高顺麾下的兵马正 全副武装集结 高顺是刘鹏最为信赖之人 他麾下的兵马调动 必是刘鹏下的令 寻幽结合刘鹏今日言行 推算出 应该是赵云放走的那个嫡将 今夜会来结营 因此才有此安排 现在刘鹏要他说 寻幽也就誓言道 若再下猜得不错 主公不是要真杀赵云将军 而是拿赵云将军 引诱敌将前来劫营 这才令高顺将军集结兵马 赋予大营四周 敌将不是前来劫营 而是前来劫走赵云 刘鹏坐在主位上纠正了一句 主公 赵将军不会和敌军勾结 若敌军前来抢劫赵将军 只能是这个敌将对赵将军感恩戴德 并无其他缘故 田锋以为刘鹏怀疑赵云通敌 忙出声道 本将从来就不相信 子龙会被判于我 这事先不谈了 你等下去督促工匠 立即打造工程所用器械 明日一早 大军只取真定成 刘鹏不想在这个世上多谈 随白手道 诺 两人也看出自家主公不想多言 随出声告退 夜色落幕 大地一片寂静 燕军大营一如往常一样 守卫既没有增多 也没有减少 营中灯火闪着亮光 营外四周的树木 好像些猙獰的巨人站着 错叠成一堆堆密集的黑影 神秘地窥视着周围动静 中军大仗中 灯火明亮 典威站在中间 对着正埋头研究兵书的刘鹏 拱手一礼 出声道 主公高将军派人来报 敌军已经出城而来 来得好 传令高顺 等敌军到的大营门口 让他派弓弩兵射住后翼 将其赶进大营 刘鹏一边看着兵书 一边随意吩咐道 神情无喜无悲 诺 典威应声而去 既然有人要来给他送城 刘鹏岂能不高兴 在典威离去之后 遂传令太史词前来 等太史词到来后 刘鹏便将敌军前来 结阴一世道出 并令其准备率领所部 在敌军与我军交战之际 绕过大营 只取甄定城 领了这么一个好差事的太史词 当下心满意足地离去准备 夜色过了中夜之时 大营内传出了厮杀声 而刘鹏则静静地看着兵书 一点也不奇怪 公子 外面怎么有沙喊声 陈氏从后帐中跑出来 惊得花容失色 刘鹏扔下冰书 看着这个被杀声下的 脸色惨白的女人 随意拍大腿 试一气坐上来 女人天生就胆子小 陈氏也不例外 起先听到有沙喊声 忙下地跑出来寻找刘鹏 对他来说 什么时候有危险 当时寻找自己的男人 脸色惨白的陈氏 见到刘鹏在这个时候 还要做那事 忙到 公子快点走吧 外面沙喊声这么大 一定是有人打进来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闭嘴 无稽之谈 本将拥大军二十多万 岂会惧怕这几个毛贼 刘鹏冷声一鹤 果然 被刘鹏大喝一声的陈氏 不再多化 只是脸色依旧惨白 大仗之外 侍卫沉声禀报道 主公 敌军夜袭我军大营 现正向这里而来 传令下去 让那些女侍卫 全部进的大仗 其余人等守好本将的中军大仗 不得有误 关键时刻 刘鹏还是挺会怜乡西域的 担心那些女侍卫 见了杀戮害怕 才将其传进仗中躲避 诺 侍卫应了一声 营中杀声震天 破空的哀嚎声 断断续续地传出 点燃了夜色中的宁静 高顺此时手握长枪 眼神扫过夜色下的战场 见大营内风火连天 敌军已经攻入中军之处 冷声下令道 传令下去 公奴手停止放箭 现阵死士上前剿灭敌军 诺 夜声中 小笑一声应道 现阵 现阵 大营内四处杀出 快速冲入敌军之中 杀 杀 有了县阵死士的攻击 敌军那些老弱残兵 立即攻势停下 转而与县阵死士站在一起 文聘眼见县阵营出动 知道这是高顺最精锐的部族 只有在屠杀之时 才会将其放出来 现在看来 高顺已经要出兵扫灭 这些贼兵 不再任其往前冲了 传令公奴手射出火箭 将其向营外赶去 文聘看着在火海中丧命的敌军 盲下令道 将军 我们中埋伏了 四周杀声震天 热血沸腾的刀八脸将军 正挥舞长枪杀着燕军之时 一声惊叫 引起了他的注意 抬眼相看之下 却见左右两翼什么时候 不知冒出一群燕军 正向他这里压制着杀过来 而在前方 也突然射出了火箭 一排排的箭与飞射而过之处 哀声不绝于耳 刀八脸将军这才明白 他中燕军的埋伏了 撤 撤 反应过来的刀八脸盲 嘶声大吼 传令撤军 燕军早有埋伏 岂能让他从容退去 就在敌军向后撤的时候 高顺一挥大手 身后数万大军 从黑夜之下冒了出来 将敌军退去之路完全堵住 屠戮这才开始 中军大帐内 一群女侍卫正修红着脸 手握佩剑 面朝四周 但那迷迷之音还是传了出来 原来刘鹏嫌陈氏太过嘲嚷 直接将其拉到他的大位上 令其趴下忍受征伐 陈氏这时候 哪有心思做这事 但又不敢拒绝刘鹏 便只好受其摆布 在帐中接受着语录 先前还不能进入状态的陈氏 在刘鹏一阵猛烈征伐中 开始放下心神 享受着修人的愉悦 帐内杀声不停 帐外更是杀声不绝 与帐内不同的是 在外面有数万人相互厮杀 而在帐中 却有两个人厮杀 且是一男一女 而厮杀的程度 却比帐外还要猛烈 还要惊人点围 带着侍卫们 守护着中军大帐 陈夫人那淡淡的身影声 传出帐外 让他一阵羡慕 不由得想到 自家主公真乃神人 在外面如此大战的情形下 却在里面安然 醉情于欢好之事 时间就在这厮杀中 过去了数个时辰 帐外敌军尸体遍地 血海横流 帐内停歇 剩下粗喘牺牲 与那美人慵懒的交音 还有那二十多名女侍卫的 低威出气声 当厮杀声停下 高顺便传令打扫战场 此战两万敌军全被屠戮 领头的那个刀疤脸将军 被乱箭射死 主公高将军请命攻占真定城 典威得知自家主公行纳州公之事 便将前来请命的高顺拦下 由他站在帐外带为通传 刘鹏听的此话 挥手示意一众女侍卫 搀扶陈世晋的后帐 传本将令 命大军全部歇息 名人一早前往真定城 缓和着身体的刘鹏 历时急得在帐外大声道 主公明日再取真定城 与我军不立 末将请命 率三万不足 立即拿下真定 当高顺跪地请命声传出去后 却听到刘鹏在帐内懒洋洋的笑道 本将已派太使此领兵前去 取了真定城 大战半宿 你也累了 早点回音歇息 高顺得知 主公早有准备 便笑着下去休息 身为武人 他能听到刘鹏说话中的那种立法之声 就像是与谁动过舞一样 体力消耗得太多 导致声音都有点不畅 不过他不是多嘴之人 主公既然不说 他也就不问 刘鹏确实在原动舞 不过却不是兵器相动 而是肉型武器相撞 才导致体力消耗太多 连声音都有点变了 累了半宿的刘鹏 在得到高顺已经扫清敌军后 回到后帐中 同美人进入了梦乡之中 二日清晨 蓝色的天幕上 牵着一轮金光灿烂的太阳 一片白云像碧海上的孤帆 在晴空飘游 晴朗湛南的高空万里无云 像碧玉一样澄澈 当刘鹏起来 看见太阳已经升到半空中 按摩自己好色雾势 随意穿戴整齐后 刘鹏匆忙进入中军大帐 此时帐中田锋 寻忧 高顺 文聘四人聚站在两侧 昨夜未睡好 劳主尉等候了 刘鹏打着哈欠 若无其事地上了主位坐下 主公应注意身体 切莫贪色雾势 田锋深叹一口气 出声劝道 此时其他三人 都装作没听见的样子 各自低着头 刘鹏一阵气节 自己不就多睡了一会 却被田锋这个酸儒说成贪色 不过田锋一向就这个性子 他也懒得生气 袁浩 实色性也 你日后也要多多如此 定能长寿百年 刘鹏打着哈欠 打去道 田锋见他这个主公 又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还提醒自己 要多多如此 忙道 在下是在下 主公乃是主公 在下只是主公的幕僚 而主公却是长着 燕帝二十万大军的性命 岂能误实 又听田锋唠叨 刘鹏懒得再说 问道 太史词可有消息传来 太史将军于昨日深夜之时 已拿下真定城 县率军驻扎于城中 巡忧上前一步回道 传本将令 大军立即启程 前往真定城 刘鹏黑黑一笑 下令道 诺 帐中四人即刻下去传令 刘鹏在梳洗过后 便带着重侍卫 率先前往真定城 至于大军则由高顺 文聘等人率领着 两郡城池 刘鹏当时高兴 在进了真定城后 将太史词好好一番夸奖 又将真定城中粮仓打开 给百姓发了一小半 剩下的一大半 纳入燕军之中 真定城小 不足以派兵驻守 但既然已经打下来 却没有拱手让人的道理 在经过一犯思虑之后 刘鹏便将燕军中 挑选出一万精兵 令其驻守此地 又将城中有名望之人集中起来 选出一位德高望重之人 充当一郡太守 这样也算稍微缓解一下 百姓们对燕军的敌势 但驻扎在真定的一万兵族 却不受太守调遣 只听从刘鹏之令 已经占据了真定城 刘鹏便不再着急进军 而是令文聘率两万精锐不足 绕道会和黄中 及四万步骑向批成进军 诸实安排妥当 刘鹏便令人将赵云带上来 对于他而言 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 而不是一个在战场上 只顾自己喜好 不顾数万将士的将领 赵云虽是私纵狄将 但他还是太不将 燕帝二十万大军放在心上 一个忠义为首的将军 在刘鹏看来 那是放屁 在这个人吃人的年代 富人之人 只会害得自己与他人 就如同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一样 自诩以忠义为本 庸庸碌碌三十年毫无作为 待到五十岁左右 手段才很落下来 继而才在诸葛亮的辅佐下 打下了一个三分天下的局面 一直以来 赵云的富人之人 刘鹏全都看在眼里 但他从未考虑过 有一天赵云被判于他该是如何 历史上的赵云 先投袁绍 再投公孙赞 后投刘备 这些事迹令他不得不担忧 想要夺得天下 就必须踩着万里白骨而尽 若是向刘备自诩忠义 以仁义夺得天下 那是扯淡 手中无兵无粮 谁会看得起你 在这个乱世中 很才是第一位的 如果连对敌人狠的勇气都没有 那就很难在这个混世洪流中 占得一席之地 而赵云心存仁义 处世向来自诩为君子 这本是一件好事 可放在战场上 却是一件愚蠢之事 刘鹏微微闭眼 坐在主位上思索着 该是用赵云 还是敬赵云 主公 赵将军带来 门外士族禀报一声 带进来吧 刘鹏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多时 一身容装的赵云走了进来 手中无任何兵器 头顶上的银盔 也为佩戴其神色 看起来有些憔悴 发丝凌乱 眉目间带着一丝愁苦 见过主公 赵云半跪于地 笛声说道 刘鹏看着赵云憔悴神情 在心底间微微叹了口气 起身走下去 亲手将其扶起 转过身子淡淡问道 子龙 乱世之中 谁可为你主 雄才大略 宽人待人 永善百姓 赵云不知这话何意 却还是出声回道 本将在辱心中可是民主 刘鹏神色清淡 似随意问道 主公雄才大略 乃汉氏宗卿 当朝大将军 当是民主 赵云微微思虑一下 便出声答道 刘鹏听赵云之回答 嘴角扬起一抹嘲讽 淡淡道 子龙恐怕没有说出心中之言吧 本将雄才大略 却是不假 但却不是你的民主 你心中的民主 只有你自己知道 今日算是你我主仆一场闲谈 你有什么就说什么 或者说说你心中的民主 刘鹏长叹一口气 转身上了主位 淡淡说道 赵云心中震惊不已 他没想到 刘鹏竟然看穿能他的内心 在几个思索间 严道 在下认为 主攻杀戮过重 只能是雄主 绝非是民主 雄主则是不顾手段的萧雄 民主则是真心为天下百姓 宽人待己之人 赵子龙 本将这些年中待你不薄 如本是真定成一白身 是本将把你抬到幽州上将 是本将让你做到一郡太守 是本将给你沙场建功的机会 没有本将赏识 如能有这些吗 如说本将乃是萧雄 那本将这个萧雄 可有待你不好之处 主位之上 刘鹏见眉怒羊 冷喝问道 赵云的脸上 闪过一丝羞愧 最回道 主攻戴云很好 若无主攻赏识 云此时 亦是家乡一白丁 子龙 你我主仆一场 天下之大 总有辱心中的民主 你且去寻找 看看是否能找得到你口中 那宽人待己 一心为天下百姓着想之人 刘鹏神色冷淡 出言道 赵云以为刘鹏 只是要训斥于他 并未想到 刘鹏是要赶他走 盲出声道 主攻恩情 云一未报 岂能离开 请主攻则伐末将 只求不要赶末将离开 刘鹏总算输了一口气 赵云能如此说 足以证明 他还不会背叛自己 随道 子龙 本将如何不知杀戮过重 可你要知道 这是乱世 若本将不能一统江山 那天下就会四分五裂 诸侯割据 百姓不安 而要一统这纷乱天下 只有杀戮才能做得到 主攻应以仁义问本 广招天下豪杰志士 共同讨伐逆贼董卓 如此天下可定 诸侯也就不会割据 天子才能真正坐拥天下 赵云趁此机会 忙出声道 子龙 你还是未看清天下形势 现今天下就是先帝在世 一是无能为力了 就是本将救出天子 诸侯还会听朝廷之令 还会认同天子之位 不会的 诸侯们都有一窥地位之心 远的不言 就拿进钱的袁绍来言 此人唆使韩富杰本将粮草 其目的就是未夺得济州 寻一立足之地 在图谋天下 可是本将乃汉皇后裔 明帝嫡系血脉 岂能坐视乱贼颠覆江山 只能愤而率师讨伐逆贼 以图匡富汉士 忠心大汉 不负列祖列宗之望 刘鹏一副大义凛然 将自己看成天下救世主的口气说道 赵云听了刘鹏之言 暗怪自己鲁莽 原来主公早有忠心大汉之愿 只是手段太过狠辣罢了 可为了江山设计 行非常人之事 也是可以理解的 子龙 本将话已至此 如不用顾忌本将 对你的恩情 何去何从 你自己决定 刘鹏兼诈一笑 遂出声道 主公 莫将受您大恩 岂能离您而去 请主公放心 只要莫将还能挥动长枪 策马厮杀于战阵 就绝不会弃主公离去 赵云服的一败 奸身回道 子龙快快起来 刘鹏听得赵云未报大恩 不会离他而去之时 当时欣喜不已 忙下去将赵云扶起来 在彻底弄清楚赵云的心思后 刘鹏便将麾下荆旗 全部交由其统领 而战车兵 依然由太史次统领 部族则全部交给高顺统领 三军在真定歇息几日 便继续南下 韩服 袁绍二人 及十二万兵力 齐聚于高一一带 高筑银盘 广积粮草 精炼士族 一副要与刘鹏大战指情形 就在中原诸侯们 静观河北征雄之战时 青州三十万黄金军进入泰山 不久便被泰山太守公孙瓒帅 三万兵马击败 得人口十多万 其精壮六万多 钱财无数 消息一传出 天下诸侯皆经 没人料到公孙瓒如此之狠 以三万精兵 禁破敌军三十万 所得之钱财 兵马 更是让诸侯们眼红不已 至此 公孙瓒拥兵近十万 成为中原为数不多的实力派诸侯 而此时 河北征雄之墓正式拉开 大将军刘鹏 青帅二十万大军一路南下 连破中山 长山二郡 携大胜之师 兵风直指高义 天下诸侯的目光 也从公孙瓒的身上转了回来 而高义这个狭小的战略之地 竟容纳下燕军二十万 济州兵十二万 两方总兵历尽三十五万 就在韩副军大营外四十里外 燕军在这里 同样银盘高柱 广积粮草 大战一触即发 这日 天气阴沉 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硝烟的味道 主公 我军已来此十多日 为何还不进兵 帐内 太史次一脸焦急 盲问出声 刘鹏扔下手中兵书 虽向田锋问道 袁浩 你昨日夜观天象 可瞧出此战是韩副胜 还是本江胜 在下昨夜见紫薇 地心亮于正南 而天狼星暗淡无光 可见此战必是主攻胜 田锋脸色不改 一模胡须 便出声回道 刘鹏黑黑一笑 这个田锋真当他傻 昨夜天上繁星闪烁 根本瞧不见那颗最亮的紫薇星 而从他嘴中说出 好似那天上之星 都被瞧见了似的 既然如此 传令下去 明日清晨 肋骨出战 刘鹏冲着 太史次一笑而知 下令道 莫 众将下去准备 其实在心中 刘鹏根本不想进兵 他现在就想与韩副老贼在此对峙 只要拖住老贼 黄忠 文聘二人率领兵马攻取 批城之时 他在出兵不迟 但麾下武将如此焦急 加上营中刘鹏四起 有传言说 他与韩副正在和谈 还有传言说 他已经接受了韩副的求和礼 准备率领大军返回幽州 对于这些刘鹏 刘鹏曾下令 斩了一百多将士 但还止不住 就连麾下将领也焦急不已 他便正好借此出兵 一来攻破刘鹏 二来吓一吓韩副老贼 二日清晨 燕军大营肋骨声四起 像四镇破天际一样 士族们得到出兵之令 排好战阵 缓缓出营 四十里的官道之上 经其遮天蔽日 四那山海飘荡 前方铁骑隆隆作响 踏破大地之声不绝 二十万大军 犹如潮涌一般 密密麻麻地开赴到高一外围 此战寻忧 作为随军军师 其按照兵法之要 将三万铁骑列于阵前 再将部族的公务手 列于大军两侧 而在中军大旗下的 却是一万战车兵 后军是精锐不足 其余的铁骑 则是被安排在战场 二十里外的山头之上 以做接应之用 燕军三万铁骑一眼望去 如同那密林一般 看不到尽头 而在另一边 韩副 袁绍二人 在得到刘鹏率兵前来的消息后 立即集结大军 于营外四里 出列阵营敌 双方军士都是密密麻麻的 肉眼几乎所能见到的地方 都有两方军士 刘鹏黑黑一笑 将长枪扔给点围 支留腰间的配件 其余兵器一概不带 策马向阵中而出 几十万大军前 刘鹏架着赤兔马 慢慢行至韩副军五百米处 放声喝道 韩副匹夫 如当时懂贼第二 竟敢抢劫 本将剿灭军粮 还敢伤无大将 如之最否 望着燕军铁骑密密麻麻的布置 韩副心中没来由的一阵轻颤 嘴巴张了几下 愣是没有说出一句话 旁边的袁绍见此 暗骂韩副 老贼无用 遂策马向前一步喝道 刘鹏 如名为汉臣 实为汉贼 如讨伐董卓不利 竟谎称边关胡人抢掠 私自班师回忧 坐看我等诸侯与董卓血战 端帝是不为人臣 刘鹏横马立于两军阵前 仔细听完袁绍之话 哈哈一笑 大声道 袁绍无谋匹夫 只知银头小利 怎懂得本将之长久大计 如意干诸侯 在讨伐董卓之际 各自互相观望 唯有本将率淹地铁 其余董卓拼命 可本将把董卓赶出洛阳后 如意干匹夫 却在身后各自盘算 本将是羞羽而等蜀辈为伍 才撤军回宴 坐看你等如何讨贼 但本将未曾料到 如等一帮势力小人 竟在本将离去之后 无意人敢向长安进军 时事胆小如蜀 时至今日 本将依然庆幸当初离开盟军 因为没有而等蜀辈 本将依旧可以剿灭董贼 忠心大汗 而有了你们这帮蜀辈 只能是坏无英明 羞无君威 刘鹏不客气之言 说得袁绍的脸 一阵青一阵红的 本想出言反驳 但话到嘴前 如同韩副一样 不知该说什么 这时看了半天戏的韩副 终于缓了过来 上前喊道 大将军 韩某与你肃无怨戏 你为何讨伐于吴 战无城池 伤无子民 虽然看不清韩副的表情 但刘鹏还是恶心了一把 这匹夫太不要脸 遂怒骂道 韩老匹夫 你与本江听着 如一年老匹夫 受袁绍唆使 抢劫本江粮草 本江本着同是大汉臣子之故 不与辱计较 只需辱还无粮草即可 但辱尽不还粮草 反商无信使 时事不要老之急 冀州乃是大汉之地 辱却将此地说成辱之城池 这里的城池 本是大汉城池 辱却说成辱自己的城池 请问老匹夫 你是何时称帝 何时自立的 韩副一句误言 便让刘鹏抓到一丝空隙 问出如此之话 韩副没想到 就是因为一个口误 刘鹏竟说他要称帝 这可是裸的污蔑 韩副在荒神间 忙出声道 大将军误会了 在下受朝廷之命 出任冀州牧 为汉室镇守一方 这里的百姓属冀州管辖 那就是老夫治下的子民 至于抢劫大将军粮草一事 纯属误会 在下不曾出兵 又如何抢得大将军粮草 此事定是奸人挑拨 大将军切莫重计 韩副可不傻 他才不会傻乎乎地承认 粮草是他所抢 威风吹动发丝 刘鹏抬眼看了下日头 此时太阳发出的光芒 刚好照射到韩副 袁绍大军身上 等再过一会儿 太阳将全部照射过去 以五月阳光的毒辣 正乌乃是人的身体最困乏之时 那时他就可借助 阳光照射之变 令大军眼杀过去 匹夫 汝是董卓里的冀州目 非是天子与先帝所人 因此本将说 汝是董贼之爪牙 一点也不为过 那董卓是什么人 天下之人皆清楚 那是窃汉之贼 汝既与他勾结 那定是汉贼无疑 你受小人唆使 抢劫本将军粮 此事本将麾下上将太史词 即可为证 汝也不用狡辩 刘鹏不屑地笑了笑 韩生向阵前侃侃而言道 与董卓相互勾结的罪名可是不轻 韩父盲辩解道 大将军 吴虽是董卓所立 但也是天子下过明照 况且吴也参加过讨伐董卓 大将军怎么能 刘鹏冷喝打断韩父之言道 众位冀州将士 韩父 袁绍二贼已公然背叛大汉 如等上有父母双亲 下有妻儿 只要如等放下兵器 本将既往不救 否则本将击败韩 袁二贼 必哪等问罪 你们可以看看 本将身后乃是十万铁骑 十万金甲不足 还有三万战车骑 如等不下 成为吴军刀下之鬼 就速速放下兵器 前来投靠于吴 赫声传进韩父大军耳中 原本排列整齐的兵族 开始缓缓低声窃语 对他们而言 对面的燕军 完全是不可战胜的 那整齐并排前的铁骑 虎虎声威 长枪铁矛 韩光伶俐 现在大将军都已发话 只要他们投降 就能既往不救 好多站在韩父军前的兵族 此刻都不禁微微动心 但谁都不敢率先放下兵器 战场之上背叛 袁绍见此情形 忙喝道 众将士听着 刘鹏体肤之话切不可信 你等都是冀州子民 燕军岂会放过等 只要等手提长枪 必能将燕地屠夫赶出去 威风轻轻吹过刘鹏坚义脸旁 他听着袁绍给冀州兵的安抚之言 没来由的一阵惆怅 袁绍这次太不要脸 竟然在这个时候 还先招夺冀州 那韩父才是冀州墓 他袁绍不过是渤海一郡太守 却在这个时候 大意凛然地站出来 无非就是想抬高他自己的声望 借以拉拢军心为他所用 刘鹏单手紧拽马缰绳 另一手指着袁绍 轻蔑一笑 辱骂道 袁绍匹夫 而本是我刘汉臣子 现在却敢辱骂主人 此乃不忠 辱之老有韩匹夫收容于你 辱却谋他济州 此乃不义 辱致使和静匹夫引董卓进兵 造成天下大乱 百姓生不如死 此乃不仁 四辱这般不仁不忠不义的小人 却也网称英雄豪杰 在本疆看来 辱连一堆狗屎都不如 刘贼 你气无太甚 袁绍咋听这些话 气得面色轻红 双目争鸣 骑在战马上的身躯摇摇欲坠 主公 主公 身后炎凉 文丑二将见袁绍身形欲坠 盲侧马靠近道 袁绍于气氛中勒紧战马 狠声问道 谁可愿上前 砍了刘鹏匹夫首级 刘鹏武艺有多高 众将们不知道 但他们是否可以砍掉刘鹏头颅 他们有几斤几两 也都各自清楚 因此 一众将领皆低着头颅 不去阴生 斩刘鹏首级 赏万斤 本将还愿上奏天子 请封他为列后 袁绍见麾下一众将领 无人赶上前 碎眼睛一转 便撕到了一条可行之计 这话出来 众将还是无人赶上前阴生 金钱虽好 他们也都要有命拿才是 袁绍麾下 素有上将之称的炎梁 文丑二人 此刻也不禁微微 动龙万斤族 可以让他们一生不缺一少粮 列后则让他们能名传天下 参加过逃懂联盟的文丑 是亲眼见过刘鹏的武艺 在他看来 他若想斩刘鹏首级 那几乎是不可能之事 可若与其斗上一两百个回合 他还是有此自信的 主公 末将愿意上前斩刘鹏 为主公泄愤 炎梁手提大刀 骑在马背上拱手一礼 眼中闪着惊喜的神色说道 炎梁没参加过逃懂联盟 但他还是 听好兄弟文丑提到过 刘鹏武艺有多厉害 先前袁绍为拿金钱和名位相诱 他自是不愿上前与其厮杀 可现在有了这两样的诱惑 炎梁才打算上前与其一战 能砍掉其头颅最好 若砍不下 凭他的武艺 也能安然而退 好 有炎将军出战 必能斩留贼于马下 袁绍于气氛中神色一喜 莽喜说道 文丑知道刘鹏的神勇 恐自家兄弟莽撞前去 不是骑之对手 反遭骑手 遂道 主公 莫将不才 愿与文恒一起出战 那刘贼纵是神勇 也绝非我二人之敌 好 有你二人出战 本将甚是放心 袁绍一拍大腿 自信地道 炎梁手提大刀 文丑手提长枪 两人互视一眼 皆明白对方之意 遂策马出阵 向战场中的刘鹏身前奔去 而在燕军大旗下 田锋眼见自家主公横于两军阵前 数次出言侮辱袁绍 韩复二人 本就担心不已 此刻在见冀州军中 冲出两员汉将 一人手持大刀 一人手持长枪 田锋见此 盲出声喊道 恶来 速速将主公兵器送前 接应主公回来 先生放心 有安典威在 必不会叫奸贼伤害主公 典威被双击 手握刘鹏七尺白龙枪 放声说完后 盲侧马急驰而去 寻幽坐在马背上 威威一笑道 袁浩复可不出声请主公回来 却为何让恶来将主公兵器送去 这岂不是置主公于显地 岂是我等臣子所为 田锋目不闲事 只看战场中情景 随意答道 主公向来狂傲 眼见敌将向他扑来 必会上前迎战 因此 在下就算喊破嗓子 主公也不见得会回来 倒是攻答 刚才为何不言语 难道是想坐视主公被敌将所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